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八百九十一回 天未亮 徐凤年悄然返回藩地 才在书房落座没多久啊 一位刑方蝶子主事就前来禀报 毛书朗城白霜齐六安 三位南疆高手 即将连妹到达城南那座 人烟骤然稀少的小镇集市 徐凤年让他准备一匹马 再花了大半个时辰处理完 昨夜逐渐堆积在案头的军政事务后 独自出城 倒不是专程去迎接三位中原宗师 徐凤年主要是想看一眼集市 没有太多理由 徐凤年骑马来到小镇上 他翻身下马 牵马缓缓前行 九四茶馆客栈 还有那些零零散散的各色铺子 没长脚的当然走不掉 只不过生意啊 冷清至极 一些店铺干脆啊 就关门大吉了 这也在清理之中 短短半旬 便撤走了三四千人 何况大量参与建成的农夫 也开始在当地驻军的护送下 分批返回关内家乡 徐凤年一路行去 又睡眼惺忪 蹲在屋檐下打着哈欠的电火箭 生意骤俭 乐得忙里偷闲 有大声吆喝仆役 搬动货物 动身难迁的山谷 神色忧心 有闲来无事便趴在栏杆上 仰视大红灯笼的青楼女子 难得如此早起 有押送灵州珍奇物件 来此的精壮标客 只管走标安逸 才不理会店掌柜的愁眉苦脸 徐凤年突然在街道尽头 看到了一位推车往南的年迈道士 骨瘦如柴 碧力雷若 三轮车上斜叉 有一杆招揽生意的麻布招子 从上到下 一丝不苟的写有两行凯子 紫薇斗树 八卦六伯 尚可 面相首相 骑门顿甲 还行 徐凤年会心一笑 这位算命先生还真够实诚 千马快步前行 弯腰帮忙推动车子 老人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道袍 不伦不类 反正徐凤年有力离阳 北莽啊 都不曾见识过 这也不奇怪 能够从朝廷官府 获得杜碟的道观 宫庙啊 所制道袍样式都颇为将就 房间擅自伪造售卖 一经郡县衙门发现的罪名绝对不小 当年徐凤年初次游历江湖 跟人租借道袍 同样是一件来路不正 且找不到根脚的袍子 就算官府盯上 袍根问底 也难以盯罪 眼前这位 显然与当年落魄至极的世子殿下 属于同道中人 勉强称为道士的算命先生 他眯眼说 这位公子啊 定然是出身富贵人家呀 贫道所料不错的话 还是父辈在关外 极有实权的将种子弟 徐凤年一语道破天机 他笑着说 先生是瞧见我那批坐骑 在松开江上后 能够自己跟随主人 应当是北梁站满屋 加上大战在即 我竟然胆敢在此代骂先冠 所以推断出我是将种子弟吧 算命先生顿时笑意坚强 好不容易挤出来的那点神仙风范 也烟消云散 被打回原形了 徐凤年感慨 实不相瞒呢 早年呢 我也和先生差不多 为了生计 装神弄鬼 摆摊子当起了算命先生 先生比我那会强一点 你好歹有两三轮车呀 徐凤年大趣说 不过说实话 先生这旗号打的可真够鹤立鸡群的 能有生意 老人闻听哈哈一笑 其实无所谓 在这边挣钱主要靠给人代谢家书 或是兜售一些缓止折叠的小巧平安服 三文钱一枚 生意还凑合 那些北梁外乡人没走的时候 能够我一日两顿吃上肉喝上酒 像我这般的老百姓啊 也就是凡夫俗子 咱们求佛拜神菩萨贵便 必然是先求平安 求安稳 然后求姻缘 求天时 最后才会求功名 求富贵 公子 你说是不是这个操礼啊 徐凤年点头轻声说 老百姓其实啊 就是用三文钱讨个安心 先生 这是在做好事 似乎记起那些喝酒吃肉的痛快时光 老人笑逐掩盖 但是很快就情不自禁的愤愤然 若是咱们那王爷再更厉害点 小老儿 我的生意 总归还能好上各半月 哪想到这么早就给北莽蛮子打刀锯北城 白虾我砸锅卖铁 弄来的这身行的 亏大路 这次回到关内啊 日子个难熬喽 徐凤年一笑 那位藩王确实该骂 什么武凭大宗师啊 不顶个屁用 大概是意识到身边这位公子哥 好歹也是匠中子弟 与北梁徐家的兴衰羞气相关 行走江湖言多必失事治理啊 交遣延伸的也是大计 所以老人很快就转变口风 自己打圆场的说 话呀也不能都这么说 咱那王爷也不容易 长期这么大 一副家当 运到也不算太好 很快那北莽蛮子就打过来了 连个放屁的机会都不给 王爷和边军还是 还是相当不容易 这老人兴许伟师是编不下去了 越显尴尬 显得束手束脚 推车的劲道也乏力了几分 徐凤年轻轻加重力道 他微笑着说 先生说这话就有些违心了啊 放心 我虽然是北莽匠种子弟 却也算听得进别人的话 好话坏话都不在意 当然了 听到好话肯定更开心呢 老人和徐凤年一起推车难行 很快就要过桥渡河 老人回头深深的望了一眼 巍峨城墙 突然一跺脚 有些话呀 憋得实在难受 便是公子你拿我去巨北城问罪 小老儿也得意图为快 徐凤年苦笑 得嘞 保准不是什么好话 先生 您尽管说 我就当啥都没听见 老人黑黑一笑 挺直了腰杆 转身向北 伸手指了指那所巨北城 公子 最近我也听说了不少传闻 都说咱那王爷胆子大 放着那么多老将不用 偏偏用那些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 这场仗怎么大 第一场两莽大战靠谁打赢的 还不是梁州虎头城的刘济奴 刘的将军 不是那刘州龙响军的王领宝 王的将军 不是靠幽州葫芦口 卧宫 鸾鹤 霞光 三座城池 那么多战死教位 不是靠咱们北梁最了不起的大雪龙骑军 和打造多年的两支众骑军吗 年纪轻轻的外乡人 有几个也就玉鸾刀勉强算上一个 要我说呀 别看那刘州先前打了几场胜仗 可真到了危急关头 年轻人靠不住 老人转头望向那名年轻人的侧脸 他问道 公子 你觉得呢 徐凤年望向远方 老先生说的有些道理 只不过世事奇妙 有一些道理的事情 并不一定啊 就是有道理的事情 老人突然瞪在眼睛 公子 你这到底是读书人 还是将军子弟啊 怎么你说的话 小老儿就听不懂啊 徐凤年叹了口气 读书人的称呼 我当不起 说我是将军子弟啊 应该没错 我就是喝着风沙 闻着马粪 听着勒鼓长大的 斗胆 疏胸义之后 老人貌似心情轻松了许多 难得大去玩笑道 公子 除了不太讲的清楚道理 其实啊 还是挺好说话的 挺讲道理 徐凤年无奈的说 老先生 您这到底是夸奖啊 还是贬低啊 老人哈哈一笑 公子只管剪好听的话 听 一准没错 徐凤年也跟着心情轻快几分 眉宇间的阴霾渐渐淡去 他会心一笑 受教了 老人没让徐凤年帮忙把车子推上渡桥 独自推车向南 压低嗓音 自言自语 如果大将军还在世 就好了 北忙蛮子 哪敢往咱们这边凑啊 北梁都根本不用大仗 如今打了几场胜仗又如何呀 还不是要死那么多人 听说青梁山后头有三十万块石碑 尽是些个虚头巴脑的外衣 能活着 怎么也比死后留个名墙吧 徐凤年站在原地默不作声 老人肯定不会猜测到那名年轻人的身份 不会认为一名武平大宗师会帮自己推车 所以他继续续叨叨的埋怨着 要我看哪 既然中原朝廷就不是个好东西 与其咱们北梁边军儿郎战死关外 还不落个好名声 还不如直接大开大门 放任那些北莽蛮子入关 只要事先说好 双方别在北梁道关内关外磕磕胖胖 铁定万事大吉啊 让他们那些中原北尔郎都吃吃苦道 咱们北梁老百姓过咱们的安稳日子 多生心生力 我也就是见不着那位年轻藩王 要不然一定劝他别意气用事 听听老人的劝 别瞎骨头逞英雄了 徐凤年眯眼仰起头 秋风吹乱了这位年轻人的鬓角色 也许是苦不堪言 也许是问心有愧 也许是两者皆有 所以从头到尾 年轻藩王都不曾开口说话 乔南那边 推车老人的背影愈行愈远 徐凤年似乎记起一事 他扯开嗓子喊道 老先生 难行莫及 还有啊 别忘了两巡之内 距北城通往梁州关内的三条一路 百姓皆可借到 不用绕远路 那位年岁已高的算命先生 竟像是果真听到了这番话 略作停顿 约莫是向年轻人示意自己知晓了 然后继续南下 番底建成之后 那座书房 每日都会收到来自关内外的机密谍报 浮水房养婴房皆有 北梁谍报向来按照轻重缓急分为三等 原本有资格送往书房案头的谍报 仅有假字谍报 但是年轻藩王啊 多要了一个 不是次等以字 而是莫等的丙字谍报 其实军政意义不大 只是这位新凉王 用以舒缓紧张情绪 虽然两房必然做过一定程度的筛选 不可能当真全部送往这番底书房 但是数量依旧较大 多涉及关内书院情况 或是世子舆论 内容是五花八门 其中不乏有些年轻读书人的过激言论 年轻藩王从来只是浏览而不披红 其中啊 有句评论 年轻藩王亲笔抄录下来 作为每日开卷自省 德伯而未尊 智晓而谋大 力晓而认重 此等昏庸藩王坐镇边陲 北梁边军必败无遗 大军压境 腹背遗愿 苦寒家乡 朝廷彻肘 锦绣中原 无辜百姓天到压顶 皆是重担 层层叠家 乔北这边 那个七十极贯取字 还不足四年的年轻人 缓缓的蹲下身 蹲在河边 将一根干草 胆去尘土后 放在嘴里轻轻的咀嚼 满嘴甘甜 徐凤年猛然起身 轻吹一声口哨 在河畔饮水的战马 飞奔而至 他翻身上马后 徐凤年一手拽住缰绳 一手握紧拳头 在肩头重重一敲 咧嘴一笑 南边极远处 那个算命老者 停步不前 老泪纵横 他低声嘻喃 悄不可闻 此时 作何感想啊 老人终于停下脚步 环顾四周 事业之中 最多的是那大漠皇上 听朝阁谋是李一山 死后并无葬身之地 骨灰尽洒关外 老人望着满眼黄沙 洒然笑道 一山 生前生后 我 皆不如你 距北城南城门口 徐凤年猛然停马转头 那种凭借天人体魄敏锐感觉到的些许异样 稍纵即逝 刹那间便恢复平静 无际可循 如一片秋叶落于池塘 积无涟漪 静谧 安详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话说先前刘州那条不知名的廊岛 刘州布镇对峙组织了北芒五万南朝边境 梁州将军石伏却如先前递交距北城藩王的那道兵文所说 并未率领六千清源军阵经济火速驰援廊道战场 而是在廊道以南的平原地带站稳脚跟 耐心的等待黄宋蒲布主力的仓皇北车 与此同时 需要拦阻南朝边际援军南下与黄宋蒲残部汇聚合拢 这位梁州将军呢 仅是象征性的派遣了一标赤猴 前往廊道侦察军情 石伏挺马难忘 始终背向那座注定尸体堆积如山的血腥战场 脸色平静 可谓是铁石心肠 最南方的老玉山主战场 两莽双方以第三次冲锋凿阵最为死伤惨重 靠江淮投入了那只隶属于刘州刺史府邸的骑军 黄宋蒲也动用了六百余货真价实的重骑军呢 人马巨甲 每一匹尤为高大剑壮的北莽战马 都装备有面帘机警 当凶身甲和搭后以及技生 统称铁骑巨装六甲 枪矛难破 弓弩难透 从主将透江淮手中 暂领刘州骑军兵权的年轻将领起伏龙关 又一次率领紧盛的直壮营骑足 直奔的六百重骑兵 只是在起伏龙关一马当先的拼命冲锋途中 徐龙巷亲率三百龙巷经济 在战场上逐渐跟上直壮营的铁骑 最终与直壮营并驾齐驱 一同开阵 当三次冲锋过后 刘州骑军几乎死伤殆尽 龙巷军一是元气大伤 反观黄宋蒲布精锐骑军 虽然同样折损惨重 但是数量最多的已自骑军 依旧骑一般的保持极高的完整建制 多达三万计 按照老玉山战场形势 甚至不需要五万军阵援军赶到此地 主帅黄宋蒲就有十足把握 全歼刘州野战主力 但就在此时 一只生是雄壮的骑军 在老玉山东方平原地带闯入事业 那一幕如日生东海 这只毫无征兆持缘老玉山的精锐骑军 一字排开 如广陵间一线大潮 游东望西迅猛推进 这只横空出世的骑军 必然是北梁边军除大雪龙记之外 最容易被辨认身份的一只边际 因为每一记头盔上都插着一根雪白凋零 随风飘摇 每一记马鞍桥两侧 均有那语剑透囊而出 如两团炉花盛雪 铁记突出恰如大雪翻涌天地之间 不仅铁甲染穴 已经更换过两根铁枪 更是满脸鲜血的北蒙主帅黄宋普 转头东望目自尽列 老玉山战场 经过双方皆是不一 余力的三次凶狠凿阵 他们北蒙骑军 如今刚好位于最初刘州骑军的位置 这原本是这位北蒙 西年南朝第一人的算计 要在这刘州野战主力兵力大损 且精神坠入谷底之际 只要北蒙骑军位于南方战场 就能够无形的形成一道 阻止刘州骑军掉头往南撤回青仓城的天然防线 但事实上证明老帅的算计成功了 可是靠江淮的算计一样大成了 这位年纪轻轻的刘州主将 根本就没打算撤出老玉山 摆明了是要反过来包夹北蒙大军 黄宋图梅丝毫犹豫 下令全军竭力向北突围 哪怕北撤途中再遭着扶兵阻截 绝不可恋战纠缠 只管向北 只要与那支应该即将赶至老玉山 北方战场的援军碰头 那么盛事仍旧在我北蒙手中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二回 话说那老玉山战场 北莽黄宋 瀑布骑军向北退去 启伏龙关和徐龙向李莫帆 这三位老玉山在 并肩作战厮杀至此的战场将领 根本不用相互招呼 就已经默契的快速变阵 由左中右三军燕子追阵 变为了横向一字长蛇阵 尽量伸长拉出一条漫长风线 风水轮流转 开始轮到刘州边军 以前中后三军冲锋 李莫翻步龙向骑军 位于前两排 徐龙向率军居中 启伏龙关的残余 刘州骑军位于最后 他们要做的 不再是凿阵杀敌 只需尽量组织黄奏 瀑布主力齐军突围的马蹄即可 远南亭的白羽清静 在北蒙主力大军的侧翼 扑洒出三波铺天盖地的剑雨后 又有气势如虹的六千计 找准机会 整齐抽刀出鞘 快冲阵 如同从北蒙齐阵的腰履之处 一刀切去 恰好将黄宋蒲的嫡系齐军 和完颜四季 与三万亿字迹拦腰斩断 其余主力白羽清静 开始绕湖向北 并不与北蒙大军混战一团 而是凭借负载吉清的清击优势 原本由东向西冲锋的齐军 迅速的绕出一个箭头 向北的弧度 若是有人刚刚登顶老玉山俯瞰战场 恐怕都要误认为这只一甲鲜明的清击 是草原骑军的盟友 是在一左一右 共同向北退去 不断有北蒙千夫长百夫长 在纷纷绝望之下 率领残部汗部畏死的 向右翼白羽清击撞杀过去 只可惜那幅壮烈场景 结局只如石子杂鸡江水 完全无法打乱白羽清击的马蹄步伐 马术精湛且体力充沛的白羽清击 在遭受一股股北蒙骑军的斜向冲锋之后 轻而易举便向右啊稍稍靠拢 原本大致笔直向前的最左旗阵呢 出现一处处凹陷 仿佛是一只只口袋 任由北蒙死士其足 撞入其中 等待这些草原蛮子的 绝不是近战肉搏的北梁刀 而是贤熟至极的一波波骑射 两百计三百计的南朝骑军呢 就这么被那割骨子一般 一茬一茬的射落马背 没有丝毫壮振的惨烈 没有死于马背上那种 死也死的血肉模糊的死得其所呀 面对白羽清击的精准见识 一只只透炉过脖穿胸膛 甚至能够继续策马前冲数十步 才跌落马背的北蒙骑族 就只有一种死不明目的无奈 老玉山战场最北方地带 只能依稀可见尘土飞扬 正是宁峨眉麾下四千铁浮屠 横插于两座战场之间 老玉山之巅靠江淮平弹道 大局已定 黄宋蒲完了 陈锡亮同样将战场走势 尽收眼底 苍白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转头嗓音沙哑的说 靠将军当得起 用兵如神四字 靠江淮望向东方 怕就怕音小师大 陈锡亮疑惑的问 老玉山战事结束后 挥师东进增援巨北城 有何不妥 靠江淮摇头 谁说我们要去巨北城 陈锡亮目瞪口呆 老玉山山脚 李汉林集合白马游奴手 准备再度进入战场 那名被年轻藩王派遣此地 保护这位白马教尉的隐秘护送 五弟城楼荒 正要上马跟随 李汉林却神情坚毅的说 老花 你直接去巨北城 堂堂武道大宗师 跟在我屁股后头吃沙子 无趣至极 楼荒仿佛一点都不奇怪 他坐在马背上 望向那一张张大多年轻的面庞 最后对李汉林笑着点了点头 他大趣道 小子 可别贪功冒劲而死啊 要不然 你们那位北梁王 可饶不了我 李汉林咧嘴一笑 帮我跟年哥说一句 小时候约定的事啊 要一起去那北莽西京庙堂上撒尿 他那份我包了 楼荒一翻白眼 那记得事前多喝水 李汉林大笑 喝马尿都成 楼荒策马离去之前 他伸出一根大拇指 我服了 咱们再说呢 狼道之战 六战六却 北莽南朝边镇齐军整整五万人 已经被逼得彻底陷入疯狂 先后六次冲锋 打得只剩下两万多人 哪怕明知道已经多半无力持援老玉山战场 哪怕注定要被龙颜震怒的皇帝陛下严厉问罪 这些杀红了眼的草原骑军 仍是毫不犹豫的展开第七次攻势 只要曹伟率领九千经济 从廊道北口进入战场 再晚上哪怕只有一炷香的功夫 烂陀山僧兵 再加上三千刘州士族 那就得全军覆没 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不剩 当曹伟亲自率领八百死士 凿开北莽阵型 一路杀到那座仅剩两百人 集结而成的原刑布阵之前 除了尸体 还是尸体 一路而去 碎裂的铁盾 折损的布朔 崩断的磨刀 毁气的强弓硬弩 四处散乱 那座所谓的简陋园阵呢 也不过是人人受伤惨重的 烂陀山僧兵和刘州青壮 束手待毙而已 真正挡住了北莽蛮子 齐军冲锋的存在 是一名身披甲胄 浑身浴血的修长男子 五弟成王先之大徒弟 中原宗师于新郎 此人手持着一柄斩马末刀 左右腰间各自 玄配有一柄两刀 死于他刀下的北莽骑军 已经补下九百计 于新郎之前曾经亲口 答应过那位年轻藩王 务必保证谢西锤不死 他不是不可以强行 带着谢西锤离开这条狼道 撤出这座血流成河的战场 但是当谢西锤在亲自浴血奋战 第五次截阵打退北莽骑军之后 对于于新郎他坚定的摇了摇头 于新郎一笑置之 并未强人所难 而是从战场上捡回一根长束 和一柄末刀 两人并肩而斩 直至谢西锤身受重伤 当时这位倒地不起的刘州副将 背名负责谢西锤安危的中年僧人 从北莽骑足的马蹄子底下拽住肩头 然后重重抛向后方 本就精疲力尽强弩之末的僧人 自己却被数十计一拥而上 死在当场 曹维步骑军从后方的迅猛杀出 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莽边际在勉强抵抗住曹维先头骑军的冲杀后 很快就溃不成军 这些难朝军阵骑足 不可谓不敢战不敢死 否则也不会有七次冲锋覆死 但是曹维骑军不合常理的出现太过突兀 太过凶狠 尤其是在并不宽阔的廊岛之中 整整九千计展开绵延不绝的冲击 好似那视野之中 只有北梁铁骑无穷无尽的身影 北莽骑军兵败如山倒 在一名万夫长率领麾下嫡系七百计 对于于新郎和那座明明已经摇摇欲坠 偏偏不愿倒下的破败原阵 进行最后一轮冲锋后 所有南朝边际都自主的绕过那名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陌生武道宗师 快速绕过那座原阵 果断的从两侧向南逃窜 曹伟跃下马背 一个亮枪差点没跌倒 他跌跌撞撞冲入圆阵之内 终于看到了那个 以刀主地盘腿而坐的年轻将领 头盔早已不见 铁甲破碎不堪 鲜血模糊了那张原本儒雅的脸庞 一名只剩独臂的刘州青壮 不得不用手肘啊 轻轻地抵住这名将领的后辈 曹伟单膝跪地 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轻轻抹去年轻将领 脸庞上的鲜血 年轻将领 其实早已失去意识 强撑着一口气 不愿倒下而已 于新郎狠狠地丢制出那柄末刀 将一名纵马难奔的北莽骑军万副长 两人是连人带马 劈成了两半 他来到了曹伟和谢西锤的身边 蹲下身后 伸手握住谢西锤的手腕 外商切不去说 已经伤及内府 运气足够好 才能有一线生机 曹伟二话不说 转身一拳就砸在于新郎的心口 他眼眶通红怒指道 徐凤年让你待在谢西锤身边 就只为了他娘的狗屁的一举一线生机吗 于新郎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低头 为谢西锤度入一股温和气劲 谢西锤不愿走 从未上过战场的于新郎 不知为何也觉得不该走 那两人便都不走了 谢西锤觉得自己应当战死此理 于新郎觉得死在这刘州关外黄沙 倒也不算太坏 只是在多次救下命悬一线的刘州副将后 后者怒道 于新郎 你每救我一次 便要少杀三死人 要我教你这笔账怎么算吗 曹维在打了于新郎一拳之后 没有直接收回手臂 而是松开了拳头 在这位中原宗师的肩头重重一拍他哽咽道 谢了 于新郎依旧没有抬头 他只是问道 在谢西锤伤势稳定下来后 我能不能把他托付给你 带为送往刘州清仓 我想去聚北城那边 曹维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 于新郎松开五指 缓缓的站起身来 双手按在腰间的梁刀刀柄之上 又吻 暂且借我梁柄刀 算不算违反你们北梁军律 曹维深呼吸一口气 他摇头笑道 从现在起 你于新郎就是我曹的将军 麾下的一名骑军都尉 咋啊 郎道义 是靠着你实打实军功正来了 别说梁柄梁刀 就是身身挂满了都不成问题 于新郎一笑置之 加入北梁边军成为曹维 麾下骑将 对于一心五道登顶的 王先之徒弟而言 自然绝无可能 只不过于新郎也不便 当面拒绝这番好意 他低头凝望了 被自己从鬼门关 拉回来的泄息垂一眼 然后悄悄走远几步 脚尖一点 身形瞬间拔地而起 直奔拒北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聚北城年轻藩王和三位南疆武道大宗师前后脚入城的那一天 刘州老玉山大捷 捷报火速传入聚北城 满城喧闹沸腾 但几乎只是一个时辰后 便有另外一道紧急谍报传入府邸 北蒙大军四十万计 最迟将在三日之后 兵临巨北城 刀法巨将毛书朗进入巨北城后 请求登上城墙 在经过翻底方面点头许可后 这位魁梧老者开始沿着走马道独自散步 走走停停 沉默寡言 青山老如成白霜 在武当山小莲花峰迅猛破镜 直接寄身大天象境界 陪同好友齐六安进入翻底后 便逗留礼房 与享誉朝野的文坛宗师王继久 切磋学问 唯独南疆龙宫首席客卿齐六安 来到二堂书房 拜访那位中原晋文齐名的年轻藩王 徐凤年没有刻意下街相迎 摆出那幅李贤下市的姿态 就是站在书房的门口笑脸相向 把齐六安领进书房后 亲自递去一杯北梁边军共茶 这齐六安身手接过茶水落座之后 开门见山的说 王爷 如果说我愿意出城上阵 有没有一席之地啊 徐凤年同样直接了当地问 是走个过场 以便在中原孤明钓鱼 还是果真放开手脚厮杀到底啊 齐六安青年茶盖 妈撒着杯眼抬头反问 有何不同 徐凤年笑道 前者的话简单 甚至不需要齐先生真正投身沙场 本王自会让浮水养英两房放出消息 为齐先生鼓吹造势 齐六安笑了笑 若是选择后者的话 徐凤年担然道 那么齐先生恐怕就要先向两位南疆老友交代好一眼 因为北蒙四十万大军在三天内就会押进巨北城 先生并无跟随北梁齐军在关外作战的机会了 只有一场艰苦至极的攻守战可打 实不相瞒 连本王也没有把握敢说 就一定能守住这巨北城 坐在那张书案对面椅子上的齐六安 沉默不语 手中那杯茶尚未喝过一口 齐六安抬起手了一口喝光杯中茶 然后轻轻的放在书案上 然后横见再息 他坦然笑道 如果我这趟不曾随着城白霜来到北梁 我才不管你两枉战事结局如何 可我既然来了 那就不妨借此机会 匹夫一怒 徐凤年轻声说 数十年辛苦抵立武道 一身宗师修为 何其不异啊 齐六安突然气笑了 说到武道境界 王爷这就是骂我 齐六安这几十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徐凤年愣了愣 随即赶忙摆手 他笑眯眯的说 齐先生 看破不要说破呀 齐六安瞪眼怒视 就在此时 齐六安迅速转头望去 他惊讶的发现这窗外倒挂着一位少女 他朝着徐凤年向院门口方向指了指 徐凤年柔声的说 我知道了 不用担心 没过多久 腰间玄佩两剑的桃花剑神邓太阿 缓缓的步入书房 齐六安站起身来 与邓太阿点头致意 天下剑林 历来秀募良才 层出不穷 可是在上一辈剑神李纯刚去世后 便只有眼前这一位 可以被当之无愧的誉为 最秀于林 齐六安既然用剑 无论你性情是否自负巨傲 无论是江湖身份高低 都应当对这位相貌平平的中年剑客 报以尊重 邓太阿淡然还礼之后 直接转头望向年轻 藩王他问 茶就不喝了 你就说跟北蒙何时开打 需要我出现在何处 须凤年语不惊人 死不休 可能啊 要劳烦您两次出手 第一次很快 就这几天 第二次 也许只有你我二人 战场会更远一些 邓太阿语气鼓井步步的说 带来两柄剑足够了 说完这句话 邓太阿转身离去 齐六安也向徐凤年告辞 跟上桃花剑神的脚步 询问一些剑道困惑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砖宫 邓太阿如今 无论剑道还是剑术 皆可为天下剑室的顶点 最重要的是 这齐六安虽然仅是 纸玄境的修为 却有从未现世的 压箱底三剑 自认威势可杀天象境高手 而邓太阿一直被公认为 天下纸玄造一第一 由圣人毛韩胜轩 齐六安如何能够不心痒 不想讨教个一二啊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三回 话说 在邓太阿齐六安到访的同一天呢 还有呢 雪卢枪圣李厚正 等诸多江湖顶尖大佬 进入巨北城 徐凤年却没露面 连客套寒暄都省了 唯独听说某位 木芒女情失入城后 徐凤年亲自走到 帆底大门口 西年曾经生死相向的 两个人 一起走向议事堂 徐凤年好奇的问 薛姑娘可是有话 要帮苏书 或是陆老夫子转告 背负着秦囊的 木芒女子摇了摇头 苏书对北梁的愧疚 我来偿还 徐凤年停下脚步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你死在梁州关外 苏书一辈子都抹不平的遗憾 谁来弥补 薛宋关一如既往的语气清冷 我只知道 苏书活得不开心 我能做到的事情 却没有做 我这辈子也会不开心 徐凤年摇头沉声道 薛宋关啊 我劝你回西书 回到苏书身边 薛宋关同样摇头道 我绝不能让他继续觉得 百无一用 是苏书 徐凤年脱口道 你有没有想过 苏书到底想要什么 又是最想要什么 薛宋关转过头来 木芒的他 轻轻地望向这位年轻范王 徐凤年顿时无言以对 自己那些不为人知的所作之士 与这位看似不可理喻的执拗女子 有什么两样 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 那就留下吧 薛宋关点了点头 两人继续前行 这徐凤年突然说 这会儿啊 苏饼肯定在那胡乱吃醋呢 薛宋关会心一笑 嘴角翘起 满脸温柔 薛姑娘 你竟然能看上苏饼这家伙 这可真是 这年轻范王没继续说下去 薛宋关却笑道 王爷是想说瞎了眼吧 可我本来就是个瞎子呀 徐凤年有些尴尬 徐凤年如遭雷击 停下脚步身体僵硬 薛宋关皱了皱眉 他没有转身 就已经感受到 身后出现三股充沛气息 其中一股磅礴气势 更是令人窒息 一对年轻男女 身上都有触目惊心的血迹 一名手持铁枪的中年男子 朝徐凤年和薛宋关 大步走去 徐凤年缓缓转身 望向本该在淮阳关的那三人 徐衍兵 吴家剑种 当代的剑棍吴六鼎 剑势脆花 徐衍兵微笑着说 别担心 淮阳关连外城都还在 徐凤年如释重负 但是脸色依旧凝重 徐衍兵解释 是楚禄山 要我们三个人回去北城的 他说留下其余的吴家剑势 八十计就足够用了 我们三个在哪边成天干灯眼 意义不大 还不如回到巨北城 徐凤年正要说话 吴六鼎已经不耐烦了 那楚胖子是什么姓子 你姓徐的 又不是不知道啊 他要是下定决心赶我们走 我们恐怕在淮阳关呢 一口饭都吃不上 楚禄山呢 其实说的也没错 关键时刻传递谍报啊 有我们剑种的八十计 就差不多了 徐衍兵瞪脸口无遮拦的年轻剑冠 后者性竟然闭嘴 徐衍兵他低声说 楚禄山说 老玉山必然我北梁大胜 接下来 柳州边军就该一路向北 直取西京 北蒙中路大军只能加快速度进攻巨北城 来一场比拼 看谁更快攻破老巢的赌博 楚禄山还说 巨北城只要能够坚守到冬雪消融 那他的淮阳关就能支撑到明年的春夏之交 徐凤年松了口气 既然他这么说 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徐凤年让人领着吴六鼎和剑士翠花 以及徐宋关去三堂厢房住下 自己则与徐衍兵去往书房 徐衍兵在进入书房后 沉声说 楚禄山最后说了句话 让王爷切记一点 如果还想让我们北梁边军小到最后 那么大雪龙骑军与两支重骑军 就绝不可用于此次战事 徐凤年黯然无言 说一千到一万 楚禄山无非只是不希望 北梁铁骑的最后底子 都死在救援淮阳关的路途之上 却说白玉亲自为骑仙侠送行出城 白连先生不善骑马 便坐上了一辆马车 骑仙侠骑马随行 马车在那条河的渡桥以北停下 白玉走下马车 骑仙侠牵马而行 两人一起走到了那座木桥的中段 骑仙侠忍不住问 为什么要来这巨北城 不留在梁州 白玉双肘撑在桥栏上 拖住下巴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 他平静的说 一方面是留在梁州刺室府邸 就要养人鼻息 被坐镇清凉山的傅京略使宋栋明 死死压住一头 与其在一盘必输的棋局上尽身厮杀 打得两人都满身泥泞 丑态毕露 还不如换一副棋盘 当然了 这个理由很牵强 只是用来说服自己 连你们这种官场门外汉 都未必愿意相信 事实上 我之所以选择跟随新梁王 来到巨北城 除了西记者 成为比宋栋明 更被视为心腹一位从龙之臣 亦有私心 齐仙霞一皱眉 撕心 白玉稍稍转头 满脸的笑意 他笑问 知道什么叫做书生义气吗 心情本来就不佳的 齐仙霞冷哼了一声 没好气的说 我这种莽夫 可不懂你们读书人的报复 白玉眨了眨眼 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啊 齐仙霞板着脸不说话 白玉呀 也不再刨根问地 重新望向那条河流 只不过向后撤退了一小步 双腕抖锈 正经而肃立 一个时代 一个国家 大概终究需要某些人 在某些时刻 毅然决然站出来 站在某个位置 就站在那儿 一步不退 只要站在了那儿 便是责无旁贷 便是当仁不让 战场上 湖头城的刘继奴 济州航水城的魏敬堂 是如此 庙堂上 张巨鹿 更是如此 如今 就轮到了他新梁王 徐凤年 白玉眯起眼 望向远方 我不管他徐凤年 出于什么目的 出于何种初衷 最终选择站在那个地方 反正我白玉呀 只看结果 不问原因 所以呀 我也选择站在这儿 是非空阔 容我死了 才有你们后人评说 白玉大笑道 我可不喜欢后世描绘 这场荡气回肠的大战 不喜欢后世读书人 将那部书翻来覆去 竟发现 到头来 无一位读书人 死在此地 齐仙侠 轻轻的叹息 白玉突然伤感的说 以前 并无太多感觉 如今我越来越发现 那些在中原朝堂之上 关崖之内 青坛之中 流露出对北梁的激讽 那些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 是何其可憎 齐仙侠突然翻身上马 他沉声说 走了 再听下去 我怕自己也走不了 白玉哈哈一笑 走吧 走吧 滚回你的中原去 齐仙侠果然一家马富 策马离去 白玉没有一直目送齐仙侠的离去 反正根本他就看不真切 也就不徒劳费神了 这白玉呢 猛然伸手一拍桥栏杆 他高歌道 大风起息 创灾我北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被笑称为北梁武财神的王林泉 再见过女儿王初东后 笑着离开清凉山梧桐院 只是四下无人时 王林泉笑意淡去 这位在青州便富甲青州 在北梁便富甲北梁的老人 只剩下满脸的疲惫 徐卫雄私下呀 向他说了一件事 他作为王初东的父亲 无法拒绝 但是作为徐家的老族 良心难安 曾是王妃无素身边 见识的赵玉台 轻轻推动轮椅 与徐卫雄一起来到 厅朝湖畔 这位面不富甲 遮掩容颜的女子 欲言又止 徐卫雄轻声的说 姑姑 我不会去去北城 你也别去 赵玉台颤声道 为什么 徐卫雄双手叠放在膝盖上 望着那座 明冻天下的厅朝湖 他平静的说 我们去了 只会让他分心 既要背着我们 偷偷帮我们安排退路 还要每天假装在我们面前 强颜欢笑 多累啊 赵玉台双手颤抖 徐卫雄歪过脑袋 轻轻的枕在赵玉台的手背上 姑姑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就帮他照顾好汪初冬 去中原 找个山清水秀 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 好不好 赵玉台 艰难点头 却说吴同院 以一步投长雪 天下夺魁的年轻女文豪 正在绞尽脑汁 因为他刚刚答应 要为某人写一部 不疏头长雪的传世佳作 写西北狼烟 写边陲战事 写那些慷慨赴死 写那些壮阔画面 为他证明 为北梁发声 一起流芳百事 不可以任由好事史官 肆意的泼脏水 略显消瘦憔悴的陆承燕 坐在他的身旁 忙里偷闲 帮这位大名鼎鼎的 王大家磨磨 王初冬突然抬头 苦着脸说 陆姐姐 太久没写文章了 都不知道如何下笔了 陆承燕 柔声的说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别急啊 王初冬嗷了一声 继续愁眉口脸 推敲开篇 陆承燕 缓缓起身后 揉了揉 王初冬的脑袋 慢慢来 王初冬 默然展颜一笑 握紧拳头 使劲的挥了挥 放心 我一定会 闻思如全涌的 到时候 拦都拦不住 陆承燕 微微一笑 到时候 我一定要第一个翻院 等到陆承燕走出屋子后 一直给所有人 天真浪漫印象的 王初冬突然泪流不止 如断线 珠莲 一辆马车 途经血腥气始终没有散去的老玉山战场 一位脸色雪白的年轻将领 艰难起身 掀起帘子望去 久久不愿放下 那位烂陀山女菩萨 此时坐在车厢内 负责防止她伤势加重 需要不断地向她 度入一股平和气机 血吸锤 望向那座 北莽尸体 全部弃之不顾的战场 两万僧兵 虽说大多属于烂陀山其他势力 可是你的三千嫡系也在其中 更是你这位六株上师的全部家弟子 想必你也猜到 我为何要去那条廊岛了吧 一头青丝几乎急腰的女菩萨 漠然点头 谢西锤苦笑道 这是一箭三雕之举 我不得不做 既能尽量阻拦北莽援军 还能让原本鸡肋的僧兵部族 在柳州成为一支骑兵 最后 当然是能够一次消耗西域抵运 无论北梁是赢是输 都只有好处 剩了 上金洞骨的烂陀山为了追求利益 多半只能继续派遣僧兵赶赴北梁 北梁学家输了 以后北蒙想要顺势南下攻打中原 北蒙便最少失去了两万僧兵 说来说去啊 都是北梁占便宜 你们烂陀山 只能牵着鼻子走 那女菩萨冷笑了一声 你谢西锤这位罪魁祸首 要是当时死在那条狼道里 如果刘州边军也跟着大败 我会毫不犹豫摘下你的脑袋 去北蒙请过 谢西锤笑着说 让 让你失望了 谢西锤说完这句话 就不得不放下帘子重新躺回去 很快沉沉睡去 女菩萨继续闭目养神 无悲无喜 她默念一段经文 杜王魂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四回 淮阳关内外 南楚北董 两个天底下最著名的胖子 正在对峙 董卓策马来到前线 抬头望向淮阳关外城城头 两万多丧失身份 从草原裹挟此地的罪民 以赴攻城 手握十四万司军的董卓 根本不奢望这两万人马 能够攻破淮阳关 甚至连拿下外城都不去说下 董卓在耐心等待入冬 等待一场额毛大雪的到来 在此之前 用两万不得不送死的士族 去消耗淮阳关守城兵力 很划算 两万人马 仅是董卓跟那位老妇人 不花一两银子讨要来的 他一旦动用老丈人那只 耶律家族的家底 还能够啊 从草原大西涕手上 再借来两万庆壮 除此之外 董卓已经传话给 何锡州持节令赫连威武 你要是在入冬之前 打不下福林柳崖两阵 我借兵帮你打 别客气 我董卓呀 破天荒大风一回 以能争善战文明草原的老将 赫连威武 闻听此话之后啊 连回复都懒得做了 大举功成 昼夜不停 力度远胜淮阳关公事 董卓习惯性的牙齿敲击 如同世间最小声的勒鼓 楚禄山站在内城城墙上 同样远眺攻城大军 楚禄山身披铁甲气势凛然 这位北梁都护面无表情的食指交错 轻轻护扣 却说那北莽太子殿下 耶律红才 没有乘坐碾车 而是身披黄金铠甲 骑马位于大军正中 举目四顾 草原铁骑 绵延而去 没个尽头 据说历史上 那些中原君主 御驾亲征 都要乘坐 以八郡千栋的巨年 只是草原呢 从来不信这一套 不过这位太子殿下 觉得以后入主中原 可以适当的改一改 老祖宗的规矩 他其实没想到 那位自己发自肺腑畏惧的 皇帝陛下 竟然当真愿意让自己 手握实权 而不是当一个摆设傀儡 四周那些只听命于 自己一人的窃薛君 就是明正 虽说耶律东传和春纳波 唾拔气韵 这二人的出现 稍稍有些碍眼 但终究无关大局 只要自己步步为营 那两个人呢 就兴不起任何风了 一个爷爷是三朝 顾命元老 一个父亲呢 是北莽君神 背后的靠山 确实吓人 可比得过自己吗 他眼角于光 无意间瞥见身旁 一同高坐马背的女子 正是他的妻子 名义上的太子妃 如果说他对他一开始 还相当敬重 还算坦诚相待 甚至很多时候 他都是自己的主心骨 是需要他仰视的存在 那么等到那位提己人 悄然出现后 夫妻之间便越发生疏起来 几乎从相敬如宾 到了相敬如宾的地步 想到那位注定无法公之于众的情人 北莽太子殿下 有些小小的遗憾和愧疚 但是比起江山社稷 比起一座 从未有过草原雄主 彻底收入囊中的中原 如何抉择 显而易见 谁让北梁 那个姓徐的年轻人 和所谓的三十万铁骑 如此不济世 即将成为自己的阶下囚 北莽太子 第一次如此的满腔豪气 恨不得放生长脚 我麾下游四十万骑军 一座孤零零的巨北城 如何足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夜幕之中 翻底一是堂 点起一根根 粗如婴儿手臂的红烛 映照的一座宽敞大堂 亮如白昼 堂内将领惠罪 拥有一种无形的异义生辉 与那种灯火辉煌亮满堂 交相辉映 北梁骑军主帅袁左宗 顾大祖陈云锤 两位大军驻帝 便在梁州的部军副帅 还有杨慎姓 这位真正融入北梁边军的 一道副节度使 之前曾以幽州副将身份 转任大雪龙骑军副将的乐点 此人如今呢 兼顾一支重骑军 还有特意从幽州赶来的 曹小娇 红心甲等人 以及一大波临时被召集 赶赴拒拒摆成的 境内实权将领教尉 例如 灵州副将汪直与黄小快 镇属梁州东大门的两位 同官教尉 新银马 魏沙青 灵州风球教尉 朱伯渝 北国教尉 任春云 顶替黄小快成为 珍珠教尉的教武仪 诸多武将聚集一堂 共同商议如何束手着 巨北城 其中一手打造出 葫芦口束宝封碎体系的 红心甲 其实品级并不算高 但是此时啊 连同年轻藩王和两位 边军副帅在内 都在聚精会神 聆听此人 娓娓道来的守城细节 一大批青山参赞狼 道会旁听 疯子洪书文 无疑是白马一丛中 升官最快 当官最大的传奇人物 年纪轻轻啊 却已经在 灵州将军 韩劳山麾下 担任一州骑军主将 此次跟随 两位副将 一起来到关外聚北城 这位早年跟随世子殿下 一起闯荡过中原江湖 一起赶赴西域铁门关 截杀黎阳皇子赵凯的 彪悍五人 却没有置身于大唐 而是在大门口 抱刀而立 独自闭目养神 气势冷冽 就像是一尊 不讲情面的门神 一言不合 便要对人拔刀相向 梁州刺史白玉 和李房王继久 以及南江宗师 成白霜 三人连妹走过来 三人碰头之后 一起相投 相谈甚欢 王继久呢 便偷偷摸摸的 拎出几壶珍藏已久的绿椅 拉了两位读书人 一起小酌一半 在半个时辰前呢 参赞郎通知 今夜大唐会有一场议事后 酒性正憨的王继久 便有些尴尬 这若是一身酒气 摇摇晃晃 去往那座戒备森严的大唐 既不合时宜 再说这王继久也没那份胆识啊 那帮大老村武将的刀子眼神 他这一大半年纪 脸皮再厚 那尾尸也吃不消 王继久很清楚 这座巨北城藩底 谁才是软式的 不是李公德杨慎性这种老狐狸 也不是公子如玉 恭敬谦让的白玉 甚至不是那帮满腔热血 意气的军机参赞郎 分明是年轻藩王啊 哪怕老先生嘴没把牢 泄露了那庄浮墙而出的典故 不一样是雷声大鱼点小 只是在棋盘上 被恼羞成怒的年轻藩王 杀得丢盔弃甲而已吗 除此之外啊 王继久不太敢流露出 丝毫清流名士的怪诞放任之风 原因很简单 老先生知道 北梁文武大佬都从来不吃这套 而且老人自己也不擅长 所以在使劲摇善 驱散大半酒气之后 王继久这才敢拉着二人 来到这义士堂的门口 结果门口那尊门上 没有阻拦风流倜傥的白莲先生 却把王继久和程白霜都给拦下了 白玉作为西年道教祖庭龙虎山的 天师府小天师 也淋漓尽致的 发扬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法 对身后老先生的求援呢 置若往门 大步跨过门槛之后 只是转过头来 头来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 王继久原本还信誓旦旦的 答应程白霜能够携手进入义士堂 一张老脸顿时沧桑击苦 先对程白霜啊 打肿脸充胖子似的豪迈一笑 示意尽管放心一切有我 然后啊 他转头与那位年轻武将 怯怯思语 好说歹说 说王爷对这位南疆宗师 颇为信任 程白霜 此人风骨铮铮 绝不会横生枝节 更不会泄露军机 洪书文呢 双手抱刀 板着脸根本就不搭理他 无论这老先生如何低头谄媚 只是拦在门外 不肯点头放行啊 磨破嘴皮子的王继久啊 只得是撒泼耍赖 也不要什么读书人的斯文了 他一瞪眼 洪川 信不信我就在这扯开嗓子喊冤 你觉得王爷会不会让我进入一食堂啊 油言不尽水火不侵的洪疯子仍是无动于衷 老爷子 你喊啊 你喊便是 到时候只要王爷亲口答应下来 我就让路 否则 就凭你这一身不像话的酒气 我今儿还真就跟你叫上劲了 老先生瞪眼如牛眼铜铃 这洪书文懒洋洋的说 咋的 不服气啊 王继久要仗着年纪大 欺负我练武时间短 老头差点没一口 老血就喷在这个不要脸的年轻猛将身上 老人不愧是读书读出真学识的人物 放低声音伸出一根手指 红书文斜言打量满脸的不信 老人忍痛 割爱一般颤颤巍巍巍的伸出两根手指 红书文自言自语 读书人呐 就是不爽力 老人深呼吸一口气 伸出一只手掌 一巴掌重重拍在这个年轻人的手臂上 满脸悲苦的说 我只有这个数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红书文 给句痛快话 红书文挑了挑眉头 挪了挪步子 让开了道路 会议结束 我亲自去你那边取酒 五壶履义 敢少一壶 我就拆了你们那座理科厢房 反正也没几步路 还有记住了啊 别凑太近 与参赞郎站在边缘位置就差不多了 痛心疾首的老人 根本不去讨价还价 赶忙跨过门槛 不忘转头对程白霜低声说 老程啊 屋外清风明月 风景宜人 我就不陪你了啊 在王继久远离义士堂大门口 七八步之后 突然转身对红书文指指点点 满脸的小人得志的表情 夹杂着翻白眼晃脑袋的动作 红书文顿时醒悟 事先说好的五壶旅酒肯定是打了水平了 抬脚做了个踹人的动作 王继久勾了勾手指 一副油本身你来打我呀 那种欠揍的模样 只是当老人看到红书文冷笑着要闯入议士堂后 立马身形皎洁的溜之大吉了 红书文见怪不怪 转身后继续闭眼报道 成白霜大开眼界啊 一位谈吐儒雅风流得意的白莲先生 一位早年差一点就要称霸文坛的上音学功又记酒 怎么到了北梁这地儿 就这般的厚颜无耻了呀 文武兼修 皆造一身后境界深远的成白霜 有些哭笑不得 倒也没恼火 更没恼羞成怒愤而离去 反而站在议士堂门外呀 望向门内轻声的问 敢问这位将军 我能否站在此地 听一听屋内一诗 这红书文眼睛都没睁开 既然王爷之前准你成白霜 在藩底随行走 那么今夜 只要不得寸进尺跨过门槛 那么你在门外站着听 躺着听 那都无所谓 就算你头朝地脚朝天 我也不拦着 几乎身负如胜气象的成白霜 一笑置之 之前与白玉王继酒喝酒闲聊 成白霜听了许多 用作下酒菜的去世意识 言者无意 听者可有心 白玉说那位年轻藩王 偶尔会离开那个 位于二堂青鸭房右手边的书房 去往青鸭房左侧 被聚北城笑称为菜园子的屋子 那儿啊 是军机参赞狼的总舵所在 因为这些拥有不同根脚背景的年轻人 并无品级观身 只穿着如是青衫 一眼望过去啊 如青绿之色 尤为茂盛 众人聚集就仿佛一座绿意正农的菜谱 而且那些人呢 本就是北梁的读书种子 不管是北梁到本地出身 还是富梁的外乡世子 最终都在聚北城扎根生长 徐凤年时不时的呀 会去那边坐一坐 不分昼夜也无规律 从无长篇大论 只是与那些大多是同龄人的青山读书人闲聊 多是些个琐碎小事 至多呀 就是写文章做学问的休奇之事 央央军国大事反而极少 治国平天下的治平二字 那些边陲战士 说即兜不多 白连先生有一次闲来无事 恰好参与其中 那一夜呀 一位北梁王 一位梁州刺史 被数十位青山世子簇拥其中 言笑艳艳 笑声不断 当一位军机参赞郎说 自己愿上阵杀敌 绝对不惜战死之时 年轻藩王 没有拒绝 也没有认可 只是环顾四周后 看遍了那一张张 书生义气的年轻脸庞后 才告诉那位 慷慨激昂的外乡读书人 读书人在幕后运筹帷幄 愿意为边士出谋划策 愿意为国事放生 愿意为死战边军 名不平 这就已经尽了天大的本分 更是谁都不可忘却的功劳 在此之外呀 你们读书人 若是愿意赴死 肯定那是好事 但我徐凤年 绝不推崇此事 从徐霄到我 都一直认为 北梁铁骑镇守边关 既然身在关外 腰配梁刀 骑成战马 那么退无可退 战死沙场 便是天经地义之事 至于不善攻马厮杀的读书人 有那份心即可 北梁不愿意 也不应该要求你们读书人 捐躯赴死 甚至说呀 不曾经历过沙场硝烟的读书人 怕死惜命 也无可厚非 书房世子 沙场五人 各司其职 前者以笔端文字 书写正气书发胸义 后者披甲直锐 数官俱敌 你做好你的 我做好我的 便是问心无愧 至于生活在市井巷弄的普通老百姓 更不该奢望他们来到这边关杀敌 他们呢 就应该好好地活着 一辈子 太太平平 程白霜 双手附后 背对着一试堂 望向那座牌坊 陷入沉思 随着正式敲定一项项紧急方略 义士堂不断有武将分批匆忙离去 当最后连顾大祖和陈云锤 两位驻守距北城的边军大佬也跨出门槛 年轻藩王与王继久 终于并肩走出 来到哭站门口将近两个时辰的程白霜的身边 这白玉早已先行一步去往护房一世 注定是要挑灯至天明了 也顾不得和程白霜打招呼了 年轻藩王 见到这位在武当山凭借那位儒家至圣 恩泽世间的契机顺势成就大天象境界的南疆宗师 徐凤年轻声笑道 人间在曹长青和轩辕境城之后 总算又要出现一位儒家圣人坐镇气韵了 三人一起走下台境 成白霜摇了头 陷于格局 我无法记身儒胜境界 徐凤年疑惑道 此话怎讲啊 程白霜笑着说 哪怕是现在 我仍然没有那种为天地利心 为往盛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之心境 徐凤年点了点头 并未因此便轻视这位早已亡国的年迈如是 程白霜突然问 王爷 你觉得何为读书人 徐凤年想了想 书生治国 太平盛世 程白霜又问 那乱世之中 国难当头 书生又当如何 徐凤年不加思索的说 不当过多苛求他们 程白霜笑问 难道不应该是 亦然奋起 书生救国吗 徐凤年一笑置之 那我管不着 读书人的担当 读书人自己挑 愿不愿 敢不敢 能不能 都是读书人 自己的事 程白霜似乎有些 讶异这句话 沉默良久 他微然一笑 也是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五回 天亮时分 去北城外 一记从刘州老玉山 急向东池 至去北城外 在临近城门之前 楼荒 骤然勒江亭马 转头望去呀 看到一个远离战场 却依旧身披铁甲 腰配双刀的脚 趁抬着头 朝自己微笑 楼荒方翻身下马 感受到这位大师兄身上那股极为陌生的浓烈杀气 他不得不问 那个姓谢的如何呀 于新郎轻声感慨 只能说还没死 谢西锤受伤其中 楼荒没再多说什么 于新郎犹豫了一下 楼师弟啊 托付你一件事情 楼荒毫不犹豫的说 你说便是了 于新郎伤感到 可能要麻烦你带着小绿跑回中原 或带着他走了很多路 原本以为他可以一直无忧无虑的待在清凉山听潮湖 与他身边那些同龄人成天爬树抓鱼 然后慢慢的长大 现在看来呀 很难 楼荒摇摇头 这件事你让徐凤年找别人去 我帮不了 于新郎一皱眉 你也要留下 楼荒冷哼了一声 难道只准你于新郎英雄气概 不许我楼荒豪迈一回 于新郎哑口无言 楼荒说道 只可惜你我暂时都没有趁手的好剑 于新郎拍了拍腰间那柄梁刀 用过之后才发现很好事 手起刀落尸体都不用抬走 挺畅愧 楼荒大趣道 要不然 要不然分我一把 于新郎果断拒绝 休想 楼荒 嘖嘖道 我也要你答应一件事 于新郎笑眯眯的问 得先说来听听 答不答应再看 楼荒一咧嘴 如果在接下来的关外战场 我杀人比你多 以后你喊我师兄如何 于新郎拍了拍这位师弟的肩膀 语重心长的说 虽说不想当师兄的师弟 不是好师弟 作为师兄 我能够理解这份心情 可惜还是不会答应你啊 楼荒并不觉得意外 千马前行 嘴角有笑意 在东海武帝城那么多年 兄弟二人几乎没有交集 更不会如此随意聊天 看似极好说话 实则最不好说话的于新郎 天赋太高 根骨太好 修为太高 物件太深 所以哪怕在王先之 所有弟子中脾气最好 却反而会给人一种 其实他在居高临下 看你的感觉 那样的于新郎 楼荒称得喜欢不起来 现在的于新郎 胜负心极重的师弟楼荒 反而有些讨厌不起来了 于新郎突然说 如果还能活着离开北梁边关 我就去找个婉约动人的女子 找个安详宁静的小村庄 共度余生 楼荒点了点头 不错呀 于新郎感慨 是很好 不过我现在也挺忧心 以我于新郎的模样皮囊 找个北梁胭脂郡的漂亮小娘子 那也是信手拈来 可师弟你的相貌 咋办呢 万一我要是瞧见很好 恰好自己又不喜欢的女子 想要介绍给你 可他们偏偏只喜欢我 到时候我很为难呢 楼荒深深呼吸一口气 又深呼吸一口 这才忍住出手打人的冲动 却说那晨午时分 藩底一栋幽静院落 白发白衣的独臂老人 举杯饮酒 意态闲事 这位癖好吞噬天下明鉴的老人 不但与刘松涛一个辈分 不但与李纯刚剑道争锋 更是西蜀剑皇和清凉山剑酒皇的 共同师父 石桌对面啊 正是冬月剑池当代宗主柴青山 虽说武林地位和中原名胜而言 这柴青山远比那位隐世不出的 吃剑老祖宗高出太多 但就江湖辈分而言 年进古稀的柴青山 仍是要比隋邪谷低上一辈 甚至是两辈才对 隋邪谷曾经在尔历之年 亲临剑池 胜过了一位姓宋的剑池本家长老 后者当时已是花甲之年 虽然落败 佩剑呢 沦为隋邪谷的入腹美食 但是那位长老临终之前 仍是对后起之秀的隋邪谷 推崇有加 视为剑道意图的同道中人 少年柴青山当初以外姓人进入冬月剑池后 与上任宗主宋念青成为师兄 都受到那位师伯祖堪称请囊相授的指点 所以今日终于见到隋邪谷真人真荣 柴青山发自肺腑的恭敬指晚辈里 隋邪谷记起那些陈年往事 他缓缓的说 那会儿啊 李春刚没打败一名江湖成名已久的剑道宗师 我都要去紧随其后凑个热闹 不过有些剑客败在李春刚手上后 剑心蒙臣 剑意随之支离破碎 我自然胜之补 说到这儿 隋邪谷撇了眼柴青山 宋念青的父亲 也就是你的师父 便是此类人 根本输不及 收辱之后便一遇而诸 反观你的那位师伯祖 虽说剑术造诣 不如担任宗主的侄子 但心性显然更为坚韧 输给我之后二十年底力 之后与我再战 仍是再输 可你知道当时那位百岁老人 在亲眼看着配件被我折断的时候 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柴青山摇头 随邪谷瞇眼叹息 那老家伙呀 大笑着说 他娘的 人生竟然只有百年 三尺清风 如何我的够 不过瘾 不过瘾 下辈子 下一个人生百年 老夫 还要练剑 柴青山 莫不作声 却心神枉之 随邪谷平淡的说 话说回来 你师父 见到悔气 倒也不能全怨他心性不尖 毕竟 身为一宗之主 尤其还是置身于冬月剑池 此等渊源流长的炼剑世家 大概大娘胎起呀 就需要背负这家族兴衰荣辱 自然更难放下 至今仍是一宗之主的柴青山 由衷感慨 确实如此 疏为不易 随邪谷莫名其妙 更为不易 柴青山微微错愕 随即恍然 就在此时 并未跟随汪直黄小快 两位灵州副将 离开聚北城的洪书文 大步走入小院 捧着一只巨大木匣 脸色呀 就跟有人欠了他一百万两 烟则差不多 把这木匣重重的摔在石桌上 直愣愣的盯着随邪谷 搁下一句 王爷让我给你老人家说来的 一霞六剑 除了数到夫妻二剑 还有听朝阁内 珍藏多年的京师隆林在那四剑 一命送来 随邪谷随手打开木匣 剑气森森 小院如正直风雪隆冬时节 果真搁置有伏击 诸多绝世明鉴 如一位位明明倾国倾城 却养在身归人位时的绝代佳人 随邪谷自言自语 那小子 难得做一笔亏本的买卖 随邪谷一挥袍袖 剑侠重新合拢 这肯定不是你们王爷的初衷 如果没猜错 是徐卫雄那闺女的意思吧 洪书文可不敬为什么吃见老祖祖 他没好气的说 我只管送剑来此 随邪谷在年轻人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 四柄剑差不多就能让我出手 你随便取回两剑 老夫从不是趁火打劫之辈 洪书文以迅雷不羁眼耳之势 弯腰打开剑匣 忙不迭的问 随老前辈 敢问数到伏击两剑是哪两柄 随邪谷冷笑一声 懒得搭理他 明剑数到十分好人 剑身极为狭长 且剑鞘之上刻有名文 洪书文没花费力气去辨识 可是哪一柄才是与数到 在重气谱上齐名的伏击 洪书文有些吃不准了 好不容易确认其余三剑 最终在两柄剑之间艰难取舍 举棋不定 生怕这一拿错 害得王爷亏本亏到姥姥家呀 随邪谷伸出两根手指 碾动一缕雪白长眉 笑意完美 洪书文一咬牙 就要拿起一柄看上去像是伏击的骨剑 他刚握住剑鞘 就听到冬月剑池那位柴宗主 轻轻咳嗽一声 洪书文立刻放下手中长剑 抓起另外一柄 乌黑剑鞘的长剑 一手握住一柄 欢唱大笑 快步离去 柴青山犹豫了一下 希望前辈不要介怀 随邪谷一脸默然 无所谓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黄昏时分 一位脱去盗袍的如山老者 缓缓走向渡桥向北而行 桥上有位高大白衣女子拦住去路 老者不以为意 一直走上渡桥 他笑问 天人何苦为难先人 双眸如雪的女子淡然道 大逆行事天道难容 老者笑了笑故作压抑 高大女子正是练气室宗师 坦台平静 她眼神越发凌厉 赵长林 当初你不曾被镇压于水月天井之中 已是天道为你网开一面 奉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老人不轻不重的又嗷了一声 那又如何呀 坦台平静站在渡桥中间 你敢上前 我就算拼了与徐凤年两败俱伤 也要让你神魂俱灭 老人哈哈大笑 吓死我咯 老人突然收敛笑意 可惜呀 我是那天上仙人 赵长林 面对自称仙人的赵长林 揭穿了赵长林的老底 仙人不假 可仙人遗落人间 便不再是长生仙人 如同一位权柄显赫的中书众臣 被贬折出京 留席千里 虽说不至于沦为丧家犬吧 却也全是远逊往昔 需要入乡随俗 得老老实实的按照当地的规矩行事 当初京城青天剑门外一战 徐凤年以一己之力 斩落无数从挂象中走出的龙虎山祖师爷 便是占了人间的地利 如果徐凤年亦是离开人间的非生之人 与那么多早已正道长生的龙虎山祖师爷 在天上相逢 自然是必输无疑 相比赵长林此时此刻的虚张声势 谭台平静更好奇 此人为何能够逃过 疏而不漏的灰灰天道 死后以读书人之身 逃过一街 没有沦为天井之中的残缺魂魄 赵长林没有继续上前 而是站在桥栏附近 望向那条静静流淌的河水 川流不息 不舍昼夜 一席古旧春秋如山的老人 双手赴后 追忆往事 眉头皱起 似乎想起了很多不堪提起的沉重心事 春秋三大魔头之一的人途徐霄 这位功高镇主的黎阳大将 人生啊 其实可以分为两段 封王旧翻西北边陲 可以作为一道分水岭 在这之前呢 为黎阳赵氏老皇帝赵李 卖命孝子 在那之后 徐赵两家积攒多年的香火情 所剩无几 赵敦在夺敌大战中胜出 新军在登基之前 便和前朝第一功臣 早有新节界地 徐赵两家开始形同末路了 张巨路的庙堂登顶 拉开了朝廷对北梁边军 进行隐秘围剿的高峰 科举上对北梁世子进入中原官场 设置门槛 任用顾建堂嫡系 蔡南和淮南王赵英双管齐下 携手撤肘北梁 最终让连同徐家在内的北梁道百姓 一起成为非我族类的存在 在中原西北啊 天居易于几乎不被中原氏族 视为五国五民 李毅山之所以被视为那几位 春秋顶尖谋士中最不出彩之人 很大程度上 源于在赵长林病死后 并未立挽狂澜 成功帮助北梁和徐家呀 融入中原 导致赵氏朝廷从始至终 都将北梁视为心头大患 为此徐赵两家没有胜利可言 徐家铁骑作为战利游胜两辽边军的边关砥柱 竟然从未获得过中原的财力支持 反观赵氏也埋下了两次广陵江叛乱的祸根 虽说暗中推动西楚复国 勉强达到了削弱藩王和武将两大势力的目的 但是战事进展之不顺 黎阳国力折损之大 显然远远超出了老首府张巨鹿 生前布局时的预期 更导致呢 野心勃勃 却被苦苦弹压在南疆二十年的燕辣王赵炳 彻底的生出中原逐鹿之心 那同样 徐家也是苦战不断 大伤元气 哪怕第一场两莽大战获得大胜 北莽齐军呢 依旧不愿去捏更为软柿子的两辽边军和冀州边县 打定主意要先下北梁再吞中原 所以说呀 从目前来看 北梁徐家 黎阳赵氏 北蒙女帝 三者皆属 倒是燕辣王赵炳 和那位即将称帝的傀儡 靖安王赵荀 获利最丰 至于迄今为止 始终按兵不动的大驻国顾建堂 这位春秋四大名将之一的武人如何抉择 依然是充满悬念 由赵长林辅佐 徐萧旗便功高震主 依然不曾被狡兔死走狗篷 得以封王在外 在西北边关安度晚年 赵长林死在西蜀战场上后 换成李义山独木支撑起徐家大宅 却是如今北蒙四十万骑军 押进巨北城的这般天地 年轻藩王极有可能成为早妖之人 两位徐家谋士 徐萧的左膀右臂 成就似乎高下立判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六回 赵长林没有执意向北入城 谈台平静也就没有悍然出手 一座渡桥自成一方天地 以谈台平静出神入化的天人修为 关键是他身具莫大气韵 也许要他开辟出一块洞天福地 有些牵强 但要说只是隔绝其他天人感应 在某时某地化地为牢 则十分轻松 赵长林自言自语道 春秋之中 我既是谋士 骨子里更是一位纵横家 且不同于大秦时期那些纵横家鲜贤 并非是以不一之身 听说王侯 我赵长林出身头等毫发 所以当时同时代的各国君主 将相公亲 哪怕身处敌对阵营 仍旧愿意将我奉为座上宾 一次次奉大将军之命出行 总能够无往不利 也赢得了变财无碍 即变无双的美誉 甚至大将军麾下有些读书人 都觉得谋略决断两世 我赵长林都可一肩担之 完全不用韩氏出身的 李毅山费心 赵长林缓缓摇头 他感慨道 使人其会知晓 根本不是这回事 以身外如内法 以霸王道杂志 这才是徐家建制成军的根脚所在 使得大将军能够在春秋战事里 屡败屡战 归根结底 我赵长林不过是徐家铁骑的面子 尽上添花而已 义山才是不可或缺的李子 是才为这大将军雪中送炭 二十年前 义山未必能够做得比我更好 也未必更差 可春秋定顶二十年之中 或却要远远不如一山 恐怕 所谓的三十万北梁铁骑甲天下 早已焚崩离析 或是早已为他人 做嫁衣 赵长林突然转头笑道 天里显然 天里昭昭 报应不爽 坦台宗主啊 是不是很好奇 为何天道为我开一线呢 坦台平静 冷漠 既然 并不说话 赵长林也不以为意 抬头望向天空 因为啊 我的弟子之中 陈之宝 姚简和叶熙真三人 还有大将军 小舅子吴起 这四个人 都被天上仙人 视为重要棋子 尤其是那陈之宝 更是重中之重 春秋九国 黎阳肇事灭八国 未收异国 与北蒙南北对峙 这仍是仙人认可的格局 可若有一方修养生息短短二十年 便一统天下 王朝版图 还要远远超过大秦顶盛时期 然后天下苍生 最少获得百年成平 可就又备于初衷了 赵长陵收回市县 望向去北城 伸手指了指 所以 徐凤年 哪怕能够成功 世袭网地 也应当死于北梁关外 死在草原战马铁蹄之下 然后 北梁铁骑交由陈之报 他坐镇西北 与黎阳北蒙三足鼎立 三方诸禄天下 战火不休 最终 黎阳肇事国座 能够继续绵延一百多年 在这期间 北蒙草原会陷入内后 在那位女子死后 皇室宗亲夜吕东床 加上外戚慕容宝鼎和军方大佬 董卓 亦是三足鼎立 内战不止 大伤元气 陈之报将会两次主动出击 第一次北蒸草原 一路达到北蒙王亭腹地 却受困于天寒地洞的天使 无法一锤定音 在迟暮之年选择攻打黎阳 后者却派遣使者 前往草原 以割让冀州的巨大代价 请求草原出兵 袭扰陈之报的两州后方 陈之报 最终仍是兵临泰安城 却无法攻破 遗憾退兵 再无夺取天下的可能 黎阳皇帝赵传 也在壮年和晚年 分别率先对北梁进行两次大战 无果 李扬输 而不至于复国 北梁营 却输掉大局 最终 陈之报 一手打造的 北梁王朝 三世而终 退出 争霸阵营 赵长龄 哈哈大笑 这兴许便是 黄龙是那位怪人 眼中最早的天下大事 只可惜 精彩绝艳的黄三甲 自寻死路 临时起义 既然改变了既定格局 导致徐凤年的崛起 势不可挡 破十一退囚禁的陈之报 至今仍是无法顺利接手三十万铁剂 一切都乱套了 如果说赵宁神当时请下龙虎山初代祖师爷 在春神胡与徐凤年一战 不过是幕后布局者的一种巧妙试探 试探天上某尊大佬的底线 那么之后黎阳肇事 破格情下那些供奉香火无数的龙虎山祖师 天上仙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也坏了自己定力的规矩 至于最近那些近乎明目张胆 为北莽助长声势的谋划 就更是属于撕破脸皮了 赵长陵指了指天上 然后指了指脚下 笑意带着讥讽 其实啊 哪儿都一样 何处无党争啊 总要折腾出一些事情来才罢休 一方唱吧 一方登场 你来我往 其实很多出自人间的古话老话 早就把天上天下的道理都给说透了讲完了 实不相瞒啊 宣众你谈台平静的那尊大人物 正是当年用了 这些仙人手段才让天道为我网开一面 这倒不是他靠上功臣之举 而是有些事情的首尾得弄干净了 否则留下把柄不好收场 何况他也需要我帮忙 何况他也需要我帮忙盯着陈之鲍 要不然你以为陈之鲍在封王旧藩西蜀道之后 如何能够那么迅速便寄身为尾如圣境界 时间水到渠成一事不是没有 可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让细水长流 慢慢的冲出一条水渠来 陈之鲍的板不如胜 属于拔苗助长 是强加于他的气运 没办法 黄龙氏作祟 先手胡搅蛮缠 无礼无礼之计 然后脚由徐凤年接手中盘 绑着继续下棋 原本凭借陈之鲍的心性和底蕴 未来能够自然而然成为儒家圣人 澹台平静终于开口问道 曹长青死后 三分气数最大一份散入广陵岛 最小一份被我截取 第三份是一桩交易 是第一份气数能够成功融入 旧西楚版图的前提 这道最后一道气数 本该去往西蜀 可陈之鲍为何不愿接纳 赵长陵脱为自得 在莫名其妙的起身半吊子如胜后 我这位得益弟子 岂能没有察觉 之后他与野心勃勃的谢飞鱼合作 两人冒合神离 陈之鲍不过是须于伟一把了 何况以他的自负 有其会愿意接纳脱手可得的恩惠啊 我赵长陵挑中的弟子 陈之鲍他本就属于五百年不出世的大财 谭台平静冷笑一声 大凤王朝的开国皇帝 以哲仙人之身转世投胎 确实当得起五百年不出世一说 赵长陵笑问 谭台平静 你想不想知道你又是哪一位哲仙人呢 老夫可以帮你解惑 说一说你的前世今生 秉姓一向接近天道无情的炼骑士大宗师 好似被触及逆临 破天荒勃然大怒 放肆 赵长陵笑了笑 悠悠然的说 若脚眼底无离恨 不信人间有白头 古人成不起我呀 心生杀鸡的谭台平静 眯起眼眸 那些雪白袍子虽然大体上平静 可细看之下 脸已阵阵如细细泉水流淌过轻石 两人脚下的河流之中啊 突然有一围体态迁细的不知名野鱼 猛然跃出水面 然后重重的坠回水中 赵长陵会心一笑 谭台平静也随之一笑 机关算尽 坏我心尽 你是希望以此告知据北长的徐凤年 你我二人身处何地 赵长陵一摆手 从我北行之始 你就开始遮蔽天机 我只有些许感应而已 徐凤年却知晓 这座渡桥的方寸世界 不过是你的障眼法而已 我赵长陵还不至于天真的以为 三银两鱼就能坏了你南海观音宗 传承数百年的古井步波 以桥下鱿鱼月水作为试探 试图破去我最后平掌 即丢掉仙人体魄后留下的仙人心境 谭台宗主 你我皆是聪明人 此举无疑落了下场 谭台平静 眼神怜悯的望向这位春秋谋士 在世之时 稳稳压住李毅山一头的徐家首席谋士 他微笑着说 聪明反背聪明我 赵长陵 你知道在我看来 你比李毅山差在哪吗 赵长陵没有理睬女子练起是宗师的话 皱了皱眉 转头望向巨北城 眼神复杂 有疑惑 有惊讶 最终 剩下恍然和失落 谭台平静 向前行去 向南而行 与赵长陵擦肩而过 他轻声道 独是李毅山 实则最有情 不管境遇好坏 地位高低 命途俘获 在李毅山内心深处 始终愿意对这个世道怀有善意 对人心选择信任 你不一样 赵长陵 所以你选择继承你衣钵的人 只会是陈之宝 李毅山 却会选择 徐凤年 赵长陵 站在原地 与缓缓前行的 谭台平静 背对着背 我输了 你谭台平静 也一样 谭台平静 脚步不停 走下渡桥 一路向南 没有回头 他耳中 隐约有无比威严的声音响起 凡夫俗子 愚不可及 他耳中顿时有鲜血涌出 可他嘴角却带着一抹温柔笑意 他嘀喃道 我愿意 他所过之处 这位身材高大的女子练气式宗师 身上不断有金光飘散 那双诡诀的雪白眼眸 趋于正常 赵长龄站在原地 轻轻叹息 一抹红光坠在渡桥之上 正是从巨北城火速感至的年轻藩王 徐凤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方才那位由于月出水面 动静看似细微 身处方寸天地之中的赵长龄并不清楚 对于巨北城里的徐凤年来说 无异于享受在耳畔的一声平地惊雷 足可见当时谈台平静的心境 紊乱到何种地步 徐凤年来到渡桥 对这位之前乔装假扮为算命先生的年迈如是 而且竟然能够瞒过自己的感知 徐凤年不得不充满戒心 不下于那位与国同龄的泰安城宦官 赵长龄没有急于自报名号 他笑眯眯地问 书上说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书上也说人生何处不相逢 但是说到底啊 既然人有生死 人生到底还是一场离别 我是谁 你不妨猜猜看 徐凤年无动于衷 望向南方 那位不知为何最终选择自散气韵 一并还给世间的高大女子 徐凤年没有挽留 也不知该如何挽留 没有了坦台平静的牵制 折仙人赵长龄环顾四周 悠哉悠哉地说 有些读书人貌似欣喜天下 实则眼高于顶 到最后只看得到空荡荡的天下 独独不屑眼皮子底下的家国 比如我 又有些读书人啊 家国天下坚固 春秋之中 唯有黄龙氏李毅山 二人而已 徐凤年一皱眉 你到底是谁 赵长龄 以老卖老 不是让你猜猜看吗 徐凤年似乎在权衡利弊 要不要出手 赵长龄好像茫然不觉 你的心不定啊 怎么 北蒙大军压境 让你心事重重如杂草重生 这可不是好赵头 以你目前的心境 去跟独天独厚的 唾拔菩萨教授 是没有胜算的 只多是玉石俱焚 赵长龄叹了口气 眺望远方 大楚西年 有豪华赵氏 自大奉开国起 便世代赞英 与西蜀苏氏 有三百载世仇 之后深刻结怨于 那场大奉末年的 甘露南渡 苏氏吃了苦头 没有去往广陵江 反而别开生面 得以侥幸入主西蜀 在春秋之中 已经成为 异国国姓的苏氏 试图化解恩怨 化干戈为玉帛 主动与富甲广陵的 赵氏联姻 赵氏 亦想拥有西蜀 这块四塞之地 作为战乱时的 世外桃源 便答应下这桩婚事 有位承担家族 重任的女子 便远嫁西蜀 最终在宫尾 争宠中落败 输给了一位同样出身 春秋毫乏的女子 被蒙在鼓里的西蜀皇帝 一气之下 独久赐死 当时他已然怀胎六月 徐凤年闻听他说道 这位女子 是赵长霖的同胞姐姐 姐弟二人自幼 相依为命 长姐如母 雪中汉刀情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七回 赵长霖面带苦涩 他点头说 是啊 地平解贵 在家族内平步青云 一身财学 一身报复 终于得以施展 到头来 除了等到姐姐 惨死的噩耗 就只有家族 长辈们一句 此女咎由自娶 死不足惜 事已至此 绝不可问责于 蜀国苏氏 以免 雪上加霜 可恨之处 在于西蜀 在于西蜀皇帝知晓真相后 非但没有悔意 反而在一场宴席之上 对前驱修博关系的广陵 赵氏使者笑言 以后赵氏子弟入蜀游历 此当以贵宾代之 唯独那位凡人至极的赵长陵 竟敢向朕讨要说法 说法 趁得一字 既天意 赵长陵若敢附属 朕便以仇寇视之 时过境迁 那些苦难悲痛 就像一条苍茫的老狗 趴在地上 已经无力乌业 徐凤年笑道 恐怕 那位亡国之君 怎么都没想到 赵长陵还真去了蜀国 身边仅是齐君 便有两万 西蜀版图之上 从大凤立国时 设置为郡 到春秋割据的自立为国 从没有出现过 一万以上的外来骑君 赵长陵扯了扯嘴角 只可惜啊 生前没看到徐家铁骑 撞入西蜀京城那一幕 小知道 大将军曾经答应过赵长陵 只要攻破了西蜀皇宫大门 他赵长陵便能够一马当先 到时候亲手杀人也好 坐一坐龙椅也罢 都没问题 徐凤年 徐凤年呼出一口气 侧过身 对这位年迈如是 弯腰作一 沉声道 徐凤年 拜见赵先生 赵长陵也随之侧身 他摇头道 我 当不起这一半 徐凤年低着头 当得起 赵长陵无可奈何 毕恭毕敬的 回了乙 两人重新站定之后 赵长陵 微笑着说 那天说的话呀 别当真 这些年 害你白白吃了许多苦头 我赵长陵 也就算是 陈之宝的半个师父 算是罪魁祸首 这次下来呀 算是稍稍补偿 不过碍于天道 或者说 碍于某些大人物 无法直接帮你 只能为北梁 增添一些额外气数 但也只能勉强抵去 北莽从天而降的 那部分额外国运 天人自有天人的规矩 不可能有谁 当真能够一手遮天 毕竟 不看好北梁的更多 此次满天过海 已是那位 就是你知我知的 那位的极限了 徐凤年如是重负 这就已经很好了 赵长陵摇摇头 可是 拓跋菩萨此时此刻 已经是身具大金刚境的天人体魄 而且指玄天相两境的感悟之身 堪称惊世骇俗 指玄是道教大长生的指玄 天相是儒家圣人的天相 这种陆地神仙 哪是什么陆地神仙 跑到天上去 都算喊风敌手啊 徐凤年嗡了一声 拓跋菩萨未必全无破绽 我得看时机 赵长陵压一道 此话怎讲 我还真好奇了 徐凤年眨了眨眼 天机不可泄露 理当如此 赵长陵收敛笑意 今夜拭目以待 不等徐凤年说话 赵长陵身形已经一闪而逝 我四处走走看看 借此机会 与一山说些不足为外人道德话 赵长陵走后 徐凤年没有回到书房 而是直接回了后堂庭院 贾家家正在盗弄那只憨态可居的大猫 所谓的大猫啊 也是与寻常市井巷弄里的那种野猫相比 事实上 这只猫尚且年幼 喜好十足 但并非全部吃素 大战再起 于公于私 徐凤年都不可能专门为了这只小玩意啊 动用浮水房碟子和境内士卒 为他运用竹子送往那巨北城 徐凤年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形势到了最糟糕的境地 少女贾家家也不该死在这儿 他希望他能够为了这只大猫 到时候离开巨北城 离开关内 甚至离开北梁 去那尚未被战祸殃及的西蜀 带着大猫啊 去一处竹蜜如海的地方 阴雾徐英不知所踪 应该是出城去了 江泥呢 坐在一根小板凳上发呆 哪怕徐凤年走到他跟前 也没回过神来 徐凤年笑着在他眼前挥了挥手 他这才恍然醒悟 朝他恨恨的瞪了一眼 徐凤年坐在他的身边 我知道你不会离开 但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件事 你只有答应了 我才会让你留在巨北城 江泥使劲的点头 你说 徐凤年咧嘴一笑 我就当你已经答应了 江泥瞪大那双秋水长毛 满脸的愤怀 徐凤年双手抱住后脑勺 柔声道 活着真好 江泥没好气的说 废话 徐凤年郑重其事的反驳 这话呀还真不是废话 江泥转头好奇的问 出门一趟 飘来荡去的好不潇洒 该不会是一不小心脑袋 碰着地给磕傻了吧 徐凤年向他身体前倾 笑眯眯的说 不然你摸摸看 江泥仗红了脸 好不容易憋出两个字 下流 徐凤年坐直身体 双手拖住下巴望向院子 哀声叹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去北城内 轩辕清风找到了徐衍兵 说要打一架 徐衍兵不肯呢 轩辕清风自然更不肯 徐衍兵熟悉这个疯婆娘的性格 根本不给他出手的机会 直接就跑到藩底书房修身养性去了 去北城外 一席猪袍掠空而去 像一朵落在人间的绚烂红云 在距北城以东三十里 一位白衣人身边站着一位头顶围帽的女子 前者容颜鹦鹉 让人望去雌雄之分 后者身形婀娜 围帽遮掩之下 却是一张疤痕纵横的恐怖脸庞 她眼神呆滞 生气全无 朱袍徐英 在见到那白衣人后 满脸欢喜 红衣围绕着那些白衣不停的飞旋 白衣人伸出手 按住徐英的额头 后者身躯便骤然悬停在空中 白衣人收回手后 瞥了一眼身边的女子 她淡然的说 三人之中 你最凄凉 我与那个狐妹子 甚至从未将你视为对手 而你却自以为在那人心中也占据一席之地 等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算到她会来人间走一走 依旧没能来得及和她相见 再次天人永隔 你是何苦来栽呀 白衣人突然笑出声了 不见更好 见了你只会更伤心 如此说来 你这位公主坟的小念头 总算没惨到极点 我只希望你在离开公主坟之前 没有把老底子透露给北马 否则凭借那些裤藏 等于让北马蛮子提早打下半座中原了 徐英飘落在地面 笑艳动人 在离阳北莽皆是摸到第一人的白衣人 揉了揉徐英的脑袋 只有你最幸福最幸运 对吧 徐英只是痴痴的笑 白衣洛阳大声笑道 那座城很快 他就要改名叫做洛阳城了 却说南兆第一人 韦淼 就住在聚北城一栋僻静的小宅子 当他听到一阵急促敲门声 走过去开门之后 见到一张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脸庞 正是他在武当山与他分别的媳妇 韦淼无奈的问 跑这里来做什么呀 不是让你回南兆吗 那女子一翻白眼 回个锤子呀 莫得男人陪老娘大晚上一个人睡不着觉啊 韦淼没好气的说 找个去 他妩媚一笑 我要真带个龟儿子到你的跟前 还不得给你一拳砸烂脑壳吗 在南兆堪称无敌手的韦淼 持有拿他没辙 这辈子都是 知道他这次来是绝对不会走了 他认命 领着媳妇走进了院子 这位出生于号称十万蛮夷大山之中的生苗女子 好奇的打令四周 那小俊哥也太小气了些吧 这宅子可持不了几个钱 韦淼说道 是借助 人家可没说送给咱们 他撇了撇嘴 这瓜娃子 韦淼压低嗓音 那人听得见你说话 他赶忙变换脸色 好像那位年轻藩王就在这小院之中 他娇滴滴的说 这院子真好 韦淼忍住笑意 最后啊 这对老夫妻就那么肩靠肩坐在台阶上 虽然韦淼从不觉得自己与她是什么神仙眷侣 可这么多年一起行走江湖 遇见的女侠仙子不计其数 韦淼根本没有记住任何一名女子 他把脑袋斜靠在韦淼的肩膀上 闭上了眼 对不起 没办法 给你伸个娃 韦淼伸出一只手心粗糙的手掌 抚摸着他脸颊的动作轻柔 帮他擦拭泪水 这个从未说过一句 动听情话的憨谱男人轻声的说 十个微妙都配不上你 媳妇儿 真的 夜幕降临 昼夜交替之际一道道声响如滚雷骤然响起于北梁关外天地之间 不知为何 不知为何呀 却只有年轻藩王可以听见看见 其余所有武道宗师境界高如邓太阿也没察觉到半点意象 赵长林出现在巨北城城头之上仰头大笑 诸位 此时不落人间 更待何时 天上有一位仙人高声附和 我大楚 记中原 脱去破旧道袍 换上那一席如山的读书人冷横 李秘什么大楚 西楚才对 一道气势辉红的红光 直坠人间落在巨北城城头之上 来势汹汹 偏偏又悄无声息 另外一位仙人高声道 我黄黄中原 岂能陆尘于草原铁铁之下 又有仙人在九天之上豪迈大笑 三十万铁骑 趁手我中原西白门户 二十年死战不退 擒言目睹 慎兴 慎兴 还有仙人紧随其后走出了天门 伸了个懒腰 和大凤王朝当年不计事 现在就看你们北梁铁骑的能耐 一名身披悬甲的魁梧仙人低头俯瞰人间 哟 草原蛮子摆出好大阵场 唱着人多势众就了不起啊 一位位仙人一道道鸿光接连撞入巨北城各处 数十位与不同朝代飞升的哲仙人 今夜一同化为北梁气术 天上哲仙人如雨落人间 腰间玄配梁刀的年轻藩王站在琵琶树下 赵长林涣散不定的身形突然就出现在他的对面 徐凤年欲言又止 老人伸出手 虽然无法触及徐凤年的身躯 却像是拍了一下年轻藩王的脑袋 有去有散 圆来圆去不用伤心 徐凤年台币抱拳 嘴唇敏起 一言不发 老人遗憾道 只可惜 无法帮你更多了 徐凤年保持着腰杆笔直的抱拳姿势 如一颗西北黄沙最常见的胡杨墓 生而不死有千年 死而不倒再千年 倒而不朽又千年 老人嗓音飘忽不定 变得含糊不清 瞥了一眼年轻藩王腰间那柄心凉刀 满脸的欣慰 好刀啊 徐凤年 徐凤年嘴唇颤抖 老人笑着说 大将军让我烧画给你 说他徐霄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娶了你娘不去算 便是啊 把北梁交给你 不过他觉得很对不住你 让你受委屈了 徐凤年一个劲的摇头 老人轻声说 小年 王妃以前总劝你啊 别轻易跟人冲突 能忍则忍 希望能够像个温温尔雅的读书人 可如果以后有人惹你生气了 那就不打 白捕他 往死里打 说到这儿啊 老人显然也有些无奈神色 在以往印象之中 王妃不是这样的女子啊 那年轻人泪流满面 轻轻的点头 身形稀薄至极的老人闭上眼 貌似侧耳聆听撞 他讥讽道 哎 好像听到了我徐家铁骑对手的马蹄声 而且声势不小啊 老人睁开眼睛 如同自己风华正茂时那般 询问徐霄 他笑着问道 怎么办呢 新良王徐凤年松开拳头 伸手按住刀柄 朗声笑道 咋办 简单得很 干他娘的 沙场之上 最后只会剩下我徐家铁骑的马蹄声 老人最后闭上眼睛 在神魂消散之前 这位春秋谋士 好似在缅怀沉醉往昔的争容岁月 又像是在想象未来的太平盛世 他轻声说道 小年呐 这球对了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八百九十八回 暮色之中 距北城外 浩浩荡荡 四十万草原骑军 劫营扎寨绵延不绝 战马思鸣 汇聚如雷 不断有数十计 数百计的小谷骑军出阵游业 快速靠近去北城 然后在弓弩射城的边缘地带 抬头观望 以马鞭战刀 向城头指指点点 气焰嚣张 仅仅距北城北城头 造价昂贵 被历代兵家誉为国之重器的大床弩 便多达四十余章 射程之远 威力之巨 绝对超乎草原想象 春秋冰甲夜白魁 在西磊壁战场上 便曾由衷感慨 九牛大弩 一剑催山 三百大步 可杀宗师 但是不知为何 面对那些位于普通沟弩射城之外的 北莽骑军 北梁城头床子弩始终纹丝不动 没有丝毫凭此兵家头等利器 率先建功扬威的迹象 北莽七十早就领教过 虎头城床子弩的威力 但是那一波负责攻城的草原大西地 当时南院大王董卓攻打虎头城不计伤亡 使得别不主力 伤亡惨重 元气大伤 如今几乎啊 都还在草原侠境内默默的舔尸伤口 没有参与此次南征 第一次两莽大战中 率军攻入幽州葫芦口的大将军杨元赞 战死殉国 若非北梁要用这名南朝老帅的头颅 换取虎头成刘继奴的尸体 恐怕杨元赞就只能继续成为葫芦口 某座金官的累累白骨之一了 至于攻破卧攻鸾鹤两城的功勋副将重坛 在密云一役落败贝秦 如今还被囚禁在巨北城内 而董卓在北方主攻淮阳关并未随着大军南下巨北城 所以北莽大军对北梁的印象仍旧停留在铁骑二字之上 这次人要归功于用计大破虎头城的董卓 哪怕董卓在辞去南院大王议之后 多次在南朝庙堂上提醒通了 西年西北边陲第一阵的虎头城已是极为不易攻打 梁州关外那座请进北梁徐建二十年家底子打造的雄伟新城 绝非短期能够攻破 草原骑军南下之路 如马月天剑要做好折损 十数感大配的最坏打算 只可惜啊 一来董卓已经丢了南院大王的显赫官身 说话分量轻了许多 二来在第一场两莽大战里董卓刻意保留实力 为那位老妇人大肆消耗草原西地势力 在南北两京的口碑越发糟糕 最后则是在两座庙堂的官场之上 都觉得董胖子故意夸大其词 将攻打北梁新城说的难如登天 无非是想要为已经拿下一座虎头城大公在手的自己 彰显军功 依旧袭击着有朝一日能够通览大权 再一次骑在所有大将军持节令的脖子上 发号施令 不断有草原权贵在城外打马及驰 跋扈地叫嚣道 爷爷在此 北梁那姓徐的吴丹小儿可敢出城一战 有些屡历惊人的草原武将 更是晚宫如满月坐马前奔攻险紧绷 一声怦然作响后 箭矢朝着巨北城城门击射而去 迅猛地定入城门 箭雨颤抖不止 这些享誉草原的神射手 在波马返回之时赢得北蒙大营前方呼啸震天的欢呼声 原来落在这骑军身后的一座座投石车呀 不断沿着大营缝隙路径向南方推进 总计是九百架之多 加上宝平州持节令网友将在天亮之前护送之战场一千四百架 那么光是投石车就有两千三百架 而且巨石储备之风 号称啊掏空了南城龙腰洲境内两座对峙山峰 相传北莽皇帝陛下与太平令亲自抽出时间前往那处 那位身披龙袍口寒天县的老妇人亲自赤封两山围正国山神 承诺呀未来攻破巨北城 草原最终一统中原之际 两位暂时失去根基的山神 并可分别入主东西两院 工程器械中除了南朝军器间精心打造的这些投石车 不惜穷其国力来打这一场大仗的北莽 还在不计其数的资众里啊配有与巨北城等高的楼车百余洞 由于楼车原本是针对虎头城而造 在更为雄伟高耸的巨北城建成之后啊 不得不临时加高 为此紧急雇用了近万青壮义夫将人连夜开工 以免一物战机被皇帝陛下迁怒 因为工程浩大 南朝朝廷给予军器间的压力更是巨大 使得军器间从上到下的官员都显得是受骨临巡 但在天智抛石车与加高楼车两势之上 传闻这军器间官员仅靠这笔额外收入 便人人赚的是盆满钵满 被某位欲不得志的洪家移民作诗积讽 其中有一句 寿谷临巡前囊谷 两袖原来不清风广为流传 专门啊 以此讽刺这军器间官员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 北蒙南朝军器间下设兵甲 弓弩和登城三数 楼车等工程器械皆隶属于登城数 蜀官没料到此事会如此沸沸扬扬传遍朝堂内外 提心吊胆呢 差点没主动辞官谢罪了 不料一向宽待南朝一名士族的皇帝陛下 竟然一指令下 将那名出身南朝丁字小族的读书人给抓捕了 以妖言获重之罪斩立绝 真正让蜀官如是重负的 还是军器间主官的一场私下谈心 说皇帝陛下亲眼见识过我间打造之物 认为并无纰漏 才智上家 颇为优良 既然如此 便已是大公于草原 些许夜草横财无伤大雅 那除此之外呀 本就模仿中原大举开辟异路的南朝 仅是龙腰州一州之地 就在半年之内又建造了纵横三条异路 用以运输粮草资重 龙腰州已被驻中 虽不如龙腰这般不惜节责而鱼一般的耗尽国库财力 也都曾辟出了一条纵向直达龙腰的一路 北方肥美草原上 动辄数十万计的牛羊 跟随草原儿郎的战马铁蹄一同南下 这一切呀 无疑都是为了那场巨北城攻守战做铺垫 与此同时呢 几乎整座南朝的全部资源都向与梁州关外边境接壤的龙腰州请接 董卓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得大量草原轻壮围困淮阳关 意识归功于此 第一场北莽大战之前 拓跋菩萨倾诉草原北亭势力 出现大批失去西涕庇护的流袭罪灭 只得呢前往这战场之上凭借军功恢复身份 当时因为杨原赞部南征主力出人意料的全军覆没 导致攻破虎头城的北莽中军也随之功亏一篑 这才给了北梁边军一些喘息机会 那相信这一次北莽绝不会轻易退兵 哪怕刘州战场黄宋蒲都已战死 落得与杨原赞同样的凄惨下场 成为北莽官身最高的北莽战死武将 恶号传遍南朝庙堂一片哀鸿遍野 北莽皇帝陛下仍是毫不犹豫 让太子殿下耶律洪才行监国之职 率领大军南下距北城 他则要亲自坐镇西京安抚人心 这场大战北莽势在必得 大概是北梁去北城的悄无声息 更加助长了草原武将的桀骜 加上御驾亲征的太子殿下 并未下令约束麾下猛将 率领精锐户继出营游业 仿佛成了南朝边军大将和草原北庭西地 不成文的规矩了 好像不去距北城城头那边走一遭 那就是懦夫行径 开始有人别说那些沉默而正拧的大型床子 怒 连寻常守城布公也视若无物 以身涉险 驻马向前 只恨无法策马越上城头啊 有些出身北庭高门的年轻武将 身披金银甲昼 在夕阳映照之下光彩夺目 对这些年纪轻轻就从窃学位 转任义军的百夫长 甚至千夫长的草原权贵青年而言 打小就听腻了那只自立门户的黎阳边军 耳朵都起了老茧子了 他们甚至父妃极多 觉得皇帝陛下在南朝所器重之人 除了懂胖子还算是有些能耐 那黄宋蒲杨原赞柳归这几个老头子 实在不值一提 若非陛下当年迎接洪家北奔那些 跑到草原避难求生的丧家犬 莫名其妙的定立下 男人治理男人的梦约 黄宋蒲这些徒有虚名的老家伙 哪能当得上大将军呢 有两季出营后 没有直奔巨北城 而是沿着大营外围缓缓齐行 这两季啊 据是年轻人 披挂甲咒玄配战刀也是普通的 但是其中一季啊 腰间所记的那条显背寇玉带 让两人畅行无阻 这位年轻人 正是北莽王丈成员耶律东床 北莽显背寇啊 也分高低 按照玉带之上镶嵌宝石的数目而定 耶律慕容两姓子弟啊 大多可以镶嵌两三颗 然后呢 以军功大小地增 慕容保顶这等身居高位 手握兵权的皇亲国戚 或是三朝顾命大臣耶律洪才 也就是这耶律东床的爷爷 他们两个就能够镶嵌八颗 耶律东床的显背寇上 原本只有六颗被赤丰为镇国将军 兼领西京兵部侍郎后 截至君子馆瓦住在内的四座军阵之一 便增添了一颗硕大的猫眼石 他原本应该留在西京庙堂 或是身在四座军阵之一的孤赛州边关 但是这次呢 破例随今来到了聚北城 与身旁那名年轻骑士 都是以中路监军身份 位高权不重 锦上添花而已 耶律东床身材矮小 皮肤有黑 却充满了好似草原野狼的彪悍气息 转头对身边病驾齐驱的年轻男子笑道 头发气味 大功在前 你我二人却只能干瞪眼 别不别去 另外一名年轻人正是北莽军神拓拔菩萨的敌长子 拓拔弃运 草原四大纳波中居首的春纳波 比夏纳波仲坛 秋纳波 端贝尔回惠 以及东纳波 王晶虫三人呢 都要更加背景深厚 原本仲坛最被看好 不但亲历过第一场两莽大战 而且手上已经握有幽州 卧攻鸾鹤两城的不俗战功 只要成功招揽西域烂陀山的佛门势力 在南朝平步青云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加上家族底蕴深厚 父亲众神通更是北莽十四位大将军之一 众坛甚至有望成为下一位无藩王之名 却有藩王之识的大将董卓了 那在未来的中原版图之上 一姓两藩王并非奢望啊 现在众坛在西域不知所踪 生死不知 春那波拓拔弃运 也就少了一位天然劲敌 拓拔弃运 他平淡的开口 以你我父辈家族的身份 只要打下这巨北城 就算是我们在马背上 从头到尾的打盹 何愁没有军功 自己跑的囊中啊 叶绿东床一皱眉 养春那波的口气 觉得打下巨北城还有便说 拓拔弃运犹豫了一下 借着西洋西下的余晖 转头侧望那座高大雄城 逼得北梁主力下马作战 未必全是好事 叶绿东床哈哈大笑 你们这些读书人呢 学问多了 有一点不好 就是喜欢怕这怕那的 可这仗总是要打呀 拓拔弃运一笑置之 中原名士喜欢手弹对异 其中有金角银鞭草肚皮一说 先前那场三线大战 北梁只是幽州葫芦口大盛 让董卓中路大军遗憾北冲 就是明正 叶绿东床手腕扭动 轻轻的挥舞马鞭 如今我们老玉山又是大败 连前去增援的南朝边军 五万经济都被人抱了饺子 难道说要重蹈覆辙 拓拔弃运摇头说 恰恰相反 我们更该南下攻打巨北城 这其实太平令有意为之 要以南朝西京换取巨北城 那些从中原逃难到草原的春秋移民 经过二十年扎根生长之后 渐渐站稳脚跟 已经隐约有伟大不调之事 其实皇帝陛下不是对此没有顾虑 整座南朝四大洲 文官势力盘根交错 连一向排外至极的拢官豪法都不得不放低身价与之联姻 方能已故其位 足可见那些中原氏族的影响之大 长久以往南朝移民恐怕就会由刀变剑 虽仍有一封伤人 但另一封则一不小心就会伤己 耶律东床咧嘴一笑 如野狼呲牙格外的阴森慎人 既然如此 只要北梁有魄力动用青园一带的 梁州野战主力赶赴刘州 不妨让他们势如魄竹的攻入南朝复地便是 反正死的都是那些与春秋移民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清关系的兵吗 就当帮咱们草原提出些隐患 错杀便错杀 不错放即可 到头来西京秒堂便得一干二净 等于北蒙齐军帮咱们皇帝陛下当了回柜子手 还能保证梁州关外的广袤战场少去一些变数 两全其美 太平令 可真狠啊 拓拔气韵低声展开 这种手腕可能是跟中原人学的吧 叶绿东床撇了撇嘴 以后等到咱们入住中原呢 我定要让那些文人世子吃足苦头 叫他们斯文扫地 那位春纳波没有搭话 只是瞥了眼那座巨北城雄伟而沉默的轮廓 就像屹立在草原铁骑洪流之前的中流砥柱 他悄然凝聚了中原八百年的雄魂气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莽西京工程之内 一位身形于旅的老妇人走在围墙之下 细碎缓慢的脚步 刚好踩在夕阳余晖与农阴阴影的界线上 老妇人身边 默默跟着那位齐剑岳府的太平令 一朝帝师 一位置不在一座西北巨北城 而是中原泰安城的老人 老人突然说道 陛下为何不肯让耶律东床 留在孤赛州 抵挡刘州骑军呢 东纳波王精虫 从黎阳两流边线 拉回了一万边界 在老玉山大败之前 足够与玉鸾刀的幽州骑军周旋 而如今就难免有些利所未逮啊 虽说南朝破碎并不影响大局 可中秋陛下的面子上 有些过意不去 那些老一辈的洪家移民 哪怕退出了官场 可不乏聪明人 也许会因此心生戒备 没有让人搀扎的老妇人 盘山而行 听说李密碧说王赌 安分守己了二十年 最近呢 也不知是回光返照 还是为子孙谋 竟然与好些大人物偷偷来往 不怕一万就怕万亿啊 小小王青虫就让他为国捐躯好了 反正大不了 朕到时候赐下十几条显杯扣 给王赌老儿一个天大的美事又何妨啊 王赌此类苟活至今的老一辈春秋移民 比起年轻一辈的遗少 实在属于老而不死 是为贼 当年朕已经十分注意 他们对南朝官场的潜移默化 不了仍是无法阻挡他们的渗透啊 朕当初好意收留他们 给他们调命的一碗饭吃 结果他们就给朕留下这么个烂摊子 老夫人语气渐重 极言利索道 我草原铁骑南征北战数百年 自大奉起便所向披靡 考得正是一心杀敌 若有私欲 也是在战后瓜分战果之时 何曾如幽州葫芦口和刘州老玉山这般 战前便各自算计 私心蒙蔽啊 若非龙关豪伐 索性还出了个完颜云江 朕这次借着刘州骑军 帮南朝刮鼓去农 肯定连完颜家族在内 这些世世代代生长在草原之上的 龙关筑冲 谁也不放过 该杀 该死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八百九十九回 心情激荡的老妇人 缓缓收敛情绪 眯眼望向脚下那条 明暗鲜明的界限 如两国边界 又如阴阳之隔 老妇人缓缓的说 有个好爷爷 帮忙出谋划策的 耶律东床也好 我那个信封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的堂弟 慕容宝鼎也罢 甚至连同大将军 众神通在内 见识狼子也信 看似城府身后 其实在阵眼中 都不如董卓聪明 唯有那个满嘴抹油的董胖子 最是拿得起放得下 天险淮阳关 谁都不愿意打 军功不大 而且就算打下来 也就只有楚禄山 一颗脑袋上得了台面 到时候呢 肯定要伤筋动骨 最少此伤十几万 如此一来呢 就算朕答应 按照军功赤锋为王侯 挥下没了兵马 一般人也坐不稳那位置 所以先前要慕容保顶 去打淮阳关 这位橘子舟持杰领 就跟死了爹娘差不多 狮子大开口 跟朕白白咬了那么多 柔然铁鸡 还觉得不够 就想着出功不出力 什么大局呀 他明明知道轻重 却是不愿意去管 可恨至极 老妇人冷笑 只要董卓拿下这淮阳关 哪怕他无法参与 攻打巨北城 到时候朕都会还给他 一个南院大王 由他领军进入北梁关内 太平令周梅道 那就是黎阳藩王 就翻于西蜀的陈之堡了 放虎归山 天大的疑惑呀 老妇人低沉笑道 疑惑 朕自己都没几天可活了 还管得着夜律 慕容良性的白眼狼 誓死誓活 太平令默然不语 老妇人安慰道 先生啊 只要早原铁锯的马蹄 踩到泰安城 踩入广陵道 踩到中原最南方的土地上 情史之上 都忘不了你与朕二人 至于最后 这龙椅是谁来坐 是姓耶律还是姓慕容 或是姓董 又如何呀 太平令哭笑 若能一统天下 那么少死些人 总归啊 是好事啊 老妇人哈哈大笑 大秀子一挥 那你可就得熬着 多活些年咯 北莽帝师 驻足原地 身形削作 老妇人独自副手前行 余辉逐渐消失在她脚下 阴暗之中 老妇人喃喃自语 明年啊 辽东锦州 你老家那边的大雪 也许我瞧不见 你说 如果当年我没有返回家乡 而是留在你的身边 现在 没有 子孙满堂 天色江亮未亮 距北城翻底 后堂宅院 一栋屋内 烛光闪烁 一柄梁刀搁在桌上 一位年轻人开始 默默穿起那件 翻网网袍 屋外 有位女子 身着搞素 捧着紫檀剑侠 神情坚毅 他安静的等候他出门 同在帆底内 一宿没睡的薛颂官 缓缓坐起身 穿上靴子 抱起那架古琴 开始推开房门 武当山老真人于兴锐 刚好在小院内 打好那套创字小诗 地红喜相的拳法 神清气爽 复健离开院子 一位白衣白发白眉的老人 坐在石凳上 桌上剑侠大开 老人一手持剑 两根手指一寸寸崩碎剑身 轻轻丢入嘴中 如嚼黄豆 老人随手丢掉紧剩的剑柄 撇了一眼空荡荡的剑侠 缓缓地起身 笑了笑 百年剑气满腹间 是该意图为快了 一栋小院的石劲上 身为吴家剑种当代剑冠的年轻剑客 蹲在那 猛然起身 转头望脸 背有一柄古剑肃王的剑是翠花 后者破天荒 睁开眼眸 对他奄然一笑 有一栋小院 武帝成师兄弟二人 同时走出房门 御树临风的王先知大徒弟 摘下腰间的一柄梁刀 高高地抛给另外一人 而后者也会心一笑 将昨天送到手上的那两柄铭剑 数到伏击 一柄丢给了师兄 两人一人悬配梁刀 一人悬配铭剑 动作如出一辙 最终各自悬配刀剑 大踏步并肩走出院子 一位白布绑腿的中年男人出门后啊 转身像站在门口的苗女媳妇挥了挥手 他笑着朝他伸出了大拇指 同一栋静雅小院 年迈如是在屋内放下了手中的那本圣贤书 正依津而起 坐在一旁的年老剑客 举杯喝了一半杯中酒 然后倒酒在那柄出窍长剑之上 屋外魁梧老人 抱刀而立 闭目凝神 静静等候着两位老友 举北城翻底的义士堂之前 那座木牌缝之下 有人携体铁枪 身边站着东越剑池的宗主 举北城内一处 紫衣女子蹲下身 将裙摆系了一个小截 距北城南城头 相貌平平的中年剑客 盘腿而坐 横剑在西 眺望远方 似乎等待日出东海 这座城头的不远处啊 站着一位白衣人 正在仰头痛快喝酒 身边的那位猪袍女子 神情安详 年轻藩王 穿好那袭蟒袍后 配好梁刀 在即将打开屋门的时候 稍作停顿 然后猛然拉开大门 北莽大军 功成在继 只等天亮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有一计突兀冲出 这名北莽万夫长策马来到距离城墙 不足百步 猖狂大笑 狗屁的北梁铁记 贾天下 到现在还没有一人胆敢出城一战 距北城城头之上 一赶徐子王旗 城外北莽大营中央地带 一赶大佩 几乎同时被阳光映照 北莽大佩之下 北莽太子殿下 骑成一匹汗血宝马 身披绚烂金甲 正在向南方城头眺望 只得一满 满脸笑容 而城头内感王旗之下 驻有一座高出城头 走马到仗鱼的勒骨台 一名身穿高速的女子 涉及而上 站在一架牛皮大鼓之前 只见她摘下背后剑匣 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然后上前一步 似乎犹豫了一下 终于深呼吸一口气 拿起那根骨唇紧紧的握住 那些经历过春秋战事的巨北城老将老族 看到这一幕后都不可抑制的激动起来 也许如今的北梁边军呢 雄甲天下的北梁铁骑 真正的中坚力量 已经属于李莫帆 刘彦超宁额梅 这些正直壮年的赫赫武将 甚至不需要多久 兵权还会转交到玉链刀 曹为寇江淮 谢西锤这些更年轻的武将手中 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 不容抗拒 可在这些个北梁老人心中 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春秋定顶之战 西磊壁战役的老族 对于那家大谷 那席白衣搞素 最是记忆游戏 对于这座雄距西北边关国门的崭新城池而言 仅次于挂贬的重要事情 并非大将军藩底正式建成 而是在外人看来相当匪夷所思的筑台架谷 这一架大谷来自清凉山库藏 徐家已经珍藏多年 就连谷锤也一并历史悠久 大谷制成于西磊壁战士之中 在仁图徐霄封王旧藩西北之后 便随着徐家军一同进入北梁 自古兵家便有文古声而进 明金声则退一说 也是这击古明金的来由 按照大秦时代的阴阳家阐述啊 春生下掌秋收东藏是天理循环 古以木制寓意生机勃发 故而勒古上阵 而秋属金当收敛 在兵士上用来象征收兵撤退 中原听说 西北徐家在退出中原去往边陲后 北梁蛮子便有了个 西磊壁后 徐家不闻金声指勒鼓的传统 黎阳朝野那边啊大多将信将疑 天底下的军武不管何等的雄壮精锐 哪能够真正做到止战不退 向来肯定是夸大其词的说法 古还是那家牛皮大古 女子却非当年的女子了 可剑侠依旧白衣搞肃依旧 清国清城更是依旧 女子转头望向走马道 那个修长背影正缓缓的走向城头中段位置 走向悬挂匾额的那处城门上方 她身穿来自灵州金旅织造局的藩王蟒袍 在阳光照耀下 那件黑金蟒袍熠熠生辉 似乎是感应到女子的目光 年轻人转头回望 对她笑了笑 原本有些忐忑不安的角色女子 顿时心境安宁 心安处及五香 她从不曾对她说过 只要视线索急 能够望见她的背影 她便心安 她低头瞥了一眼脚边的那只紫檀剑侠 然后缓缓抬头 眼神坚语起来 她双手持骨锤 准备勒鼓 她如今要像当年那名姓吴的女子剑仙一样 一鼓作气 为北梁 为西北 为她撞绳势 城头之下 那名北莽万夫长在叫嚣着北梁无人胆敢一战后 笑声更重 身体微微厚轻 抬头望向巨北城的城头 这名草原魁梧男子 意态骄横 顾叛自雄 当真是视城头真争铁甲如武 只不过当她看到那一席梁阳翻网网袍 出现在城门正上方的位置上后 情不自禁的勒紧马将 坐直身躯 一只手下意识的按住了 莽刀刀柄 她没有见好就收立即拨马离去 而是就这么正大光明的抬头望向那位传说中的梨阳异姓王 这位背后有四十万草原骑军作为靠山的龙腰州万夫长 虽然心中隐约有些惊慌 可天生对全市的炙热追求压下了那股恐惧 她无比清楚 今日两军对垒 自己这番言辞注定已经传遍巨北城内外 很快还会传遍草原两京和北梁关内 甚至传入皇帝陛下的耳朵 以及传入泰安城那位黎阳年轻君王的耳中 哪怕尚未上阵杀敌 这已是滔天军功啊 必然直达天厅 谁都无法遮掩 若是能够再与那位年纪轻轻的新梁王说上几句话 更能帮助自己扬明两朝 所以她平缓了一下思绪 故意拨马一圈 用马鞭指向城头明知顾问的竭力喊道 你就是徐凤年 只可惜那个年轻人的视线 投在了北莽大营 好像在寻找什么 根本就没搭理这位三言两语 便将手工收入囊中的万夫长 自讨没趣的北莽万夫长 正要继续挑衅一番 没料到随着那敢大配之下金甲骑士的大手一挥 北莽大军响起一声声号角 攻城战士就这么拉开了序幕 黑压压的北莽部族率先开始缓缓向前推移 如蝗虫过境 游北向南 从距北城的城头北望 密密麻麻的黄群之中 两千三百架大小不一的投石车 在南朝军器监官员的忙碌督促下 最终在各处落地生耕 列阵城湖 以距北城作为湖心 北莽投石车分为六种 既有需要拽手多达两百余人的巨型投石车 也有二三十名履历出众的拽手便能成功驱使的小型投石车 相较北莽投石车第一次大规模县市的虎头城之战 这次攻打巨北城 不但投石车总数更加惊世骇俗 且大型投石车占据多数 这意味着巨北城需要承受更加恐怖的一场场天女散化 那场瓢泼大雨 只能是直到北莽用尽两座山峰的巨石储备才罢休 黄群之中同样夹杂有南朝军器间特制的 床子弩 不同于中原大多作为守城利器的那种床弩 天然拥有齐军优势的北莽 床弩作用很简单 只需要将那一支支粗乳铁枪的箭矢 定射入城墙之中 便于攻城部族攀援以赴 被北莽边军誉为千金之族的赶死士 类似南朝头等精锐的布拔族 就会躲在这攻城部族之中 他们呢 不通过目标明显的架设云梯 或是高耸楼车攻上城头 而是啊 放弃盾牌 紧披轻质皮甲 嘴闲着一柄战刀 凭借那些插入城墙的箭矢啊 矫健身形如山野猿猴迅速攀登晃荡而上 作为出其不意的一股股骑兵 对守城方进行袭扰 北莽大军压境 除了那感最为鲜明惹眼的皇室大佩 一杆杆草原帅齐 也迎风招展 烈烈坐下 北莽太子殿下突然皱了皱眉 因为他胯下那匹神郡大马的一侧 突然出现了一名身材敦实的木讷男子 并未披挂铁甲 也未玄佩战刀 腰间呢 紧紧呢 记挂有一只布囊 这位御驾亲征的太子殿下 微微弯腰 颇有中原名流的李贤下士之风 和颜悦色的笑问 邓宗使 为何这么快便现身呢 难不成 北梁还有人能够一路杀到此地不成吗 囊中藏有一只断毛毛头的男子 莫不作声 短短三四年时间 北蒙武道宗师七零八落 一副江湖气数将近的惨淡光景 以无上神通降服有一头年 又麒麟的道德宗宗主已经飞升离开人世 提冰山第五河死在新梁王徐凤年的手上 齐剑岳府的洪敬炎死于龙眼平原 同仁师祖不知所踪 公主焚小念头和铁齐二等一大波宗师 皆死在北梁关内 北莽魔道第一人洛阳和忽焰大官早已隐世不出 传闻身在中原江湖啊 冷眼旁观 如今的北莽高手可谓是屈指可数了 除了拓拔菩萨一人屹立不倒 中家二当家的重粮投军 便就只有这位姓邓的男子能够撑起大局了 所以啊 他被北莽诸王领袖李密碧安排在太子殿下身边 以防不测 毕竟这位金甲鲜亮的年轻人 那是北莽四十万大军名义上的主帅啊 隐藏在暗处的断毛邓茂之所以出现 理由很简单 他知道那位西年让整座草原 俯首低头的白衣魔头到了 而且即将进入战场 雪中汉刀行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宋恒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回 话说那名北莽万夫长 知道自己不管如何 都应当后撤了 身后大军呢 马上就要对聚北城 展开一轮骑术 用以掩护工程部族的迅猛推进 可就在此时 刚要拨马转身的魁梧武将 站到身边扶过一阵清风 他赫然转头 发现胯下战马一侧 不知何时 站着那名身穿蟒袍的年轻人 敌我双方一人面向成头 一人背向成头 那个明动天下的年轻人 安静的望向草原大军 如何都想不到 这位堂堂藩王 竟会亲身涉险出城 肝胆欲裂的北莽万夫长 呆若木鸡 他颤寻道 你怎么出城了 雪凤年你怎么敢 不等这位万夫长说完话 胯下战马像是被大山压倒 不堪重负的四腿折断 马腹怦然触地 年轻藩王随手一挥 那名万夫长的身躯 不由自主的向他倾斜划去 最终 头颅被年轻藩王攥在手心向前轻轻一丢 骤然间七窍流血的骑将尸体就被丢出去 数十丈开外当场毕灭 距北城城头之上 女子勒鼓 这大概是北梁第一次向这方天地放生 寻着鼓声当徐凤年出现在城外后 一道道身形如同一颗颗流星 纷纷坠落在距北城外的地面之上 与年轻藩王同处一线向北而立 位于年轻藩王左侧 是一位由西蜀赶赴北梁的中年剑客 五平四大宗师之一 邓太吾 他双手赴后 腰间玄配双剑 大风拂面 让这位因为相貌平平而常年行走江湖 却从未被人识破身份的桃花剑神 终于流露出一种天下剑道 唯我独尊的剑仙风采 年轻藩王右侧是一袭白衣 正是拥有北满公主坟大念头 和黎阳竹路山教主双重身份的魔头洛阳 他没有转头望向徐凤年 而是牧师前方淡然道 你失约了 年轻藩王微笑不语 徐衍兵手持铁枪重重落在邓太阿左侧 他轻声道 不曾想今生还有机会与桃花剑神并肩作战 邓太阿解明恶药的答道 我亦是兴慎 一袭紫衣飘然落地 轻轻跺脚 裙摆打结处 轻轻松开 轩辕清风笑意释然 如天真无邪的士族女子 当年那场大雪瓶变故之后 这位精彩绝艳的女子 第一次如此轻松 此战之后 你我再无相欠 那就再无相见好了 猪袍徐英落在白衣洛阳身侧 转头奄然一笑 满脸欢喜 看着他与他 白衣白发白眉的随斜骨落地之后 抬起那条独臂 双指碾动雪白长眉 这位吃掉世间无数名剑的老人 依旧不曾配见 只是轻轻的吐出一口气 杯酒满日月 吐气催五月 木芒女琴师薛颂关 抱琴而立 脑袋威胁 并拢双指轻轻的按在琴弦之上 一触激发 靠指问长生 靠指断长生 吴家剑种当代剑冠吴六鼎 望向前方的北芒大军 嘖嘖笑道 这比起咱们吴家老祖宗当年碰上的阵仗可大了不少啊 以后啊 一定得跟温不胜啊 好好吹嘘一番 走过这一凿之后 小爷我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了 一直闭目视人的剑是翠花 转头睁眼望向成头 看了一眼那位勒鼓如雷的白衣女子 收回视线后 小声说道 我是不是丑了些 脾气也差了些 吴六鼎愣了愣 咧嘴一笑 翠花啊 自从吃过了你的酸菜啊 你便是我吴六鼎 此生第一等的良配家人 必须的 不远处背负着一柄 陶木剑的武当大真人 于兴瑞 闻言哈哈大笑 你这小子呀 倒有几分 贫到那位小师弟的风采 另一边 刀法宗师毛书朗 年迈如是成白霜 与南江龙宫首席客卿 齐六安三人并肩而立 毛书朗闭目养神 手心抵住腰间刀柄 齐六安眯眼望向北方 如同滔滔江水涌来的北莽大军 泰然自若 与如胜境界只差一步之隔的成白霜 一手附后 一手抬起碾须 望向天空 喃喃自语 先生 谁言我被书生 无胆气 最左方 南兆第一人 韦淼 双臂还凶 身边是冬月剑池宗主柴青山 韦淼用蹩脚的中原官腔问道 柴宗主 听说冬月剑池的风景很不错 柴青山点头一笑 不比你们十万大山险峻幽远 可却也独具特色 韦先生 以后若有机会去我冬月剑池做客 我定当拿出那三坛的自酿杏花酒代客 最右侧 于心郎和师弟楼荒各自腰配刀剑 配剑分别是寄身世间十大名剑之列的蜀道伏击 配刀则是最寻常的北梁战道 楼荒一本正经的说 你别忘了约定 于心郎一笑置之 西北关外一线之上十八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莽大军之中 春纳波拓拔弃运和皇亲国戚耶律东床面面相去 后者终于开口 这也行 这北梁算不算垂死挣扎呀 拓拔弃运转头望向南方 达非所问的缓缓说道 太子殿下身边的断毛邓帽 加上你二叔重粮 还有橘子周持杰令慕容保顶 这才三位武道宗师 就算朱王李密碧还留有后手 似乎仍然略显捉襟见肘啊 叶律东床扯了扯嘴角 如此荡气回肠的宗师大战 你爹难道会缺席 拓拔弃运的眼神有些遗憾 他摇头叹息道 我爹不曾说过要亲自来此 也许当真要错过了 叶律东床撇了撇嘴 轻轻的挥动马鞭 懒洋洋的说 那就真是人生最大汉事喽 就在此时啊 两界之间的空地上 凭空出现一道魁梧身形 双臂及膝 隐约间有金色光芒 迅速流转全身 如意唯唯的金色龙莽 浮现云雾之珠 来者面无表情道 你们二人立即向后撤去十里 贵为北莽春那波的拓拔弃运 二话不说 拨转码头向北方奔去 哪怕是桀骜不逊如耶律东床 在听到这个男人不容致远的言语之后 毫不犹豫的跟着拓拔弃运 一起临阵退缩了 当这个身影出现在北莽军中之际 守护在北莽太子身边的邓孟 与大将军众神通并驾齐驱的魔头众梁 以及位于大军前线的持节令慕容保顶 三位北莽最顶尖的高手 都不约而同的心神遗颤 此人站在原地不动如山 他虽身处平地 气势巍峨 却如天下山脉祖龙之昆仑 去北城之上 一声鼓响最重 一袭莽袍大袖飘摇的年轻藩王 随之重重默念一声 杀 其余十八位中原宗师 心有灵犀的同时默念一声杀子 北莽中路结阵雄厚的步军 向前稳步推进的同时 左右两翼各有一只五千人的经济突出 马蹄如雷动 两只鲸鱼骑射的骑军 配合中路步舍 负责向巨北城城头进行密集传射 用以组织压制城头的巨弩 让工程步军快速推进至城下 十八宗师一线朝分别位于左右最外边的楼荒鱼 新郎和尾秒柴青山 这四位中原武道宗师兵分两路 各自坦然向前掠去 挡在齐军冲锋路线之上 北莽大军迅猛推进的路线之上 因为那十八人出城巨敌的缘故 原本要晚于布设箭雨和投尸车之后的床弄 一支支灵力破空而去的巨大箭矢 竟是先行出现在战场之上 仿佛一位为出自陆地剑仙的请力一剑 向那十数位拦住去路的宗师 鸡舍而去 前掠最为快速的吴家当代剑冠事业之中 两立黑点瞬息便知 他大笑一声 若论御剑指数啊 谁能与我吴家剑种一教告底 谈笑之间 年轻剑冠侧身继续向前 伸出双臂 五指如钩 两支原本几乎同时刺向他双肩的床弩箭矢 被他一前一后虚握 粗如枪矛的箭矢 带着巨大的惯性 与年轻剑冠五指间的浓郁契机 剧烈摩擦 迸射出一阵阵匪夷所思的电光火石 吴六鼎身形被等人长度的两支箭矢 向后拖拽出十数步 双脚在地面上滑出飞扬尘土 终于啊 便虚握为十握 双手五指各自攥紧一支强弩之末的箭矢 一拧 身形旋转一圈怒喝一声 还给你们 以不输先前速度丢制出手中两支长剑破空而去 一口气定穿了两列支上的六七排 迟钝不足 尸体穿成了唐葫芦一般 年轻剑冠 由不罢休 双脚一前一后站定 双指变拢 向后一扯 剑种氧气地骑士 大焰杜鬼 那两支破阵杀敌 凶狠的箭矢瞬间倒拔而出 反掠回这年轻剑冠的身前 位于五六顶身边的箭矢脆花 抽出古箭肃王 轻描淡写 向前随意披下 将一支势大力尘的箭矢 披成两半 从他双肩尖头不足一尺外 向身后徒劳飞去 颓然地滑落在二十帐外的地面上 重新与剑冠并肩而立的女子剑士 皱眉轻声说 出招便出招 临敌出声 是剑种蕴养义气之大忌 醉伤唤气 年轻剑冠 轻贺一声 走你 在将两支箭矢再次丢至向前之后 转头对他笑脸灿烂 总觉得闷头打仗 显不出高手缝帆呢 剑士翠花 无奈一笑 缓步向前 又是抬手挥剑 将从右手边掠向长头的一支巨大箭矢 砍成两截 与支床弩箭矢 向大雪平紫衣迎面而来 他脚尖一点 身姿曼妙的轻轻跃起 落地之际 刚好踩在那支箭矢的中间 箭矢尾端猛然下坠触击地面 箭头翘起 继续向南方艰难划去 直至彻底停下 轩辕清风就这么站在箭矢之上 稍稍偏移视线 只见那席莽袍之前 有意挡在年轻藩王身前的一夕星红猪袍 如蝶般肆意飞旋 锁过之处 一支支气势如红的箭矢 如同以卵击石 瞬间崩碎 化作击吻 一支箭矢 并未能够精准地射向 吃见老祖宗 而是堪堪地擦肩而过 只不过百无聊赖的随邪骨啊 仍是主动伸出独臂 手心抵住那支箭矢 老人手臂纹丝不动 后者却寸寸折断 有数十只漏网之鱼的闯弩 箭矢 穿过宗师箭矢 侥幸向城头射去 不知不觉 位于所有宗师之后的 木盲女琴师 突然站定 将古琴搁置在身前 在当时指悬造诣 能够寄身前三甲的 女子契机驾驭之下 古琴悬空而定 闭目琴师听着天地间的风声 拇指轻轻抹动琴弦 落指于琴弦的速度越来越快 每次琴弦轻颤 并无琴声响起 在薛宋关四周 却必然会有一只箭矢 无缘无故的当空炸裂 在床弩禁射之后 北蒙中路大军中 便响起这令人窒息的 怦然巨响 一波黑压压的大雨 随即起于大地之上 站在那只箭矢之上的 灰山紫衣轻轻扬起下巴 视线追随着那波黑云压顶 愈来愈进的磅礴剑雨 就在此时 轩辕清风在内的众人耳畔 响起木盲女琴师薛宋关 独有的沙哑嗓音 诸位不用理会头顶之事 然后又有年迈如是 成白双微笑出声道 就让老夫来助薛姑娘 一臂吃力 这位在武当山小莲花峰 指定正道如胜的 旧南堂读书人呢 闭上眼睛 听着身后传来的 清月琴声他喃喃道 重器之中 秦德最佳 因此自古以来 是无故不撤秦 不曾想 成谋不辅秦 已二十年已 薛宋关面对那波 铺天盖地朝聚北城 颇洒而去的剑雨 深呼吸一口气 头一次双手按住琴弦 当他竭力剥弦之时 恰好成白双高声道 大阴西声 只乐无乐 数万只去世汹汹的北莽 剑矢在距北城外的高空 应南朝如胜之声 应西暑琴师之弦 凝至不前 薛宋关 围指弯曲 勾住一根琴弦 猛然扯断 那一波骤然悬停在城外空中的箭矢 随之全部碎裂 笔直下坠 面无表情的薛宋关 嘴角扇出一丝心红 如今天人感应极其深刻的 橙白双 转头望去 始终眼眸紧闭的 木芒女情师 轻轻摇头 向年迈如是示意 自己并无大碍 虽然这些北梁和黎阳的武道大宗师 就挡在大军前方 北莽中路布阵 依旧按照既定方略 稳步向前 尤其是前方的迟钝布族 几乎算是人人世子如归 心存必死之志 布族百步而已 北莽重甲布族 已经能够清晰看到那些登顶武道的风流人物 看得到那位身穿黎阳藩王蟒袍的年轻梁王 看得到他身旁的那席鲜艳珠宝 以及年轻藩王不远处的白衣洛阳 正是草原上凶名显赫的魔道第一人 还有从头到尾都尚未出手的中年剑客 以及稍稍靠后位置的持枪男子 这拨人位置相对居中 左右又有数人缓缓向前 吴家剑种当代剑冠 肩扛着一只闯弩剑士 双手懒散的搭在这剑身上 他身旁的剑士翠花 手持肃王 剑气满袖 另一侧 毛书朗终于缓缓抽出俏中刀 刀鸣大拙 齐六安横剑在身前 手指轻轻一弹剑身 声音轻悦如除凤长鸣 位于年轻藩王身后数十步距离 则是徽山轩辕清风 吃剑随邪谷和武当于兴瑞三位宗士 从北莽中路布阵两翼突出的那两只骑军 都遭受到了一场事先绝对无法想象的阻截 荒诞而惨烈 于新郎和楼荒 柴青山和维渺 皆是两人各自拦阻 五千北莽经济 沙场骑军撞阵 与江湖高手交锋 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就是讲究一气呵成 那么沙场骑军 对上江湖宗师 且双方皆不愿退 又会是何种情景 彼时彼地 曾有西蜀剑皇 一人仗剑 在工程大门外硬撼徐家铁骑 最终仍是被铁骑踩踏为肉泥 此时此地 亦有十八人行此举 做此事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901回 柴青山与维渺 根本不用言语上的交流 便选择了一前一后 若是前者需要唤弃之时 便大胆后撤 后方宗师 顺势向前补上位置 一位冬月剑池当代宗主 黎阳王朝东南第一人 一位是南兆武林群龙之首 当之无愧的西南第一高手 柴青山 一席青山 三尺剑刚气如虹 一进地出 若是竖剑 便是北莽欺君 连人带马被劈作两半 若是横剑 则是或人或马 被拦腰斩断 维渺 手无寸铁 仅有一双拳头 是当时仅有的几位 拳法宗师之一 威势 游在武帝城 女子拳法大家 临压之上 当柴青山 遗弃将近之时 身体微微厚寝 轻财脚步 倒滑而去 丝毫不显颓势狼狈 只见叙事待发的维渺 一步向前 刚好与需要换上一口 心气的剑道 宗师错身而过 维渺一拳砸在一匹 北莽战马的头颅之上 砸的那匹高头大马 当场下跪 齐足身体前扑 拼死劈出一刀 维渺抬起双臂 向外横抹出去 齐足和战马 两具尸体 各自向两侧 横飞出去 又砸中了左右两侧的 北莽骑君 当后排一击朝维渺当头撞来之时 维渺弯腰侧身 以一击肩头贴山靠的凶猛姿态 撞在马脖子上 撞的那一击是人仰马翻 然后维渺双手扯住 马蹄子高高扬起的战马呀 高高的举起 这么旋转了一圈 然后迅猛的丢之出去 又砸的四周骑君是阵形大乱 当维渺接连杀死六十余经济之后 脚尖一点向后掠去 紧接着便是柴青山一见感知 尽显冬月剑池 山高水长 剑气远之悠悠意境 与维渺堪称天衣无缝的严密配合之下 两位原本素未谋面的宗师 绝不让北莽骑君向前突进半步 那一边向啊 西年自称天下第二一甲子的 王先知的两位得意弟子 武帝成于新郎与楼荒 所作所为 竟是比这柴青山和维渺更为激进 若说后者联手是硬生生挡住了北莽五千计的冲锋 那么这两位简直就是自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于新郎与楼荒一左一右 暂时都未抽出两刀 分别以鼠道伏击两柄剑中重器呈现出势如破竹的开山之姿态 越战越勇不断向前冲杀而去 楼荒手中之名剑鼠道 剑道轨迹扭转不定无计可寻 每一次横抹协调直取往还 皆凶狠凌厉霸的无比 无论是北莽战马还是披甲骑足 一剑之下只有分尸而亡的下场 而剑道造义与剑术修为 都深得王先之青睐的于新郎 虽然因为这位武圣首徒 自身不喜争名夺利的缘故 故而在中原江湖上啊 一直名声不鲜 甚至不如同门临压那般 明洞大江南北 但是这于新郎的修为 毋庸置疑啊 无论是年轻藩王徐凤年 还是顶替曹长青 新晋继身武平四大宗师之一的 忽艳大官 都认为这于新郎的真正实力 是当时最接近邓太阿的剑道人物 若说将来 谁最有希望与李纯刚邓太阿 两位新老剑神 在剑道高山之上 彼肩而立 无疑是以于新郎的希望最大 而非同样根骨卓绝 且舍弃了旧有剑道 选择破而后立的龙虎山骑仙侠 这个好像对谁都言笑艳艳 彬彬有礼的温润君子 武道前途之广大深远 不可估量 于新郎的初见呢 绝大多数啊都轻松写意 如同市井百姓看热闹的那种指指点点 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天然境景 但是每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指点 都会让一名骑足坠马而亡 尸体浑身上下呀 不见丝毫常见造成的伤痕 只不过比起昭氏大开大合的楼荒 闲庭信部的于新郎 凿震速度显然要慢上一筹 前方的楼荒转过身来 随手一键挑起了一名北莽骑族的头颅 对后边的于新郎笑道 比你多杀了十六计了 如何 气定神贤的于新郎笑眯眯的说 细水流长 楼荒冷哼了一声 转身继续杀敌 在师弟楼荒转身背对自己后 于新郎犹有有闲情意志 踮起脚啊 望向尾秒柴情山那处战场 看到两位江湖前辈的 一前一后相互辉应 暗自点头 自己这边跟楼荒如此蛮横向前 也非一气用事 他们这些个出身于武帝城的家伙 在师父敦促之下 几乎每人自幼都勤于打巢一事 故而在一口气上的气机 颇为雄浑厚重 这就占据了先天优势 在气机与境界相当的 武道人物相差不大的前提下 他于新郎与楼荒 林鸭 龚半雀等人 也许对手已经换了三口气 他们只需换两口即可 于新郎低头望向手中那柄 出自厅朝阁武库的伏击 没来由有些赶上 一柄绝带鸣剑 折于沙场 是否有些生不逢时啊 于新郎突然大笑出声 收剑入鞘 同时凉刀出鞘 身形猛然间拔地而起 在冲杀而至的 北芒铁骑马背上来去自如 挑起一颗颗死不明目的头颅 一向内敛的于新郎破天荒 豪迈大笑 楼花换刀如何 沙场之上 以梁刀取人头颅 与咱们年少时在城头 打碎大潮 可谓当事两大同等怪事 前方的楼花冷笑一声 等我数到间断再说 于新郎打去的 粗汉子不解风情 难怪找不到娘们暖被窝 楼花没理会这位师兄的调侃 只是初见更为凶狠果决 战场中央地带 不知为何呀 莽袍藩王 桃花剑神和白衣洛阳三人 同时站定向北远调 三者不仅仅是在 静等北芒部族接近 好像是都在暗中寻觅 真正的敌手 年轻藩王最终望向 遥远处北芒内感 乍眼至极的大佩 他轻声道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白衣洛阳不知可否 桃花剑神邓太阿 拇指推荐出窍寸鱼 平淡道 我先帮你找出拓跋菩萨 在那席藩王莽袍即将一闪 儿事之际 洛阳终于开口缓缓地说 拓跋菩萨出手之后 你不用担心后辈 只管开阵向前 徐凤年点了点头 身形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刻 年轻藩王出现在北芒布军大阵的头顶上空 一脚踩在一颗刚刚被巨型投石车抛出的大石之上 重达数百斤的大石 先是刹那间凝制不动 然后以更快速度砸回地面 不但砸烂了那架投石车 然后那颗如同天雷滚动的巨石 一路滑滚而去 数十位拽手啊 被当场碾压的血肉模糊 白衣洛阳闭上了眼 轻轻地嗅了嗅 八百年前 大秦逐鹿天下的战场是那般血腥 八百年后杀场厮杀 也是这般如出一辙的味道 他呢喃着低声道 大秦洛阳再次 邓太阿终于找到重重叠叠 无数铁甲之后的那名目标 身躯稍稍倾斜 然后按住剑柄的拇指便是轻轻一摊 不曾追随这位桃花剑神 离开吴家剑种的太阿剑 终于在今日出窍 得以酣畅淋漓地露出那绝世风姿 这一飞剑去世太快 剑气太长 剑意太多 以至于邓太阿腰间剑翘 与飞剑之间的两里地之间 拉伸出一条纤细而璀璨的惊人白红 仿佛世间有一剑 剑身长两里 不甘落后的年轻剑冠 吴六鼎黑黑一笑 翠华啊 身为剑士啊 站在我身后便是了 且看我如何开阵 就在吴六鼎啊 他手腕一抖 就要以床弩箭矢做大剑去开阵之时 眼角余光瞥见了一袭紫衣 以一种无敌之姿态疯狂撞入北莽布阵 那团紫红四周 飞溅起无数支离破碎的铁盾和残枝断壁 如同绽放出无数星红鲜花 吴六鼎忍不住嘀咕道 这个老娘们真疯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内感大佩之下 北莽太子殿下传令下去 命令持杰令慕容保顶和仲良各率两千四季 前去支援那两支被祖骑军 务必要取回那四名胆敢躺臂挡车的中原宗师大好头颅 每颗脑袋可以从北梁边军 从三品武将首级系军功 然后在大佩之前 故意腾出了一片方圆一里的广阔空地 明摆着是丝毫不惧那些中原宗师的破阵向前 北莽太子殿下如此胆大行事 但无论是老城持重的河西州持杰令赫连威武 还是城府极深的宝平州持杰令王勇 都不曾有半点意义 就连全权负责太子安危的断毛邓茂 都无动于衷 所有人都老神在在的等待那名年轻藩王的现身 好整以侠的北莽千国太子转头 对身旁那位在齐剑岳府辞排名 以孤赛二字夺魁的太子妃笑问 你说那姓徐的赶来吗 他脸色冷清 当然 北莽太子满脸的不以为然 来了才好 正巧啊 让这位北梁王明白一个道理 世上灵丹妙药千万种 唯独可就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那女子不再说话 轻轻叹息 在嫁入帝王家之前 他便观中原师书 好像英雄总是死于萧雄 只不过他瞥了眼身边这位 忠于手握大权的枕边人 满腹的冷笑 想你人徒徐萧 萧雄一世 身为嫡长子的徐凤年 最终却要死在这种草包之手 未免也太可怜了些 贺怜威武 这位北莽持节令 眼神毁暗复杂 老人想到自己啊 也是昨夜才知晓那番隐蔽谋划 叹了口气啊 举世为敌 不过如此 停马于北莽太子一侧 不远处的老人收敛思绪 望向眼前那片空地感慨万分 希望那个年轻人来此壮烈而战 又不希望他就此憋屈而死 可那个一人开阵 连破两千家的年轻藩王 终于还是来了呀 先前那一席 黎阳藩王莽袍 凿开大军阵型长驱直入 直奔四十万北莽大军副帝 北莽太子耶律洪才 始终停马于大道之下 没有后退半步 这位名义上的未来草原君主 非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畏惧之色 反而是眼神炙热 就像是一年一度的草原秋手 亲眼看着一头凶悍无比的猛兽 一步步落入惊心不知的陷阱 越是垂死挣扎 越能让参与狩猎的骑士 生出征服的快感 碌碌无为多年的太子殿下 虽然在北庭 始终被草原薰贵和大西涕 视为傀儡而已 认为啊 不过是忠人之姿 毫无雄才大略可言 甚至被许多怒气不争的皇室宗亲 视为玷污了耶律这个尊贵的姓氏 可不能否认继承了先帝七八分相貌的年轻人 身披先帝生前每次御驾亲征 必然披挂的那具耀眼铠甲 此时身处战场之上 确实如父辈一般 仿佛一尊金甲战神 耶律红才 右手握住一柄 镶嵌数颗价值连城宝石的精致匕首 刀鞘轻轻的敲击左手手心 他举目眺望 竭力压抑心中的激荡 以至于整张棱角分明的脸庞略显僵硬 这位忍辱负重多年的草原天皇贵宙 不断轻轻的呼吸 生怕自己露出些许的蛛丝马迹 便会让那位在天下彗星般崛起的 五平大宗师悬崖勒马 导致功亏一篑 耶律红才 下意识的眯起眼 心情复杂 若说那位北梁王 能够惯以年轻二字作为前缀 就像黎阳那位家中原的赵家皇帝 一位年轻藩王 一位年轻皇帝 其实都是当之无愧的年轻 因为他们都差了好几年 才到儿立之年 可他耶律红才不一样了 他早已过了中原读书人 所谓成家立业的岁数 三十有五了 按照南朝移民的说法 中原有句俗语叫做 人生七十古来戏 他清楚啊 自己武学天赋平平 别说拓跋菩萨 红敬炎和剑气静 这些屈指可数的顶尖宗师 就连众坛李凤手 以及拓跋春笋 这些同龄人 他都远远不如 故而啊 此生必定无缘济身 二品小宗师境界 自然无法享受到那种 淬炼体魄后的炎年益寿 如此说来 半辈子可就这么没了 除了在那位皇帝陛下的授意下 娶了那名身世显厚的女子 与那位无论床上床下都无趣至极的女子 成了指手偕老之人 记得当时啊 十之八九的北亭权贵年轻子弟 都在等着看他这位太子殿下的笑容 等着他的枕边人呢 公然豢养面首 而那位在齐剑岳府 赢得二字词排名的太子妃 倒还算是安分守己 始终身居简出 既不曾学那些生性豪放的贵族女子 与雄鹰一般的草原男儿沾染不清 也没有去南朝西京那边 勾搭一些个春秋移民出身的士族俊艳 除此之外啊 似乎他耶律洪才 就再也没有一桩拿得出手的事迹了 堂堂一国储君 草原百万铁骑的未来公主 活到这个份上 何其悲哀 何其可怜呢 耶律洪才 情不自禁的脸色正宁起来 五指钻紧刀鞘 青筋爆炸 终于啊 那位年纪轻轻的黎阳一姓王 没有让他这位太子殿下失望 杀出了一条血路 身形站定 手持梁刀 虽然身陷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 可这位年轻藩王啊 依旧是神情自若 风姿拙然 大抵这便是世人所谓的那种 玉树临风了 耶律洪才发现自己心中的嫉妒是如此的浓烈 就像秋末广袤草原上的枯草 随手丢下一只火折子 那便是熊熊燃烧的光景 以往无影 即便他明知站在一里地外的年轻人 是将死之人是必死之人 也压抑不住这份心血 这位北蒙太子殿下 没来由想喝那种久闻其名的北梁绿衣酒了 真想当着这位黎阳天之骄子的面 肆意的痛饮一番 重目睽睽之下 甲昼鲜明的伊律洪才一甲马腹 充满灵性的汗血宝马轻轻向前踩出几步 人与马离开那杆大道遮蔽出来的阴影 这位北蒙太子哈哈大笑 好一个万人敌北梁王 若非你我是战场相逢 我定要与你把臂言欢 我耶律洪才会拿出草原最好的麻奶酒 与你徐凤年不醉不休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902回 北蒙中路攻城大军 又分三路 两条缝隙宽达六十余部 以供齐军驰骋传令或是增援 也便于军器间 后续攻城汽械通行 三路大军 分别以万余部族齐节为一座方阵 以一杆高四任的北蒙帅旗作为主心国 若是北蒙皇帝亲征 按律大道高达六任 这处战场之上 北蒙太子以监国身份担任统帅 那杆大配亦是高达六任 其余如慕容保顶赫连威武众神通 这些个权柄显赫的持杰令大将军 作为草原一等一的封江大吏 大军帅旗可用五任 接下来 十拳万副长和各大甲字军阵主将 则用四任高的帅旗 旗帜上是秀宜主将姓氏还是兵马赢号 北庭南朝两京对此从不限制 虽然最前排三座万人布阵 都遭受到数位中原宗师的阻截 但是大体上保持阵型继续向前推进 每一座布阵都有持大盾批重甲的精锐士族 作为开路先锋 这拨人呢 并不携带兵器 草原骑军 攻马赎安 骑射 冠决天下 早在大凤王朝 可就已经传遍中原 马背之上尚且如此 在阵中下马 持强弓布设 更是不容小觑 不过三座布军大阵中 攻守不多 各自仅有千余人 主力啊 还是那五千多功成不足 披挂轻质皮甲 手持轻巧圆盾 腰配一柄蟒刀 跟随一架架云梯 快速向前推进 必定在北莽既定 经略中 三万人身后那条 横贯战场的 大型湖线上 足足有 两千四百架 投石车的抛舍 加上两亿骑军 源源不断 对距北城城投 进行骑射压制 以及三座大阵之后 那清一色的 强弩不足 整整六千人 负责驱动 床子弩 大黄弩 和原臂弩 这些弩种 曾经都在中原战场上 大放异彩 在那场浩浩荡荡的 弘家北奔中 西年分别有家族子弟 在东越南唐两国 降作舰 担任主官的家族 便因为向北莽 进乡 制弩公义 被龙颜大悦的 北莽女帝 直接提拔为 南朝以字高门 迅速在众多 春秋移民家族中 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 三座方镇 皆配备有 数十栋楼车 每栋楼车 都能够藏有 弓手不足三百余人 如同一座 可以移动的 巍峨以朝 外照以巨大的 特制牛皮 火油难侵 便是北梁城头 那些威力 远胜南朝的 恐怖床祖弩 也不易 直接摧破楼车 一旦靠近城头 楼内的弓手 便能直接与守城 士族对射 同时架设横向 云梯 如同一座 浮空渡桥 配合城下士族 密密麻麻的 以赴攻城 和精锐赶死士 凭借定入城墙 床子弩箭矢的 攀岩而上 一正两骑 加上投石车 大弩车 以及两翼骑军的骑射 可谓防不胜防 只不过由于那十八人的 横空出事 导致战场竟然不是发生在那座 西北边陲雄城的北城墙 年轻藩王 一人当先凿开阵型 深入北莽大军腹地 身后白衣洛阳紧随其后 他虽然没有出手杀人 但让那位新凉王 没了后顾之忧 放开手脚 最终造就了徐凤年一人破甲两千的壮举 他以两袖青蛇 砸以一式剑气滚龙壁 刚气如油龙 在北莽大军一线直撞而去 大有万军从中 我来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相较徐凤年 惊天地气鬼神的强势出手 缓缓前行的桃花剑神邓太阿 显得相对安静许多 太阿剑出窍之后 游也不定 幽乎间璀璨现身 刹那间一隐而没 宛如雷霆大作的云雾之中 有焦楼 呕露正宁 张须怒事 在这位桃花剑神之前 先有徐凤年洛阳 一前一后长驱直入 又有灰山紫衣和珠袍徐英 先后闯入布阵 使得邓太阿身前的北莽布阵 早已凌乱不堪 而且几乎无人胆敢主动挑衅这位 早早就与拓跋菩萨打成平手的 中原武平大宗师 当初李纯刚生前 万里借鉴给邓太阿 那一战虽说不曾明确分出胜负 但在北莽江湖宗师眼中 况且纯粹就杀伤力而言 那邓太阿是当之无愧的人间第一人 当时就有人传言 兴许世上依旧有人能够境界高出邓太阿 但只要是生死之战 世上便绝对无人能够胜过他邓太阿 只多那是双方皆死的结局 如今邓太阿东海仿星归来 一向不曾配剑游历江湖的桃花剑神 又太阳打西边出来的玄佩长剑了 如此一来 谁敢在这位剑客面前造刺 邓太阿没有刻意斩杀北莽布阻 步伐不快 稳步向前 身边两侧远处的部族向南而去 邓太阿也视而不见 他更多是在凭借太阿剑寻觅拓拔菩萨的踪迹 形势与当初从北向南数千里追杀谢观应有些相似 只不过比起谢观应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呀 那位无论境界体魄战力都已是位于人间巅峰的北莽军神 显然并非如此 只是所谋甚大 故意避战而已 邓太阿不急不躁 偶尔环顾四周 心意所知 既是那抹剑气长红绽放之处 在邓太阿所在的那座北莽布阵 红紫两抹颜色 如入无人之境 肆意杀戮 朱袍徐英 身形灵动 喜好在北莽士族头顶飞掠 丝毫不介意成为靶子 每当面对大阵数百攻守的一轮轮传说 依稀只见一袭新红袍子在剑语之中 穿梭自如 轻巧 飞旋 煞是好看 每次都以滚动双袖裹鞋六七只剑矢 随着身躯旋转 立即还以颜色 剑矢 鸡舍而返 他也从不在乎转头 只当像是一场叠绕花丛的嬉戏 剑矢来来往往 竟是连他的衣角都不曾划破 倒是有不下七十名北莽弓手 被他以剑矢当场贯穿头颅或是胸膛 至于被殃及驰鱼的不足 更是多达两百余人 徐英契机虽然不以雄厚剑长 却尤为绵长 每次落脚处 要么是拔高身形 接连踩在树枝剑上 辗转腾挪如履平地 要么呀 就是悄悄下坠 蜻蜓点水地落在北莽部族的头顶 那一脚踩下呀 如顽劣志同赌气踩烂橘子 轻而易举便踩烂北莽蛮子的头颅 一个方阵部族眼见那抹星红 向他这边掠来 只能闭眼胡乱地批出一刀 根本不奢望能够砍中那位行踪鬼魅的女子 下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他不管如何使劲高高举起的战刀 都撇不下去了 这名士族四周的北莽蛮子 如见洪水猛兽 哗啦一下四下散开 只留下了这个暂时略显茫然的可怜虫 他睁眼之后惊愕地发现自己那柄战刀的刀尖之上 站着那一席猪袍 女子的绣花鞋呀 就踩在刀尖上纹丝不动俯看着他 他轻轻一点 那柄战刀刀饼瞬间捅入主人胸口 透体而出 他则借视后仰 堪堪躲过树枝向他面目射来的见识 原本头朝地的猪袍徐英在坠地之前挥动双袖 双脚飘落在地面 尚未踩踏出些许尘土便一冲向前 抬手从袖管中露出一截白皙如藕的手臂 一掌按在一名北蒙假式的额头 后者如断线风筝倒飞出去十数步 身后三名不足被巨大的冲劲撞的胸口粉碎 同样倒闭当场 徐英这次没有躲避一只平舍而来的迅速箭矢 那张欢喜脸庞露出笑意 只见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抵住剑尖 箭矢速度不减分毫 却没有如愿的定入这名女子的脖子 徐英身形快如奔雷 一路倒立而去 一直等那只箭矢自己的尽到倾斜为止 他这才身形站定 翻动手腕 轻轻握住那只本该坠向地面的箭矢 他展颜一笑 举目望向那名射出此箭的弓手 虽然那名北莽士族装束与普通弓手无异 但是明显在武道意图已经登堂入尸 正与猪袍徐英对视的古怪弓手神情冷漠 原本他伸手绕至尖后的箭囊啊 又抽出了一只羽箭 大概是发现强攻不射 对于一位宗师而言仍是太过不疼不养 便收回手抽出了腰间斩刀 当他做出这个举动 四周同样有十数名弓手 弃攻抽刀 徐英笑眯眯的伸出一根手指 慢悠悠的朝内明士族勾了勾 此人属于南朝边军的百战瑞士 无论齐战公社还是部战都极为精湛 是被北莽视为千金之族的骁勇之辈 这种汉族啊 哪怕在草原北庭投军入伍 依附那些权贵大西涕 绝对会被任何一名千夫长视为真榜 他们一般都是十人一队 潜伏在攻城部族之中 伺机而动 不仅仅熟人捉对厮杀 更擅长小规模节阵对地 这种平时分散各军 只在战时归属主帅统辖的南朝隐秘编族 人数要远远稀少于针对中原雄城大镇的那两万步把族 不足四千人而已 所以一直被西京庙堂大佬们沾沾自喜的赞誉为 南朝边关的窃学军 这种号称战力足可媲美梁州北马游弩手的南朝汉族 此时在每座万人布阵隐藏百余人 故而仅有一名百夫长 很不凑巧啊 被猪袍徐英挑衅的那一位 恰好就是那位百夫长 这名百夫长死死的盯住那席星红袍子 他稍稍犹豫便下定决心 举起左臂握紧拳头 然后以左拳击右掌数次 在他摆出这个手势之后 除了那十余名护从士族 七余九队隐藏在布阵各处的南朝瑞士 也都很快得到紧急谍报 迅速向此地聚集 试图围剿徐英 察觉到异象的徐英啊 跃跃欲试 乃着性子安静等待 如果说猪袍徐英更像是孩子心性似的玩耍 根本就没什么杂念心子 那么轩辕清风的杀心之众杀人之胜 恐怕在整座巨北城的广袤战场之上 也就只有这位连破两千铁甲的年轻藩王 能够胜出一筹 大雪平轩辕清风 横冲直撞 简直就是跋扈至极 不同于徐英 漫无目的的四处逛的 只需要大致保持向前即可 这位大雪平江湖盟主啊 一开始选择的目标极其明确 体型庞大的楼车 明摆着是谁在他的视野之中最为碍眼呢 他就拆了谁 诺大一个浩浩泱泱的黎阳王朝 最不讲理的女子 名服其实啊 第一架楼车 被这一席紫衣以转而断 如同腰斩 穿过那架楼车之后 轩辕清风身形转折直扑第二架 当他撕开牛皮后 钻入其中不断有尸体四散飞出 最终当他出现在视野开阔的顶层望楼之上 车内三百士族无一存活 他有意无意的远眺了一眼北莽大军腹地的战况 然后一脚重重踩塌而下 在他掠出楼车的同时 脚下那架出自南朝军器兼之手的坚固楼车 轰然倒塌 第三架楼车运气好点 被轩辕清风一掌拍在那张巨浮牛皮上 那股磅礴气机竟是震荡着整座楼车摇摇欲坠 一袭子一载入望楼 六七名北莽士族根本来不及出手 就被轩辕清风骤然间绽放出来的佩然气机 冲击的壮烂围栏 尚未坠地就已在空中蹊跷流血而往 轩辕清风回望一眼巨北城勒鼓台 看见那抹雪白之色 他有些愣愣出神 脚下这栋楼车 在先前那股气机余韵的牵扯之下 依然摇摇晃晃 不过就在此时啊 来自侧面楼车瞭望台上的树枝箭矢 打断了这位灰山紫衣的思绪 他皱紧眉头根本没转头 只是随意挥袖子 箭矢便沿着来时轨迹倒飞回下 速度快之肉眼不可见的四只羽箭 瞬间刺透了四名弓手的心口 杀人之后 轩辕清风显然油然不解恨 隐藏在裙摆之下的脚踝轻领 整座楼车彻底倾斜倒向右侧那架 轩辕清风不再去管两架轰然撞在一起的悲惨楼车 因为他发现呢 北莽方面终于按捺不住了 除了两只气势雄壮兵甲鲜明的经济 分别驰援左右两翼 各自杀相于新郎楼荒和韦淼柴青山 这四位中原宗师 在大军的腹部中央动静也不小 而且截杀对象就包含他轩辕清风在内 除了一支支人数在千人左右的骑军 在离开原先大营驻地后 沿着两条布阵廊道缝隙向南方策马冲锋 还有一波波不劈甲轴紧配刀妇弩的黑人 蠢蠢而动 行动掩蔽 并不出现在宽阔的两条廊道上 而是在布阵狭窄缝隙中低头弯腰快速推进 更有那来自原本位于北莽大军后方的人物 那衬手兵器是五花八门 装术也大不相同 并无携带任何北莽边军制式器械 应该是请朝出动 然后被北莽朝廷收拢在南征大军里的 北莽江湖高手 这些年在北莽江湖呼风唤雨的宗师 下场都颇为凄凉 尤其是那次大规模入境 袭杀北梁边军主将 折损厉害 道德宗 齐间岳府 提兵山公主坟 四大宗门都可谓是伤筋动骨 尤其是那公主坟和提兵山 若非北莽依旧扶持 搁在与朝廷关系相对疏远的黎阳江湖啊 失去了定海神针和中坚力量 早就可以除名了 不是被闻到腥味的其他江湖势力 联手瓜分殆尽 就是被莫名其妙的仇家落井下石 齐间岳府也不好受 此排名是庚陋子的洪敬炎战子 此排名山剑青的黄宝庄 或者说是白衣洛阳脱离齐间岳府 岳府府主也与那波偷偷进入北梁关内的北莽宗师 一起沦为客死他乡 除了太平令和此排名为韩姑的太子妃 勉强支撑台面 齐间岳府这座根深蒂固的宗门 也许就要向轩辕清风脚下的楼车 如出一辙 稍稍用力那么一踩 两百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底蕴 就会转瞬间大树倒 胡孙散了 轩辕清风眼见那跟脚迥异的三群人 很奇怪的只是埋着头南下 倒是对于县镇极深的年轻藩王和白洛阳选择视而不见 这让轩辕清风没来由感觉到不痛快 越发的气态森寒 他连续捣乱一架架楼车 然后眼角余光 瞥见一只千人骑军南下临近之际 紫衣横掠而去 为首一名骑将被轩辕清风一巴掌拍在头盔上 整个人横飞出去的途中 尸体怦然碎裂 无形中揪战雀巢的轩辕清风 傲然站立在那匹依旧撒腿狂奔的战马背脊之上 他居高临下与那些骑足相对而视 雪中汗刀行作者烽火器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903回 这支骑军呢 正是橘子舟持杰令 耗费无数心血打造出来的精锐 大名鼎鼎的东雷经纪 也是将北梁关外左骑军 拖入泥潭的罪魁祸首 轩辕清风不知道谁是左骑军 第一副帅陆大远 不知道什么是明东南朝的东雷经纪 他甚至只是低头瞥了眼那些 微微错愕的东雷骑足 便抬高视线 望向一对人数不过七八十的 小规模骑军 有相貌堂堂的白衣剑客 有在马背上衣衣飘飘的彩衣女子 有闭目养神 身体跟随马背起伏的年迈老者 无一例外 都是氧气有成的江湖众人 暂时群龙无首的东雷铁骑 没有军心大乱 最靠近轩辕清风的那名骑将 凶狠的抬起铁枪 刺向这袭紫衣的腹部 轩辕清风没有与这支千人骑军 过多纠缠 脚尖一点 身形拔高些许 刚好躲过那根铁枪 然后他落在枪身之上下滑而去 不等那名骑将做出应对 猛然抬头用脚背就踹在那人的脸上 骑将整颗头颅就那么碰射而去 这惨绝人寰的一幕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只不过轩辕清风点到极止 任由这只遭受羞辱的东雷骑军继续向南 他身形高高飘荡而起 潇洒的落在东雷骑军和那只小队江湖高手之间的空地上 轩辕清风悠然前行 那身形步伐呀 说不清道不明的血液风流 如一位单亲国手笔下的水墨长卷 在轩辕清风大杀四方之后 始终没有如何大动作的徐衍兵 突然对邓太阿的背影说道 防止拓跋菩萨趁火打劫一事 恐怕就要交付先生了 邓太阿没有转身 洒然笑道 邓某必不让徐兄失望 徐衍兵斜铁着那杆听朝阁 珍藏多年的金铁大枪歌仙 面对桃花剑神的千金一诺 这位北梁半步武圣 并无任何感激言语 只是抱拳离君 徐衍兵转身大步走向 一直没动静的吃剑老祖宗 沉声道 侧应王爷返程一事 烦劳随老前辈 随邪谷斜撇了一眼 这位昔年枪仙王秀的师弟 对于徐衍兵的请求 老人不置可否 徐衍兵也没有强人所难 前去支援吴家剑种 那对年纪轻轻的剑冠剑士 武当大真人于兴锐 已经动身去增援毛书朗 齐六安那两位南疆宗师 吴六鼎和剑士翠花 仍是只有他们二人 面对一整座万人布阵 虽然尚未陷入必死之地 但已是陷入重重铁甲包围之中 尤其是不知为何 那名剑术卓绝的女子剑士 哪怕眼睁睁看着剑种的当代剑冠 多次气息衰竭 显向桓生他的那柄肃王剑始终不曾出窍杀敌 似乎不愿主动帮助吴六鼎分担压力 加上年纪轻轻的剑冠 当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只顾埋头凿阵一网无钱 一副老子恨不得直接杀到北莽太子大盗之下的架势 相比之下 天下屈指可数的刀法宗师毛书朗 与龙公克卿齐六安就更为稳重 甚至还能够极大的牵制住 整座工程方阵的推进速度 当代武当长教李玉甫的师傅于兴锐 之所以选择支援毛书朗齐六安 也在情理之中 一来能够更大程度组织北莽工程步伐 二来那名年轻剑冠太过貌视激进 于兴锐想拦都拦不住 也不好去拦 终究无家见种 哭见世那些不近人情的条条框框 于兴锐啊早有耳闻 即便作为慈祥长者和武林前辈 就算心存侧隐 可真要让老人出手 却是十分棘手 怕就怕解围不成 还会化蛇添足 帮了道吗 大阵之中啊 无家见种的年轻剑冠视线 被汗水模糊 他手持两柄随手夺来的战刀 刚刚击退百余名北莽甲氏的秘籍刀阵 对于吴六鼎这种境界的剑客来说 自己手中持有何种兵器都已经无关重要 他趁机啊大口喘气 甩了甩脑袋抬起袖子 胡乱的擦了擦汗水 望着前方年轻人咧嘴一笑 所谓的高手之争在一气之争 自然是武道治理 只不过那是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势之下 容不得毫厘之差 只能资诛必较 但是到了沙场滋杀就没这般讲究了 就像不管北莽部族攻守的交替公事 如何的衔接紧密 终究没办法做到 让年轻见惯喘息唤气的机会都没有 但这同样不意味着 吴六鼎就水到渠成的 一跃成了传说中的沙场万人敌 因为一名武道宗师 契机深浅多寡 终归有定数 除去陆地神仙不说 即便是能够与天地共鸣的天象敬高手 契机也不是当真就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每一次换契 只是一次重新叙事而已 体内契机损耗的速度 绝对会远远超过补充的速度 尤其是比较王先知拓跋菩萨 或是早星灰山老祖宗 轩辕大盘之流的纯粹武夫 剑士无论偏重剑意还是剑术 不管有没有继身一品净剑 体魄难免不如前者那么牢固 故而隶属五百年之江湖 紧接最快之人 往往都是那些天赋秉义的 不适出之天才建口 前有春秋剑甲李春刚 如今又有太白剑宗的哲仙人陈天元 反观王先知 轩辕大盘等人 虽然最终成就都很高 战力更是堪称恐怖 但五道攀登的速度 明显更为致幻 自古便有沙场之上 从无万人敌的说法 为何独独北梁徐龙象 有望打破先例啊 当然不是徐龙象的境界有多高 而只在于他天生金刚径 战场之中 容得一位面对千军万马的 五道宗师换气再换气 但是随着体内蕴含气机 越来越少 只要大军兵力足够 自然而然就能耗死 那名契机枯竭的宗师 这个粗浅道理 天赋之高 根骨之好 皆冠绝无家见种的年轻人 他当然懂 但他仍是执意要 独自向前破阵 吴六鼎弯下腰 他背对那位 一同闯荡江湖的女子见识 重重的吐出一口浊气 神色有些伤感 翠花啊 我想这辈子呀 都比不上那个姓徐的家伙了 他估计啊 都一路煞到北盟大盗了吧 我这才到哪儿啊 差了十万八千里 翠花 嗡了一声 没有任何安慰言语 吴六鼎叹了口气 真是气死人呐 记得那次啊 在相反城外的芦苇荡 唯一只手就能撂翻 气巴个 气巴十个北梁使子殿下 剑是翠花 嘴角翘起 眼神温柔 应该是的 吴六鼎默然无言 握紧双刀 突然年轻剑冠 察觉到一只手掌 轻轻的按在自己脑袋上 男人的头 女人的腰 怎么能摸呢 只不过 吴六鼎 不在意 给任何人印象 都是安静平和不惹眼的女子 剑士 揉了揉 吴六鼎的脑袋 睁眼望向远方 他揉声说 虽然 我一直很奇怪 你为何偏偏 要跟那位年轻藩王较劲 但不管如何 既然 你愿意认输了 吴六鼎眼神坚毅 使劲摇头 不认输 剑是翠花收回手 抬起手臂 握住背后 锁付肃王的剑柄 其实 有件事 我一直瞒着你没说 吴六鼎猛然转过头 满脸悲苦 翠花 别说 别说 万一你跟我说 你偷偷喜欢那姓虚的 我上哪儿哭去 女子剑士 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然后 缓缓地拔出那柄肃王剑 与他擦肩 而过后 轻轻地撂下了一句 我大概 已经是陆地剑仙了 吴六鼎 瞠目结舌 大阵之外 徐衍兵并没有急于破阵 面对那座节阵推进的后世部阵 徐衍兵做出一个谁都没料到的举动 作为枪仙王秀的师弟 这位在黎阳江湖始终少有被提及的武道宗师 猛然将手中铁枪插入大地 徐衍兵向前踏出一步 身后右侧便是内杆铁枪 似乎这个男人 是想告诉那座万人不振 我北梁徐衍兵在此 北莽便无人能过长枪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十八位出城宗师最后方 是那位来自西蜀的木芒女情师薛颂关 但恰恰是这位看似距离战场最远的年轻女子 承受的压力最为沉重 北莽一波波扑洒向去北城的剑雨 都被她和寄身大天象境界的成白霜 联手阻拦下来 甚至连那两千多架投石车的工程大石 那些其中最巨者几乎无一例外 都被这位仅仅是止玄境的女情师 一一当空粉碎 那种上百拽手驾驭的大型投石车 抛制出来的巨石声如震雷无坚不摧 入地可深陷七尺 竟然被这么一个看上去腰枝千细身躯娇柔的女子 如春风话语般悄无声息 浇灭了那股气愿 薛宋官已经改为盘腿而坐 那架古琴就搁在双腿之上 四根琴弦已断 第一根琴弦是被她勾断 之后三根分别是破断 脑断 斧断 木芒女琴师低头 双手食指轻微颤抖 琴身之上 滴落点点滴滴的腥红鲜血 她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虽然她是杀手出身 不安兵家战士 但是在工程部族赶到城下之前 北芒每多抛射出一波 原本是帮助部族用以压制城头的剑羽 就等于让距北城的北梁边军少死一些人 薛宋官缓缓抬起头来 有些疑惑的妄想 不知何时来到自己身边的年迈如是 他知道他姓程明白霜 是旧南唐的读书人 也是南疆的武道宗师 老人神色和蔼道 薛姑娘 你还年轻 不用这般拼命 先前你出手尾时太快 且老夫担心打乱你的契机 竟是无从下手去阻拦你 接下来就换由老夫来出力 换姑娘 你一旁茶漏不缺 如何呀 木芒女琴师轻轻摇头 异常坚定 老人对此并不觉得奇怪 一边挥袖 以浩然气砸碎头顶一颗颗巨石 一边仍然和颜月色的劝说道 薛姑娘 老夫年长你两倍 那就容老夫 以老卖老 说些个大道理 老夫不知你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不知是为谁 但既然老夫 与你这小闺女并肩作战了 就没有女子掀死的道理 此事不合理 也不合理 对不对啊 女子婉约一笑 似乎是想起了苏叔身边那位同样喜欢讲道理的老夫子 有些读书人 好像无论年长年少都有些天真可爱 他还记得早年苏叔与赵老夫子争执 苏叔一口气之下口无遮拦 质问老人为何当年没有殉国 不曾想老夫子理直气壮的答复苏叔 读书人本就该在庙堂上为君王运筹帷幄 那种鞠躬尽瘁才是天经地义 沙场厮杀从来是武夫之责死也死得其所 若说我赵定秀一记书生怕死于沙场又有何过错 苏叔顿时呲牙咧嘴无言以对 赵老夫子双手附后悠哉悠哉的离去 只是老人的背影有些萧索罢了 程白霜笑呵呵的打趣 薛姑娘 如你这般内秀的西汉女子怎能不嫁人呢 岂不是要让世间某位男子少了那份天大幸运 老夫我呀也就是年纪大了 若是年轻个三四十岁 定要做家师协名篇赠予你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嘛 薛颂官脸色难言 程白霜收敛神色 接下来就让只能算半个读书人的老家伙多出些气力 薛姑娘如何呀 薛颂官不知如何做的 年迈如是成白霜 深呼细口气 儒家先贤有言 虽千万人武王已正合此景 骤然间天地起异象 一道粗如山峰的光柱 从天而降 彻底覆盖住北莽大道之前那片方圆一里的大地 就像是一条从九天之上垂落倾泻人间的雪白瀑布 那一刻 拓跋菩萨终于现身 就站在距离邓太阿那边飞进不过数掌的地方 这位北莽军神眼神冰冷的望向桃花见神 我之所以来此 不过是诱饵罢了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出手截杀徐凤年 自有天道镇压 邓太阿面容显得肃穆凝重 远眺那道从天下持续不断冲击大地的光柱 蕴含着一股股人间绝对不存在的无上威严 邓太阿陷入沉思 拓跋菩萨冷笑 邓太阿 要不然你我借此机会分出胜负生死 邓太阿缓缓收回视线 终于开始正视拓跋菩萨 先是摇头讥讽孝道 轮不到我 拓跋菩萨随即转头望去 尘土飞扬的北莽大道之前 隐隐约约从远处望去 光柱于地面之间 好像出现一条黑线 天道镇压之下 有人直腰而起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零四回 话说北莽太子耶律洪才 略震而出 他大笑一声 好一个万人敌北梁王 若非你我在战场相逢 我定要与你把壁言换 我会拿出草原最好的麻奶酒 与你徐凤年不醉不休 北莽太子身后 是铁甲重重的数万妾学君 距离耶律洪才 最近的那两千精锐侍卫护记 清晰的听到这番言语之后 大多面露异色 显然没料到 这位名声不佳的太子殿下 能够如此气势雄壮 所以望向那句金甲背影的视线 都收敛了几分 原先人人连掩饰都不屑的小觑轻视 毕竟草原窃学君 比起黎阳王朝内支 被历代肇事君主誉为 天子重甲的御林君 更为地位超然 皆是甲乙两字大族出身 当然这也与南朝高于华族相对稀少 而北亭大姓众多有关 在南朝移民扎堆的西京庙堂 只要是北莽清定品谱前列的甲乙两族子弟 别说嫡系 就是稍有才识的庞之成员 往往就能够稳居一席之地 意识不乏 丙丁出身的人士担任西京要远 反观北亭 无论是中书朝堂义政 还是王丈的化辉义士 几乎完全看不到甲乙之外的面孔 与北莽太子姓名谐音的三朝顾命老臣 耶律洪才 之所以在女帝篡位登基后 依然在一场场腥风血雨中屹立不倒 究其根本呢 就在于这位每次化辉义士 不是在眯眼打盹 就是在神游万里的糟老头子 掌握了将近半数窃薛君的人心 当初号称外戚第一人的慕容宝鼎 本该顺势执掌粮草种地和战马来源的宝瓶种 最后却只能灰溜溜的去往十三州中 最下等行列的橘子州 无疑是耶律洪才 与一大波老窃薛的暗中发力 董卓得以在南朝迅速脱颖而出 最终同时啊 手握军政大权 早年那场救国之功 当然不可或缺 可是迎娶那名耶律姓的女子 更是关键所在 皇帝陛下格外器重董卓 不断破格提拔此人 何尝不是希望一定程度上 以此舒缓慕容耶律两大姓氏的激烈冲突啊 要知道草原四百年来 雄才辈出 一直便是得窃薛君者得草原呢 就北院大王徐怀南生前最大的功劳 便是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中 请力辅佐当今女帝陛下 打破了这项铁律 帮助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女子 在尚且掌握半数窃薛君的前提下 不但成功坐上那张龙椅 还出人意料的坐稳了龙椅 面对北莽太子殿下的豪言壮语 站在空地边缘上的北梁年轻藩王 无动于衷 既没有说些英雄惺惺相惜的言语 也没有趁势一鼓作气前冲 始终与耶律红才相聚一礼地 明明已经连破两千北莽铁甲 却在无人阻拦之时 选择了暗兵不动 这让年轻藩王身后的北莽步军 和北莽太子身后的窃薛君 双方都感觉到莫名其妙 难道是总算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了吗 耶律红才没有继续策马向前 只是提起那柄北莽开国皇帝 传承下来的匕首 指向自己的脖子他大声笑问 徐凤妍 我这颗向上头颅 可有本事取走 当今天下 有几人能够当面询问一位武平大宗师 能否在近乎咫尺之间的距离外 取走自己的头颅啊 故尔那位胆大包天的北莽太子 四周兵马 无论步军还是齐军 听闻此言后顿时热血沸腾 恨不得愤然杀向那名气焰嚣张的北莲王 只可惜那位新梁王仍是不为所动 像是有了窃战退缩之意了 高坐马背之上的耶律红才 嘴角勾起 眼神玩味 这座方圆一礼的空地 在井然有序的北莽大军中 突兀而扎眼 尤其偏偏位于北莽大道之前 就是瞎子也知道暗藏玄机 相信以徐凤年的枭雄心性和宗师修为 只要不是失心疯或者是极端自负 就绝对不会轻易涉险 耶律红才也不觉得三言两语的激将法 就能够成功的引诱 作为北梁三十万铁骑主心骨的徐凤年 主动走入圈套 只不过有些事啊 有些人不得不做 很简单 耶律红才心知肚明 为何自己能够突然监国呀 为何能够一夜之间 手握四十万大军的兵权 挥师南下直扑巨北城啊 难道是那位皇帝陛下冷血了一辈子 突然菩萨心肠大发慈悲了 终于决定要将这草原交到自己手上 要以一座巨北城的战功 为他仅剩的亲生骨肉铺路 当然不是 他从不讲究什么虎毒不食字 恰恰相反 他之所以将自己扶上南征主帅的座位 只是把自己当作天底下最大的诱饵罢了 要用四十万大军的兵临城下来逼迫姓徐的年轻人主动出城 同时还会让那位徐霄的敌长子 自觉着有希望秦贼先秦王 所以他作为太子殿下 得个秦职的诱饵啊 比如好歹让他在昨夜事先知晓了那番惊世骇俗的谋划 比如他也觉得自己稳操胜 叶绿红才这一刻懒得去看那位保持谨慎的年轻藩王 而是抬头远望巨北城 嘖嘖称奇 事先没料到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中原宗师赶赴梁州关外战场 否则此刻这草原大军早已开始以赴登城了吧 但这也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将近二十位中原最顶尖的武道宗师 陆续战死在一座西北巨北城外 惨死在自己麾下铁骑的碾压之下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 都将记在他耶律红才的头上 西蜀建皇死于徐家铁骑的马蹄下 虽死犹荣 春秋战事都结束了二十来年 中原朝野上下不依然是对此亲亲乐道吗 既说西蜀建皇之壮烈 且说徐家铁骑之残忍 是想徐霄率军纵横中原二十余年 打下了无数场荡气回肠的战事 为何平定西蜀那般顺畅 被市井项梦提及的次数啊 却能够直追西蕾壁之战和井河之意 显而易见 正是西蜀建皇凭借一人之力的雪中送炭 那当下呢 包括他北梁王徐凤年在内 距北城外的战场上足有十八人之多 十八位明洞中原的武道宗师啊 一律红才收回世界 缓缓抽出匕首 阳光照射之下 出窍的那截匕首 熠熠生辉 这位北莽太子殿下低头望去 眯眼凝视着光滑如镜的刀身 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 此意过后 应该在这把匕首上转刻四字 天命所归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望向那片空地 不知为何 有几分如是重负的身色 他不怕这个陷阱出现在此处 只怕安置在淮阳关附近 怕诱尔不是这位心比天高的北莽太子 而是那位面对董卓大军的北梁督户 楚露山呢 徐凤年握紧手中梁刀 刹那间一闪而逝 邓茂早已从囊中 拿出那只长不过三尺的断毛 在年轻藩王身形消失的同时 一步跨出树掌 不是笔直向前 而是落在靠左的侧面 下一刻呀 邓茂倒滑出去七八步 持毛手臂整只绣管都迸射出腥红鲜血 梁刀与断毛的撞击之下 荡起一阵肉眼可见的气急连椅 如竖起的镜面 巨大冲击之下 邓茂身后附近的大道不仅烈烈作响 连均韧至极的旗杆都向后弯曲出一个惊人的糊涂 耶律红才如果不是身前有邓茂挡住绝大部分气急 再加上二字词排名夺魁的韩姑 不知何时下马横溅于前 恐怕这位体魄寻常的太子殿下呀 就要当场死于非命 眼神坚毅的邓茂凝视前方 年轻藩王被击退后 恰好站在空地边缘的那条弧线上 相比邓茂肌肉崩裂的满臂鲜血 徐凤年只是轻轻的抖腕挥刀 随手卸去了残余的尽力 显然要更为游刃有余 远处那席白衣高声提醒 要小心邓茂气毛之时 徐凤年皱了皱眉 被揭穿老底的邓茂 没有恼羞成怒 只是咧嘴一笑不以为意 对于第一次交手的断毛邓茂 徐凤年没有过多关注 不是自负而是自信 邓茂与洪敬炎的舞蹈修为比较接近 甚至还要低于龙眼平原的洪敬炎 毕竟那位齐剑岳父耕露子 当时有所感悟 即将突破门槛 跨入天人境界 只不过徐凤年没有给 洪敬炎稳固境界的机会而已 否则呀 北莽必然要多出一位陆地神仙来 徐凤年没来由想起了陆地神仙四字 心情有些沉重 他看似随意的打量四周的同时啊 心思急转 天下江湖迎来千年不遇的大年份 这已是世人公认的事实 而黎阳江湖的气象远胜北莽 就连北莽女帝都曾在庙堂上公然挑明过 无论是一品金刚 只旋天象三敬五福的人数 在黄龙世将春秋八国残余气数转入江湖之后啊 好似拔苗助长的黎阳武林 便开始远远超过北莽 哪怕是陆地神仙 黎阳一样明显多于北莽 北莽即便加上之前飞升的麒麟宗大真人 袁青山 即便将从未表露出实力的 齐奸岳父太平令 视为陆地神仙 你即使如此 二十年北莽江湖 陆地神仙的人数 仍旧是屈指可数啊 如今更是只有拓跋菩萨和呼咽大官两人而已 但是黎阳江湖啊 却好似郁郁葱葱 大目参天 其中已经不在人世之人 有王先知 洪喜相 李纯刚 曹长青 黄三甲 连昧飞升的龙虎山父子真人 修孤隐的赵皇朝 两禅寺的龙树圣僧 灰山轩辕尘 在江湖上惊鸿一瞥的高树路 刘松涛等等等等 更不要说还有那位隐居在上阴学宫的儒家初代圣人 再加上仍然在人世的这拨人 徐凤年 桃花剑神邓太阿 陈之鲍 泰安城那位与国同龄的宦官 白衣僧人李当心 还有观音宗的澹台平静 何况徐远兵顾剑堂 轩辕清风和吴剑成白霜等人 距离陆地神仙境界也只有一线之隔呀 虽说这与北莽江湖不曾获得春秋气韵有关 但是双方一品顶尖宗师如此悬殊 仍显得太过不合情理呀 尤其是陆地神仙的人数差距 几乎差了一双手 更显得古怪至极 按照徐凤年和武当年轻长教李玉甫的推演 北莽江湖绝不至于如此毫无生气 二十年中啊 至少也应该多出个四到六位的陆地神仙 如道士各占一人 纯粹五人将会出现一到两位陆地神仙 某人成功继身陆地神仙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哪怕徐凤年与拓跋菩萨在西域转战千里 或是在刘州关外斩杀象征北莽国座气韵的黑龙 依旧没有横空出世的陆地神仙出手阻拦 这就像是北莽有人呢 在刻意的压制江湖气数 可不管如何 北莽本该在这二十年里大放光彩的那三四位陆地神仙 或者说本该属于这一小撮人的气数 到底去了哪啊 徐凤年并非不知道 北莽是在以太子殿下耶律洪才作为诱饵 诱使自己去做那取上将首级的壮举 事实上徐凤年对于斩杀耶律洪才兴趣不大 一旦老妇人病死或者暴毙 那么耶律洪才的存在呀 非但不会改变北莽群龙无首的混乱格局 反而会加剧内乱 最少他的出现成了那位耶律洪才和耶律东床 这对爷孙身前的拦路石 耶律姓氏想要重获祖辈荣光 就需要先进行一场内讧 才有资格统一宗室势力 去跟代表藩镇割据的大将董卓 外企领袖慕容宝鼎和其他各个草原大西涕的势力进行厮杀 何况耶律洪才在之前还通过那位享誉草原的郡主 率先向清凉山进行了秘密试探 所以徐凤年再次面对耶律洪才的挑衅 依旧不动声色 徐凤年确定自己脚边必然就是陷阱 所以方才向前突进 徐凤年没有笔直向前 而是沿着一条弧线去往断毛邓茂阻拦的地点 而这个陷阱的危险程度啊 那就与那位北蒙太子殿下受器重程度有着直接关心了 这也需要徐凤年去权衡 归根结底 徐凤年真正想杀的呀 是拓跋菩萨 如今的拓跋菩萨呀 拥有那种近乎王先之武道巅峰高度的人间无敌 这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除非是两位武平大宗师联手 才能勉强阻挡拓跋菩萨想杀之人 为何当时徐凤年没有去敦煌城 又为何忽咽大官阻止他赶赴北马 很简单 只是因为拓跋菩萨 现在摆在徐凤年眼前的格局呀 有两件事必须要做成 拓跋成不能失手 拓跋菩萨即便不被击杀 也绝对不可以继续拥有那份静静 至于耶律洪才之流 根本不值一提 雪中汉刀情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905回 若说率领那些中原宗师 一起千里奔袭 去暗杀北蒙老妇人 岂不说那些宗师是否愿意 事实上也绝不可行 一方面 当时齐剑岳府府主 公主分小念头和铁木迭二 一大波北蒙宗师渗入幽州边境 却惨遭截杀 最终全军覆灭 这就是个绝佳例子 以当今拓跋菩萨的无暇天人境界 十八人齐聚的雄厚气势 宛如黑夜中的屋内烛火 北蒙大可以守株带通 派遣数十只万人规模的精锐清迹 四季而动 以拓跋菩萨领衔的一大波武道宗师 作为祖劫先锋 到时候恐怕连西京都走不到 便只有徐凤年和邓太阿两个人能够退回来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 北蒙四十万大军压境 拒北城一丢 北蒙铁骑就几乎成了无根之木 无缘之水 北梁失去了最后的关外大门 不只是北梁三州 整个中原的西北边关 都陷入门户大开的险峻形势 徐凤年和那些宗师的千里细沙 哪怕穿过拓跋菩萨和北蒙铁骑的重重包围 又如何去精准找出 选择决意隐藏身份的北蒙老妇人呢 要知道他不但不是陆地神仙 连一品境界武夫都不是 使得徐凤年无法凭借武人契机来判断方位 而绝对不能失守的拒北城这边 年轻藩王徐凤年属于退无可退 徐凤年不能退 其余的十七位宗师不愿退 才为这徐凤年和拒北城 艰辛赢得当下的格局 武帝城于新郎楼荒 南兆维渺 冬月剑池柴青山 拼死组织北蒙两翼骑军队 聚北城城头的骑射 吴家剑种吴六鼎和剑士翠花 以及两人身后的徐衍兵 南疆毛书朗和龙公齐六安 加上增援两人的武当真人于兴锐 这两拨人死守阵地是为了最大程度拖延北莽工程步军赶到拒北城城下的步伐 后方程白霜与薛颂关 两人则是竭力阻拦北莽工弩方阵和两千多架投石车对拒北城的攻势 北莽不缺战马 不缺骑军 号称骑射甲天下 只缺擅长攻城的步军 徐凤年和白衣洛阳身后的那些中原宗师 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 用命去换取北莽步军的最大消耗 显然 北莽也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很快就调动了慕容宝鼎和仲良的司机 调动了一支支精锐和诸王死士 以及果断请朝出动的北莽江湖势力 用我们整座北莽的江湖来换你们十数人的江湖 若是北莽江湖仍是不够看 那就再加上我草原铁骑 许多北莽将士都认出了那一席白衣的身份 人人心情复杂 毕竟这位被誉为北莽魔道第一人的宗师 在推崇武力的北莽朝野上下 都乐意将其视为桀骜不驯的英雄人物 只是呼咽大官始终不曾露面 这位大魔头啊 更是以中原宗师的身份 选择站在了敌方阵营 这让附近的北莽骑军感到有些无奈 却也没有急于向凶名赫赫的洛阳拔刀相向 徐凤年的临阵犹豫不决 没有当机立断击杀北莽太子 让断毛邓茂心中有些惋惜 邓茂很想开口对那个年轻人说一句 说徐凤年啊 你本可以死得更加壮烈一些的呀 在邓茂眼中啊 这种与武平大宗师以及北梁王双重身份不符的谨小慎微 不过是赢得在人世多活片刻光阴的机会而已 或者说让李密碧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 洛阳始终安安静静的站在徐凤年身后两百步之外 他的视野中啊 突然出现了一名面不富甲的年轻骑士 从耶律洪才身后的窃削军中一起突阵而出 越过内杆大道和北莽太子殿下之后 放缓马蹄居高临下俯瞰年轻藩王徐凤年 他抬起手臂缓缓摘掉面甲 平淡无奇的相貌却拥有一双诡诀奇特的金色眼眸 徐凤年眼角于光中 随着这名年轻骑士的突掠阵 圆形空地开始潮水般后撤 最终又有七八位北莽骑族水落石出 停马于原地 原本站在湖县之上的徐凤年 瞬间落于一座更大的圆形空地之中 眼眸流动金黄色彩的年轻骑士 他沙哑的开口 姓徐的终于又见面了 徐凤年笑问 一节柳李凤少 年轻骑士扯了扯嘴角 宁笑了一声 好眼光 曾经在中原腹地 这位绰号一节柳的天才刺客 与朱网头目老鹅 以及北满皇亲国戚慕容龙水 一起追杀过呵呵姑娘 其余两人呢都成功逃离 唯独李凤首被当时还是世子殿下的徐凤年拦腰斩断 照理说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呀 这位传言是李密碧私生子的年轻骑士 死死的盯住年轻藩王 你们黎阳泰安城 有一座大阵 专门用来对付陆地神仙 我们大莽 是建立在马背上的王朝 既然如此 相信你徐凤年此时此刻 也意识到 在你继身陆地神仙境界之后 北满为了针对你 不得不造就了这座看似不起眼的秘密大阵 不过我很奇怪 你为什么还不跑 等死吗 徐凤年转头望向洛阳 后者没有任何犹豫 身形倒略而去 一劫流里凤首身体微微前倾 斜撇了一眼 那位曾经震动草原的魔头魁首 眼神中充满惋惜 不过很快就释然 留下这位坐镇中原西北边关的年轻藩王 成功拔掉这颗该死的钉子 也算没有浪费这等天大的手笔 刹那之间 一节柳的身影消失于马背 与此同时根本没有任何异样契机波动的那些骑士 如同天人附体 人人身上炫目的雪白光亮 套出了人体蹊跷和身躯披挂的铁甲 下一刻 只见徐凤年横梁刀在身前 死而复生的北莽翼截留 李凤首竟是一手附后 一手五指抓向了这位年轻藩王的战刀 初次相逢 至多不过只玄境界的李凤首 在这一刻流露出来的实力 绝对不输给一位陆地神仙 以徐凤年和李凤首两人作为原心 十二名浑身上下绽放书白色流光的北莽骑士 已经放弃战马 站在一个大圆的弧线之上 其中一人正好站在太子耶律红才的身前 十二人 十二位短暂寄身陆地神仙境界的天人 十二位同时张开手臂 白光衔接撑一个圆圈 如一尾盘踞人间的雪白蛟龙 李凤首脸色正拧而得意 抓住那柄梁刀的五指尖 雷光营绕如电龙游走 这位北莽年轻人嘴唇微动吐出两个字 死了 徐凤年横刀一抹轻松斩落李凤首的脑袋 无半点鲜血剑手 倒地的尸体如同一具干瘪皮囊 然后徐凤年呢 抬头望向天空 视野之中只有刺眼的雪白光景 如同一轮圆跃 坠入人间 在大圆之外 李凤首出现在一绿红材和邓茂的身边 眼眸恢复正常颜色 全身上下皮肉开战惨不忍多 只不过这位年轻人 根本无视自身伤势 以及与体魄一同破裂的神魄 唯有满意 就算这辈子没了五道前途 老子也知了 大日出东海 圆月落人间 一天之内 梁州关拜不到半个时辰 就接连看到这两目奇绝壮观的景象 巨北城的城头 无数北梁守城边军 只能眼睁睁地看到那道 粗如山峰的光柱 重重砸在那位年轻藩王的头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蒙大军后方 耶律东床和春纳波拓拔气运 并肩站在一架楼车的撂网台上 前者嘖嘖称气 这就是我们皇帝陛下的杀手锏 拓拔气运双手按在粗糙 却均坚固的围栏 他重重的吐出一口气来 一向喜怒不露鱼色的年轻人 猛然抬手拍着栏杆 畅快高声道 大功告成 世人不知 这番大手笔啊 这位春纳波才是真正的布局之人 耶律东床压下心中 对拓拔气运那种不由自主的杀鸡 满脸笑意的好奇询问 春纳波能否为我解惑 拓拔气运稍稍犹豫 大概是亲手造就了这般 堪称挽救半国之功的大好局面 哪怕是拓拔气运 也难免有些飘飘然 眺望那道始终没有呈现 颓势的雄伟光柱 他微笑着 想必你也知晓 先前有数位折仙人 先后落在南朝边关各州吧 耶律东床点了点头 眼角余光悄悄打量着 这位同龄人的侧脸 那份游圣中原读书人的意气风发 真是让人羡慕且忌妒啊 拓拔气运眼中 只有远处那座天与人的恢弘战场 自顾自将那满腹韬略 唯唯到来 那些不过是锦上添花 事实上就算没有这几位 被徐凤年打落人间的天人 仅以北莽江湖气术 也已足够积攒出四五位陆地神仙 或拓拔气运在疾管之年 便在齐剑岳府开始向皇帝陛下建言一试 说到这儿啊 拓拔气运 嘴角微微翘起 稍作停顿 转头看了一眼 脸色阴晴不定的一律东床 他笑问 你可知 为何诺大一座草原 陆地神仙 终究超不过三人 为何一人计宗门的呼咽大官 会前往中原 为何当初 阻戒那位魔道第一人的白衣女子 仅仅象征性派遣出齐军 却没有调动任何真正顶尖的武道宗师 又为何身为国师的麒麟真人 明明能够随时随地飞升 却选择在第一场两莽大战之前 毫无征兆的离开人间 这一连串的问题 耶律东床一个都答不出来 拓拔气运 哈哈大笑 堂堂提兵山的主人 第五河死前不过只玄境界 难道不奇怪吗 若说麒麟宗气术 被原青山一人夺走 导致其余道教高手境界 始终凝制不前 尚在情理之中 那我英才辈出的齐剑岳府 为何仍是始终捅不破那层窗枝 归根结底啊 不过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既然中原黄三甲将天下王国气运散入江湖 那么为何我草原不能将江湖气术融入王朝 江湖宗门武夫为朝廷所用 这不算什么 江湖气术为我王朝所用才算万无一失 徐家铁骑马踏江湖也好 我草原早期收拢江湖门派也罢 皆是手段平淡无奇的谋划 撑不得斩草出根 拓拔气运似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很快呀收敛效益 重新恢复古井不波的心境 不再肆无忌惮的泄露天机 你只需要知道 为了镇压徐凤年 皇帝陛下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 所以这位北梁王死得其所 耶律东床伸手揉了揉下巴 他不管这北梁王死得值不值啊 只知道身边这位城府深重的年轻春纳波 肯定是招揽不得了 总有一天 他也要让这拓拔气运死得其所 突然之间 拓拔气运瞪大眼睛一脸的惊恶表情 耶律东床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顿时心情激荡 既有京剧也有敬畏 更有身为武人的神王 不知为何呀 耶律东床只觉得 有几分不可告人的酣畅淋漓 世间读书人在乱世之中 成得了什么大事 却说那道象征天道的光柱迅猛压下 快到了连武平四大宗师之一的年轻藩王 也无法脱离那座天人联手打造的牢笼 那座不可逾越的雷池 十二位北芒陆地神仙 连妹登场 其中有三位被徐凤年亲手从天上打落的哲仙人 在身形神异都即将彻底融入光柱之前 有一位冷笑出生 一切凡夫俗子也敢忤逆天意 当真以为我们会那般不堪一击 位于年轻藩王身后左右的北芒陆地神仙 气势最为雄稳 如同坐镇天地四方 这四位天人呢 不同于那些以凡人身躯 承受江湖气数而短暂寄身陆地神仙境界的北芒炼气势 他们四位来自天上 与拓跋菩萨的那份修为如出一辙 皆是天意馈赠之一 只不过相对更为隐蔽 远不如拓跋菩萨承受天命那般堂堂惶惶 站在年轻藩王对面的那个魁梧身形 开口言语如鸿中大驴 望向那个被天道请压的几乎已经双膝跪地的可怜身影 语气不带丝毫感情 徐凤年 为何还要富于顽抗 这一刻 无论是黎阳中原还是北芒草原 几乎所有人抬头望去 都能看到那条仿佛是从天上垂落人间的雪白破布 只不过绝大多数世人眼中啊 更像是一条纤细的鱼线 仙人垂掉 岸上是云端 水中是人间 光柱之中 徐凤年单膝跪地 左手攥紧那柄梁刀 刀尖抵住地面 没有刺入大地丝毫 那席藩王莽袍 没有丝毫损坏 只是在年轻藩王身躯颤抖之下 才掀起些许涟漪 天人感应被断绝 徐凤年不只是耳聋嘴牙眼瞎 连同神石都丧失殆尽 天人体魄 根本就无法抗拒那份 当头砸落的天道光柱 只是强撑而已 虽然尚未彻底支离破碎 但已经出现摇摇欲坠的迹象 单膝跪地的徐凤年低着头 握刀的手臂颤抖不止 从他蹊跷之中 加上眉心那处 道谢了八条 透体而出的契机 如同七条油夜不定的雪白小蛇 失去一切感知的徐凤年 只是下意识地以刀阻地 右手掌心贴着地面 只是下意识地支撑起身躯 尽量试图站起身来 如同挑起一副担子 然后继续负重而行 徐凤年身后那位 潜入人间的冷笑道 我草原铁机破关南下 最终首次一桶中原 是既定的大势所居 你徐凤年竟敢想以一人之力 阻拦天意 真是不自量力 在徐凤年左手边的天人 双臂还凶他大笑 我一看到草原的雄鹰 停在中原的屋檐之上 徐凤年右手边那位天人 微微摇头银色眼眸中 流露出一些讥讽和怜悯 仅以一地之力 展现出比大凤一国之力 还要可观的实力 给我草原儿郎 造成如此巨大的麻烦 你们北梁 倒也算不错 相较于那些已经不堪负重 而消散于光柱中的 北芒隐秘恋气势 这四位天人和三位哲仙人的身形 要更为持久不衰 好像都对年轻藩王的坚持 感到有些不耐烦了 三名哲仙人对视之后 各自点头主动散去 体魄神魂 如此一来 本就气势汹汹的光柱 骤然身世暴涨 单膝跪地的年轻藩王的尖头 顿时下沉几分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宋恒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零六回 一席紫衣 不知何时 从远处拔地而起 撞向那道光柱 白衣洛阳 脚尖一点 抓住轩辕清风的尖头 狠狠地将他砸向地面 他沉声道 别去 以你的气数足够成熊江湖 但对上天道气韵 根本就是以卵七十 白白送刺 杀绝那只北蒙江湖 高手组成的八十余人骑军 再加上凿穿一只千人骑军的包围 轩辕清风显然受伤不惊 落在地面后 吐出一口血水 对洛阳的提醒 置若网闻 体内气机极速流转 就要第二次起身 洛阳迅速地落在他的身边 相信我 轩辕清风 这才放弃那道光柱的冲击 语气冷淡道 事不够三 接下来 别拦着我去杀那位北蒙太子 洛阳这一次没有任何阻拦的意思 只是气笑了 你倒是会见闹 不过断毛邓茂 已经绕过那道光柱 出现在两名女子的身前 恰好拦住灰山紫衣的去路 距北城城头 一生比起先前鼓声 都要沉重悲壮的鼓响 重重响起 洛阳也随之朗声笑道 大秦 风起 光柱之中 那个尖挑天道的年轻人 如闻成头鼓声 如听大秦皇后的言语 有白衣搞素女子 那次重锤大鼓之后 带着哭腔高喊 不许死 但是如同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四名替天行道的四方仙人 也开始先后向前踏出一步 主动融入光柱 每个身影 每次向前踏出那一步 光柱便增添几分声势 光柱之中 年轻人右手攥紧的梁刀 在逐渐崩碎 嘴唇微动 虽无任何言语传出光柱 甚至连他自己都听不到声音 但是这位年轻藩王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当年那个梁州关外风雪夜 一位年迈老人 对临时担任马夫的嫡长子询问 挑不挑得起那副担子 年轻人当时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 徐凤年缓缓地直起身来 一寸一寸站直身躯 先前的那句自言自语 正是 徐霄答应过你的事 我一定做到 就算挑不起 也得挑 每一次仙人踏出一步 每一次光柱壮大声势 年轻人哪怕数次身心摇晃 可到底他还是一直在站起身 当徐凤年终于彻底扛起天道挺直腰杆的那一刹那 最后谨慎的那位仙人伸出手臂 他并未消散天地间 而是握住了一根光芒耀眼的长枪 让他缓缓前行朝徐凤年走去 邓茂开始天冲 向轩辕清风冲去 洛阳猛然转身 横一竖掌 双手交错格挡在身前 硬生生弹住一道魁梧身形的撞击 桃花剑神邓太鹅手持 太鹅剑瞬息变质 掠向高空 横尽抹向那道粗壮光柱 这一剑堪称人间极致 魁梧男子一拳击退白洛阳之后 并未追击 也没有阻拦邓太鹅那一剑 他冷漠道 晚了 光柱默然消失 但是徐凤年也被那名手持着 雪白长枪的仙人 一枪捅入胸膛 年轻藩王并未流血 那杆雪白长枪套铁而出后 露出那一截格外刺眼的雪亮光芒 天地之金仿佛在这一刻万来寂寂 率先打破沉默的 竟是洛阳 他转头怒视那个背影质问 为什么 恍惚之间 好似有两个白衣洛阳 一个是实实在在的体魄 一个是飘渺虚幻的神魂 两者不断重叠和分离 原来啊 他之前打算以神魂出窍 前者挡下拓跋菩萨的趁火打劫 后者去替徐凤年挡下那一击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只是被徐凤年阻拦了而已 脑袋低垂的年轻藩王抬起手臂 握住内杆长枪 嗓音沙哑 爷们儿的事儿 娘们儿别管 那名仙人终于身形消散 趋于灰飞烟灭 他望向拓跋菩萨 后者面无表情 只是轻轻点头 这名仙人才笑而消失 徐凤年手腕一拧 折断长枪 他缓缓转身 直视着拓跋菩萨 拓跋菩萨撇练邓太阿 然后对年轻藩王笑问 两人联手够不够啊 不够的话 再加上他们二人便是 我可以让邓茂退下 徐凤年一笑置之 对邓太阿说 带他们离开这边 邓太阿皱了皱眉 徐凤年眼神坚定 这桃花剑神只能说 你放心便是 徐凤年这才抖了抖袖口子 对那位北莽君神说 拓跋菩萨啊 虽然我不认识你爹娘 然后徐凤年说了第二句话 但我会打得你爹娘都不认识你 似乎在声音尚未消散之前 徐凤年和拓跋菩萨的身形 都已消失在原地 两人这一战 是千年未有 吃巅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徐凤年和拓跋菩萨 二人身形消逝之后 断毛邓茂顿时有些尴尬 毕竟他身前三人 邓太阿洛阳 轩辕清风 三位身陷北莽大军 腹地的武道宗师 任何一位挑出来 都够他喝上一壶 尤其是此战 锋芒碧露的桃花剑神 邓茂大概喝上一缸都不止 邓茂从来不以武学天赋 著称于是 倒像是一位勤恳老农 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那份收成啊 是靠着熬出来的 当然邓茂所谓的根骨平平 只是相对那些江湖 大年份中大方一彩的年轻人 例如眼前如同天之骄子的 大雪平缺月楼楼主 降服十三魁 独占三魁的轩辕清风 如今与年轻藩王一起被誉为 中原江湖双臂 他之精彩绝艳 他之福泽深厚 几乎都不逊色于 已经屹立于人间之巅的徐凤年了 先前徐凤年开口 让桃花剑神护送两位女子 离开此处战场 洛阳虽然忧心忡忡 但没有太多留恋神色 已经果断准备跟随着邓太阿撤离 因为他很清楚 如今徐凤年和拓跋菩萨 两人的境界修为 当世五人千千万 却只有邓太阿呼咽大观 二人能够插手 除了他们 任何人 无论是想雪中送炭 还是趁火打劫 都无异于是吃人说梦 甚至可以说陆地神仙也枉然 他洛阳要真想帮徐凤年 那只能是离他越远越好 否则只会沦为拓跋菩萨 用以牵扯徐凤年的把柄 唯独轩辕清风 事件越过神情凝重的北莽邓望 凝望向内感北莽大道 蠢蠢欲动 仿佛根本不在意 自己是否会被那场巅峰交手波及 在这位女子心中啊 喜欢一个人很重要 喜欢之人喜不喜欢她 则不太重要 在她眼中啊 大概永远都不会只盯住 某一个人的背影 她眼中有大雪平的鹅毛大雪 有那座江湖的潮起潮落 有海上声明月 还有很多人很多事 很多景象 邓茂能够有今日之成就 自然是心性坚韧不拔之辈 故而这位差不多身陷 必死之地的北莽宗师 哪怕需要以一己之力 对阵三人仍是毫不畏惧 战意勃发 不退反进 邓茂握紧那只断矛 以美浮动直面那一席中原紫衣 她沉声问道 你就是大雪平 玄元清风 玄元清风 收回视线 她冷笑一声 难不成 还是你失散多年的娘亲 原本已经将生死 置之度外的邓茂 顿时恶然 一时间无言以对 显然没想到 玄元清风 这般高度的江湖宗师 言辞竟会这般不堪入耳啊 不远处的洛阳 微微摇头嘖嘖道 他这脾气啊 真得改改 太不讨喜了 不知为何 洛阳对这位 嚣张跋扈的 黎养武林盟主 一直持有微妙的欣赏态度 桃花见神 闻言一笑 难得调侃道 中原那边啊 反而就好这一口 如今高手行走江湖 藏藏掖掖掖的 很不吃香 洛阳哑然失笑 记起一事 他小声问 那份垂落人间的天道 为何自行消散 是被你斩断的缘故吗 邓太阿摇摇头 我方才一见 其实不曾斩重光柱 至于为何突然消失 是对我的太阿 见臂气锋芒 还是暗藏玄机流有后手 我也不太确定 洛阳抬头望向天空 愤懑道 似缠烂打 阴魂不散 邓太阿身以为然 转头远眺一眼 俱北城城头 对轩辕清风 郑重其事的说 北蒙大军 即将要推进到城下 你二人最好回去支援 以免徐凤年分心 而我得去天上看看 轩辕清风 面无表情的说 既然都到这儿了 岂有转身离去的道理 你们不用管我 我轩辕清风 生死自了 邓太阿一笑置之 随即轻念一个起字 脚踩太阿见 欲见深空 破开云层 一人一剑 消逝于众人头顶的金色云海之中 若说徐凤年的敌人 是人间无敌手的拓跋菩萨 已经不适合他邓太阿 横插一脚 那么能够被这位桃花剑神 视为生死大敌的对手 也许就只在天上了 洛阳对轩辕子夷的背影轻轻的围了一声 然后笑眯眯的说 喂 轩辕清风 以后我那座逐鹿山就送给你当作嫁妆好了 反正 反正估摸着 你这辈子也嫁不出去 轩辕清风没有转身 只是明显双肩有些僵硬 白衣洛阳一掠而起 大笑离去 返回巨北城 不是北莽大军已经被杀破了胆 只能任由这位西年北莽摩盗第一人来取自如 而是洛阳身后的战场上早已经人羊马翻 无数北莽士族疯狂逃散 无人能够顾及他的动静了 原来啊 当时北莽军神是被新梁王一脚踹了出去 魁梧身形虽未说倒在地上 但仍就道华出现数十丈之远 这条路线之上的北莽百鱼披甲骑军 被拓拔菩萨倒退的身躯 瞬间撞的是向两侧蹦射开去 连人带马腾空而起 又连累两侧众多的无辜骑军 一同横飞坠马 徐凤年没有一股作气乘胜追击 飘然落地之后 放刀归脚 尘埃落定后 拓跋菩萨站在原地 虽说被徐凤年一击便打退至此 却毫无狼狈神色 只见这位一直被冠以草原王先之头衔的北莽军神 双臂如圆 浑身上下萦绕着一条条几乎要凝聚为实质的金黄色契机 在身躯四周啊 是飘荡流转 尤其是在续日照射之下 是熠熠生辉 宛如啊 一尊天庭战神 气势之雄壮 举世无双 催山汉城 千军辟役 位于战场腹地的数万北莽骑军 看到这一幕之后 先是震惊 然后同时抽出战刀 高声嘶吼起来 拓跋菩萨 闭上眼睛 微微仰起下巴 整个人沐浴在阳光中 似乎沉醉于天地的生机勃勃 徐凤年 深呼吸一口气 双袖随之鼓荡 瞬间 充盈浩然气 左脚踏出一步 脚下怦然巨响 出现不断向四周蔓延开来的 军裂缝隙 就好像形成一张巨大珠啊 下一刻 徐凤年的身形 就出现在拓跋菩萨的身前 他高高跃起 右拳拉伸出一个大壶 迅猛砸向拓跋菩萨的额头 拓跋菩萨不知为何始终是无动于衷 保持原先的姿势 纹丝搏动 徐凤年一拳砸下 直接将拓跋菩萨砸得身形下陷 刹那间便消失在众人视野 徐凤年 徐凤年站在这座大坑的边缘地带 低头俯视 皱了皱眉头 拓跋菩萨站在坑底 缓缓睁眼 望向那位方才一拳蕴含雷霆之力的徐凤年 扯了扯嘴角 充满着讥讽不屑 同时又像在询问 年轻藩王为何如此彬彬有礼 为何没有一开始就使出杀伤力更大的两袖青蛇呀 这一般不疼不痒的打击 是你徐凤年变得太弱了 还是我拓跋菩萨如今太强了呀 徐凤年眉头舒展 轻轻的拧动手腕 然后他握紧双拳 这一次徐凤年的一闪而是 大概是速度实在太快 原先站立的位置竟然炸出了一团云雾 身穿紫金藩王莽袍的徐凤年 前冲身形锁过之处 拉伸出一条黑色长虎 战场之上没人看清楚 这年轻藩王是如何出手的 只能依稀的看到浑身金光的拓跋菩萨 被黑红撞击之后 整个人便再度倒飞出去数十掌 黑红如影随形 仿佛笼罩在一条条金黄蛟龙中的拓跋菩萨 身形则一次次的倒撞出去 这条直线之上 来不及躲避的百鱼北莽骑军 当场被人马皆分尸 若是被撞个正着 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两位武平大宗师冲撞产生的剧烈声响 都姗姗来迟 显得极为滞后 全权盗肉 没有任何滑而不实的花哨招式 没有任何气势辉煌的精士绝学 反倒是如同乡野村夫间的蛮横打架 是你来我往直来直去 只不过纯粹因为交手双方是徐凤年和拓跋菩萨的缘故 那就是以金刚径对金刚径 以徐凤年如今的契机和体魄 几近于心意所起 非见所至的速度 但他每次向前追杀拓跋菩萨呀 都会看似累赘多余 实则玄妙至极的踏出一步 这并非道教缩地成寸的神通 而是取自当年泰安城看门人柳浩师的入城式 当初柳浩师凭借此事啊 在十里外开始入城 其始于寻常志同便可一步跨出的寸余距离 最后一步便是长达百丈远 那关键在于 此期间能够一次次不断累积叙事 于后来白狐脸下退拓跋菩萨的一亭 叠一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白狐脸曾言 十二亭可杀天相境 十六亭之后天下天人体魄也如白纸 十八亭之后便是身前已无陆地神仙 比起登上武当山挑战 佛门大金刚李当心的固剑堂那十二刀 更早地达到了先手无敌的境界 高手之争正在豪里 所以这看似拖累速度的一步 才是徐凤年真正占据先手的精髓 以至于这同为四大武平宗师 像是徐凤年从头到尾都在痛打拓跋菩萨 而后者持有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了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零七回 高高在上的神仙打架 蝼蚁一般的凡夫俗子 别奢望能够在一旁 端着板凳看戏 更别谈什么老神在在的拍手叫好 或是津津有味的指点江山了 从齐玄珍当年在斩摩台正道飞升 到徐凤年大战龙虎山仙人于京城青天见 无数鲜血淋漓的江湖草莽 都已证明过这一点 北莽齐军除了之前抽刀为拓拔菩萨撞声势之外 其实已经在一些万夫掌千夫掌的紧急调动下 有意的向东西两侧快速撤离 顾不得什么既定阵型了 以防被两大宗师放开手脚搏杀 殃及之鱼 只可惜明明遭受过天道镇压的年轻藩王 非但没有气势衰弱的迹象 出手依旧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而拓拔菩萨又莫名其妙的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 使得附近迁于骑军间接死于己方军神之手 不可谓不凄惨 一名马头向西正在骑车而去的北莽齐族 只觉得腾云驾屋一般的拔地而起 旋转了一个圈 原来是被拓拔菩萨的高大背影撞在了马屯附近 所幸这拓拔菩萨只是撞碎了战马后半部分身躯 齐族并未当场撞死 但是很快啊就被尾随略智的年轻藩王一手握住头颅 随手抛出 踢挂甲州的齐族整个人都被丢向刚刚缓下身形的拓拔菩萨 后者向前伸出一只手臂 可怜的齐族撞在那股磅礴气机上 一卵击石一般怦然崩碎 徐凤年穿过了那团鲜血雾气 一只手按在拓拔菩萨的胸口上 西年相反城外芦苇荡小路上 北梁世子殿下曾以炼刀自悟出的一世 悍然击退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的伏将弘甲 那一世啊取名卸甲 这是两大宗师生死之战徐凤年第一次使用定士 照理说倒退势头要比之前肯定要更为迅猛的拓拔菩萨 此时此刻竟然极为反常的一步不退 那些粗乳手臂的一股股金黄色气机 如意围围蛟龙肆意游走 如天王张目宝相庄严 十八股气机营绕四周 恰似十八条蛟龙盘曲营绕 在硬扛年轻藩王一世卸甲之后 金黄蛟龙游夜滚走 更为快捷令人眼花缭乱 衬托的身材本就魁梧的拓拔菩萨 越发的巍峨凛然 凡普归真气息如常 这是天象境界武夫 或是道教只玄真人才能具备的气态 世间习武之人莫不是梦寐以求 二品小宗师或是一品金刚镜 偶尔抛头露脸的行走江湖 往往最为轰动 就在于他们气血旺盛 远胜寻常无人 那就显得呢格外的鹤立鸡群 其实很大程度仍是境界不够深远使然 才会啊使人望而生畏 桃花剑神邓太阿 骑驴看遍山河 大官子曹长青多次孤身北行赶赴泰安城 便会只能是真人不露像 拓拔菩萨是继武帝成王先知之后 又一个特例 陆地神仙里的特例 这位北莽军神如今体内气机强盛到了不得不向外倾泻的地步 拓拔菩萨眼中的讽刺意味很浓重 似乎对于年轻藩王的雕虫小技颇为轻视 徐凤年便手掌为双指 并拢作剑 指剑式 幽艳山庄外的那座大湖之上 曾有观音宗女子练气室 以指玄境界两世对敌徐凤年 一世指山 一世指海 分别寓意指山山去填海 指海海去催山 拓拔菩萨也感受到胸口处气机异动 权横利弊 眨眼间便侧过身 躲过了年轻藩王的指尖所指 果不其然 在拓拔菩萨堪堪侧身躲过那一记指剑 便有剑气白红吐露而出 那抹剑刚之威势 不亚于陆地神仙在指尺之间请立一剑 但是拓拔菩萨很快就流露出 些许无奈神色 看似气势汹汹的那是开山剑刚 在鸡舍出去短短数丈距离 便气势骤简 与此同时 年轻藩王便拢双指 重新变回手掌 手背贴靠拓拓拔菩萨的心口 横臂一拍 叠雷 拓拔菩萨心口如遭雷迹 但是他只不过是轻轻吸气 十八条金黄游走蛟龙 便骤然停止 然后妙不可言的 卸去了叠雷威势 一触即发的叠雷 总计六次之多 绵延不绝层层地界 拓拔菩萨吸气之后呼气 蛟龙恢复游夜姿态 人之呼吸何其寻常 拓拔菩萨轻描淡写到了 极致的一镜一动之间 年轻藩王声势恐怖的叠雷 雷在第二次叠加后就已经被化解的烟消云散 徐凤年缩在大秀池中的左手握紧拳头松开五指 亦是一个平淡至极的动作 之后拓拔菩萨的脑袋就如同被撞中一般震荡出个剧烈的幅度 然后整个人便横飞了出去 顾剑堂吃方寸雷 被誉为掌尖雷池 拓拔菩萨身形亮起横移 一脚重重踩踏在地面上 强行的止住身形 拓拔菩萨抬起手臂 用拇指轻轻擦去从鼻子里渗出的血迹 金黄色的鲜血 曾经的天下佛门领袖 与徐凤年在北莽相逢的两禅寺龙树僧人 凭借无上修为 铸出金刚不败的体魄 体内鲜血升华为金也 八百年前那波孜孜不倦出海访先 为帝王追求长生丹药的大秦方式 在后世世景百姓心目中 其实种种神通 无疑以点石成金最为令人神亡 虽说这是俗人短视 但事实上大秦之后的道教丹顶 俘虏等诸多流派分支 对于点石成金依旧十分推崇 尤其是丹顶派 当然呢 要更为的寓意深远 丹顶派以内外金丹为主 甚至连俘虏派都不得不提倡 内练金丹外用俘虏 武当吕祖便是道教内丹 学说成前起后的极大成者 武当大黄庭与龙虎山与黄楼 两门练起之术 前者更被视为有一招开窍 立地非生之妙 故而道教的点石成金 与佛门禅宗距离立地成佛只差一步之隔的 金刚不败 两个金字皆寓意深远 拓跋菩萨环顾四周 他有些好奇那名年纪轻轻的生死大敌 为何没有选择继续压制自己啊 是已经察觉到想要一股作气 彻底催破自己外泄契机 是痴人说梦 还是说在暗中叙事 真正压箱底的杀手锏 类似当初那位白狐脸 逼退自己的十八亭 无论年轻藩王怎么想 拓跋菩萨呀都无所谓 武道境界 武夫体魄 武学心境三足鼎立 一般而言是外在体魄与内在心境 最终共同撑起境界 拓跋菩萨对于自己的体魄 原本极为自负 与黎阳轩辕大盘这些纯粹五人如出一辙 体魄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 他在与邓太阿万里借鉴一战后 心境趋于圆满攀至顶峰 只是之后与徐凤年转战西域千里 沦落到命悬一线的境地 龙眼平原一战 又被来历古怪的白狐脸 以前无古人后来者的十八亭逼退 可谓是雪上加霜 因此哪怕如今体魄远胜当初境界之高 他更是自信已经胜出其余三名五平大宗师一筹 虽然是拔苗助长的境界 但谈不上什么隐患 那么唯一的遗憾 遗憾而非破绽 就只剩下心境了 心境之微妙就在于每个层次 都有每个层次的小圆满 二品小宗师啊 亦是能够达到无垢无瑕的心境 比如灰山轩辕大盘 和如今的黎阳雪卢枪圣李厚重 被推崇高手当有高手风范的江湖 公认武力极大武德极小 但是在同等境界之中 这二人毋庸置疑 都是最接近无敌的存在 三教之中 能够继身一品境界 心境大多向善 却往往啊空有境界 战力却不如同境之中 相对更为修理不修心的纯粹无人 而心境之难测 则在于始终有意义深远的高低之别 称雄江湖一甲子的王先知 自称武平十人 他能够一人占九人 而且绝对依旧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王先知 站在众人头顶的心境 简直都要让人觉得 这个苍天在上的老匹夫 真该早遭非生 为何要在人间欺负世人呢 拓跋菩萨想知道 那个消失的年轻藩王 曾经是如何达到那种心境的呀 所以啊 他一直没还手 想任由徐凤年施展毕生绝学 以徐凤年作为一块世间最好的磨刀石 来抵立自己的心境 拓跋菩萨第一次开口说话 声如雷鸣 徐凤年 拓跋菩萨战意昂然 好似先前不过是让徐凤年给热热身而已 这时候啊 该轮到我拓跋菩萨欢迎颜色了 徐凤年终于显露真身 只见一袭紫金蟒袍 悬停在高空 他低头回应 喊你大爷 拓跋菩萨抬起头来讥笑 堂堂北梁王 就只能成口舌之快 徐凤年一笑置之 眯起眼 向南方的巨北城那边仰头望去 来了 黑云压城 若说世间借鉴之强横无比 李纯刚第一 徐凤年第二 那波密密麻麻掠空而至的庞博剑语 正是武当山与张家制胜一战 散落在幽州和州各地的剑种藏剑 虽然期间折损无数 但仍是数以千计 还有福水养英两房联手鱼龙帮 从北梁淮南两道江湖和民间收集而来的普通铁剑 也多大六千余饼饼啊 那一刻呀 北蒙三座万人攻城不振 不约儿童抬头瞥了一眼 情不自禁的咽了口唾沫 将近八千饼飞剑 由东向西而来 然后如铁骑绕湖在巨北城城南高空 由南向北而去 迅速掠过这座边陲雄城 最终剑尖 齐齐指向 巨北城外的北蒙大军 庞陀大雨 雨势再大 终究没听说过 有几人呢 是死在雨水里的 可若是天上下刀子落飞剑呢 拓拔菩萨沉声道 还敢分心欲剑 徐凤年 你真是找死 徐凤年一手重重按下 落剑八千 一袖青蛇 剑刚如青龙出水 直布地面上的拓拔菩萨 拓拔菩萨一脚踏地 平地轰雷身形拔底起 其中一条金黄蛟龙 气机率先冲向徐凤年 徐凤年十八袖青蛇剑气 一袖接一袖 巨北城城下 虽然几乎所有北蒙部族 都高高举起盾牌 竭力抵挡当头而落的剑雨 但是裹挟风雷之势 迅速下坠的飞剑 仍是有十支三四 一透北蒙中盾 再透铁甲 三透身躯 当场将三千多名北蒙部族 定死在巨北城外 更有两千余相对幸运的 北蒙蛮子呀 被飞剑斩断肩膀 刺入大腿或者是定穿脚背 虽然性命无忧 但是战力受损严重 好不容易艰辛推进至 城头下五十步的 三座步军大阵 顿时溃不成军 至时至终 巨北城一支箭矢 不曾下成头 八千箭半数折断 仍然有四千余饼 完好无损 斜插入大地之中 如同一座气势森严的剑阵 挡在巨北城与北蒙大军之间 这般耗费无穷契机的大规模 欲剑俱敌 在面对拓跋菩萨这种 五平大宗师的情势之下 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 显示声势浩大的欲剑八千 加上十八秀青蛇 对上叙事以待 且额外有十八条蛟龙护体的拓跋菩萨 年轻藩王的十八条剑纲 果然被一尾尾金黄蛟龙纷纷击碎 虽然徐凤年的仙人府顶 依旧成功的拍在拓跋菩萨的头顶 但也被后者的一拳轰在腹部 仅是身形摇晃的拓跋菩萨逆流而上 步步登天 一拳接一拳 全拳击中徐凤年 格挡在身前的手臂 最后一拳 更是直接破开徐凤年双臂 砸在他脸面之上 年轻藩王的身体如同白日飞升一般 瞬间消散在一片云海之中 拓跋菩萨悬空而立 离地三百丈 苍天在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蒙左右两亿各五千计的两名主将几乎都要失心疯了 他们能够以齐军身份参与工程捞取这种唾手可得的头工 虽说战功注定不大 可胜在轻而易举啊 远远不用像首波三万部族那么拼死的推进到城墙下 然后豁出其性命去以赴工程 作为两亿齐军 其实不过就是在马背上象征性的进行多轮仰射 尽量帮助南朝边镇的那几支精锐部军压制住城头剑鱼 加上北蒙本身就有弓弩阵地和两千多架投石车作为抛射主力 所以两支齐军呢根本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北梁铁骑早就摸索出一条规律 北蒙蛮子的边军呢是老爷军或是儿子军还是孙子军 只要看他们领军主将的身份即可 出身北庭的将领 驻扎南朝边关往往啊不会差到哪去 但也绝对呢也不会太高 故而麾下捅辖兵马往往是中游偏上的位置 以儿子军居多 一则是北庭的大姓贵胄和大西涕根本瞧不上西京庙堂 在那帮眼高于鼎的草原大人物看来啊 恐怕除了黄宋蒲董卓柳归这些大将军和持节令 没有几个是真正可以算是当官的人 再则皇帝陛下一直贯彻春秋移民与隆关贵族共治南朝的策略 并不支持北庭大人物掺和到南朝 南朝本土将领的话呢 大抵上就按照家族品地的高低来看 以隆关毫伐子弟最为金贵 例如亲自赶赴刘州老玉山战场的完颜银江 他那支完颜经济就是南朝边线上的老爷军 无论是战力还是装备都首屈一指 然后啊 便是拢关系势力以外的甲乙高门 同样在南朝军政根深蒂固 且往往对北梁各支野战主力齐军十分熟忍 不容小觑 这两支齐军呢 便是典型的南朝边关儿子军 家族祖辈早已暗中脱关系 走门路 好不容易依附了御驾亲征的太子殿下 这才获得了这份近乎于躺着劳功劳的待遇 可是他们哪能想到啊 还没进入马宫射程之内就各自碰到了两颗硬钉子 给扎的是血肉模糊心肝都疼啊 两支齐军出现将近千计的巨大伤亡 结果一支箭矢都没抽出箭囊 到头来连巨北城的城墙都没碰着 那主将能不心惊胆战吗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零八回 巨北城最右侧战场 两人巨马 南兆维淼与冬月剑池柴青山 两位中原宗师之前呢 素未谋面 自然更无交手切磋的机会 却配合的堪称天衣无缝 滴水不漏 唯淼多以赤手空拳 对敌北莽骑军 大开大合 极为干脆利落 每次出拳 势大力尘 以至于往往一名冲杀而来的骑族啊 会连胳膊带刀一起被绷断 北莽骑族手中的那柄优质弯刀 简直啊 就像纸糊的一般脆弱 而柴青山呢 向来以剑术精妙剑气幽身 著称于世 刚好与这唯淼 刚猛全路相辅相成 这位剑道宗师啊 很快便不去刻意追求 气势如虹的杀招 多以挑刺两世杀敌 肩尖锁土剑芒 长不过两尺 却已是如同手持五尺清风 刚好能够站在地面上 精准的刺中北莽骑族的心口 亦或是轻轻的协调骑族搏镜 一柄长剑竟是始终不染星红 此时只见唯淼骤然改变先前一招办事 便置地于死地的凶悍全风 或是以弧形走转的清灵之势 或是以脚不过膝的汤泥行步 身形快速游走 拧腰摇身斗甲 每一次以尖顶背靠迎上北莽骑族的战马 凭借金刚体魄根本不顾及战刀劈砍 瞬间便能够将一匹边军战马撞得马蹄离地横飞出去 由于微秒步伐急促 总能够在数计之间见缝插针 虽然北莽有意识扑展开充分宽度 一下子拉伸出七八计甚至十数计并列的奉献 试图打破这两位中原宗师 一前一后的稳固格局 尽量不给两人转换气息的机会 可是微秒随之改变的快进快退 快打快收 仍是阻挡下了一波波齐军的冲阵 北莽齐军虽说已经意识到 必须不惜以十计百计性命去换对手一口气 只求慢慢的耗死这两位中原宗师 在这种险峻形势下 微秒每次只去针对坐骑 而不针对北莽氏族的出招 开始蕴含有巨大的螺旋暗进 这就造就出一幅幅夸张荒诞的画面 许多北莽战马的飞掠方向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有可能向两侧横飞 有可能啊倒撞而去 甚至有可能倾斜向上飞起 如此庞大的暗器 让北莽同一列齐军和后方齐军 那皆是防不胜防 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北莽齐军 快速推进行程的两座包围圈的企图 即使有一些漏网之余啊 想要越过尾秒向两侧绕湖包抄 柴青山自然不会刻板的死守 你前我后的规矩 作为剑术冠决黎阳东南的一宗之主 当真以为老人的剑气就只有两尺而已吗 死了两三百计 这支北莽齐军不愿退缩 更不敢怯战 死了五六百计 那名千夫长一咬牙 希望凭借着车轮战 拖死两名武道高手 死了足足千计之后 这名始终没敢亲身陷阵的骑军主将 已经杀红了眼了 知道自己已经完全没了退路 一声令下 让麾下所有骑军一律气刀 只管往死里加速前冲 用战马冲撞那两人 之后整整五百匹疯狂冲锋的战马 如同自杀于两位中原宗师之前 坠马北莽齐足啊 只要没有当场昏厥或者是毙命 皆是主动起身抽刀厮杀 天下精锐 汉不畏死 确实不独有北梁铁骑 第一场梁莽大战 梁州虎头城 幽州葫芦口 刘州青苍城 北梁边军人人奋不顾身 北莽士族也同样轰轰烈烈而死 第二场梁莽大战 从西域密云山口 刘州那条北方廊岛 老玉山战场 再到梁州关外左旗军 对阵东雷经济和柔然铁骑 每一处战场 敌我双方 拒是杀的荡气回肠 所以北莽一直坚信 只要打下了北梁 就等于是打下了 浮原辽阔的整座中原 而北梁却也始终认为 真不是他们故意看不起 什么中原精锐 什么两辽铁骑 只要是在那种 溢于齐军驰骋的广袤地带 一旦对上了大规模草原齐军 黎阳军武的脑袋再多 也不够这北莽蛮子看的 在一场注定会 湮灭在历史尘埃的围炉夜话中 谈谈翁笑问 某位手杖炒饼的挚友 若是惹恼了徐家 干脆造反 与北莽联手南下中原 到时候你我咋办呢 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你闭眼位列榜首 我桓温得榜眼吗 那位当时在黎阳朝堂 如日中天的守府大人 神色淡然的给出一个牛头 不对马嘴的邪去答复 说只希望到时候咱们庙堂之上 滚滚助攻 别都觉着迅国水太凉 悬梁家无绳 桓温温在那座庙堂之上 依旧是屹立不倒的坦坦翁 可在今年入秋之后 就已经逐渐淡出朝堂事业 几乎不怎么参加小朝会了 老人呢身躯简出 越发的沉默 不愿与人言 如此一来啊 首府张巨鹿内心深处 对于藩镇割据的北梁徐家 到底持有何种看法 便更加不得而知 反正随着江南士族 与辽东门阀 在黎阳庙堂的斗争 愈演愈烈 某些两袖清风 却尖挑道义的读书人 在泰安城站稳脚跟后 便开始发出一些声音 语不惊人死不休 说那个叫张巨鹿的老国贼 不但专善朝政 甚至还秘密勾结西北边军 故意养虎为患 以便自顾其位 这些人虽然暂时数量不多 但身份往往不足 被视为空有一身 学识报复 却只能在永辉年间 被那技贤度能的 闭眼领贤之张颅打压排挤 如今终于守得云开剑月明 便应当仗义直言 为苍生为设计 说几句公道话 以时间赞誉一片文人风骨 道德宗师 异国动量 这些已经礼于跳龙门的读书人 或是本就生在将相 公卿之家的名士 相比绝大多数的普通读书人 人数不多 但说话嗓门最大 听众最多 在这个降伏三年入秋之后 泰安城庙堂最高处 甚至连跟西北徐家 斗了那么多年的兵部衙门 其实都没刻意隐瞒 密云一役的惨烈胜利 加上之后 通过两淮道一路传至京城的 刘州老玉山捷报 以及陆大远部 梁州左旗军的全军覆没 两怀道新任惊略使韩林和节度使徐拱 一字不差的巨石禀报给了朝廷 但依旧很奇怪 整座泰安城 从庭院深深的高门大户 到鸡鸣犬飞的市井巷弄 从头到尾都没有谈论此事 大概是因为前者不愿意说 后者听不到 黎阳京城的老百姓啊 至多听了北梁徐家 在刘州那边打了几场小胜仗 在梁州关外吃了个大败仗 然后很快就要被北芒几十万大军 围住了那座巨北城 没办法 也尾时怪不得这座 习惯了二十年做看 云起云落的泰安城 他的燃眉之急啊 是姚林兵部尚书贤的 征南大将军吴仲轩 亲自统帅十万南疆进军 仍然却是抵挡不住三大藩王向北推进的叛军 大驻国顾建堂的两辽边军 按兵不动 据说继承顾鲁遗产的兵部侍郎 唐铁霜即将动身出京 率领京畿大半精锐 在吴仲轩大军身后布置出第二道防线 只等两支辽东铁骑火速南下 相信到时候能够转手为攻 必会一口气将叛军赶回广陵江南 什么白衣兵胜陈之豹的属地不足啊 什么燕辣王赵炳的蛮衣兵马 什么光杆一个的靖安王赵巡 不值一提 对于黎阳而言 耗时二十年请半国之力打造出的两辽边军 就在黎阳肇事卧榻之侧的这支世间头等精锐 仿佛就在泰安城眼皮子底下的自家人 那才是一国砥柱 才是定海神针 西北徐家 拥兵自重 怎么能够信赖啊 北梁岛一个匠种门户多如牛毛 读书种子凤毛麟角的蛮横之地 怎么有资格与天下首善的泰安城 与富甲中原的广陵岛 与文风郁郁的江南岛同席而坐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距北城外 大概是史上兵力最为悬殊的那场壮烈战事 有人死了 死者是旧南堂如是 程白说 这位几乎成就如胜境界的年老读书人 与木芒女琴师薛颂冠 一起位于战场最后方的中原宗师 本该最后死才对呀 老人呢 历尽气哭而死 唯淼柴青山和楼荒于新郎 分别挡住了五千北莽经济 吴家剑种吴六鼎剑士翠花 和立枪于身后的徐衍兵 死死挡住了北莽左翼万人大军的脚步 南疆毛书朗 龙公齐六安和武当于兴锐三位宗师 已经深陷于右翼的万人布阵和两支增援经济的包围圈 其中还阴险夹杂有近千朱王死士和北莽江湖高手 北莽中路布阵 朱袍徐英与从大军腹地超身返回的洛阳联手 加上剑气纵横的随邪谷在后方侧影 终于勉强牵制住了那道滚滚南奔的汹涌潮水 在这期间呢 虽然洛阳去了一趟北莽那座公努阵地大杀一番 但是对于数量多达两千多架 且位于漫长湖县之上的投石车 仍旧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他若是针对这些功成利器 单凭徐英和随邪谷二人阻挡中路不足 以及源源不断通过两条宽阔廊道奔杀而去的一支支齐军 极有可能就此使得两人彻底深陷泥涅 原本阵容最为史无前例的中路 在徐衍兵和于兴瑞不得不去往左右之后 加上徐凤年需要与拓跋菩萨对峙 邓太阿则需要去直面天上仙人 以确保年轻藩王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 跟北莽君神争生死 否则这本就已经得天独厚的拓跋菩萨 又有天人在头顶上不断的煽风点火 一旦让他顺利攀制武道巅峰 哪怕拓跋菩萨只有一炷香的功夫 寄身那五百年来的第一人 始终需要分心的徐凤年也绝无生还可能啊 别说斩杀这拓跋菩萨 连活着返回巨北城都是奢望 如此一来 这洛阳就不得不应对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的尴尬近况 不得不束手束脚 否则以他的修为境界 在轩辕清风已经缠住邓茂 慕容宝顶重粮又没有前来阻拦的前提下 不是没可能在北莽大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啊 不但可以摧毁半数投石车 而且功成身退 先前的薛颂官 以指玄波贤 双鬓斑白的年迈如是 以一身浩然气 共同挡下了一轮又一轮的投石车抛射 一波又一波的剑语工程 无论是抛制而出的巨石 还是如同黄群的箭矢 最致命之处啊 不是那种气势汹汹的铺天盖地 而在于他们的密集而急促 当时盘膝而坐的薛颂官 搁在双腿上那架古琴 点点滴滴的腥红血迹 崩断的一根根琴弦 木芒女琴师 双手食指的血肉模糊 都在无声地诉说一个事实 本就不宜体魄强健健常的他 快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了 所以成白霜 便让薛颂官不要勉强 由他这个老家伙来挑起那副担子 用老人的话说呀 就是绝无让一位晚辈 还是女子的薛姑娘来承担重任的理由 如他那般年轻女子 相夫教子 才算人间美事 年迈如是不但如此 在察觉到右手边老友齐六安在内 三位宗师陷入险境后 更是当机立断 出声让薛颂官前去帮忙 切不可让大规模北莽部族太早抵达 巨北城城墙之下 年轻木芒女情师 犹豫不决 虽然无法亲眼看到老人的枯稿模样 但那份将死之人的风烛残年 那份驰木气息 卫裂齿玄造诣前三甲的薛颂官 如何会感应不到 他心知肚明 他这一走 老人必死 他不忍心 一老一少虽然短暂相逢 一场各自不问缘由的并肩作战 但是薛颂官对这位来自遥远 旧南谈国境的年迈先生 已经视为自家长辈 也许跟老夫子赵定秀一样 会有些性情古板 一样有着他很陌生的那种书生义气 但到底是心善气慈祥的老人 薛姑娘不可耽误战事 成白霜深呼吸一口气后 强行咽下一口已经涌上喉咙的心血 在看到女子抱琴起身后 竭力的语气平缓 柔声笑道 薛姑娘 曾经有位被贬折倒 无国无乡的江南文豪 渴死踏之一乡之前 留下很多流传不广的诗文 其中有两句 老夫一定要转赠薛颂官 日淡荔枝三百颗 自有齐绝 灌平生 薛姑娘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去那边瞧瞧 若说不乐意赏景 可那在北方昂贵如黄金的荔枝 在咱们那边 也就一斤几十文钱的事 说到这儿 成白霜猛然跺脚 尽头地底极深 台壁挥出一袖 如书法大家在宣纸上挥毫泼墨 然后像想起了什么有趣之事 他哈哈大笑几声 喘息过后 缓缓说道 薛姑娘 若是尚未有那一中人 其实以后不妨找位读书人 做白头偕老之人 虽说平时难免言语犯孙 可最不济 家中无需买醋啊 一是背对老人的薛颂官 没有转身 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 他一掠而去 成白霜收回视线 盘膝而坐 双眼紧闭 这一刻 满头霜白的年迈老人 再也遮掩不住那份 油进灯窝的皮态 虽然每一次灰袖都会带来痛彻心扉的气急动荡 可老人始终意态安详 喃喃喃自语 胆觉高歌有鬼神 胭之饿死田沟壑 故而错不得呀 修队故人 修对故人 思故国 且将心火 试心茶 确实做不到啊 成白霜感受到头顶处那场气势恢弘的剑雨 强撑一口气 不坠干涸丹田的年迈老人 已是有心无力去转头睁眼 只能模糊地感应到那番剑雨 落在薛颂关那一侧的北满布阵之中 老人满脸欣慰笑意 国家不幸 师家幸 一愿 后世再无编赛师 再无大师家 二愿 后世读书人 人人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不知老之将至 成白霜最后一次抬起手臂 长袍宽秀 书生风流 智子千衣问 归来何太迟 归来何太迟 当这一次手臂颓然落下之后 老人嘴唇微动 再也无法抬起手臂 背对那座中原西北国门的巨北城 面向北蒙数十万大军 老人默默低头 寂静无声 在成白霜生前 北蒙不曾有一颗巨石 北蒙不曾有一只床弩箭石 落入巨北城 谁说 百无一用 是书生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宋恒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全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零九回 先前北莽军神 年轻藩王 以及桃花剑神 和白衣洛阳 四人先后离开 北莽大军腹地 就只剩下 执意继续前突的 灰山紫衣一人 独自面对邓茂 与那层层叠叠的 草原铁骑 短毛邓茂 不得不由衷 佩服这名 中原女子的气魄 真是不输 世间任何男子 一向沉默寡言的邓茂 忍不住开口问 玄原清风 何至于此 玄原清风破阵至此 本就杀心极重 出手更是当得起 劲如崩弓 发如炸雷八个字 一路行来啊 无论是重甲部族 还是精锐骑军 只要被他沾上 那就必然是个 死无全尸的下场 他之所以能够与年轻藩王 并称为黎阳双臂 不只是境界高而已 玄原清风的底子 无论体魄还是气机都十分厚重扎实 他体内气机既雄浑且绵长 玄原清风双手赋后 沙场上南风吹拂 这位背对拒北城的大雪平女主人 青与青与青丝和裙摆都向北方飘动 风姿如神 邓茂当年曾跟随洛阳和耶律东床 去往中原逐鹿山 甚至还拦截过黎阳押送高速路南下广宁道的车队 跟随两人在黎阳境内走南闯北 故而对中原江湖并不陌生 他是耶律东床这一脉耶律家族名义上的客经 有点类似徽山黄放佛和龙公齐六安 地位比较超然 但绝不可以简单以依附大树的藤蔓使之 相传早年邓茂啊 在草原上欲搓沉浸 被北庭权贵尊称为老大人的耶律洪才 对其施以援手尊为座上宾 邓茂自然是感恩戴德 若说与洛阳没有半点交情 那是自欺欺人 事实上心高气傲的邓茂 对洛阳相当敬重 其中既夹杂有男女之间的爱慕 也有同道中人的钦佩 只不过邓茂到底志在是武道登顶 对那位逐鹿山教主的那份浅淡情愫 一直搁置在内心深处 如意谈埋在地下的陈年老酒 不用取出畅饮 也舍不得 只需偶尔记起 仿佛便能够闻到那股 萦绕鼻尖的酒香 此时两人对志 只以境界高低而言 与众梁慕容宝鼎 同处一个时代的北莽宗师 邓茂作为这位 灰山紫衣的江湖前辈 反而要比轩辕清风低半个境界 只是普通的天象境 远远没有触及陆地神仙的门槛 只不过 哪怕自负如轩辕清风 依然没有轻举妄动 没有觉得能够轻松越过这位男子 摘掉北莽太子的头颅 就已经可以从侧面看出啊 他对邓茂的忌惮 当然 轩辕清风也有积攒契机 恢复巅峰的打算 也并未刻意遮掩这一点 邓茂的不阻拦 看似轻敌 实则是一种取舍 轩辕清风的契机 的确在稳步攀升 但是先前那股 一往无前的气势 却在微微下降 邓茂其实不太情愿 看到这名传奇女子夭折 只是看到轩辕清风 这般姿态 邓茂知道 自己多说无意 他既然能够被北莽太平令 安置在这一幅棋盘的天园附近 作为明面上制衡 北梁王徐凤年的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邓茂来不及对徐凤年使出杀手锏 岂能以常理揣渡啊 轩辕清风 双鬓青丝肆意漂浮 心如止水 如果说桃花剑神邓太阿 位于战场最高处 那么他便当之无愧地 位于聚北城最北之地 邓茂最后大声笑问 当真不后悔 玄辕清风神色淡漠 此生从不知悔为何物 邓茂一步重重踏出 一袭紫衣沾染上许多血迹的 轩辕清风几乎同时向前掠出 两人都默契地选择近身厮杀 在一仗之内焚生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距离那位旧南唐移民 最近的随邪谷没有转头 他轻轻地叹息一声 原本以他所占之地为原心 二十丈之内 百余道粗如碗口的雪白剑气 交织成瓦 突然剑气外扩十丈 剑气增添了六十条 八十多名小心翼翼绕道前冲的 迟钝不足顿时毙命 下场比那五马分尸还要凄惨 在右侧北莽布阵之中 浴血奋战的龙宫客卿 齐六安 一剑将一名身披重甲的北莽 百夫掌劈成两半 猛然回头 他怒吼一声 老书呆子 在这一瞬间 七八支枪矛 传促捅来 刀法剧将矛书朗大步向前 向前杀出十数步 挡在齐六安身前一刀横我 浑厚钢气横扫出去 将那些北莽布族全部腰斩 武当大真人于兴锐 轻贺一声 大胆鼠背 手中桃木剑一闪而逝 接连穿透毛书朗侧面 三名诸王死士的脖子 一剑之威势 先人飞剑取头颅 战场最左侧 于新郎和楼荒两位武帝成师兄弟 一人掷使梁刀 一人鸣剑鼠道 双方齐头并进 剑为最后方 有徐衍兵帮忙阻挡布阵 这对王先知得意高徒啊 便彻底的放心 向前凿阵 一位半步武圣坐阵后方 不用顾虑阻拦一事 只管埋头杀人即可 于新郎楼荒二人 反而显得比齐六安三人 更为势如破竹 楼荒剑是至刚 剑招至简 就像是乔夫砍柴 无论北莽骑足还是战马 一剑之下 绝无完整尸体 于新郎收起即将折断的梁刀 放回刀鞘 重新拔出那柄 早已在鞘中 颤鸣不止的古剑伏机 依旧是轻描淡写的指指点点 于新郎吐起鹰落 神出鬼没 不多也不少 一次出剑 就是一条性命 虽说杀敌声势 不如楼荒那么恐怖 但是就连徐衍兵 在察觉到此人的微妙契机变化之后 都有些压抑 不愧是王先之首徒啊 于新郎竟然有了在沙场厮杀中破镜的迹象 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 只差一线之隔 就可以一脚跨入陆地见仙的门槛 虽说即使稳固境界后 依旧算不得货真价实的陆地神仙 但是只要境界升至那个高度 远不是只玄天向两境剑客 偶然领悟出一两世剑仙威力剑术能够媲美 大概就会是邓太阿之后又一人呢 于新郎一剑点在一名北莽骑族的眉心处 不去看那具坠马的尸体 跃至马背之上 他望向前方 对前方楼荒他沉声提醒 北莽又有一千经济正在赶来 还有个藏藏耶耶的顶尖高手 楼荒正要说话 于新郎已经大笑略去 先让我会一会他 最右错 正当柴青山为苗 转换前后位置的关键时刻 一道快如惊鸿的身影 当头砸下 势如奔雷的一拳 就垂在刚要后撤的台青山胸口 虽然这位明冻黎阳的剑岛宗师 已经下意识横剑在前 且以剑锋对地 希望以此能让那名不速之客 知难而退 不料那一拳呢 仍是毫不犹豫的撞在剑锋之上 正直换气剑蝎 且大战已久的冬月剑池宗主 措手不及之下 竟是被自己的长剑剑锋伤击 索性为苗迅速前掠 一手抓住柴青山 肩头往后一扯 一手挡住了那名 北莽武道宗师的第二拳 柴青山顺势盗略出去 数十掌 胸口处被割出一条 深可见骨的血槽 鲜血涌出 尽透一斤 唯渺左手握住那只拳头的同时 因为先前右手需要帮助柴青山 躲过那道剑锋 再度出拳 便慢了这名北莽高手分号 可偏偏就是这毫厘之差 就让那位长副深沉的阴险刺客 占据了莫大先机 唯渺被一拳砸在额头 唯渺轰然跺脚 只退了半步 便止住了倒退身形 硬是不退一步 足可见这位南兆第一高手的性情刚烈 唯渺与来者一拳换一拳 各退三步 唯渺一拳击中那人胸口 自己的额头又遭受一拳 头颅遭受重创的唯渺 双耳已是渗出腥红血迹 模糊视线之中 那名身披一具血量 眼假的北莽武将正宁笑道 权有唯渺 天下无权 杀的就是你 趁着那名高大武将说话的间隙 这柴青山匆忙提起一口气来 就要为唯渺颁回烈士 可就在此时 老人听到背后木盲女情尸喊道 小心逃顶 第二名身形鬼魅的北莽刺客 凌空而下 无声无息 更无丝毫气急波动 如同孤魂野鬼 银甲武将的破绽 显然是有意为之的障眼法 恐怕这才是两位北莽武道宗师 在环环相扣之后 真正浮出水面的杀招 柴青山迅速后撤一步 薛颂关在出声提醒的同时 手心狠狠的抹过琴弦 可是让这位木盲女情尸 感觉到悲愤的一幕出现了 那名刺客全然无视 胸口炸裂的重创 好似浑然感受不到丝毫痛楚 他手中那柄极其千细如柳叶的 四尺长剑 无剑刚无剑光 就那么对着柴青山的眉心 笔直斩下 北莽一节柳 真真正正阴魂不散的李凤首 生死一现呢 柴青山依旧竭尽全力 递出了那兴许会是此生的最后一剑 直刺那人心口 这位冬月剑池的宗主 只希望这一剑能够刺透那人心脏 我柴青山死无妨 能够多杀一人也好 原本应该借此机会让李凤首斩杀柴青山 在由银家武将双拳捶杀那位气急动荡 紊乱的微妙 那就是双双告捷的绝佳局面 可是就在此刻 柴青山猛然惊觉 虽然额头被那柄长剑抹出一条皮开肉绽的沟壑 只需再加上些许气力就能破开自己头颅 若是再多一些劲道 将自己分尸也绝非难事 但是那名剑术诡异至极的剑客 选择手下留情了 与此同时 正是北莽橘子州持杰令慕容保顶的银甲武将 如同被仙人施展了定身术 白白浪费了千载难逢的出拳机会 柴青山瞪大眼睛 饶是老人这般身经百战的剑道宗师 都感觉到眼前画面太过荒诞不惊 眼前这位北莽刺客呀 身体悬空 双臂颓然下垂 那柄柳叶长剑 唐一声掉落在地 一节流里奉手 被身后某人一只手攥住脖子 提在空中 慕容保顶不敢动他 老实的不像话呀 哪怕他能够清清楚楚 看到那人的背影 那一袭紫金蟒袍 过开云海重返人间的北梁王 徐凤年 年轻藩王 五指如钩 彻底的炸烂这一位一节流的体内契机 软绵五骨的李凤手扯动嘴角 笑意阴森 刹那之间 维苗想要出拳 柴青山想要出剑 却都慢声太多太多了 两位顶尖武道宗师自认 即便是处于巅峰状态 也无法拦下北莽第三名刺客的突袭 年轻藩王后 被遭受一击无法想象的重击 稍稍转移脚步之后 整个人便绕开柴青山 轰然撞向巨北城高耸城墙 维苗与柴青山几乎同时后撑 不曾想那人根本没有追杀两人的念头 站在原地望向城墙根那边 冷笑道 春师一心求死 你徐凤年没有乖乖的躲在云海之上 依靠邓太阿的庇护来彻底平稳契机 还敢落回战场来救别人 慕容宝鼎瞥了眼 站在自己身边的男人 百感交集 哪怕明知是相同阵营 双方身份也不算悬殊 可是慕容宝鼎仍是不由自主的 如临大敌 不敢有半点的掉以轻心 慕容宝鼎小声的问 一节流怎么办 有十八条金黄色蛟龙 环绕游夜的魁梧男人 没有说话 慕容宝鼎眼神阴沉 但也没有继续追问 去北城的城墙下 在阴凉的阴影之中 背对战场的徐凤年 依旧握住李凤手的脖子 后者紧紧的贴在城墙上 整张脸庞血肉模糊 身躯更是用粉身碎骨来形容 兜部为过 徐凤年笑顶 上次拦腰斩断都没死 不过这次总该死了吧 这名真实身份极为隐蔽 且显赫的北莽一节流 微微咧开嘴 似乎想要快意大笑 却笑不出声来 沙哑含糊倒 我呀 早就生不如死了 有你徐凤年陪葬 不亏 徐凤年呕了一声 李凤手缓缓闭上眼 如释重负 如获得最大解脱 断断续续的说 放心 我这次是真死了 只不过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用拓拔菩萨帮我报仇 我李凤手 自己就可以 徐凤年 你信不信 徐凤年拧断他的脖子笑道 你猜 随手丢掉尸体 徐凤年转过身 抬头望向天空 他知道拓拔菩萨在等什么 先前北莽早就谋划好的天道镇压 有两个作用 先是消磨他的北梁气数 这是天上仙人最在意的事情 接下来顺便才是催破自己的体魄 为那位北莽军神再次锦上添花 只因为没料到赵长陵为首的众多哲仙人落在北梁 为北梁增添那么多气数 加上之后邓太阿手持太阿剑赶制 凌空一剑斩去 使得那道只愿针对自己的光柱 不得不提早撤去 至于半数天道到底在何处 徐凤年不知道也不在意 不过肯定与这位死绝了的一劫流有关系 差不多就是李凤手作为引子 谁杀了这位李密弼的私生子 就要惹来下一道镇压 徐凤年确信 自己就算不主动杀李凤手 这个疯子也会伸长脖子让自己看 说不定李凤手更深一层的身份 会是某位哲仙人 前世啊 要么是被徐霄灭国的王国君主 要么干脆追根溯源到了大秦之前 总之啊 就是靠讲道理便几辈子都掰扯不清的陈年旧账 徐凤年早就看开了 债多不压身 但既然没下辈子了 那我就在这辈子把他给解决干净 徐凤年一步一步走出阴影 城上城下只见这位黎阳一姓王一把扯掉那尽蟒袍 一山如雪 一如当年白衣出凉舟 这个不再做什么狗屁黎阳翻亡的年轻人 没来由的笑脸灿烂 然后抬头朗声道 徐霄迪长子 徐凤年 在此求死 徐凤年 求死 雪中汉刀情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情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情 第九百一十回 内赶北莽大道迎风招展 激荡起一阵阵涟漪 烈烈作响 身披金色甲皱的北莽太子 耶律红彩脸色阴沉 先前那道象征天道威严的 宏伟光柱从天而降 就落在这位太子殿下的眼前空地 耶律红才完全没想到 在如此恐怖的镇压之下 那名黎阳年轻藩王 竟然没化作鸡粉 依旧能够脱身离去 这简直无异于 扇了这位太子殿下一记大耳光 还不忘林了 而撂起一句回见 耶律红才虽说这十多年来迫于形势 不得不隐忍折服 熬出了相当不浅的城府 可在他几乎最为志得意满的人生巅峰 感觉整座中原都已是囊中之物的敏感时空 那新梁王以一己之力扛下天岛 使得坐拥四十万大军的耶律红才 涌起了一股浓重的愤恨 一刀子一刀子铭刻在心 天下人士最怕比较 美人名将权势财富 皆是如此 耶律红才在没有见到徐凤年之前 关于这位人徒嫡长子的消息 在最近几年里啊 差不多听得耳朵都快磨出老茧了 对于成功挤走陈之豹 最终世袭网替的徐凤年 耶律红才在内心深处啊 其实豹以一种同病相连 且惺惺相惜的复杂感情 这才有了 让化名樊白奴的那位北莽郡主 潜入梁州 主动向年轻藩王传达自己的善意 耶律红才 撇了眼远处的那一季 他与齐剑岳府的四五个化石人聚在一起 大概是在商议如何阻截那些个中原宗师 耶律红才望向他的眼神 没有丝毫温柔 哪怕这名女子与自己同床共枕了十多年 不过维持着面子上的相敬如宾而已 此排名寒孤的他突然转过头望过来 耶律红才瞬间才挤出一张和煦笑脸 他朝着他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继续与人异视 耶律红才在他收回视线后 脸色迅速冰冷下来 当身后一位窃薛侍卫悄然拍马上前来到他的身侧 耶律红才 这一次浮现出来的柔和脸色 发自肺腑 诺大一座草原 这位北莽太子到头来能够说些知心话的提己人 竟然就只有身边这一几了 不同于耶律红才所骑成的汗血宝马 那名护从的坐骑是一匹通体雪白的高头骏马 散发出一种类似扬之美誉的油润光彩 年轻其足 头顶一只烧大头盔盖住了眉毛 露出大半张极为阴柔俊美的脸庞 耶律红才看着他小心翼翼的与自己保持距离 眼中流露出不加掩饰的爱怜 轻声笑道 靠近些 无妨的 那名年轻骑足 眯起那双天然妩媚的狭长眼眸 眺望南方战场 他缓缓的说 迟来北马多娇气 搁到南风尽死生 前半句应景 后半句就不尽然了 并不熟忍诗词 更不屑附庸风雅的北莽太子 忍不住好奇的问 做和解 其中可有典故 那名顶着窃薛侍卫头衔的贴身护送 胆大包天的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的说 就算以后打下了中原 就凭你这点学识 怎么跟将来那些黎阳英明打交道 叶绿红才一阵哈哈大笑 突然放低嗓音说 不是有你吗 年轻骑足撇了撇嘴 望见远处那一席扎眼的鲜艳紫衣 嘖嘖道 一个女人活到他这份上 也该知足了 叶绿红才顺着护从的视线 看到与段毛邓茂厮杀的轩辕清风 不以为然的说 武功再高又能如何 连同徐凤年在内 距北城外整整十八位武道宗师 对上我草原铁骑照样难逃一死 这位大雪平武林盟主 最好的结局 也不过就是死在邓茂断茂之下 要么死在铁骑冲杀之中 否则在战场上活下来 只会比死还惨 以他的身份和自容 一旦沦为阶下囚 毁掉修为后 别说北庭大西地 恐怕连西京庙堂 某些老当义壮的大佬 都要砸下几千两黄金买下的 年轻齐足 脸色悔暗 阴情不定 他感慨道 若是真有那一天 在轩原清风失去武功的那一刻 他其实就已经死了 这就像庙堂上的将相公卿 只要丢了官帽子 就等于被抽掉了吉林谷 耶律洪才根本不相信 轩原清风能对自己造成威胁 他老人在在的说 世间美人 就像咱们草原上的水草 年年都有 割了一茶 明年还有一茶 虽说轩原清风的姿色 确实罕见 只不过 以后一座草原 加上一座中原 用心搜罗 终究是能找出不少爵士家人 说实话 历界最终继身胭脂瓶的女子 无一例外 都拥有显赫身份 寻常出身的女子 想要登榜 实在难如登天 所以啊 归根结底 天底下手握权柄的男子 喜欢女子的脸蛋 但更喜欢女子身上的那件衣裳 比如 这年轻其足 谐言撇向 不知何时 与两位持节令碰头的北莽太子妃 他冷笑道 比如他 叶绿红才半开玩笑道 就他呀 大概只有等以后当上了皇后 才能继身下一届胭脂瓶吧 叶绿红才沉默片刻之后 转头他认真的说 你不一样 和他 和他们都不一样 那名骑足文言后 没有转头与叶绿红才对视 只是微微扬起脑袋 满脸傲气道 当然 黎阳东南境的建州 曾有一句谶语 广为流传 只是随着 姑牛大纲那场风波的尘埃落定 早已连已尽销 一词负一雄 词清城 雄清国 双双飞入 梧桐宫 北莽中路部军方阵 被两袭白衣猪袍 拦腰斩断 洛阳与徐英 左右呼应 每次露制身后的部族人数 不超过三百人 只剩独臂的吃剑老祖宗 站在两位女子宗师身后 方圆二十丈内 一条条 剑气如虹 流转不定 擅自闯入者 如同字头罗网 当场毕命 不仅如此 白衣飘飘 雪梅飘荡的随斜骨 双指碾动一缕长眉默念 起身对垒 被年轻藩王欲见落至巨北城外的圣鱼飞剑 其中两千多饼完好无损的长剑陆续拔地而起 以饼饼长剑腾空长掠 头尾衔接 依次落在随斜骨的身前 直扎地面 以千余剑为一排 总计是两排 整齐的列阵在吃剑老祖宗之前的空地上 以剑阵结布阵 随斜骨闭上眼 面带微笑 他喃喃自语 中流砥柱 将心突起 滚滚洪水 好好 长春 随斜骨猛然间深呼吸一口气 又有将近两千柄 残破飞剑 依次落在老人身后 只是这些长剑没有插入大地 而是悬空而停 如剑阵结弩阵 最后 随斜骨再次猛吸口气 骤然间高大魁梧的老人身躯 向四周绽放出绚烂白芒 吃下天下名剑无数饼的随斜骨 将积攒百年的满腹剑气 都散入两座大阵 每一柄飞剑都被灌输一缕缕 灵力剑气 煞石间如通灵溪 如火灵剑 无论是步阵树立剑 还是弩阵横剑 两座大阵四千剑 皆是同时产尘巍巍 哀鸣不止 老人小声音难道 李春刚 你在广陵江一剑破甲两千六 我随斜骨 不愿输你 曾与春秋剑甲 李春刚互换一臂的老人 含笑而是 两座剑阵 两气呵成 百年义气 三口不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莽军神和年轻藩王两位 也许会决定两莽无数人命运的生死大敌 都有意无意的将战场远离具备成 前者恐怕是忌惮徐凤年 尚未被天道消耗殆尽的北梁气术 一旦拥有巨北城作为依托 很可能会反过来压制拓跋菩萨上未寄出的杀手锏 后者更担心两人一旦撞入巨北城内厮杀 极有可能导致十八宗师连魅巨敌赢得的惨烈成果 被放开手脚 肆意破坏的拓跋菩萨彻底抵消 徐凤年在飘然离去之时 对仍需要与数千计骑军对质的 为妙柴青山说了一声小心 那位冬月剑池当代宗主 眼神示意年轻藩王 不用担心此地战况 徐凤年向两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原宗师 重重抱拳 以示感激 柴青山一笑置之 胸衣间满是豪气 柴青山眉心开裂 且胸口被北莽一截柳划开了一条深可见谷的血槽 只不过相比看似凄惨 却并未伤及气机根本的柴青山 难找维渺才是真正的身受重创 无论是体魄还是气机 皆是如此 维渺身为当之无愧的西南江湖第一高手 无论体魄境界还是武学造诣 或是临时应敌 都可谓世间武夫第一流人物 只不过先前戳号半面佛的慕容宝鼎 和诸网刺客李凤手的联手偷袭 太过阴险很多 加上又是趁人之危 唯渺应扛慕容宝鼎的请力两拳 尤其是头颅所爱的那一拳 其实已经导致耳膜破裂 脑炉内生出淤血 若非徐凤年在牵制住拓跋菩萨的同时 摆出不惜失去先机也要先杀慕容宝鼎的架势 迫使蠢蠢欲动的北莽持杰令始终不敢出手 这才为这维渺啊赢得了片刻的喘息机会 也让这柴青山的气势略微恢复 否则凭借了橘子周一千东雷经济在内的北莽四千计 加上虎视单单的慕容宝鼎 两位宗师很难搬回局面 其实如果慕容宝鼎之前有破例拿自己的性命去赌 选择果断的对维渺出手 为拓跋菩萨赢得心手 也许徐凤年呢就要在巨北城下陷入困境 甚至不是没有就此提前结束第二次凉莽大战的可能 但是一来拓跋菩萨不懈开口主动向这位持杰令求援 二来也心勃勃志在中原的慕容宝鼎 好不容易在梁州关外获得一场震动天下的大劫 吃掉了路大远的左骑军 战功之巨足可媲美第一场凉莽大战中 南院大王董卓攻破虎头城 那慕容宝鼎如何愿意以身涉嫌 为他人作嫁医生啊 最后则是在龙眼平原那场截杀中 新梁王就在拓跋菩萨的眼皮子底下击杀红颈炎 让慕容宝鼎不得不好好的奠领奠领 慕容宝鼎没有急于出手 望向维渺柴青山两位中原武道宗师 用蹩脚的中原官腔豪整以霞的说 沙场上有路大远 江湖上有微渺柴青山 老天爷苛待我慕容宝鼎四十余年 总算待我不薄一次 你们中原有个说法 叫山穷水富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很妙真是趁景 在拓跋菩萨和年轻藩王远离此地后 身披银甲的慕容宝鼎气势猛然攀升 这位在北莽江湖原本是以皮操肉厚著称的皇亲国戚 在历届五瓶中哪怕登榜也都是名次极低 源于这慕容宝鼎公认善守不善功 与由二品小宗师植入止玄境的魔道巨拨仲良 堪称北莽武道两个极端 但是慕容宝鼎悍然两全重伤为秒 显然这么多年一直在藏私啊 甚至早年与仲良在清仓城联手埋伏对付徐凤年 他依旧从头到尾刻意隐藏自己的修为 论及一个忍字慕容宝鼎确实深谙七中三昧 唯淼文言莫不作声缓缓吐纳 既然这位北莽持杰令愿意高谈阔论 唯淼自然不会主动追求速瞻速绝 柴青山携提这三尺剑神情平淡 慕容宝鼎嘴里的那句诗 在中原筷制人口 只不过这位半桶水的北莽王爷 大概不会清楚出处 那是大奉王朝末年 以鞭塞诗夺魁的诗家天子 那篇去国淮乡的贬折梁州老死诗 山穷水富柳暗花明 只以字面而言 从来都是最引人入胜的江南风景 春光明媚 曹掌英飞 风景宜人 如何不令人流连忘返 反观这西北塞外 穷山恶水 黄土贫瘠 沟壳纵横天高云地 身处此方天地间 梁笼尽气扑面而来直撞胸口 那股子苍凉凛冽的气息 仿佛要叫外乡人倒退几步 才肯罢休 柴青山走至韦淼身旁 微笑道 全有韦淼 天下无权 当之无愧 韦淼轻轻咧嘴 并未出声 徐凤年曾笑言 他一生所见高手宗师不计其数 其中以红袍蟒服的人猫韩生轩 京城第一剑客齐家节 徽山紫衣轩辕清风 三人出场 最为声势夺人 又以李纯刚 剑九皇 为秒 三人最为不像高手 柴青山继续笑道 既然天下不可无为秒 中原剑林 却有无数年轻俊艳 死一个两个老家伙 总会有数位好奇之秀顶替 仅是冬月剑池 便由我那两位弟子 善而依宋廷路 未来 触定崛起 所以为秒 这一仗 我先来 柴青山的言下之意 是我先死 急需休养恢复的为秒 没有拒绝这位剑道宗师的善意 他沉声道 我为秒这辈子 说不来大话 只敢保证 必不让柴老哥走得寂寞 柴青山犹豫一下 他叹息道 喂兄弟啊 能别死就别死 你与我不同 去北城 还有人在等你 不料这身材矮小 腿绑白布的为秒笑了笑 双拳紧握 眯起眼柔声道 他嫁给我后 这么多年一起行走江湖 由于我这副皮囊太过平常 也不爱出风头 遇上事情 是能不打架 就绝不出手 而性子跳脱活泼的他 又是那般的 如花似玉 好像从来 也没有让他觉得 嫁了个长脸面的好人家 总笑话他嫁的汉子 不够英雄气概 所以今天 作为他的男人 我为秒 要为他做一件事 为秒 转头回望了一眼 巨北城 不再 说话 雪中 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 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一十一回 慕容宝鼎笑意昂然 两位可有一言要说 日后我慕容宝鼎入主中原 与那中原衣冠 祭祭一堂的满朝文武 追往西 也好有一桩谈资 柴青山横剑在身前 摇头朗声大笑 一颗北满狗头 不值几文钱 为时 辱莫我心筑之剑 绿水 慕容宝鼎脸色阴沉 他嘖嘖道 都说 天下剑学出两家 既然 吴家剑种的枯剑 有人收拾 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 冬月剑池的心剑 柴青山脚尖一点 身形前掠 一抹璀璨 青红横扫 慕容宝鼎胸口 垂死挣扎 不过鼎盛时期的半数契机 我让你姓柴的老狗 掀出一百件 又何妨 慕容宝鼎嘴角 扯起了讥讽笑意 没有躲避 竖起双臂 挡在身前 剑锋抹在慕容宝鼎 银色臂甲之上 削铁如泥 只是破甲后 落在这位 橘子舟持杰令的袖口上 如金铁相机 响起一阵 不同寻常的金石声 慕容宝鼎 皱了皱眉 身形后退 他打定主意啊 要一点一点 消耗柴青山的契机 除了自身体魄 被誉为纯粹武人 万中无一的大金刚境界 号称不逊色于 佛门龙树圣僧 和李当心 这对两禅寺师徒的 不败之身 更重要的呀 是他身上这件甲舟 是北莽国库里的 头等珍藏 铸造于甘露初期 曾师大奉皇室的密宝 相传才智 与那春秋四大宗师之一的 伏将红甲相同 慕容宝鼎 服以这具甲舟 原本自认 便是对上那位 杀力第一的桃花剑神 邓太阿也能扛下两三剑 不料一个照面 就被伤势不清的柴青山 一剑破开臂甲 这让慕容宝鼎 收敛了对中原宗师的 小觑心思 事实上啊 鲸鱼刺杀的一截柳 李凤手 开了个好头 也开了个坏头 李凤手 差点柳叶一剑 袭杀柴青山 绝不是柴青山实力不济 而是他与慕容宝鼎配合天衣无缝 尤其是柴青山的剑术之高 冠绝中原东南可没半点的水分 若说天下全法宗师 唯渺之外 就只剩下五帝城女子林鸭 能够独当一面 那么中原剑陵 的确如柴青山所言 一封接一封 连绵不绝 景象是何等泱泱大观 绝不是邓太阿之外便无剑士 绝不是李纯刚两袖青蛇之外便无剑招 既然慕容宝鼎一味拖大 柴青山得势不饶人 当空一剑披下 恰如那铺盏长泥 慕容宝鼎面前 剑气满意如挂瀑布 慕容宝鼎深吸一口气 终于不再吸济着 凭借价值连城的保甲和金刚体魄 单纯硬扛 出拳迅猛 快如奔雷 一拳拳击打在充沛剑气速成的瀑布之上 一声声的怦然坐下 拳碎剑气呈现出浮云散雪之状 柴青山不以为意 碎步快速向前 一进笔直向前递出 虽然手中三尺长肩绿水 直刺慕容宝鼎眉心 但是与此同时呢 两人之间绿水溅四周 伸出不下四十道剑气 剑气各自激荡向前 剑意却一脉相承 柴青山此剑 于尔历之年 物资官权偶感 就冬月国境内 有大奉查圣点评的天下第三名犬 中道被突石阻挡 这水势呢 烧至建设 数百缕细水长流 纷纷落入泉池 柴青山 曾与两位得意弟子 沿此剑炼制极致 一气八十剑 金刚化积分 只可惜此时此地啊 这位剑道宗师 只能够一气横生四十剑 但即便如此 剑势已是十分的宏大惊人 慕容宝鼎怒哼一声 竟然有了退避之意 魁梧身形暴退的同时 横臂探出五指如钩 驾驭气机 抓来一记连人带马 挡在那张磅礴剑气造就的 剑与长连之间 柴青山一剑刺入战马 头颅手腕倾斗 可怜战马与骑足啊 顿时是分尸剑射出去 借此剑细空的 慕容宝鼎到底是那 北莽屈指可输的武道宗师啊 一脚重重踏出跺脚 一脚后撤半步 浑身气势瞬间攀至顶点 料定柴青山必然会继续前冲 一拳向身前空中挥出 拳钢炸裂破空而去 面对慕容宝鼎请力而为的霸道拳钢 柴青山一人一剑豪宁致继续飘然前行 只是老人呢 稍稍的侧过深情 任由那道钢气炸碎左侧肩头 快如惊鸿的一剑精准的刺中慕容宝鼎的胸口 以伤换伤 以死换死 慕容宝鼎气沉丹田 在这一刹那 竟是自认毫无还手之力 选择了偏命死守 体内气机极速流转 一张脸庞焕发出暗黄色的神采 双脚扎根大地不动如山 三尺青锋 见其破甲 势如破竹 剑尖抵住慕容宝鼎的胸口 长剑弯曲 煞石如弧月 最后极尽于满月 肩头粉碎鲜血满身的柴青山大笑道 滚 身材魁梧剑状的慕容宝鼎被这一剑挑飞如断线风筝横砸出去 重重落地后的慕容宝鼎脸色微白 没有低头望去 他依旧死死的盯住那名年迈剑士 只是伸手抹了一把 手心腥红 身陷北莽骑军重围的柴青山 不得不初见斩杀那些蜂拥而至的亡命骑族 于是两人之间视线阻隔 慕容宝鼎趁其手掌一拍地面 重新起身站定 有几分心有余悸呀 这个老家伙 有些难缠呢 不愿再硬碰硬的慕容宝鼎 不断后略 恼羞成怒的 撞死他 以柴青山为原心 北蒙铁骑 开始急促冲锋 冲撞而去 位于最外围的骑族 则终于有机会 展露草原骑军的骑射功夫了 那名肝胆欲裂的贵族万夫长 已经下达死命 无论敌我 只管射杀 既要阻拦骑军冲撞 又要破开剑雨的柴青山 剑如游龙 身陷死地的时候 老人仍是试图破开骑阵 追杀必战的橘子舟持杰烈 只是气机扯动胸前伤口 鲜血转为诡异的乌青颜色 就只差一线 就冲出北蒙骑族 用性命堆积出来的包围圈 一退再退的慕容宝鼎 已经退至那只 东雷经济的前方 脸色正拧 狠狠的吐出一口血水 若非一节柳的剑上 脆有剧毒 说不定还真要被这柴青山追杀至此 倒不是说呀 他就会输 慕容宝鼎依旧有信心 慢慢的耗死这老皮肤 只不过 必死之人柴青山的命 怎么能够跟他慕容宝鼎的命 相提并论 他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违鸟身上 若是那家伙想要撇下必死无疑的柴青山 撤回巨北城 以慕容宝鼎的伤势有十足的把握将其拦阻下来 从巨北城城头向北望去 或是从高坐马背的东雷禁忌往南望去 只见老人所在的那座大园 苍苍叠叠叠的北望其军 向原新处不断冲杀而去 柴青山一人一剑 仗剑而立 四周尽是死人 尸骨累累 慕容宝鼎猛然抬头 一声乍响 骤然响起 然后一道身影从空中落下 慕容宝鼎只能仓促之下 歪过脑袋 双臂交错挡在头顶 慕容宝鼎被这一拳 砸得半截身躯陷入地面 原来是韦苗 直接越过北望其军头顶 直接找到了慕容宝鼎 根本无所谓退路不退路 慕容宝鼎双臂凭借本能的护住头颅 果然这韦苗一手 按住前者脑袋一击西撞 慕容宝鼎被一撞向后 离出了一条缠达树杖的肾沟 尘土飞扬 黄沙之中 韦苗出拳之快 快到让人只看到一片残痒 身穿银甲的慕容宝鼎是一腿再腿 韦苗出拳 蒙起应落 劲如奔弓 发如炸雷 硬开慕容宝鼎的中门连连蹦发 终于啊 维渺权势如怀抱婴儿 招数名称不显凶悍 实则最是凶猛无比 老辈江湖拳法宗师早已盖棺定论 此事炼拳打到数万次 方可见功底 尽致发思 维渺炼拳成痴 从不以天赋出众而懈怠片刻 此年少起学此事 日日勤恳不息 入山催聚目 入河垂江河 也许早已出拳百万 一拳如撞碎大钟 轰然巨响 被柴青山一箭挑出之后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慕容宝鼎 再次被为秒一拳砸飞出去十数掌 十数计躲避不及的东雷 经济被当场装死 这位本该在中原江湖 大放异彩的南兆武道宗师 在巨北城外的沙场之上 在数千北猛骑足的视线之中 打得慕容宝鼎狼狈至极 气机摇晃 打得慕容宝鼎身上披挂保甲 坑坑洼洼几乎彻底损毁 身形摇摇欲坠的慕容宝鼎怒吼一声 再来 为秒如影随形 左臂伸出绕至慕容宝鼎耳畔 手掌贴住太阳穴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拍 远比为秒身材高大的慕容宝鼎 便双脚离地 为秒右手一拳 炸雷一般的砸在后者的腹部 原本向后倒飞出去的身躯 又被为秒左手扯回 又是一拳砸在腹部 这一幕 滑稽 且惨烈 慕容宝鼎倾斜 横旋空中的身躯 一直不曾落地 就这样被为秒一步一步向前踏出 一拳一拳轰在腹部 为秒最后一拳 亦是此生最后一拳 重重砸在慕容宝鼎 宝甲破碎后 血肉模糊的腹部 慕容宝鼎 终于落地 摔出去七八丈远 蹊跷流血 所谓的不败之身 哪怕有宝甲护体 依旧成了天大的笑话 为秒 傲然站在原地 轻轻转头回望 看了眼那座骑军原阵 无法看到 并肩作战至此的柴青山身形 稍稍抬高视线 望向那座巨北城 注定 无法看到那道 婀娜身影了 为秒的视线 逐渐被眼眶流淌出来的血水 模糊 慕容宝鼎 倒地之后 试图挣扎起身 竟是徒劳 不断的呕血 他心知肚明 为秒只差数拳 就可以要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双方公平捉对厮杀 慕容宝鼎 根本没办法抗衡 为秒 这一刻 慕容宝鼎 对于日后 称霸中原江湖一事 再无半点念头 慕容宝鼎 皆连三次起身 都中途放弃 只得颓然地躺在地上 脸色苍白 已经完全失去战力 这位心比天高的 北莽持杰林 面容苦涩 沉声咒骂倒 狗日的中原江湖 不远方 为秒站在原地 无声无息 难召宗师为秒 全身筋脉寸断 死而不倒 既然天下全有为秒 岂有我为秒 为死收权的狗屁道理 没这样的道理 他 看着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为秒壮烈战死之前 北莽骑军包围圈 出现了诡谨的静止 那名老人 已经杀得他们胆寒 而且骑足与战马的尸体 已经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巨马桩 已经不利于骑军驰骑冲杀 身中树枝箭矢的年迈箭矢 吐出一口漆黑血水 单膝跪地 以手中长剑主地 才支撑住身形不坠 柴青山不愿以双膝跪地而死 也不愿倒地而亡 最终他盘腿而坐 横剑在膝 既然渐明绿水 那么剑身自然绿意盎然 一如中原江南的春光 阳光照耀下的剑光涟漪 恰似冬月剑池 被春风吹皱的池水 柴青山用袖口 轻轻擦去剑身之上的漆黑血水 老人临死之际颤声笑道 我冬月剑池 开宗立派五百年 仗剑砍江湖 山高水深剑气长 我柴青山不曾让三尺剑蒙羞 启成白霜随邪谷 两位中原宗师之后 柴青山慷慨站死 为秒尾随其后 默然赴死 雪中汉刀情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情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情 雪中汉刀情 第九百一十二回 五帝成于新郎 手持鸣剑伏击 直接杀向增援而至的一千 众家经济 一剑落去 这一剑截然不同于之前的 蜻蜓点水杀人几指 正大辉煌 剑气之盛 遮天蔽日 以至于从不愿夸赞谁的 王先知 曾经私下对绿袍儿小丫头笑言 东海武夫数万人 唯有于新郎 一只独秀 足可见王先知 对于于新郎的期望之高 四十余 众家经济 直接被这股灵力 剑气搅烂 血肉似箭 场面血腥至极 其中一名 本该死在剑气之下的 披甲骑足啊 突然倒掠而去 次次都精准踩在 战马头颅之上 吐起鹰落如履平地 瞬间就和 势不可挡的于新郎 拉出了一大段距离 最终落在两匹 继续前冲的战马 缝气之中 随意抬起手臂 从那名众家子弟手中 夺过了一杆金铁长枪 面带微笑 抬头望向那位 如复古之躯迅猛杀翅的年轻剑客 这名身披普通骑足甲骤的中年人 一枪捅出 枪如大礁月水 直自中原剑客信口 春秋四大宗师之一的枪先王秀 便曾留下大壁谱传师 名言 枪扎一线直直而去 一线之上鬼神退散 于新郎每次踩踏在 众家骑军的战马头颅上 都使得脚下战马前腿折断 扬起一阵漫天尘土 彻底打乱了这支骑军的阵型 他面对那名中年骑族气势如虹的一枪 身形猛然下坠几分 低头弯腰 堪堪躲过锋芒无比的剑尖 一剑递出同样笔直而去 这位潜伏在众家司祭中的骑族啊 正是号称北马魔道第二人的重粮 面对于新郎必重就轻的直来一剑 仍是泰然自若 毫不犹豫的抽枪而退 重粮没有选择正面硬汉这位王先之高徒 而是采取了手势 拦拿圈转 圈不过异斗宽度 守得无比张法森严 故而哪怕面对于新郎的接连竖剑 仅是剑气就从重粮两侧前冲的骑族当场绞杀 可重粮依旧退得从容不破 金贤枪法大家的风采 虽然于新郎剑术通拳 隐约有了几分陆地剑仙的神韵 可谓咄咄逼人 可一旦境界到了重粮这个高度的对手 选择近乎无赖的彻底退让 于新郎也很难抓住破绽一击得手 何况重粮在北莽江湖原本公认精通百家之常融出异路 最终以止玄境成就一身不输天象境的杀力 但是到最后没有金刚体魄的重粮便没有继续一味追求杀伤力 以此寄身天象境界而是在枪术上另辟蹊径 只取首饰而不取公招力争拒敌于枪尖之外 要知道那仲家呀除了是北莽显赫的将主门户 更是天子号独一份的枪法世家 仲家子弟家风永汉 无论男女老幼皆寄机贤熟 友善大将 幽灵志同便要手持白了杆子练习枪术 枪法小成之后以做到泼水不进四字为入门 既家族实际在三十步外绕圈而奔 持枪之人呢面对击射而至的箭矢 必须全部剥开那一百箭 之后大雨时分 挥动长枪以衣衫不识分毫 方为枪术大成之境 故尔北莽大将军众神通挥下的长枪铁骑 仅以丹骑战力而言 无论是董卓思绩还是慕容宝鼎的东雷经纪 或是更次一等的柔然铁骑 笔之都要逊色很多 只可惜仲家整整二十年 也只培养出了不足两千铁骑 受限于数量 无法在战场上独自产生绝对优势 北莽女帝当年在亲眼见过仲家铁骑的演武之后感叹 仲家儿郎 手持铁枪 策马吉尺 当真如我草原雄鹰 飞掠于平地 一向以离京叛道明洞草原的仲家二当家仲良选择枪术作为自身武学的落叶归根 以此弥补自己的武道短处 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于新郎深深的看了一眼一退再退的仲良突然收起伏击 仲良虽之停下身形他哈哈大笑 仲良一想起来要回原楼荒了 别急 先问我手中铁枪答不答应 仲良一手持枪 气机死死咬住于新郎 第一次真正有了厮杀意味 然后抬起手臂做出一个手势 源源不断向前奔杀的两翼仲家齐军 顿时自行拦腰而断 停马步前的精气 在仲良身后一字排开 与此同时 不断有原本殿后的北莽骑士翻身落马 不下三百人 纷纷从骑阵间隙当中向前冲出 既有朱网精锐死士 也有北莽江湖高手 更有夹杂其中的仲家豢养多年的供奉客卿 无一例外 连同仲良在内都盯住了 协提长剑伏击的于新郎 三百人迅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拼死围住腰配良刀手持长剑的于新郎一人 于新郎持枪站在原地 眼中看到三十余人率先前冲 围杀那名来自黎阳东海之兵的剑道大才 他洒然一笑 于新郎 以多欺少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仲家儿郎虽然不惧死战 只是在战场之上 毕竟不是身处江湖 还望你见谅 这处战场与慕容宝顶里放手坐镇的那一处 如出一辙 何其相似 于新郎出乎意料的倒持伏击 仅以左手双指变拢坐剑 嘴唇微动 于新郎左袖内 剑气充盈 满意而出 那三十名心怀必死之志的高手 不管是撒腿狂奔 还是向前高高跃起 几乎同时都被毫无征兆 便拔地而起的一股股剑气刺杀当场 不止如此 以于新郎为原心 一道道剑气 默然起于大地 壮观如大权不恨有 这般异象 才当真是平地起惊雷 方圆十掌 二十掌 三十掌 皆是冲天而起的浩然剑气 在那被于新郎有意 针对的三十名北满高手 毕命之后 悠悠躲避不及 或者是恰好撞上 下一道剑气的六十余人 死不明目 除了绝大多数侥幸 躲过剑气的北满人物 事实上真正能够硬扛 剑气的顶尖高手啊 不过寥寥双手之数 重粮自然最为轻松 只是提起长枪 然后重重落地 硬生生撞烂那道 起于身畔地面的剑气 重粮根本不着急 应该着急的 本就是于新郎才对 即将强弩之末的楼荒 一人面对三千多计的继续冲撞 除了死还能如何 大概等到仲家先头骑军加入战场 楼荒也就该去见那位曾经让江湖 俯首一甲子的师父了 重粮只需要在关键时刻 出手去拖住于新郎就行 若是能够生擒于新郎 那是最好 他不相信担负起家族兴盛众望的 侄子仲坛已经死在密云山口 多半是被北梁囚禁起来 极有可能啊 就在那巨北城内 不但重粮对性情相近的仲坛寄予厚望 整个仲家都需要仲坛活着 否则仲家辛苦布局谋划二十年 那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就算他和兄长仲神通日后列下不是战功 没有了继承人有何必 重粮希望用于新郎或者是谁 来换取仲坛的一线生机重返家族 心情复杂的重粮 突然没来由的环顾四周 似乎在寻找什么 他十分好奇啊 作为止玄造诣极为出彩的顶尖宗师 他能够感受到一股庞大到窒息的无形气势 却捕捉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他知道 拓跋菩萨已经将那位年轻藩王 拖入了一座真正危机四伏的战场 凡夫俗子根本触摸不到 就连他重粮都瞧不见 此一过后 北莽工程部军伤亡之众必定超乎想象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南征中原 因为那十八人恐怕不等他们攻破巨北城 积攒了二十年家底的南朝步军就已经早早打没了 到时候草原骑军那就不得不下马作战 伤亡只会越来越大 两莽双方心知肚明 巨北城守不守得住 南朝步军的多寡至关重要 这也是十八人死战不退的根源 也是北莽很快就出动那么多只精锐骑军的原因 诸王死士和江湖高手更是不惜倾巢而出 多杀一名熟悉登城作战的南朝边关不足 北梁巨北城就会多出一丝机会 心性坚韧不拔的重粮 此时也破天荒的有些茫然 这场仗怎么就需要打到这种堪称玉石巨坟的惨淡地步 草原百万铁骑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该将矛头对准北梁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北蒙腹地背对大道的邓茂 手中那只断毛本就长不过两尺 此时成了越发名副其实的断毛 只剩下一尺来成了矛头了 但是轩辕清风的一只绣管也被粉碎 他那条白皙如杨之美誉的胳膊 被割出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痕 鲜血流淌不止 邓茂始终不曾让这席子衣 进入北莽太子身前五十步之内 只不过他的手心也已经血肉模糊 绝对撑不得稳战上风 只不过北蒙河西州持接令赫连威武 宝平州持接令王勇与太子妃三人 都已经来到耶律洪才身侧如临大敌 确保太子殿下不会被那个风魔女子 正大光明的斩杀于大道之下 且不论皇帝陛下对于这个儿子的生死 持有何种态度 若是主帅死于大军保护之下 终归是前所未闻 骇人听闻的滑稽世人 两军对垒 给万人敌取走上将首级 这本就是只会出现在 市井巷弄中那种演绎小说的荒唐下场 赫连威武虽说 并不以武道宗师名洞草原 素来只以治军阎森铸成草原 王勇更是从未在江湖或是战阵出手杀敌的传言 但是从两记分别列在北莽太子左右来看 必然实力不足 毕竟齐剑岳府辞排名韩姑的那名太子妃 传闻是仅次于宗门内红镜炎黄宝庄 同仁师祖 以及剑气晋黄青的有数高手 此时啊 他仍是挺马于王勇右手册而已 哪怕面对这种阵仗 大雪平轩辕轻衣 仍旧毫无退 不可理喻啊 辖境宝平州 类似黎阳广陵道的持截令王勇 轻轻摇头 这位女子也太过不懂审时夺势啊 给年轻藩王压过风头也就罢了 没想到这婆娘还真当自己是软柿子可以肆意拿捏 一律红才打定主意 要用他来拉拢一批拥有独到癖好的草原权贵 阴森孝道 等吧 记得留他性命 轩辕清风 冷冷瞥了眼 稳操胜券的北莽太子 嘴角挂起了讥讽 照理说太子殿下要比世子殿下更加金贵些 可是黎阳也好 北莽也罢 怎么都是这般不入流的货责 邓茂沉声道 轩辕清风 我会留给你自尽的机会 邓茂可没刻意压低嗓印 耶律红才文言后顿时勃然大怒 只不过出于隐忍阴沉的秉性 倒没有出声问责 只不过在这位太子心中 邓茂与他的恩主耶律东床一样 都必须死 轩辕清风放声大笑 好像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收敛笑声后他问道 我轩辕清风还需要别人怜悯 这一刻 轩辕清风虽然看似神情自若 但是他那双漂亮眼眸之中绽放出的光彩 让人很难不印象深刻 偏执 癫狂 狠力 邓太阿 拓拔菩萨甚至是江湖上属于一个辈分的徐凤年 或是已经逝去的李纯刚王先知 这些五平大宗师 不论何时何地都绝不会有轩辕清风这种极端的气度风范 这绝不是因为灰山紫衣的女子身份就能够解释一切 因为白衣洛阳 五帝成林鸭 吴家剑种的翠花都不会这般走火入魔似的阴冷偏激 轩辕清风抬起那条受伤的胳膊 任由鲜血从指缝间滴落在黄沙地面 一双眼眸趋于赤红 你邓茂真当自己是那个姓徐的王八蛋了 他的那条手臂呀 浮现出一缕缕血腥气浓郁的腥红气息 浓稠如食物与光洁剔透的雪白胳膊形成鲜明对比 那些外泄气息萦绕流转 如一条条腥红小蛇盘踞土露蛇间 若说天底下最不讲理的指悬沙天象 世间第一人当属人猫寒生轩 此时轩辕清风手绕红蛇的诡异气象 分明于那位西年黎阳手换的成名绝学如出一辙 不但如此 相比韩生轩 玄元清风更为心狠手辣 白痴肝头更进一步 不惜以惊血温洋此物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狂行径 无异于在体内唤养蛟龙啊 以体内翘穴为龙 先以蛇化蛟再以经脉作为江水 达成大蛟走江化龙的最终目的 比起不明旧理且不知轻重的其余悲忙众人 经历过中原江湖的邓茂 洞悉内情他忍不住感慨 真是个疯子 邓茂低头看了眼手中断毛 叹息一声 神情古怪 有些遗憾又有些无奈 抬头后眼神坚毅他沉生道 一路杀到这儿 本就气势不足 还敢执迷不放手一搏 取死之道 那就别怪我顾不得你将来 沦为草原权贵的玩物 轩辕清风闭上眼 气息反常的内敛至极 如同大雪时节 一颗不断被钻紧夯实的雪球 邓茂亦是反谱归真 一身浑厚气势消失不见 显而欲见 两人这是要不约而同的选择 一招分生死 雪中汉刀情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一十三回 邓茂身后 王勇嘴角翘起 见到轩原清风 竟然自负到以为 能够一招击杀邓茂 这位宝平州持杰令 便彻底放下心了 这个黎阳江湖的女子盟主 真是不知那天高地厚啊 可惜了那份福音深厚的造化 难道忘了先前 洛阳提醒北梁王的那句话了吗 王勇与邓茂 算不得至交好友 但曾经有过一场 点到极致的切磋 王勇肯定不是邓茂的对手 只不过王勇与那只耶律家族 一直有着极为隐蔽的暗中往来 所以对邓茂很了解 这位剑走偏锋的北莽宗师 论战力也许不如洪景炎 不如白衣洛阳 甚至可能防御都逊色于慕容宝顶 杀伤力则不如魔头重粮 像是空有一身天象境界 却无拔尖的出彩之处 常人实在很难想象 为何当初洪景炎 头次登平五板后 为何有 始于慕容宝顶之后 修于在邓茂之前的奇怪评语 但是王勇心知肚明 邓茂以那只断毛 氧气蓄意二十年 弃毛之时 拼得一生修为不要 能以天象境界杀陆地神仙 而轩辕清风距离陆地神仙 只有一线之隔 邓茂杀他 恰到好处 果不其然 战场之上 风云雷动的恢弘气象之后 两人对峙而停 邓茂的那只断毛 顶入灰山紫衣的腹部 虽未透体而出 显然已是致命伤 邓茂任由 轩辕清风 五指按在额头之上 他的指尖 同样深深 顶入邓茂的头皮 邓茂双手低垂 嘴角渗出血丝 艰难而笑 似乎在询问 如何二字 轩辕清风 强行咽下那口喉咙的鲜血 开口反问 又如何 邓茂已经无力说话 灰山紫衣 还能出声 高下利剑 只不过在这处 唯有一席紫衣 形单影只的战场 距离内赶北莽大盗 不过八十余步 分出了胜负 未必就能分出 天经地义的生死 贺怜威武 没任何动静 可是有北莽太子身侧 两技 已经猛然向前冲出 一技是手提铁枪的 宝平舟持杰令网友 一位是超出常见 此排名寒孤的北莽太子妃 两人军响迅速出阵 斩杀轩辕清风 以绝后患 显而易见 谁都没把耶律洪才的旨意 当回事 事实上 在看到这副场景后 北莽太子殿下 也没了留下 灰山紫衣性命的心思了 这名中原女子 实在太恐怖了 轩辕清风 抽出五指 邓茂颓然倒地 倒在他的脚下 就像中原江湖 不计其数的男子 纷纷败倒在他的裙下 他闭上眼 听着急促如鼓点的马蹄 大风吹拳 他衣袖飘荡 依然风姿如仙人 那一刻 轩辕清风 响起了 姑牛大纲的大雨之中 某人撑起的油纸伞 响起了京城下马魁一关 一起望着院子里 堆积起来的雪人 某人带着莫名的山杆 说着梦想是什么 他缓缓地向后倒去 有些累了 异象昼气 在这座北莽大军腹地的 某个不起眼的战场 有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形 竟是神出鬼没的破土而出 他猫腰而奔快如闪电 几乎是在一匹匹 北莽战马的腹下穿行 短短几个眨眼的功夫 他就感到着轩辕清风 侧面战场外 然后一闪而逝 感受到一股强烈危机的 北莽太子妃猛然勒马停步 他瞪他眼睛 本就落后于保平昼 持节令的他一脸的匪夷 视线之中 王勇依旧策马持枪前冲 势不可挡 可是他背后的马背上 不知何时蹲了一名少女 这名权柄显赫的一周持节令 被一记手刀冻穿胸口 少女刺客抽出手刀后 回望了一眼遍体生寒的北莽太子妃 貌似呵呵一笑 他又一闪而逝 下一刻刚好背起 倒在地上的轩辕清风 在短暂的错愕清呆后 这位太子妃顾不得逾越理智 脸色正隐的 对四周骑军愤怒倒 劫下刺客 没有谁知道 这名少女 为何会出现在战场上 就连北梁的那位年轻藩王都不知道 徐凤年只知道他答应过自己 绝不去去北城外的战场厮杀 答应他一旦战事不利 就带着那只年幼的大猫出城 去往渡海滔滔的西蜀 也没有谁知道 他能够在地底下折服那么久 他又为何能够误差不大的潜伏 在北莽大道的不远处 之前距北城藩底内 众人只知道 有个有趣至极 也古怪万分的小姑娘 喜欢有事没事啊 就倒吊在年轻王爷的书房窗外 或是坐在屋檐上发呆 新梁王也从不约束他 哪怕是议事堂议事 少女也会看似百无聊赖的 坐在房梁上 所以他知晓了北莽大军大致的排兵布阵 他默默的既在心间 又默默的消失在距北城 不知所踪 他叫贾家家 徐凤年喜欢叫他 呵呵姑娘 他杀过王明吟 杀过柳浩施 他还拦截过王先之父梁 一直拦截到北梁边境 一次又一次 始终不愿退让 今天 他又杀了一位北莽持节令 感受到那个谦弱而温暖后背的 轩辕清风小声说 别管我 埋头一路向巨北城狂奔而去的少女 搬起小脸 轻声说 别死 你死了 他会很寂寞的 他说过 是件男女 你最像他 腹部仍旧血流不止的 轩辕清风 哑然失笑 竭力睁开那双眼眸 望向天空 他呢难倒 这样吗 在北莽顶尖高手 接各自赶赴战场的形势下 尤其是并无被刻意针对 身陷追脚围困的情况中 原本以这位少女的 动若狡兔的灵巧身形 哪怕需要穿过半座北莽大军 只要不练战 他依然极有可能 安然无恙的返回去北城 但是当他需要背负着 轩辕清风一起撤出战场后 并且在撤退途中 还要躲避无数箭矢 特别是需要防备背后女子 身中流史 他显向还生 所以哪怕中路大军之中 有洛阳徐英二人 几乎在第一时间侧应他 少女仍是一个亮枪 几乎要睡到 然后继续前奔 原来一只箭矢啊 直接洞穿了少女的小腿 鲜血尽头 少女浑然不绝 他最终将轩辕清风 小心翼翼的放在 巨北城的墙根 然后再度返回 依次闯入北莽大军 依次背回了随邪谷 成白霜 从木莽女琴师薛颂关的护送下 又背回了维淼和柴青山 他背回了四具尸体 又在乱军丛中 背回了被毛书朗 天死护卫下的两具尸体 南疆齐柳安 武当于兴瑞 这两位宗师 被靠背而死 浑身浴血 且断去一臂的毛书朗 在少女离去之时大笑 这位小姑娘 之后老夫的尸体 你就不用理睬了 最后一具尸体 是武帝城建室楼荒 于金郎四周 数十丈内无一人存活 这位武帝城守徒 在惨绝人寰的沙场上 盘腿而坐 帮那位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取回了那柄 明剑鼠道 被北莽一记 撞在熏口的楼荒 抱住那柄 长剑 此前笑颜 杀人不如你多 还是没办法 让你喊一声师兄了 身中重粮一枪 手臂更遭受 北莽死尸竖刀的于新郎 挤出笑脸 低头喊了一声 师兄 楼荒死尸 似乎听到了那个称呼 轻轻的点了点头 当那个一瘸一拐的少女 来到身边 于新郎抬起头 泪眼朦胧 麻烦你了 少女摇了摇头 在于新郎留下那柄 骨剑鼠道 玄佩腰间后 她背着尸体 返回去北城 她与于新郎的右手边 徐衍兵正在将 吴六鼎和剑士翠花 强行拽出战场 丢向巨北城城墙 然后徐衍兵 终于转身走向 那杆插入地面的铁枪 背对少女的于新郎 抽出那柄财入鞘的鼠道 此时便是双手持剑 她望向远处 被一剑斩掉手掌的重粮 被家主死士拼命救回 正在向北莽大军腹地逃窜 于新郎一人双剑 缓缓前行 北莽前军正中央地带 一身白衣枣被鲜血染成星红的洛阳 说服徐英返回去北城后 最终他独自站在那 一直向前开阵的独臂毛疏朗 在一股作气连杀七百人后 战死 死无全尸 死无葬身之地 城墙下 被贾家家背离战场的 一具具尸体 被放入吊栏 得以死后返回去北城 去北城外 当初十八位武道宗师 城白霜 随邪谷 唯淼 柴青山 于兴锐 齐六安 楼荒 毛书朗 八人皆已死 北莽三座万人部族 早已全军覆没 两亿万鱼 齐军 伤亡惨重 朱王死士 与各路江湖高手 战死不下两千人 一支支 截杀中原宗师的那些 千人经济 零零散散 累计起来 再加上那些 号称 草原千金之士的精锐 不足 死亡总数 已达万人 两千多架 头十车 与那座 弓弩大阵 更是彻底 成了摆设 轩原清风 坐在地上 背靠城墙 他已经自己 拔出了那只 断毛毛头 用手 按住伤口 神色冷漠 伤及五脏六腑的 吴家剑种 剑冠吴六鼎 使劲的捂住嘴巴 鲜血渗出手指 他忍不住 泪流满面 剑是翠花 为了救他 被一刀劈在脸上 只是此时 他与他对视 他仍是眉眼温柔 脸色病态雪白的 薛颂观 怀抱骨琴 食指血肉模糊 骨琴琴弦进断 体内气机 荡然无存 点滴不上 背部被划出一条 深刻血痕的 猪袍徐鹰 蹲下身 动作轻柔的帮助 呵呵姑娘 包扎伤口 满脸倔强的少女 抬起手臂 咬着嘴唇 使劲的擦拭眼泪 他看不到他 因为他知道 那一处谁都看不到的 两人战场是更为惨烈的战场 距北城外 于新郎继续向前 徐衍兵和洛阳二人 则继续挡住北盟两座 后续布军大阵的推进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距北城 准确说来 是整座西北边陲的天空 刹那之间 一处处云海 无论高低大小远近 都在同一刻消失 所有人只要抬头 就可以看到 头顶有一道广阔无边的涟漪 激荡四散 距北城内的北梁边军 距北城外的北蒙大军 如同簇拥在湖底的鱿鱼 在仰头望向那一层 涟漪阵阵的如镜湖面 万里无云 然后仿佛有两颗巨石 砸入湖面 破开湖面直坠湖底 两道身影同时轰然坠地 大地震动 那抹辉黄的金黄色落在北蒙大军之中 那道白色身影则落在距北城城门之前 两道刚刚从天而降的身影几乎同时对撞而去 一人从北向南 一人从南向北 先前虚无缥缈的那份气数之争 在天上的方丈天地之中 北蒙军神战尽优势 年轻藩王被李凤手蕴含的剩余天道 消尽了气数 但最后仍是被徐凤年悍然破开那方世界 重回人间 那么接下来 就是再无束缚的人间之战 当两道长虹在北蒙大军腹部撞击在一起之时 声势之浩然 以至于附近数百计瞬间倒飞出去 连人带马 不等摔落地面就已直接暴毙 那抹金黄色魁梧山形 直接倒滑出去一退数百丈 而那道白红则是倒撞在距北城城墙之上 双肘抵住墙面 绝不让自己后背撞靠城墙 双方皆绝不唤气 反而已比倒退之势更为迅猛的速度 再度在先前那条直线上剧烈撞击 这一次相撞之地 要稍稍偏向西南方一些 因此又有被殃及持余的数百北蒙骑军人马皆飞 北蒙大军完完全全停下向南推进的脚步 是不敢 哪怕去北城城外十八位宗师将近已死半数 剩下半数又有半数彻底失去战力 可当北蒙蛮子亲眼目睹这幅震撼人心的恐怖场景之后 人人呆滞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一十四回 两道红光 一次次快过先前的轰然相撞 等到不幸位于那条直线上的 北莽大军贯穿巨北城下 到四十万大军最后方那条线上 等到那些人终于来得及 向两侧疯狂逃命四散 已是整整二十余次撞击之后 在这条直线上 任你是天象镜高手 只要是拦住双方去路 定然转瞬即死 不知有多少北莽部族骑军 不知有多少百夫掌千夫掌 不知有多少南朝将领 北庭权贵 就那么莫名其妙的死了 后世曾有武道宗师 发自肺腑的感慨 具备城外议 大概也就只有旅足与旅足之战 才能媲美 既然世间旅足唯有一人 那么两人之战千年未有 接下来那次声势更为惊人的碰撞 便是寻常世俗都能够肉眼可及 那道怦然激荡出气的气机波纹 这一次啊 那道金黄身影差点直接退出大军战场 那位北莽军神身形稍作停顿 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踏出 怒吼于脚步皆响如雷声大震 徐凤年 我要你全身筋脉筋断 巧学近毁 拓跋菩萨显然已经怒急啊 一掠向前直撞巨北城下同时动身的徐凤年 这一次啊 换作徐凤年整个人都嵌入巨北城的城墙之中 众人终于能看清楚拓跋菩萨的魁梧身影 十八条粗如碗口的金色蛟龙 环绕身躯极游走 他大声冷笑道 我看你还能剩下几斤鲜血 继续沸腾转为契机 一袭白衣的徐凤年 落回城下 浑身上下千尘不染 果真没半点鲜血痕迹 去北城城头的勒骨台上 那骨声不曾停歇片刻 勒骨不停的江泥满脸泪水 他根本不敢去看徐凤年 他突然高声道 北梁村子百万户 多少铁衣 国枯骨骨 来来来 试看谁是阳间人徒 来来来 试听谁在敲美人骨 背对距北城 背对城墙下那些仅存的中原宗师 那位早已撕去翻网网袍的年轻人 赤脚站在城外 听到城头的声音之后 他沙哑道 放心 我绝不会输 徐凤年仰起头 深呼吸一口气怒吓一声 邓太阿 天空遥远处传来笑声 我已至天门外 你放手厮杀便是 桃花剑神邓太阿 已步步登天 以人仗剑来到天门之外 邓太阿悬坑而停 横避且横剑的笑问 试问天上仙人 谁敢来此人间 却说徐凤年文言之后 随即轻轻吐出一口气 仿佛要将所有北梁三十万铁机 整整二十年的机遇之气 都一起吐出胸腹 他笑了笑 自言自语道 那我可就真要来一次人间无敌了 只见这一袭白衣脸上神情 快意至极 如是重负 容我且不管那中原狼烟有几缕 且不管两国边关战士之胜负 且不管那黎阳朝廷有骂声几句 且不管你北忙百万骑军又如何 且不管清凉山有名石碑有几座 容我徐凤年只坐一回徐凤年 徐凤年哈哈大笑 天地间 且容我徐凤年身身拦腰 年轻人果真身了一个大大的拦腰 一条似有形又似无形的雪白巨蟒 骤人现身 只见这如同山巒的庞然大物 盘踞于巨北城出现在年轻人的身后 他拿巨大莽头探出那座威鹅巨北城 向北方整座草原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大莽盘踞人间 气象何其雄伪 北莽战场之上 拓拔菩萨怒吓 徐凤年 你竟敢窃取天地气韵 荣为己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梁州清梁山 澹台平静站在厅朝阁外 看到一名脸色雪白的年轻女子走出厅朝阁 她的容颜堪称清国清城 澹台平静看尽人间 好像也就只有白狐脸 陈瑜和江泥在内 屈指可数几人 才能够与这位少女媲美 只不过这位游带着几分稚气的姑娘 在气势上 自然远远不如那些绅士悔溯 经历坎坷的女子们 站在澹台平静之前的她呀 窃窃诺诺 就像一朵在僻静墙角 悄然而生悄然而死的小花 无人见闻 无人欣赏 可一旦遇上 无论男女便都会心生怜惜 坦台平静 环视四周 在她的眼中啊 清凉山空空荡荡 人与物依旧 只是徐家在黎阳西北 积攒了二十年的那股气 没了 世上男女 世上男女 气数 人人皆有 只分多寡 只多知人 才能够 俱为气韵 如今黎阳皇帝赵传 自然是其中 翘楚人物 老首府张巨鹿 曾经也有 如今 陈旺义是有 大祝国顾剑堂一旨有 燕拉王赵炳 世子赵柱有 甚至当年 在西域夭折的 先帝私生子赵凯 其实也有 天底下的女子中 正在距北城城头勒鼓的 大厨女帝江泥也有 黎阳江湖 轩辕清风有 滥陀山女子菩萨 六诸上师有 坦台平静眼前之人 少女没半点气术 这绝对是 炼气室眼中的 天大艺术 或者说 此女曾经占据 天大气韵 说不得原本应该是 北满皇后 甚至是下一位 草原女帝的存在 可不知为何 她一身的气韵 到头来 结果都融入了 徐家的气韵之中 然后啊 被距北城某人 一般而空 原本往南赶赴南海观音宗的 炼气室宗师 先前不过是路过梁州城 见到此地异象后 忍不住一略而来 凝视着这个满脸懵懂的小女孩 潘台平静略作思量 心中了然 她柔声问道 你是不是叫忽咽观音 少女点了点头 大姐姐你是谁啊 潘台平静 笑了笑 是徐凤年 求你这么做的 少女赶紧摇头 公子只知道 我返回草原部落了 并不晓得 我一直留在厅朝阁内 是徐爷爷在去世前 偷偷告诉我那些事的 为了公子 我心甘情愿 潘台平静 看着那张绝美脸庞上的 坚毅神色 她悄悄的叹息 抬起头小声道 心甘情愿吗 北梁距北城 西楚神皇城 黎阳青天见西域烂陀山 再加上这个傻姑娘身上蕴含的 北方草原一部分气韵 永辉降服 他三次江湖 两次中原一次北马 三次庙堂执行 两次泰安城一次广陵道 所走过地所过之处 皆有所得 他最终获得的气韵 莫说是当藩镇割据的一帝藩王 哪怕是当个中原皇帝 都绰绰有余了 你为何仍是不愿审时夺势 退一步伺机而动啊 潭台平静 伸出手来 揉了揉小姑娘的脑袋 你我一般傻 不过你比我当年要更有勇气 很好 女子最蠢之事就是跟心爱之人赌气了 忽眼观音 以后好好活着 你一定会幸福的 忽眼观音 迷迷糊糊的露出一个笑容 点了点头 谢谢大姐姐 潭台平静 会心一笑 大姐姐 我呀 老奶奶才对吧 少女茫然 身材高大的女子 练气势 已经消失不见 终于从听朝阁 重见天日的忽眼观音 在听朝阁台积边缘坐下 扬起小拳头 挥了一挥 像是在为人鼓气 这次跟人打架 公子你 一定要大赢啊 青草明年生 大雁去又回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踏出一小步 寸余而已 如此碎步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这一刻呀 先前与年轻藩王 对撞数十次 丝毫不让的北莽军神 竟是开始瞬间 横移出去十数步 天底下竟然还有 当真势不可挡的锋芒 沙场上 大概就只有大雪龙骑军 庙堂之上 只有当年的黎阳张巨鹿了 如今便是舍弃一切负担 什么都不去想的这个年轻人 哪怕他面对的是三十多万的北莽大军 再加上一个已是天人大长生的北莽军神 一身白衣大袖飘摇 潇洒前掠 雪白大莽跟随徐凤年那席白衣 冲出巨北城 拓跋菩萨开始后撤 同时不断的在战场上各地闪现消逝 虽然滚走在沙场 却没有对北莽大军造成丝毫撞击的巨大白莽 高高跃起 如一条挂空长虹 下一刻呀 大如高楼的硕大头颅 顿时向下凶猛一砸 砸得不知为何身形出现凝质的拓跋菩萨 倒在大地之上 沉埃四起 只见徐凤年一脚踏在 倒在地上那男人的额头上 身体前倾 俯视着这位北莽军政的定海神 真的笑得好 拓跋菩萨 你一心想要江湖庙堂 两者都握在手中 那我就让你 终是求不得 缠绕拓跋菩萨魁梧身躯的十八条黄金蛟龙 疯狂的撞向那头高高在上的白莽 白莽每一次低头四咬 都能够搅碎或是绝烂一条粗如碗口的金黄色蛟龙 那些璀璨金光崩碎的速度极快 如同无主之物 绝大多数都消散于天地之间 只有极少 约门树谷 常人察觉不到的点点光芒啊 融入进了城外沙场和距北城内一些人的眉心 光彩扶摇不定 有些就此沉寂 有些仍是水土不服一般的弹出眉心 就此渐渐消失 十八根千细竹竿 如何能够支撑起一座山峰的倾倒之力 十余次过后 始终倒地不起的拓跋菩萨突然嘶吼一声 以大龙吸水之姿态 将只剩下七条蛟龙分别吸入七窍 只是仍有一条长达两丈的蛟龙 被徐凤年攥在手心 如同蛇被抓住七寸 垂死挣扎 头尾胡乱的狂拍徐凤年的身躯 被踩中额头的拓跋菩萨 借此机会倒滑出去三十丈 逃出徐凤年的控制 后者使尖一凝 蛟龙断为两截 绚烂金光四散流逸 然后被盘踞在年轻藩王身旁的大莽 张开大嘴轻轻吸纳 便吞入腹中 如同饱餐了一顿 金色血液流淌一身的拓跋菩萨 站在原处气喘吁吁 他眼神阴沉 小心翼翼的盯着年轻藩王的动静 徐凤年没有趁胜追击 只是站在原地计讽道 半数气运 已经被他人做嫁衣裳 拓跋菩萨是不是很心痛啊 拓跋菩萨冷笑 你又能维持这份巅峰姿态几时 半炷香还是一炷香 但绝对比我只会更早崩溃 徐凤年随意的抖了抖袖口 笑眯眯的说 你猜呀 拓跋菩萨深呼吸一口气 摊开双手 透过肌肤 脉络骨骼 都呈现出浓郁的金黄色彩 清晰可见 逐渐恢复心境 他抬起头 沉生道 你会后悔的 徐凤年回望巨北城 回望南方 那些战死于巨北城外的武道宗师 和那些历年来战死于我北梁关外的领军大将 固然可敬 但北梁关外 那些每逢大战苦战死战 必然愤然挺身而出的普通士族 才是我们北梁真正的脊梁啊 清凉山后山碑林 我不是为了徐家博取民望军心 只是希望所有听不见鼓声 看不见狼烟的北梁道百姓 知道在关外战场到底有哪些人 为他们而死 我这一生问心无愧 何来后悔啊 当初在武当山 与初代儒家张胜仁 并肩往人间 老人唏嘘道 我曾率领门生弟子走遍驻国 在上金学宫苟活至今 便喜欢自诩为八百年来 以我读书最多 行路最远 只不过如今 是你徐凤年走过最远的路了 徐凤年在那之前还真没想过 自己在北梁 黎阳北莽三帝夹在一起到底走了有多远的路 若是来年清凉山 有块墓碑上刻着徐凤年这三个字 不会孤单 左右前后 接我北梁英烈 徐凤年转过头来对拓跋菩萨微笑道 放心 反正肯定把你打得你爹娘都不认识 拓跋菩萨身形倒立而去 哈哈大笑 来战便是 徐凤年双手自然下垂 手心处各自虚握有一颗电光营绕的紫色天蕾 看着拓跋菩萨远远退去 他撇了撇嘴 怎么 不但想要拖延时间 还要在淮阳关那边借助董卓的兵马为杀王 说实话 你拓跋菩萨比王先知差了 徐凤年一闪 而是之后只留下一句话在战场上余音不绝 十万八千里啊 轰隆隆的雷鸣 不断响起在北莽大军北风以外的广袤地带 连绵不绝 就在此时 去北城正北城门大开 北梁铁骑突出 直撞北蒙 布军大阵 东西两座大门也随之大开城门 各有五千死士经济冲煞而出 约门半个时辰过后 一个魁梧身形如同一颗陨石坠落在北莽大军腹地 是被人从极远之处丢卸而来 大坑之中 拓拔菩萨血肉模糊生死不知 人间之上天门之外 总计九九八十一位仙人在以神仙之丝走出天门后 无一例外都沦为了四散而落的哲仙人 桃花剑神剑术如何 剑术通天 之前被十二位仙人 其中天上剑仙便有四位一起逼退了三千丈 却最终仍是只有人间桃花剑神一人仗剑重返此地 邓太阿一手道持 太阿剑一手举起 做双指轻扣门飞撞他笑问 可又至当如何 那座辉煌天门之内 春雨没了动静 此时 于新郎已经提着北莽重粮的头颅返回去北城 徐衍兵向北梁边军要了一笔战马 再次提枪出城 剑是翠花 留下内伤极重的年轻无极剑冠 他面赴铁甲背负古剑宿王为巨北城右翼骑军开路 猪袍徐鹰和呵呵姑娘同骑一马隐藏在左翼骑军之中 轰轰烈烈的巨北城攻守之战彻底拉开序幕 雪中汉刀情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情 第九百一十五回 降伏三年秋末 那只参与一年一度秋手围猎的王丈大军 非但没有南下梁州关外 反而火速北上 静止返回北庭京城 皇帝陛下在秋手期间 除了在某晚的画徽议事上出现过 就再没露面 太平令与三朝顾命大臣 一律储才 一路陪陀 夜色中 恭维重重 一间远远撑不上 富丽堂皇的小屋内 烛火轻轻摇晃 非但没有照耀的屋子 亮如白昼 反而平添了几分 阴沉昏暗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缠造 淋浴境了 一位老妇人面容安详 安安静静的躺在病榻之上 似乎在缅怀昔日的争容岁月 又像是在追忆 曾经风华正茂的青春时光 床榻盼 身为北莽帝师的太平令 坐在一根小板凳上 低头凝视着那位 两甲突出的苍茫老妇人 她白发如霜 一手打造出北莽珠网的礼密碧 更是举止古怪 就那么坐在屋门坎上 这一刻 这位让无数北莽权贵 都感觉到毛骨悚然的影子宰相 才真的像一位耻目老人 寂寞且孤苦 陛下可曾难受啊 太平令言语平缓 听不出半点忐忑惶恐 也听不出丝毫感伤悲痛 倒是有几分不合时宜的罕见温柔 老妇人答非所问的轻声说 你是不是很奇怪 为何朕不愿意接受天人馈赠 不愿强撑着狗活四五年呢 太平令点了点头 然后很快又摇了摇头 扔视柔声道 都无所谓了 老妇人一笑置之 你觉得我 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傻儿子 率领麾下四十万大军 最后能打下那座巨北城吗 太平令谨慎大道 只要拓跋菩萨胜过徐凤年呢 就是大局已定 别说十几位中原武道宗师 再多识人也无济于事啊 腿一万步说 即便拓跋菩萨输了 咱们也未必输 陛下不用太过忧心战事啊 老妇人双手轻轻的叠放在腹部 微微的扯了扯嘴角 忧心 朕全然不忧心梁州关外战事啊 在将兵权交到叶绿红彩手上后 朕就放下了 这孩子当了三十多年委屈太子 让他意气风发一次 母子之情 君臣之意 就都算互不亏欠 至于那里战火是烧到梁州关内 还是蔓延到南朝境内 朕一个将死之人 忧心什么 又能忧心什么 朕这一生啊 自认罪擅长宽心二字 对人的愧疚不长久 对自己的悔恨也放得下 这一生啊 前半辈子过得如履薄冰 可好歹后半生过得舒坦惬意 挺好 何况以女子之身穿龙袍坐龙椅 千古第一人 刘芳白氏也好 遗臭万年也罢 后世历朝历代的青史之上 注定都扰不过朕的名字 此生有何大遗憾呢 大概没有了 老妇人难得这般叙叙叨叨 更难得这般云淡风轻 老人嗡了一声 这位旗舰岳府的太平令 当年愤儿离开草原 去往黎阳中原 隐姓埋名二十年 转换身份十数个 游历大江南北 看尽世间的百态 饱兰春秋山河 世间读书人千千万 兴许就只有那位 霍乱春秋的大魔头黄三甲 比这位本名早已被人遗忘的 北莽帝师 更为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了 老妇人叹了口气 赵炳和陈之宝联手 能不能一路打到泰安城外呀 老人点头道 肯定能 如果不出意料 两位叛万藩王啊 会故意按兵不斗 只等咱们跟北梁边军这一仗啊 分出胜负 否则太早拿下黎阳京城 会担心咱们退回草原 更怕咱们呢 干脆舍弃南朝疆域 果断退至北亭 那么就又是当初 黎阳肇事统一中原的尴尬格局了 以燕拉王赵炳的性情 绝不会让自己功亏于亏 到时候 徐凤颜就真是下一位徐秀了 北梁还是那个伟大补调的北梁啊 不划算 中原那边唯一的变数啊 只在顾建堂的两辽边军 明里暗里啊 手握三十万精兵 抓准时机 说不得就成了西磊币战役后的徐霄 而且顾建堂绝不会坐视良机 毕竟黎阳已经没了那位 雄才伟劣的老皇帝赵礼 如今的天下呀 也不再是当年的天下 当时徐霄化江而至 不得人心 可顾建堂一旦成功入主泰安城 就将是顺应天命 大不相同啊 老人见老妇人的精气神还算好 便尽量解明恶药的继续说 中原执此乱世啊 武将当中 黎阳卢生向徐拱寥寥数人 身在风波之外 又有机会责目而期 身处泰安城的唐铁霜之流啊 多半下场要凄惨一些 至于那些庙堂文臣 短命皇帝赵巡不去多说 赵兵赵著父子二人啊 无论是谁篡位登基啊 都愿意善待那些读书种子 唯独左伞去尝试陈望此人啊 前途窘错 关键就看新皇帝到底是真大度还是假雅亮了 老妇人自嘲道 真舍弃多活四五年光阴的聚会 就要瞧不见那份波澜壮阔的风光了 是不是错了 太平令轻声说 若是陛下呀 这老夫人好像知道这位帝师要说什么 豁达一笑 算了 世间后回药 最是寡然无畏 臣不细寒 太平令微笑 陛下呀 才是真豪杰 老夫人突然轻轻的说了一句题外话 李密碧呀 那名女子可以不死 但绝不能重见天日 坐在门槛上的李密碧愣愣愣 以皇帝陛下刚刚能够听清楚的声音说道 晓得了 老夫人似乎又记起一事 南朝那个喜欢种植梅花的王笃 当真是一枚棋子 李密碧稍稍的提高嗓音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 但我依然可以断定 王笃是北梁的暗器 老夫人感叹 听朝阁里一山 为师厉害 太平令 流露出几分 由衷佩服的神色 他点了点头 确实啊 李密碧问 那位东纳波王金虫 如何处置 太平令代劳达到 他那一万家族司机啊 肯定已经与玉栏刀部的幽州亲戚会合了 如今南朝兵力雷若 就像一栋四面漏风的屋子 除非派遣高手死士啊 暗中去偷袭 否则拿他没辙 不过这趟借刀杀人 多了这位东纳波 无非人是让刀子更快一些 无伤大雅呀 李密碧答人道 陛下真要他死 我可以亲自出马 老夫人一笑 罢了 南朝那么大一个地儿 就算朕双手奉上 就凭北梁那么点齐军呢 也得吃得下才行 由着他们捣乱 说到这种涉及两莽战士走向的军国大势 老夫人显然有些疲惫 也有几分掩饰不住的心烦意乱 她缓缓的闭上眼睛 好像是想要一个眼不见心不烦 她不希望她这一生走到阳间小路的尽头之时 仍是无法摆脱那些勾心斗角和那些耳语我诈 老人强提一口气 语气猛然坚定起来 她那张干瘦脸庞 也不负先前闲聊时的随意神色 朕只有三件事要交代 董卓必须拿下淮阳关 夜吕洪才必须死在朕之前 慕容一族必须流些血脉 无论男女皆可 说到最后一句话 老妇人没来由的哈哈大笑 欢畅至极 多此一局啊 那就只有两件事了呀 老妇人今夜头一次转头 望向那位勤勤恳恳 为一国朝政鞠躬尽瘁的太平 令她笑问 你可算学究天人 你倒是说说看 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是天算不如人算呢 太平令心平气和道 因时因地而已呀 且因人而已 人算天算呢 归根结底都没有定数 老妇人收回视线 不知可否 自言自语道 一笔糊涂账 长久的寂静无声 屋内烛火依旧昏黄 老妇人小声呢喃 天凉了 你们呢 都走吧 我要 我要好好 休息了 秋高气爽 此时不死 更待何时 太平令轻轻起身 然后弯腰作衣 老人久久不肯直起腰来 转身走向屋外 李密碧站在小院台阶上 好似在等待太平令 太平令关上屋门后 两位老人并肩而立 李密碧轻声唏嘘道 还有太多事情 没交代清楚啊 太平令不予置凭 李密碧忽然冷笑 留白多了 你这位帝师的权柄就越大 陛下到头来连顾名大臣都没留下名单 确实正合你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关于北芒女帝的深厚事 注定要密不发丧 老夫人在游进灯窟之际 明确的拒绝天人天游 就明知自己时日不多 也就早早的与太平令李密碧两人打过招呼 一旦她撑不过具北城战役的落幕 那就以啊偶然秋寒为理由 将北庭京城一切政务交由太平令便宜行事 她早就将掌管大小印寿的相关人员 都换上了太平令的心腹 先前太平令说她是真豪杰 的确是肺腑之言 三朝顾命老臣耶律洪才必定要死 如此一来 若非李密碧还能勉强撤走这位齐剑岳府的大当家 整座草原就再无人能够与之叫板 极有可能啊 下一任草原之主的人选都会操之于手 毕竟呢皇帝陛下至始至终 根本就没有提及他属于谁来继承地位 最后那番言谈中 对儿子耶律洪才依旧十分冷淡 朕之子孙不肖朕 这一句话一直在草原上广为流传 索性没有将肖字替换为肖 否则耶律洪才恐怕就真的要寝食不安了 毕竟那庸禄子孙 不相似雄且祖辈一代不如一代 这能以天意解释 那某种程度上耶律洪才能够活到今天 甚至能够掌握着四十万兵权 何尝不是归功于软弱太子不肖铁血皇帝 否则两虎相争又虎如何能活呀 李密碧的诛心言语 并没有让太平令脸上出现丝毫变化 这位曾经扬言要以黑白买太安的老人 正在心中思量着某些棋子的分量 太子耶律洪才 自然并非当真如世人误人那般的材质平庸 不堪大用 但是私会亡赌一事 让这位太子殿下彻底失去了皇帝陛下的青睐 草原上年纪最轻的大将军董卓 皇帝陛下一直颇为器重 只是枭雄性情难以控制 哪怕天底下最好的人 只要当上了皇帝也有可能做出天底下最坏的事情 天下苍生其实也可以划分为两种人 皇帝和所有其他人 耶律东床失去了他爷爷耶律洪才的屁股 会不会一蹶不振呢 慕容宝鼎 有没有可能成为整个慕容家族的救命符 拓跋菩萨 这位忠心耿耿的草原守护神 会不会也曾想过黄袍加身 毕竟皇帝陛下再与不再对拓跋菩萨而言 那是天壤之别 太平令终于回过神了 他转头笑道 我 你 徐怀南 好像啊 都输了 如何都没料到太平令会有此言的李密碧 愣了愣 然后他双手赴后 痴笑一声 各有各的活法 徐怀南心思最深 所以活得最累 你也好不到哪去 会下棋的人 往往胜负心纠重 唯独 我想的最少 活得最轻松 太平令轻笑一声 你呀 不是想的最少 而是啊 认输的最早 面无表情的大碟子 既没有承认 也没否认 太平令叹了口气 接下来呀 就要辛苦你了 李密碧没好气的说 职责所在 何来辛苦一说 太平令伸手拍了拍李密碧的肩膀 笑着打去 也对呀 你就是那种喜欢夺起来算计人的阴沉性子 乐在其中才对呀 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北蒙影子宰相 显然不太适宜对方表露出来的这个动作 皱了皱眉 只不过心头一些机遇倒是散淡了几分 夜色深沉 屋外两位草原权柄最聚的老者 先后走下台阶 在小院门口分道扬镳 太平令走出很远之后 默然回首老泪纵横他碎碎念叨 慕容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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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内病榻上 老妇人轻轻抓起身侧的一件老旧雕球 盖在身上缓缓睡去 她干枯的手指轻轻拂过雕球 如当年那位人面桃花香艳红的小姑娘 她在异国他乡 初次见到那位辽东少年郎 便如沐春风 雪中汉刀情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宋恒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情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情 第九百一十六回 降伏三年冬 中原不安定 原本广陵江南北军事 局势瞬间急转直下 源于蜀王陈之豹 与燕拉王世子赵柱 只是两人两计 没有任何护从护送 去往吴仲宣大军率仗 说服了那位 领兵部尚书贤的 征南大将军再度倒戈 叛军挥尸北上 挥下大军驻扎在 京畿南部地带的卢生巷 转眼之间 便陷入微如泪暖的困境 泰安城庙堂的皇子公卿 听闻这个惊悚恶后之后 人人乱如热锅上的蚂蚁 原本已经因病辞官的坦坦翁 不得不重新参与大小朝会 这才人心烧定 隆东时节 天寒地冻 人心凉 一辆马车 缓缓的驶出环府 来到只隔着一条街的 某座破败府地 匾额早已摘去 成了无主之地 老人提着两壶酒 走下马车 射击而上 伸手去撕掉 贴在大门上的封条 藏在暗处的几名罩钩碟子 虽然品级极高 却皆是拾去的视而不见 老人将两壶酒 抱在胸口 一只手十分吃力地 推开大门 老人熟门熟路地绕廊过洞 直接来到那间书房 有些书籍已经搬走 有些书籍还留下 搬走的留下的 其实都是吃灰尘罢了 无非是换个地方而已 书房内依旧只割放有一张椅子 遥想当年朝野上下 除了赵李赵敦两任黎阳君王 恐怕也就只有他桓温 能够在此大咧咧地落座 心安理得地纠战雀巢 桓温绕过那张空荡荡的书案 将两壶酒搁置在桌上 用袖子擦去厚重灰尘 这才缓缓落座 若是往年 那位子然闭眼儿 就会站在窗口位置了 坦坦翁望向窗口那边 他轻声说道 碧儿 你瞧瞧 你撂跳子一走了是 没换来你心目中的太平盛世 结果只换来这么个乌烟瘴气的狗屁时局 你就不愧疚吗 你呀 也亏得早死了 要不然 毁也毁死你 老人冷哼一声 也就是你不在 要不然呢 哼 我还真恨不得一巴掌甩你脑壳上 我可真打 绝不是吓唬你啊 老人陷入沉思 广陵道节度使卢白杰生死不知 道士精略使王雄贵不知为何竟然被驱逐出境 无论是性命还是名胜都逃过一劫 最终在卢生向派兵护送下即将返回京城 在迎回王雄贵入京这件事情上 泰安城朝会还有争执的贤情意志 原本以王雄贵的张卢记成人 前任户部尚书以及现任一道经略使的三重身份 礼部尚书司马普华出城迎接理所当然 只是广陵道沦陷导致半壁江山糜烂不堪 王雄贵落魄至极 就算活着回到泰安城 以后的日子是何等惨淡光景 可想而知 礼部衙门在黎阳朝廷的地位越来越高 如今仅次于天官阴茂春的礼部 司马普华担心京城风平受损 更怕被王雄贵连累为年轻的天子迁怒 自然不乐意亲自接手王雄贵这颗烫手山芋 礼部二把手进兰亭 更是多次在士林师会上公然痛骂王雄贵一务朝局 更是绝不会出城迎接 所以啊就又轮到可怜的幼侍郎蒋永乐出马了 事实上新晋在庙堂崛起的辽东世子集团 对于向来与江南世子亲近的金月使大人 打定主意要痛打落水狗 在泰安城大肆宣扬王雄贵的不堪重任 若非齐阳龙一锤定音阻止了愈演愈烈的讨伐风潮 恐怕迎接王雄贵的就不是礼部幼侍郎 而是携带枷锁的刑部官吏了 环温见惯了幻海的潮起潮落 对此谈不上有多少感触 只是有些灰心罢了 太平盛世文臣言语过期 就像永辉年间对人徒徐霄的评点 无伤大雅 那个远在西北的徐瘸子也懒得计较 可如今不比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啊 环温没来由的想起那个年轻人 碧尔的幼子张边关 那个被说成是京城身份最显贵 却无品级的官宦子弟 被说成啊 连欺男霸女都不敢的窝弄飞 高不成低不就 年轻人两头不靠 所以任谁都不爱搭理他 碧尔的儿女之中 反而只有张边关最讨自己喜欢 见到自己也不怕 什么玩笑都敢开 环温听说张边关当年离开张府后 娶了个小户人家的女子 在市井巷弄 过着平平淡淡的小日子 最喜欢做的事情啊 是四处闲逛 看那些歌群在泰安城的天空飞略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可惜到最后 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年轻人 也死了 老人打开一壶酒 仰头灌了一口 突然有些哀伤 老人提着那壶酒 起身来到窗口 推窗望向灰蒙蒙的天空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一杯哪够啊 一壶才马马虎虎 老人狠狠的喝了口酒 抿了抿嘴角 此等纯酒 你喝不着 馋死你 这位历经三朝始终身居高位 屹立不倒的坦坦翁 叹了口气 他小声道 差点忘了 你是不爱喝酒的人 老人像个孩子一样 一脸的愤愤然 天底下竟然有不爱喝酒的人 岂有此理 坦坦翁背靠窗户 望向那张书案 小口小口的喝着酒 很快呀 喝去大半 有几分醉眼朦胧 小憨而畏大醉 人生致敬 老人好像看到了一位 自然闭眼的读书人 正今危坐 坐在书案之后 正笑望着自己 坦坦翁记起 自己与那家伙年少时分 一起同窗苦读圣贤书的光景 缓缓提起酒壶 轻声笑道 莫道如灌雾 读书不复人 那人好似回答 朝为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坦坦翁便继续朗诵一句 满朝诸子贵 尽是读书郎 最后两人一同咽道 天子 众应好 坦坦翁哈哈大笑 不敢再看那边 生怕下一刻 便再也看不到那个身影 老人引进壶中 最后一口烈酒 将酒壶搁在窗栏之上 亮腔着离开这间书房 唯有我被有负圣贤书 自古圣贤书不负我 说岸上留下一壶无人喝的美酒 自古圣贤皆寂末 唯有言者刘其名 出人意料 王雄贵返回京城之后 皇帝陛下非但没有龙颜震怒 反而在朝会上 对这位广陵道经略使 好言安慰 只是得知那位唐熙剑仙 卢白杰生死未知 且不曾依附作乱的藩王赵炳后 年轻天子的神色 似乎有些触动 听闻这个消息后 不只是皇帝赵转松了口气 事实上所有江南道出身的朝堂官员 都如是重负 江南四大豪法 在卢道林卢白杰先后担任黎阳一部上书后 卢氏已经算是后来者居上 成为江南系官员的支牛儿者 一旦作为台面上的南党领袖 卢白杰判处黎阳肇事 必然是一场波及黎阳中书的官场灾难 恐怕与卢家同气连织的江南道三大高门 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希望 卢白杰与其苟活得富贵 还不如自尽殉国来得一干二净 退一步说 只要卢白杰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就绝对是不幸中的万幸 事实上 那场春雪楼变故之后 武将的表现太过让人失望 冀州将军袁庭山叛变 春雪楼旧将 原本凭借着平定西楚余孽 一跃成为黎阳朝堂新贵的宋利 堂堂镇子头的石权将军叛变 广陵道豪法子弟齐神策上阴学宫的一流俊艳 刚刚展露头角便也是叛变了 而且据闻三人分领一支齐军作为先锋 即将进逼京畿南部的卢生 向大军那条尚未构建严密的防线 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也不是没有 两怀道新任节度使徐拱调兵向南 准备着手构成一道南北向的防线 已经先行死死的恶守住几大关爱军阵 使得京畿西门户暂时无忧 两位冀州副将韩芳和杨虎臣 各自率经济极持南下 与新任静安道节度使马中贤南北呼应 让广陵江以北的中原腹地不至于动荡不安 原节度使蔡南的明邻义子蔡柏 在经略使韩林的大力推崇下 升任为河州将军后火速带兵赶赴冀州增援许狗 毫无推诿之意 同样是手握兵权的地方武将 一方是乱臣贼子 奢望建立扶龙之功 一方则是疾风织尽草 板荡实忠臣 暂时仍是广陵道经略使的王雄贵 安然返回府邸后 没有接受夫人的建议 没有立即沐浴更衣洗去晦气 而是招来府上的两位管事 分别去邀请早已多年没有来往的两人 一位是中书省仅次于当朝首府 齐阳龙的中书侍郎赵又龄 一位是由汉林院胜任立不上书的殷茂春 王雄贵的两位心腹管事都大感意外 要知道不但是主人与那两位大任之前 摆明了老死不相往来 事实上永辉处向殷茂春和赵又龄 虽然是亲家 但也向来是关系浅淡 联姻之后更是从无私下来往 故而两人离开门可罗雀的府邸后 都觉得要白忙一趟 但是两人谁都没想到 前后脚就有一人登门拜访 而且身份显赫 谁呀 袁国 同样出自那场永辉之春 同样曾是张卢一一声辉前途四锦的官员 而且袁国在早年才气之高 甚至还要高出科举头三甲的赵又龄殷茂春 一直是坦坦翁最为亲眼相加的后辈晚生 只不过由于袁国性情太过散淡 学识太高 锋芒太盛 很快在官场上就被赵又龄和殷茂春二人压过 最后连王雄贵和韩林也将他远远的抛在后头 好不容易在永辉降服交替之中复出 历任两部尚书 但随即又因为不合地心迅速离开泰安城 被贬折去往两辽道担任副节都市 碌碌无为 无论是顾建堂还是焦东王赵衰 都对着袁国不太伤心 连两辽世子都不怎么待见这位年纪越大越没主见的好好先生 因此袁国这次入京没有掀起半点波澜 倒是那帮从小就被袁国这位无良前辈骗着喝酒的小辈人物 在袁国府邸好好地聚了一场 王雄贵的幼子王远然 那个京城最出名的公子哥 早年呢 第一次喝花酒就是给这袁国给拐带去的 为了类似这种鸡毛蒜皮的破烂事啊 素来以温良攻迁让著称朝野的原刑部侍郎韩林 就跟袁国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彻底绝交过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 王远然这波有手好闲的顽固子弟也好 殷茂春嫡长子殷长庚 这些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也罢 倒是都跟最没有掌家辈子的袁国很适合的来 当赵又龄殷茂春两位中书大佬前后来到王雄贵的书房 当年张炉最出彩的五名年轻人 除了远在西北担任经略使的韩林 就都凑齐了 四人聚齐落座后 一时间竟是无言 作为东道主 王雄贵举起茶杯 他轻声笑道 我以茶代酒 子思以后就有劳各位招呼了 这子思啊 就是王远然的婊子 姓王明远然 自子思 是坦坦翁 环翁所赠 不过在座四人都晓得这其中又有一桩密室 一开始王雄贵是吸迹着他们四人的作诗张巨录赐字 只不过张府向来对这类锦上添花的事情没兴趣 根本没有跟谁开过金口 倒是学识深厚的坦坦翁 历来都是来者不惧 无论官场同僚还是士林好友 那都是有求必要 坦坦翁的官场不倒 大概也正是源于这种点点滴滴的积累 其实王雄贵当时也就是随口一提 哪敢奢望守府大人为自己破例啊 毕竟当时那少年王远然在世家子弟里的口碑如何 他这个当父亲的心知肚明啊 恐怕守府大人都不乐意拿正眼瞧他王远然 每年正月拜年 王远然跟几位兄长跟随王雄贵登门守府府府邸 次次都跟老鼠进了猫窝差不多 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怪不得王远然胆子小 试想啊 连守府的几个儿子见着张巨鹿都如临大敌 一口大气都不敢喘 王远然哪敢造字 只是不知为何 王远然的婊子 子丝 敌敌确确是出自张巨鹿的手笔 只不过是找了个机会转述还温 不愿公开而已 王雄贵当时喜出望外 当真是喜气而气都不夸张啊 只不过深安官场规矩的户部上述 丝毫不敢对外宣扬 甚至到了夫人儿子那边啊 都始终没有道破真相 元国第一个说话了 这有什么问题啊 子丝如今是浪子回头 再不似当年那般昏恶度日 是好事 我这个做长辈的呀 当然没道理推脱 然后元国笑眯眯的转头望向赵又龄 故意的问 赵大人 是吧 赵又龄瞪了一眼这家伙 但面对王雄贵近乎可怜的眼光 于是点头笑道 没有问题 只剩下阴茂春没开口了 永辉之春当中 阴茂春极为出彩 否则也不会被黎阳前朝帝师 原本息当作储相培养 比另外一人宋栋明可要器重的更多 执掌过汉林苑十多年的阴茂春 也是当今天下最担当的起 逃离满天下美誉的名臣 从某种意义上说 阴茂春比暂时官衔比自己稍高 权柄更重的赵又龄 后劲更足 王雄贵见阴茂春没说话 也不强求 也不敢强求 不了这阴茂春放下茶杯之后 西字如今说了一个字 好 王雄贵突然说道 恩师当年赠言 书生治国则无旁贷 书生救国力所能及 唯独不可书生乱国 袁国嗡了一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说过 王雄贵沉默片刻 当时西楚叛乱被平定 广陵道那座僵士庙堂的乱象 你们三人不曾亲眼所见 大概不会知道 那种读书人 只有在生死关头 才愿意展露出来的人间百态 王雄贵自嘲一笑 我朝平定春秋一统中原后 修编前朝史书 总能看到一些笑话 什么水太凉 井太小 什么我家徒四壁 无大梁无白陵 我以前不太愿意相信 只是这一次 我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才不得不屑 王雄贵站起身 来到窗外便是大雪纷飞的靠窗位置 春雪楼庆宫宴 陈之宝和赵炳 还有纳兰又慈 三人连昧而至 气势汹汹 楼下就是数千叛军铁甲 唯有唐熙先生一人挺身而出 当场质问赵炳 而我王雄贵 与卢白杰同样是正二品封疆大力 却怒不敢言 王雄贵转头笑问 我一直想 如果恩师当时在场 会如何说如何做 殷茂春陷入沉思 赵又玲笑而不语 袁国碾须说道 我估摸这儿吧 一辈子没跟人动过手的先生 会破天荒对赵炳 报以老全 殷茂春 殷茂春破天荒 大笑起来 毫无顾忌 同样官场修为 堪称大宗师的赵又玲 亦是会心笑出声来 王雄贵 正衣襟 转身望向窗外 郑重其事的坐衣 袁国叹息一声 缓缓起身 同样正衣襟坐衣 赵又玲与殷茂春 相视一笑 同时起身坐衣 读书人之事 不管天下其他读书人 如何想如何做 我张卢书生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宋恒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一十七回 泰安城 皇城 一处边缘地带 小院屋门扮演 木盲年轻人 与相依为命的侍女 两个人 雪叶 围炉煮酒 名叫姓花的那名婢女 忧心忡忡地说 公子 好像外边世道 越来越不太平了 我去买菜的时候 听说三位叛乱藩王 一路打过来 只差没跟 卢侍郎的大军撞上 京城的米价 涨了好多 咱们再不赶紧多屯些 就麻烦了 如今以白衣之身 孝傲王侯的年轻人 柔声道 放心 饿不着咱们 不过 家有余粮心不慌 冲归是不错的 那女子欲言又止 终于还是忍不住 小声问道 公子 咱们守得住吗 是不是只要顾大驻国 两辽边军南下持援 就一定能够成功平乱 可是连我都知道 蜀王陈芝豹的用兵厉害 他帮着燕辣王 他们为虎作娼 如何是好啊 执掌黎阳赵沟的陆许 轻声的说 那位白衣兵胜 选择接纳 无众宣布的大军 不仅仅是想要决战 也意味着 他视线最远处的风光 不在这座泰安城 而是顾剑堂的 两辽边阵 杏花一脸的茫然 啊 他想什么呢 陆许玩笑道 那就只有天笑的了 他小心翼翼的 递给陆许一杯热酒 这几年朝夕相处 两人早已心有灵犀 虽目忙 却自然而然的接过酒杯 在陆许低头饮酒的时候 他感叹道 唉 这才啊 二十来年的太平光景 就又要兵荒马乱了 陆许 嘴角翘紧 咱俩大概 能算运气好的 恰好刚刚活在这二十年里头 永辉前妻 和今年降服三年入夏以后的中原百姓 之前的老人 现在的孩子都得胆战心惊地活着 他展颜一笑 公子说的是 陆许转头望向半眼半开的屋门 嘴唇明起 神色甜静 他望着公子的侧脸 眼神痴痴呆呆 他没任何奢望 只希望自己能够陪在他的身边 直到看到公子缓缓白头 而公子却永远不会看到他白苍苍的不堪老态 陆许转 缓缓缓地回过头 打破了这份宁静 我今天已经遣散赵沟碟子了 什么话都能说 杏花犹豫道 公子 你会不会偶尔也感到寂寞 木盲年轻人笑着一摇头 我呀 袭击楚瓮 宜然自得 杏花吐了下舌头 公子宁静淡薄 真是厉害 他自嘲一笑 井蛙说海 下重雨冰才是厉害 他听不太懂 也没有说话 陆许突然说 记得 我家乡有泉水 被大凤巢查胜 誉为天下第九名泉 若是将泉水倒入杯中 水面过杯而不外溢 甚至能够浮起铜钱 杏花瞪大那双秋水长眸 真有这么神奇 陆许哈哈一笑 水浮铜钱肯定是假 不过 如纯酒沾杯 倒是真是 如果有机会啊 以后 咱们用那里的泉水煮酒 杏花使劲地点头 陆许微微扬起头 小声道 此泉最可人 春风十八回 他好奇地问 公子是谁做的诗 挺好的 陆许伸出手指 指了指自己 笑脸温柔 杏花立刻呀 一本正经地说 真是顶好的诗文 陆许又指了指他 你这马屁拍得不太好 杏花有些难言 陆许向身旁的女子 轻轻摊开一只手掌 她如遭雷击 窃窃柔柔 忠于鼓起勇气 伸出她那有些冰凉的 千细柔体 放在她的手心上 陆许握紧她的手 说道 杏花 我是个瞎子 以后 你就帮我看看 那些大好河山 你看见了 我就看见了 杏花哽咽道 公子 别嫌弃我笨 陆许摇头柔声道 夫君不敢 屋外 大雪纷飞落人间 屋内 人心温暖如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降服四年初春 去年年末最后的那场 鹅毛大雪 尚未消融殆尽 焦东王赵贼 尽其精锐 挥师南下 同时 河州将军 蔡百步经济 与杨虎臣 韩方步骑军 成功合拢 静安道节度时 马忠贤 宣称挥下聚集了 十万精锐 即将向东突进 这些好消息 使得今年的初次朝会 增添了许多 连过年都不曾有的 喜庆气息 退朝后 孙吟在人群之中 找到了范长后 说是最近 简陋了一本残谱 当真是神功大成 骑力暴涨 绝对能够在棋盘上 要这位 十段骑胜好看 范长后 原本与同在 汉林院任职的宋克里 并肩而行 两人一起相投 关系莫逆 家道中落的那位 宋家厨凤啊 一向沉默寡言 唯独与范长后 经常屏竹夜谈 范长后 听到孙吟的一番挑衅后 笑着答应下来 相约今晚 在孙吟的那栋宅子 一较高下 孙吟反复提醒 这位大国手 登门之前 切记莫忘了顺路啊 捎带停马房的 柳记羊肉 范长后 只得许诺 就算人不到 也绝不让羊肉失约 孙吟 这才罢休 上界科举壮远郎 李吉辅 一路小跑 来到狂视孙吟身边的时候啊 有些喘息 被孙吟狠狠的白眼之后 李吉辅 笑脸腼腆 相貌平平 且性情目睹的李吉辅 一直被计讽为 黎阳科举 历界一甲三名的垫底人物 既无名士风流 也无士工韬略 别说与那位风流卓爵 领衔永辉名臣的阴茂春相比 就跟同届科举的榜眼高亭树 探花无从仙 都远远逊色 身世背景 仕途前程 京城清望 皆是如此 李吉辅整整三年碌碌无为 名声不鲜 如今马上啊 就要迎来下一场电视 虽然尚未有结果 可是去年秋的秋为会员秦关海 无论是风采还是气度 就已比这李吉辅胜出一筹 世家子弟秦关海 在泰安城本就名声雀气 又有进兰亭 高亭树等人帮忙鼓吹造势 李吉辅便自然而然沦为绿叶 时不时啊 被拎出来冷嘲热讽一番 李吉辅这个老实人 唯一引人注目的地方 大概就是心甘情愿 做北梁狂士孙吟的根屁虫了 有事没事啊 就喜欢去找刚刚转入礼部 当差的孙吟 每次退朝呢 都会跟在孙吟的屁股后头 好像不这样做就不安心 庙唐文武对此啊 早就见怪不怪 反观孙吟可真是不消停的主 在国子剑那场辩论蛇战群儒 得以名声大噪之后 很快丢了官 在一年之中就又从兵部转入礼部 没过多久啊 就接连大骂一尚书二侍郎三郎中 害得侥幸逃过一劫的那位锦盛郎中 几乎次次上朝都要被别部大佬追着询问 比如说马郎中啊 昨日可曾被那一位赌门痛骂呀 说今日可能继续幸免于难吗 马大人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可是压你这个月那都安然无恙 下月的俸禄还能否落带 可就靠你了 很快呀 这位马侍郎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朝野截支的出名人物 足可见礼部小官孙吟的气焰嚣张 黄昏之中 在孙狂仁的那座租赁而来的小宅子 对异双方 竟然不是自诩其力通神的孙吟和范长厚 而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外乡世子 在跟早已明动天下的降伏其胜 在棋盘上捉盹厮杀 而且六十余首后 前者依然不落下风 越是知晓范长厚其力雄魂的知情人 就越晓得这份疏为不易 当是其谈公认被誉为范子的范长厚 实力已经超越了西楚国师李密 极有可能直追黄三甲和曹长庆 胜负在五五之间 所以就有了个徐卫雄不治京城 一臂之内泛无敌的邪去说法 李一阳期待召几位国手输得心服口服 其中著有桃泉异谱的其他名宿 原媚更是坦言 范长厚先手无敌 是一种误解 只是因为京师之中 无人能够真正将棋局拖入中盘而已 除了孙吟和下棋两人 屋内还有李吉辅和宋克里 孙吟蹲坐在小板凳上 兜着一大碟子花生米 君子是观其不语 其力不济的孙吟则是观其胡乱语 索性那名年轻世子 根本就没有听从他的谏言 宋克里没有观战 在翻阅孙吟呢 不知从何处简陋得到的一部凤板古籍 无椅子凳子可坐的李吉辅呢 就直接蹲在孙吟的身边 偶尔从碟子里边 捏起一粒花生米 细嚼慢咽 若是拿得快了呀 那就得被孙吟一巴掌狠狠拍掉 李吉辅只能一脸的性性然 八十余守候 那名年轻世子 头子认输 虽说此人的实力 已经极为金氏骇俗 美中不足的 是拈子也好 落子也罢 姿态太上不了台面 与那份潇洒血液呀 没半颗铜钱关系 反常后抬起头 望向那位低头凝视棋局的同龄人 他温和问道 刘兄 敢问你学棋多少年了 姓刘的年轻人 抬起头微笑着说 不足三年 是进京赶考后才会的 吓得也不多 几位好友在去年离开京城后 就没人愿意陪我下棋了 范常后苦笑 刘兄在棋盘上 有如神柱 了不起 孙吟快意大笑 感觉比自己赢了范常后 还要痛快 这个姓刘的赶考世子啊 是他连拐带骗 外加着墙拉 好不容易啊 给折腾到这栋宅子的 哪怕是这样 如果不是孙吟的北梁身份 这家伙恐怕依旧 不会来此借助 年轻人姓刘明怀 也是北梁人 是去年唯一一位 参加秋为会试的世子 只不过名次极其靠后 勉强能够参加电视 若是按照会试成绩啊 肯定是一个同进士出身而已 只不过刘怀 却算不得寂寂无名 因为有位没有功名在身的 张姓中年儒士 在国子监门口 帮刘怀抄过经文 刘怀在这里落脚后 身居捡出潜心学问 而狂氏孙吟 在北梁到家乡求学之时 就以智义群著称 当时连在国子监担任 左记久的姚白峰 这等屈指一数的文坛 大家都情愿为其大力扬名 之后稳坐中书省第一把交椅的 坦坦温还温 亦是亲自验证过此事 不得不一边教训孙吟 要低调做人 一边又捏着鼻子气哼哼的说 此子科举夺魁 探囊取悟 刘怀在此准备 今年春的电视 自然受益匪浅 而且刘怀虽然性格严谨 但是并无傲气 讨教学问呢 不遗余力 几次挑灯夜读 只不解触 必然一一记下 然后只在清晨时分 等到需要参加早朝的孙吟 起床开门 然后再一一询问 只不过孙吟虽然有问必答 起床气颇重的孙狂事 依然少不了骂刘怀几句 倾恳有余 资质稍微不足啊 连李基辅那个笨蛋也不如之类的 若是起床气不大的时候啊 倒也会拍拍刘怀的肩膀 勉励几句 没事 文章写的跟李基辅半斤八两 也不算太丢人 毕竟你们不是我孙吟吗 刘怀李基辅之流十年一出 可我孙吟百年难遇 刘怀老弟啊 读书人的本事不在电视上建功力的 阴茂春中过状元吧 可他的恩师 咱们张首府当初电视才第几啊 你再瞧瞧李基辅这家伙 不也中过状元 跟我这个连电视都没参加过的人 能比 经常在此借助的李基辅 每到这个时候 总会笑着不说话 他娘的 要知道李基辅虽说势头不顺 可他的科举文章 当真是谁都挑不出 半点瑕疵的状元门呢 三年前他那篇精益文章 某位前辈状元甘拜下风 在公开场合笑称 能不与李基辅同年电视 我何其姓也 高榜眼无叹花 何其不姓也 也亏得这李基辅竟然从不反驳半句 刘怀一开始 只当那位性情温良的李兄 只是降服元年的状元李基辅同名同姓而已 等他得知真相后 不得不私下直言劝说孙吟 最少在自己面前不要那么笑话李兄 可是孙吟大袖子一挥 割谢一句 被我孙吟痛骂羞辱之人不计其数 被我孙吟勉强认可之人寥寥无几 李基辅高兴还来不及 哪会生气呀 与李基辅认识后颇为投缘的刘怀 一怒之下差点要搬出宅子 还是李基辅竭力阻拦 两人在门外一番交心言语后 刘怀这才回到宅子 之后半寻时间 孙吟终于强忍冲动 不过呀明显憋得厉害 最后是李基辅再一次 孙吟强行把话咽到嘴里边之后 挠了挠头笑道 说孙哥 你想说我就说吧 你不自在 我其实啊更不自在 孙吟手指着李基辅望着满脸无奈的刘怀 得意的说 听见没 跟孙吟相处久了呀 学了好些不入流口头禅的刘怀忍不住嘀咕 他娘的没天理 还他娘的没王法了吗 故而三人相处还算是容容恰恰 刘怀也知道李基辅是大有真才实学 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更为难得的中正平和 无傲气有傲骨 绝非那种貌似忠良人 实则奸华心之徒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918回 今天刘怀只知道孙银有其有 要到家中下棋 气态不俗的两位客人到了以后啊 孙银也没有介绍身份 只说呀 如果赢了那家伙 就带着他和李吉辅去接近头的那栋酒楼下馆子 渴了劲的大鱼大肉 我孙银奉路到手 跟那些个孔方兄卯上了 不够的话还能说账 孙银两个字 还不值他个几万两黄金呢 所以刘怀啊 只知道来的这两个人 一个姓宋 一个姓范 那么这时候 他听到姓范的年轻人称赞自己 有如神助还说了不起 这刘怀就有些神情古怪了 就我这个无意间才学会下棋的门外汉 你这么吹捧我不合适吧 敏锐察觉到刘怀的视线 范长后也很无奈啊 他又不是孙银 没那脸皮自爆名号 孙银却乐得不行啊 抓起碟子里边最后一把花生米 分了一半给李吉辅 起身后抖了抖袍子 这才坏笑的说 刘怀 知道这家伙是谁不 齐谈贩子 十段齐上 我朝第一大国手 曹官子第二 大名鼎鼎的汉林院黄门郎 范短仙 这范长后 叫范短仙 长对短后对仙 竹筒倒豆子 这么一大堆绰号名头 给孙银喊出来 就连远处看书的送客礼 都忍俊不禁 轻轻的摇头 范长后伸手扶额 刘怀可不笨 很快就醒悟 起身作医 刘怀谢过范先生指点 范长后赶紧起身还礼 切磋而已 不敢指教 孙银翻了个白眼 转头对李吉辅说 哎 瞧见没 孙如还是两个 不等李吉辅说话 孙银叹气 加上你啊 三个 只是不等孙银继续说话 宋克里已经说到 不劳孙兄保奖 加我四个 孙银没来由冒出一句 直白至极 宋克里啊 不是我说你 既然你与小国就延迟级相熟 算得上是君子之交 又何必在意那些闲言碎语 到头来便宜了饭短后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横插一脚 捧叔的宋克里 深呼吸一口气 不说话 孙银仍是不愿就此作罢 念念叨叨 宋克里啊 须知情质浓处便转淡 好好地一对美郡良配 可别因为你一人负气用事 就白瞎了月老红线啊 刘怀和李其辅面面相去 难不成这里头还真有玄机 大致知道内幕的范长后 强忍着笑意 宋克里扬起手中那本相当珍惜的奉刻版古书 小三百两银子 别一不小心给火烧了 连三十两都不值了 孙银赶紧伸出大拇指 嘖嘖称赞 嗯 吃倒黄龙 用兵如神我服了啊 宋克里冷哼一声 继续看说 刘怀试探性地问 范先生 能否再下一句 范长后笑着点头 喊我名字即可 两人坐回凳子继续再战 百无聊赖的孙银 没了关其兴致 值得发呆 李其辅对于下棋 并无太多兴趣 棋力也一般 不过欣赏两位高手对弈 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至于奇品 自然是比孙银高出十几层楼了 孙银自言自语道 可惜陈少保和颜吃吉不在 否则呀 我看得上眼的家伙 就都在一窝了 刘怀下棋极为专注 其实刘怀 无论读书还是做事啊 都是这般心无旁骛 不知打谱多少次的范长后 当然也是如此 可谓落子之时 雷打不动 宋克里文言略有所思 只有李吉辅笑了笑 只是很高兴 很奇怪 虽然与孙银相识相交 相知不短了 可是两人之间 从无什么肺腑之言 孙银总喜欢 愣愣出神想事情 经常神有无外 李吉辅在孙银身边 很少主动说话 往往就是安安静静的看书 想想官场的大小是 衙门里的高低人 孙银自顾自的说 其实啊 范短先胜负先重 又拿得起放得下 还真适合当官 不适合下棋 现在汉林院国子建 崇文馆这些个地方逛荡 不怕慢就怕快 宋厨鸡 不对 宋厨缝呢 倒是跪在勇猛精进 三年当侍郎 五年当上书 十年当首府 又不对了 首府啊 得我孙银来当 那才算是实至名归 宋和李啊 你还是乖乖的 当你一部上书吧 大不了到时候 我让六部上书 随便你挑就是了 刘怀呢 千万别钻书堆里出不来啊 做教书先生 没啥大出息 撑死了 也就是嗝屁后 给个不上不下的中等嗜好 什么文杰呀 文艺呀 文达呀 那哪是美事啊 骂人呢不是 至于李吉福你啊 凑合着在宫门修行 里熬日子吧 记得没事啊 就多烧烧香 拜拜佛 运气好呢 捞个正三品的侍郎 或是一周刺史啥的 可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嘿 就只能跟老子借钱度日了 估计啊 娶个过得去的媳妇 都玄乎 李吉福郑重其事的 用力点了点头 得 看样子 看样子 这位状元郎还真当真了 宋克里又是摇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京城夜进之前 返常后送客礼 告辞离去 刘怀当时起身送至门外 李吉福晚些离开宅子 刘怀啊 帮忙提着灯笼 送到小巷拐角处 这才递出灯笼 刘怀分明看到这位状元郎 在渐渐远去的时候啊 一手提着灯笼 一手横臂拦住视线 双肩微微颤抖 在出门前 孙银拿起那本 被送客里歌放在桌上的 凤板书籍 随意丢给正要离开的李吉福 他没好气的说 书见你 交情归交情 得还啊 最短三年 最迟五年 老子会扳着手指头算日子 你要敢不还呢 我到时候扛着粪筒 去你家门口泼去 信不信有你 别泼泼妈妈的 赶紧滚蛋 夜色中李吉福渐行渐远 然后越走越快 大步向前 事实上 这位官场坎坎坷的状元郎 不知为何 最近一段时间呢 不断跟同僚借钱 但是始终咬牙 不曾向孙银开口 据说是家里寄信至京城 需要一笔不小的银子 度过难关 只不过李吉福的家里人 多半是天真的以为 光宗耀祖的李吉福 注定已经在京城飞黄腾达 哪知道在泰安城官场 攀升的不易呀 若是李吉福 不是那个令人眼红的 衣甲投名 而只是个名次较高的近视极地 可能日子都要比现在 要好过得多 最不计手头也会宽于许多 朋友呢也会更多一些 退一步来说 哪怕是得以外放地方的次等近视 或是得以马上幸运补缺的同近视 好的那就是目守一方的父母官了 差的也是想两袖清风都难 偏偏是这壮远郎 又偏偏无家事跟脚去锦上添花 且官场前辈 无人雪中送叹 李吉福如何能够一欲风云变化龙啊 早给京城前辈地头蛇们压弯了腰才是 所以之前孙颖可能无心之语的那个 熬字真是一语重地 可再难熬到底是状元出身 李吉福未来的仕途 只要没有太大波折 终究是会越走越顺的 不说什么未及人臣 以黎阳王朝历任皇帝的气量 还真没有办到夭折的庄园 最差的那也都磕磕碰碰 当上了从四品官员 那么三五年之后 李吉福一本凤版书籍的钱 当然掏得出还得起 那么李吉福现在偷偷的把书卖了 哪怕是贱卖也得有两百来两银子 对于李吉福的那个家族而言 天大的坎儿 只要有这笔银子开路 肯定能卖得过去 狂是孙吟 既然是能够在科举 智义上冠绝黎阳的读书人 岂是死读书之辈 当真是不安世事 不通人情吗 不可能的 刘怀 百感焦急的回到宅子 看着那个翘起二郎腿翻书的孙吟 他轻声道 哪怕明知多此一举 我也要替李兄向你说声谢谢 孙吟头也没转 淡然的说 你替他谢我 小心以后姓李的云木疙瘩 在官场上不念你的情啊 刘怀坦然道 我与李兄 本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虽味不如酒 可酒解馋 水能解渴 我从不希望与李兄之间 有任何利益来往 既然如此 这孙吟打断了刘怀的话 错了 大错特错 你知道为何变观历史 好像历朝历代的激烈党争 都是真君子输得一塌糊涂 而伪君子却能够解宝连连吗 刘怀正要说话 又被这孙吟打断 这位狂士 凝望着那盏油灯 他唯唯道来 你不知道 就算你现在以为自己知道的 也是错的 君子喜欢自称 蓬而不等 陈君子傻乎乎的奉为闺孽 真这么做了 要知道 官场登顶途中 最忌讳看似高棚满座 实则呢 孤立无援 落难之时 尤其是惹来帝王君主厌烦之时 身旁君子的示意元首 很多时候啊 只会适得其反 为何呀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天底下最大的顺毛驴是何人 倒是豁出去脸皮子的伪君子 和那些在堵桌上 有胆子压上全部家当 去以小博大的真小人 才有可能帮着化险为夷 话说回来啊 你别以为伪君子和真小人 就是那附中空空的读书人 我告诉你 读书人之品行高低低劣与否 和他们读过多少书 得到多少功名声望 有一定关系 却无必然关系 我来问你 宋克里的父亲祖父 永辉年间享誉海外的宋家两夫子 宋老夫子的字写的如何呀 一等一的大宗师 指不定几百年以后 依旧有无数读书人临摹苦练 宋小夫子的文章好不好啊 当然好的不能再好 诗词歌赋无所不敬 只说散文 我猜千年以后 评定什么十大散文大家之类的 宋克里的那位父亲 还是会有一席之地 可这父子二人 若说是晚节不保 最终身败名裂 只是那老首府张巨鹿 不满他们文坛霸主地位 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刘怀真信 我孙颜不信 或者准确说只信一半 这件事啊 往深了去说 掰碎了说个通透 你得听我说到天亮才行 因为涉及太多朝政密室 黎阳科举走势 天下文脉兴衰 江南舆论风向 历历两步成科等等等等 估计你得听得头大 刘怀站在原地呆若目击 孙颜还是翘着二郎腿 一晃一晃 他黑黑一笑 只要你去深了庙堂 真正志同道合之人肯定不多 对吧 但是啊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 无论在京围关 还是在地方上执政 官场上的椅子 都是有定数的 你一屁股坐下 就肯定有个别人少了 官场结仇 远甚江湖啊 这句治理名言 是某位大文 是我孙颜说的 当你的位置够高之后吧 这椅子可就越来越少 更是如此啊 志向远大的读书人 如果没在官场沉浮里 泯灭初心 只会越来越痛苦 因为你想 放开手脚 去施展报复 就需要手握权柄 自然就需要一大帮同僚 下属一起鞠躬尽瘁 方方面面的利益 你都得一一的照应道 举个简单的例子 官场对手朝你泼脏水 哪怕皇帝没上心 可是半座京城都跟着说你坏话呢 或是半座士林都盲从附和呢 更可怕的是 到时候连老百姓都会跟着骂你 你怎么办呢 骂回家 你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君子 都是皇子公轻了 当面跟人对骂 斯文扫地 总归不像话吧 再者 也坏了皇帝心中的印象 你需要怎么做 你到底要不要捧党 要不要打造一座张炉 要不要做清党领袖 刘怀呀 你扪心自问便是 我给不了你答案 我只想要告诉你 欲要国事畅通 政治清明 必然触及种种 最终阻塞朝野道路的弊端 而弊端来自毕正 也有可能是梁正被贪官恶人 更有可能是被不做事之官员 冷眼袖手 空谈之人最潇洒 做事之人最挨骂 天下熙熙攘攘 无非是历来历往 我最后告诉你 一个悲哀的事实啊 张巨鹿之所以自寻死路 在于他看到了 世家子弟把持朝政 到底是富贵了惯的 对钱财一事看得再重 同样的秉性品行 前者肯定不如 从寒门里头冒尖的贵子 我不是说所有人皆是如此 但必定不在少数 试问后者 骤然富贵之后 就算他能截身自好 那么他所在家族之中 会不会有人 所求无度啊 会不会在地方上 仗势欺人呢 会不会成为 横行一地的豪族猎身呢 百善孝危险 当了官 有多少人敢不认 无人无义的父母 兄有地公 兄长一路助你苦毒成财 他若说 我要娶妻纳妾 要良田千百亩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夫妻两人相敬如宾 七族有人为非作歹 东窗事发 你敢不敢认其头颅滚地 愿不愿看到同窗共枕的 妻子每日以泪洗面呢 同乡寒窗多年 你富贵他无名 他求个小官当当 若他却有才学 无奈命运不计你如何应付 若携手富贵子女联姻 日后他去贪毒物国 来求你网开一面 至交好友满门上下数十口 有你赐婊子的读书郎 有任你做干爷爷的黄口小儿 却命悬一线 你又当如何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一十九回 话说那孙吟 终于不再说话 大概是说得口干舌燥 开始起身翻箱倒柜的 找酒喝去了 刘怀目瞪口呆 汗流加倍 孙吟总算是找到了一壶绿椅 仰头痛饮 然后他瞥了一眼刘怀 为父不仁 我倒是不怎么怕 那些家伙呀 死即死了 高楼崩塌变塌了 说不得我孙吟 还会主动找他们的麻烦 可穷凶极恶四个字 人穷质短又四个字 你怕不怕 我孙吟怕 他张巨鹿更怕 刘怀始终没有挪布 没有吭声 孙吟走到他的面前 在刘怀眼前晃晃手臂 咋了 吓傻了 刘怀眼眶通红 隐约有些泪水 孙吟把酒壶递给这个北梁读书人 打去倒 别怕呀 喝口酒 压压惊 刘怀摇头苦笑 还是不喝了 我没喝过酒 孙吟翻了个白眼 收回手 去门槛上坐着嬉皮笑脸的说 得嘞 那我就有福独享了 刘怀默默的坐在他的身边 初春时节 已到春寒和化雪时 最为动人骨 孙吟自顾自的说道 退一万步说 无亲无故之人 无牵无挂 有朝一日 终于身居高位 小善之事 愿不愿做 小恶之事 怕不怕做 反正这两种事啊 我孙吟 是既不愿做 也不怕做 刘怀叹了口气 孙吟喝酒 向来牛饮且快 晃荡着价格不菲的那小半壶绿衣酒 唏嘘倒 头疼啊 心太高 看得太明白 想得太清楚 所以我孙吟 比你们这些蠢才更寂寞 以后再也不跟你这个北梁老乡说这些废话 浪费老子的绿衣 刘怀轻声说 我想好了 我还是要当官 孙吟立刻笑吗 靠日的 你比李吉辅那鱼木哥的还鱼木哥的 老子什么时候没让你做官了 你小子要不做官以后怎么给我孙吟当那官场帮贤呢 刘怀闷闷道 可我只为自己当官 为北梁做些事 这次轮到孙吟愣在当场 长久沉默后 孙吟站起身 放下那只酒壶走向自己那间屋子 好似自言自语 看来是真想明白了 那我酒没白喝 话没白说 刘怀犹豫了一下 提起酒壶闻了闻 转头问 我喝了啊 背对刘怀的孙吟 伸出一只手 只弯曲大小拇指 约门这还剩下三口酒 就当欠我三两银子了 看在北梁老乡的份上 只收你六两银子 刘怀问 你这是怎么算的账 孙吟走进屋子 猛然关门后大声道 我孙吟致意的本事 天下第一 杀熟的本事 天下第二 刘怀转过身 小喝了一口绿衣酒 打了个机灵 从此以后 泰安城就又多了个酒鬼 只不过很多年后 年轻酒鬼没有变成老酒鬼 而是成了逃离满天下的酒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祥福四年 春暖花开 北梁淮阳关一直向北的 龙腰州边境地带 一个雕妇鹅 妖记显卑寇寇的小女孩 骑着那匹如一团火焰的赤红小马鞠 在广袤的草原上缓缓而行 它长得粉雕欲酌 大概可以称之为 世间头等的美人胚子 在他身后仅仅跟随着 三位神情古板的侍卫护草 一名指悬境界 一名金刚境 一位小二品宗师 在这处注定不会有战事 发生的宁静草原上 仅是这三人阵容 就足以令人咄舌呀 要知道如今两莽大战正酣 高手宗师早已请朝出动 过江龙地头蛇 池塘底下的千年老王吧 都一股脑的跟随四十万大军 去往巨北城那边 那么一个十来岁模样的孩子 能够拥有这三位护从 身份之显赫 可见一般 其实不单单是这三名顶尖高手 三大一小 四人身后还远远吊着六七百 披甲经济 更有潜伏在暗中的数十位 鲸鱼刺杀的死士 最后有总计六十计的马篮子 在四周井然有序的游业巡视 他们便是乌鸦篮子 在龙眼平原一亿之前 曾经是天底下 唯一能够与梁州白马游弩手 媲美的赤猴 是董卓耗费了无数心血 调教出来的精锐 这六十计董家马篮子 算是最后的种子 却在此时 全部用来保证一个小女孩的安全 可是董家大军上下 无人胆敢质疑半句 因为谁都清楚 在大将军董卓心目中 这个袍泽遗孤的小侄女 比南北两朝所有郡主家在一起 还要珍贵 小女孩不爱说话 但毫无骄纵匹性 而且天生让人心生清静 哪怕是一路护送 她漫无目的逛当的三名高手护送 都打心眼喜欢这个天真浪漫的小龟 那名只玄境的武道宗师 突然转头向北望去 世线可及的最远处 数纪乌鸦篮子正在与一只 来历不明的草原骑军对峙 很快就有半数董家司机 急驰而至 迅速将四人围起来 剩下三百多计则向北而去 那只风尘仆仆 人人憔悴的骑军 似乎疲于奔命的缘故 阵形被拉伸的断断续续 在那六计乌鸦篮子的视野中 最少有七百计 而且根据其中两计篮子之前传回的消息 这只骑军人数啊 最少在千计左右 那名千夫掌庄树的为首骑士 高高扬起马鞭陆贺 让开道路 老子正在追杀逃犯 是玉禅州持节令和忽燕大将军两人的军令 当我折死 六计乌鸦篮子 置若罔闻 完全无动于衷 既不向前也不后撤 满腹怒火的北蒙千夫掌 眯其眼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看到那碍眼更碍事的三百多计正在赶来 他早就带兵一冲而过 六计而已 任你天大本事也是一个死啊 年纪不大的董家骑将 停马之后沉声问道 何人 北蒙千夫掌侧头狠狠的脆了口唾沫 老子是玉禅州军阵主将 耶律宣平 还不滚开 耽误了大事 别说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娃娃 你家主子都得死 董家骑将面无表情的说 我是董大将军麾下 骑军千夫掌 耶律邪针 不管你是谁 只管冲锋便是 那名骑夫掌瞬间气焰全无 仿佛整个人都矮了一截 嘴唇微动 可怎么都说不出半个字来 整座草原十三周 大小西涕和军阵将领不计其数 但是若说大将军 二十年间只有十三人 直到那个当过南院大王的董胖子 成为第十四人 同样是千夫掌 同样是姓耶律 从北而来的那位呀 恨得牙根都痒痒 瞥了眼那六计马篮子 再看了看那三百多计 心中已经确认无疑 还真他娘的是董卓司机呀 你懂得将军不是在淮阳关 跟北梁都护楚禄山寺客吗 怎么还有骑军有闲心 在这龙瑶州的边境闲逛 最后还跟老子撞上了呀 他满脸苦涩 无奈道 这位耶律将军 实不相瞒 末将正在奉命 追杀一名从敦煌城 逃窜出来的江湖高手 不仅是我还有其他三支骑军 向南骑头并进 别说咱们伤亡惨重 就是诸网蝶子死士 这一路上都死了好几十人 董家骑将皱了皱眉 稍作思量之后说道 我家小主人就在身后 你们南下可以在一里地外 绕行而过 那名千夫长哭丧着脸 耶律将军 咱们这趟南下 真是恨不得把每一寸地皮 都掀起来瞧几眼 就怕错过那个高手 那人如今身负重伤 肯定逃不远 只多在我们身前十里地 我这支骑军队伍里 有擅长追捕的人物 如果担心咱们这些大老粗 惊扰了你家贵人 那我就只带着一百计 跟着你们 咋样 耶律将军 你大人有大量 别为难我行不行 就当我耶律宣平求你了 董家骑将 犹豫不决 那名千夫长收起先前略带 产妹的神色 沉声道 我耶律宣平 死了两百二十三名兄弟 他们不能白死 董家骑将 举头望去 在此人身后的大队骑军呢 以七八计 十数计的小股骑军 各自扎堆 大多呀都在一名 没有身披铁甲的骑士率领下 如同拉开了一张大网 疏密有序的向南驰骑 他终于点了点头 缓缓的说 我可以擅作主张 准许你带少量骑军 跟我南下 一百计 多一人 我杀一人 那位玉禅州军阵骑将 虽然有些遗憾 但更多的 还是庆幸不已 此人也是行事果决之辈 台币挥挥手 只留下九十多计 跟随他笔直南下 其余其军 果真在一里地之外 两侧地带 继续向前击持 在那个雕妇鹅小女孩身边 三百计的包围圈 不知何时 稍稍向外扩展了五十步 三名贴身护送 则并排站在女孩身后 看到这一幕的董家骑军 耶律邪针 眯了眯眼 不动声索 在追杀骑军那只百人队伍中 三名看似 胡乱策马奔走的骑士 偶尔会下马仔细查看草地 还会拔起一颗草啊 放在鼻尖上闻一闻 沿着那个圆形骑阵的边缘 渐渐向南 最后翻身上马 三人视线交汇后 其中一人对军阵骑将摇了摇头 耶律宣平表情复杂 不知是失望还是轻松 在小心翼翼 数次用眼角余光打量那小女孩后 对身边不远处的董家骑将抱拳感激 不管如何 末将谢过耶律将军 两名骑将姓势相同而且官职相当 只不过自称末将的那位 小的呀 他与对方没法子比 耶律邪真平静道 辛苦你们了 那只如同草原秋手的骑军继续南下追捕猎物 在骑军消失在视野后 策马来到小女孩身边的那位耶律邪真高坐马背 他早已伸手按住刀柄 死死盯住南方不远处的草地 与此同时 三名武道宗师全部转身 只玄庆庆护从完全挡住小女孩的身影 其余两人相隔十数步 正是逃满武的小女孩探出一颗小脑袋 轻轻的喊道 你出来吧 没有丝毫动静 他提高嗓音善意提醒 你再躲下去也没有用啊 终于草地稍稍松动 然后怦然炸裂 一道异常魁梧的身形 迅猛的撞向逃满武这边 两条粗状锁链 牵引出来的红光 分别刺向小女孩左右两名护从胸口 小女孩急忙喊道 不许杀人 哪怕在晚上片刻 恐怕那名刺客 就要被止玄庆庆护从拧断脖子了 这名护从已经来到刺客身前 左手五指握住那人脖子 右手握拳 距离刺客的心口只有寸语 逃满武左右两位护从 各自攥紧一条 从刺客双肩套出的锁链 这一端铁锁尽头 悬有两柄巨大短刀 小女孩想要上前 叶绿携针第一次流浪出交际神色 翻身下马 蹲下身挡在她的身前 眼神坚定 却嗓音温柔的说 小公主 不可靠近 逃满武嗡了一声 然后对那个老人喊道 白头爷爷 我叫逃满武 我不会伤害你的 而且 而且 你马上就要死了 白头老人双眼绽放出金光 小闺女 你说你叫什么 再说一遍 逃满武大声的喊 我叫逃满武 然后他说了句 耶律携针在内 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 我认识那个人 老人沙哑低声一笑 没有半点将死之人的悲壮 只有莫名的快意 好好 好 好一个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爷呀 就当我姓楚大 欠你一次 逃满武扯了扯 耶律携针的袖口 认真的说 携针大哥 我可以跟白头爷爷说几句话吗 放心 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 不骗你 耶律携针是唯一只小小女孩那份天赋的存在 亲尼的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但是我和三位长辈都要跟在你身边 好不好 天真无邪的小丫头 使劲的点头 小鸡灼米一般 惹人怜爱 他快步向前 耶律携针和两名护送紧随其后 逃满武在距离那名魁梧老人和纸玄境护从五六步外 他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 盘腿而坐 然后抬头说 有什么事情 老爷爷你说吧 如果我能帮忙 一定帮你 哭笑不得的耶律携针用眼神示意那名宗师松开五指 后者欲言又指最终还是松手收拳 横移三步给小主人让出足够事业 哪怕知道那名刺客已到了油尽灯窟 气机干涸的凄惨地步 那名纸玄境高手仍是不敢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劈头散发的老人也跟着小姑娘盘腿而坐 邪言撇了一下那名纸玄境高手冷哼一声 换作平时 老子一只手杀你 其实老人原本已经放弃逃出升天的打算 之所以用尽最后精气神隐藏此地 无非是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体面的死法而已 天大地大 竟然能够偏偏遇到这个叫逃满五的小丫头 恐怕只能用天意来解释了 老人低头大口喘息 宽阔胸膛剧烈起伏 气机稍微平缓之后 望向那个小姑娘缓缓开口 小丫头 我听那人说起过你 但我很奇怪 你是怎么认得我的 逃满五没有任何隐瞒 嗓音清脆 之前我只知道应该往这边走 但其实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也只知道老爷爷你不会伤害我 而且我能看到某些人看不到的东西 小女孩想了想 很快伸出双手 在空中看似随意的圈圈画画 十分潦草杂乱 老人嘖嘖称奇 这般天赋异禀 当真是闻所未闻 跟他分别前 我听他无意中提起过你 知道北莽 有个叫逃满五的小丫头 逃满五 眨了眨那双灵气十足的眼眸 流光溢彩 他眼眸最深处 藏着些高兴 又有些伤感 老人大声咳嗽起来 他双手握拳 撑在膝盖上 我本是公主焚大念头的 阿巴拉 这些事就不多说了 总之 我在离开北梁前 是想着去中原江湖 去得到另一个老头子的密信 说是敦煌城那边有玄机 希望我能最后做件事 只可惜 我只做成了一半 逃满五 你记住 尽快让那人知道 越快越好 让他知道 他在北边不止有个女人 更重要的是那个女人 给他生了个孩子 逃满五 微微张大嘴巴 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老人苦笑道 顾不得你这丫头会不会帮忙呢 说句良心话 不帮也是情理之重 不管怎么说 我总算死得安心些了 说完这句话 老人艰难的伸手入袖 这个动作吓得耶律邪真和那三名护从都如临大敌 不过老人只是拿出了一本 并不厚的泛黄书籍 轻轻抛给小姑娘 自嘲道 他送给我的一部刀谱 后来啊 他自己添加过一些招式 我大致看得懂 可惜 全都学不会 小丫头 送你了 陶满五 双手接过那部刀谱 捧在怀中 眼眶湿润 他知道 老人是真的要走了 老人伸出大拇指指了指自己 小丫头 记住了 白头老爷爷我呀 叫楚狂奴 是那个人一生当中 见到的第一位绝世高手 老人扯了扯嘴角 闭上眼 自言自语道 给那湖水泡过的鸡腿 狗日的 竟然还真好吃 陶满五 擦了擦眼泪 对着死去的老人 大声许诺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跟他说的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二十回 其坦坦翁桓温文 理学宗师姚白峰之后 刘怀在不获之年 担任国子剑佐继九 之后三十年 整整三十年 没有转任别处管阁衙门 最终死于国子剑佐继九任上 期间这位黎阳历史上 最年轻的佐继九 一次又一次拒绝了 黎阳新帝的招揽 不去做礼部尚书 不去做汉林院掌院学士 古西之年的老人 最后一次在国子剑授课 不和常理的 专门为满堂北梁读书人讲学 老人手中拎着一壶绿衣酒 为那些正今危坐的衣冠世子 开课授业之前 举起手臂 轻轻摇晃酒壶 他笑道 知道在降服四年 这壶酒卖多少银子吗 你们肯定猜不到 如今这壶酒 哪怕已是最上等家酿的绿衣 也不过六十万 记得在那个降服四年的初春晚上 我投回喝酒 就是咱们北梁岛的绿衣酒 那叫一个贵呀 某人哪 只给我剩下小半壶的三口酒 就收了我足足六两银子 当时还真没觉得好喝 只觉得喉咙滚烫 如果呀 不是当时身无分文 加上是糊里糊涂社长才喝上的酒 早就把那口绿衣酒吐了 而这个某人哪 还大言不惭的说 是看在北梁同乡的份上 三两银子的酒 卖我六两 你们说 这家伙的心黑不黑呀 在国子剑求学的年轻世子们 顿时哄堂大笑 老人微笑着说 的确很黑心 对不对呀 这个家伙呀 你们其实不陌生 曾经短暂担任过咱们国子剑又纪酒 索性很快就卷铺给卷滚蛋了 姓孙明吟 你们没猜错 正是咱们泰安城的那位孙老五 把尚书省六部衙门除了兵部之外 担任过五部尚书的孙吟 孙大人 北梁世子们先是下意识进入寒蝉 但很快就又哈哈大笑起来 若说别的官员 别说什么位列中书的正二品尚书大人 就是一部侍郎郎中 也绝对不敢如此的公然大笑 可孙老尚书不一样 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啊 你们小辈只要不欺负我 气力不气当场揍我 那就都没事 你当面暗中骂我都无妨 我孙淫自从当圣大官后啊 就从不骂比自己官小的人 为啥呀 反正看不顺眼 就直接让他滚蛋 还骂他干什么呀 只有当官比我大的 嗓门比我粗的 我才只能骂一骂 过过干瘾罢了 孙淫不是脾气好 反而是脾气极差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家伙 要么对他痛恨畏惧至极 要么敬佩的五体投地 少有忠立之人 要知道就连皇帝陛下都曾笑眼 孙老尔每次在朝会上 指着鼻子跳脚骂人 不管当下朕觉得有理无理 绝不忙着下定论 每次啊都先装在耳朵里 等彻底回锅味儿 才决定是回骂他一通啊 还是赏他几乎好酒 先后辗转尚书省五座衙门 且都担当尚书的孙淫 与前朝重臣坦坦翁 似乎很像 可又不像 大概当时唯一能够 在骂人一事上 隐隐压过孙淫的家伙 就只有那位一生之中 仅仅入京三次的 北梁道老经略士 天底下担任经略士 一直醉酒的封疆大吏 陈兮亮 就只有他了 半辈子的精略士 半甲子的左忌酒 如今黎阳朝廷 专门用以形容 官场上某人的 长酒不挪窝 前者指的是陈兮亮 后者便是说刘怀了 老人等到众人 恢复平静 这才沉生说道 你们这一辈的北梁读书人 大概无法想象当年的情景 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洞山赴京赶考那年 是永辉末年 入京是降服元年 我在当时的泰安城 就碰到一帮别的世子 一山仙良 持善妖狱风流倜傍 嗯 你们如今呢 好像也差不多嘛 那会儿啊 有两人知道 我是北梁人士后 便阴阳怪气的一问一答 一个问 李阳科举 众经义 清师傅 按理说 北梁穷书生师 占了天大的便宜 为何仍是年年会师 颗粒无收 起了拐哉啊 一个呢 便大声回答 因为那北梁蛮子 莫说精益文章 就连诗词歌赋 也做得狗屁不通啊 老人望向那些年轻的脸庞 大多是愤闷神色 也有风水轮流转后的 坦然和繁访 自然也有些 是全然无动于衷 置身事外的 老人见多了 风风雨雨 都不奇怪 老人只是淡然的说 我当时没能脱口而出那句 我去你娘的奇了怪哉 不是不敢 只是怕更加坐实了外人眼中 我们北梁读书人的粗笔印象 你们如今啊 应该是没这种机会了 换作你们如此讥讽 别的世子还差不多 比如当了很多年过街老鼠的 南江道读书人 老人没有对南江道读书人的命运 如何慷慨直言 老人 老人早已明白 公道志在心中 从不在别人嘴上 刘怀只是重回正题 他缓缓的说 我刘怀自认喝酒第一 授业第二 下棋第三 文昌第四 脸皮第五 吵架第六 当官嘴末 诗人笑骂 国子坚流劳而居心叵测 是想做那文坛霸主 士林宗师 手握一国文饼 最终满朝皇子 岂不尽是我刘怀之门生弟子 满唐北梁世子寂静无声 老人哈哈一笑 谬仪 老人突然间神情 坚毅极举威严 不输那些品级更高 权柄更重的中书大佬 他沉生而言 皆是老人积攒了大半辈子的肺腑之眼 刘怀 必不让北梁世子买书买笔之时 所好银钱便要更多 刘怀 必不让北梁世子与人言语之时 因相阴而惹人白眼 刘怀 谁必不让庙堂之上 无北梁世子为国发声 为民请命 这位国子剑左记者脸色通红 停顿些许 如今 世人为我两党齐心 骂我两党跋扈 尤其恨我两党骨头罪硬 两党这个说法啊 在黎阳朝廷上 向来是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没谁敢直接挑明 不曾想倒是被视为两党中间大佬之一的刘怀 在今天亲自诉诸于口 在我刘怀心中 有两党 老一辈当中 只说跟我差不多岁数的呀 有的已经走了 有的还在世 例如老首府陈旺 老尚书省孙吟 有老汉林 严池吉 都是 京城之外 寇江淮 谢西锤 陈西亮 曹伟玉鸾刀里 汉林 陆成青 黄浦平 宋言 长岁 红心甲 曹小娇 汪直 红书文 红彪 等等等等 他们解释 老人哈哈大笑 自问自答 这么多日后 要名垂青史的大人物 皆是我两党成员 你们怕不怕 我自己都怕呀 老人挑了挑眉头 满脸的笔 啥 你们说我好像忘了那位 那个很早就躲去 江南道隐居的老侍郎 老学师 也没他呀 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当然了 我骂他不是个东西 已经骂了很多年了 不过你们可能不清楚一件事 这个老东西呀 在晚年也是试图想要以北梁人士自居 只可惜 他金兰廷一门 心思要认祖归宗 可咱们当老祖宗的 根本就不乐意认他这个孙子 老季九之前自认吵架 第六 仅在当官之前 只是听着这些骂人不带脏字的言语 这个所谓的第六 分量十足啊 老人骤然高声道 李扬兵部 先后三任尚书七侍郎 寇江淮 曹伟与鸾刀 之外七位正三品侍郎 皆出自当年北梁边军 四十年 武将美士 半出北梁 何其壮灾 我北梁 何其壮灾 你们不要忘记呀 你们今日的衣冠大秀 你们的腰欲朗朗 你们的高谈客论 是降服出整整四年 北梁铁骑先后已战死 三十二万人的代价换来的 是西年那座北梁王府 如今的精略石府 用那的清凉山三十二万块 有名字的石碑换来的今天 别地读书人如何想 我不管 也懒得管 但是你们这些出身 北梁的读书人 我刘怀 只要再试一天 就希望你们能够牢记一天 最后 我最后说一句 你们记住那个人 他姓徐 已是极其口无遮拦的老人 到今天最后 老人都没喝一口绿衣酒 而那仅剩的一句话 也始终没说出口 这句话 太过忌讳 也太过沉重 无他 无中原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降伏四年春末 雨润如酥 大学市府 一座灵狐小县 眼下挂落精致玲珑 两位同龄人并肩而立 一位是年纪轻轻的国舅爷 颜池吉 一位是在兵部衙门任职的孔振荣 当年是狐朋狗友 如今仍是至交好友 孔振荣沉声道 兵部刚得到消息 北蒙大军在聚北城外 折损严重 但是龙腰州的 粮草兵力增援 始终没有中断 聚北城打得惨 淮阳关那边更是惨烈 两网这场仗 最少还得拖上两三个月 颜池吉 趴在窗栏上 咱们京城 如今是自顾不暇 估计 也就你对这些消息赏心了 孔振荣双臂还胸 咧嘴一笑 李汉林这家伙 真是了不得 越战越勇 成了北梁关外 朔国仅存的白马教尉之后 尤其是在去年的老玉山战以后 他与玉鸾刀曹伟 以及王精虫三步齐军 配合寇江淮 谢西锤两位刘州政府将军 打得北蒙 孤塞州在内的南朝兵马 哭爹喊酿 听说他们神出鬼没 完全牵扯住了北蒙的 仅剩两只野战主力 其中有三次 大摇大摆绕过南朝的西京城 就跟遛狗似的 这么一来 整座北蒙南朝 除了龙瑶州向北一线 都给打成了四面漏风的筛子 严池吉下意识揉了揉 下巴上的胡茬子 似乎啊 越来越扎手了 遥想当年 私人当中 孔武痴长得最老成 最早有了胡子 而李汉林经常笑话 他严池吉是个小白脸 可惜啊 就是丑了些 比年哥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就算是去卖屁股 也卖不了几个铜板 严池吉问道 你说 如果我们留在北梁 会怎么样啊 孔振荣显然早就想过这种问题 他毫不犹豫的说 你如何不好说 要么在清凉山 在宋栋明手底下 做个刀比例 要么就是在聚北城 当那白衣身份的 军机木寮郎吧 可我可不一样 最不计啊 也跟李汉林一样 当个白马教位 严池吉笑嘛 德行 也就是他们两个不在 你才能这么嚣张 早年有他们在场的时候 你孔武痴哪次不是乖乖当个闷葫芦 孔振荣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当年在北梁岛 孔振荣除了武痴这个绰号 在青楼沟兰 更是有个鼎鼎有名的绰号 孔的善人 因为每次四个人结伴喝花酒 唯有这个傻大个特立独行 绝对不喊什么貌美如花的花魁青光 开门见山就跟老宝来一句 说把你们楼里头最长时间没有接客的姑娘 都喊出来陪酒 孔的善人 不但每次点名要那些容貌比较长的口味刁钻的女子吧 每次赏钱可绝对不少 而且喊来身边落座了 他虽然不动手动脚 估计也确实下不去那个手 可也绝不冷落他们 孔振荣这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当年名声响彻北梁道花丛欢场 不比喜好一致千金的世子殿下名声逊色多少啊 以至于孔振荣他爹当时都慌了 生怕家里这棵独苗 将来啊 娶了个相貌能够辟邪的姑娘进家门 到时候岂不沦为 整个北梁道官场的笑谈呢 所以当年那北梁四海的老爹们呢 心态各异 老梁王徐骁是心大 根本不在意 老学就是严洁熙 那是心疼自己儿子的名声 铁公鸡李公德则是心疼白花花的银子 孔振荣他爹最惨 只怕未来儿媳妇是个不能走夜路的闺女 否则板上钉钉能吓死人呢 严迟极感慨道 李汉林他姐好像一直没成亲 孔振荣没好气的一撇嘴 李富珍这娘们从小眼睛就长在脑门上 对谁都没好脸色 反正我是最看不惯他 既得他最喜欢骂我是粗批 还敢骂年格是色批子 李汉林是他弟弟 李富珍倒是没舍得怎么骂 而你是咱们当中读书最多的 挨骂也少些 至于你姐 哼 比李富珍好点 严迟极有些无奈 徐凤年 李汉林 严迟极 孔振荣 李富珍严东吾 当年留人 三人在北梁 三人在台湾 三人留在家乡 三人远赴他乡 雪中汉刀情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二十一回 春雨绵绵 湖面上涟漪震震 孔震荣想起一事 他缓缓的说 听说 那个来自幽州烟枝郡的寒室 本该纯为夺魁的 是被某位大人物 故意针对 寻了个经不起推敲的由头 给压了下去 莫说会员 差点连殿士的资格都没了 尤其是这次殿士 他为皇帝陛下 钦点为炭花篮后 更是被翻出旧账 京城上下沸沸扬扬 有人说是担任此次科举防尸之一的 幼侍郎晋兰亭 也有人说是作师司马普华从中作梗 有一提拔 后来夺得会员头衔 却在电视里只得了个最末等 同进士出身的秦光海 如今连我父亲都为其大抱不平 说炭花留淮 若非在春围里头给人穿了小鞋 指不定这次就要摘下一家投名 加上那刘怀 本就是北梁道乡市投名界缘 那可就是我朝科举 前无古人的连种三缘了 就我爹那几棍子都打不出 半个屁的好脾气 这些天也念得无数次 府上的酒啊 都快不够喝了 黎阳科举啊 秋围也就是地方的乡市 春围呢 是京师会市 所以有官场小秋在大春 鲤鱼跳龙门的说法 北梁韩氏刘怀 其实成名于春围之间 当时此人在国子剑门外抄写碑文 竟是能够让衍圣公府的当代张家圣人 为其帮忙抄说 当时数千国子剑学子 文讯蜂拥而至 到头来 刘怀竟是最后一个知晓 那名中年儒氏尊贵至极的身份 此事啊轰动京城 只是当时囊中羞涩 沦落到借助一处小道观的刘怀 拒绝了无数达官显贵的千金买经文 也拒绝了一些人更换住址的邀请 听说好些个京城士族啊 都想招他为序 也被这刘怀一并拒绝 当时京城有不少声音呢 都说此人无非是孤名钓鱼 代驾而孤 一切只在仰望二字而已 随着刘怀一举夺得炭花 会是电视的文章逐渐流传朝野 这些阴阳怪气的言语才悄悄消失 随着刘怀跃入朝堂事业 泰安城好事者知晓一些内幕 参与秋为会事的北梁世子 其实有五人 但是其余四人都是自己放弃了资格 一同返回家乡 只将所剩的银钱呢 全部赠给刘京的刘怀一人 而孔振荣的父亲孔大山 当年被黎阳朝廷招安 选择离开北梁道 主要还是因为他那个经商多年的 兄长两个女儿 阴差阳错的嫁入江南道豪法 别看孔家男子大多相貌粗厉 女子倒是个个如花似玉 而那两个江南士族在泰安城官场 还算是吃香 加上他本人与当时的齐军主帅 怀化大将军中洪武正见不合 就来到了泰安城 只在兵部啊 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衔 才挣四品 还是去年末呀 刚升上来的 估计过不了几年呢 就要被儿子赶上了 孔大山举家入京以后 想来没少受白眼排挤 不过孔大山 虽是地地道道的北梁将冢出身 性格却颇为豁大 否则当年凭借儿子孔振荣和世子殿下的关系 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离开北梁的地步 而且孔大山呢 自己是大老粗 却是北梁中少有对读书人公然持有钦佩态度的武将 早年别说对李汉林看不上眼 就连对丸世不公的世子殿下徐凤年 也是不冷不热 只有对那读书种子炎池吉 不够颜小的孔大山在家里瞧见了 才会难得的热络起来 所以呢 北梁世子刘怀在泰安城的境遇 孔大山如何能够不愤懑满怀呀 原本懒散的趴在围栏上的岩池吉呀 站起身来 春围的确有些内幕 只不过身为坐视的司马普华 有意提携同乡晚辈秦冠海一世世真 却并无打压刘怀之举 而作为刘怀房师的礼部左侍郎晋兰亭 月卷之时非但没有贬低刘怀的文章 反而大有赞赏 考卷之上可谓是满篇意美 这孔振荣啊 可有些绕不过来了 一头的雾水 礼部尚书侍郎 两人分别担任了正副总裁官 难道还能有人与之对抗吗 孔振荣猛然醒悟 满脸的匪夷所思 延迟吉点了点头 是之前拒绝担任做事一职的陈少保 对刘怀的文章摇了摇头 说了几句保少贬多的点评 孔振荣使劲的摇头啊 我不信 陈少保的为人 我虽然没有真正接触过 但绝对信得过 陈少保绝不是这般人物 更不屑措辞小人行进 没有必要啊 那位陈少保的朝堂声望 只需要从孔振荣的言语之中 就知道是何等的冠绝京城 言耻极苦笑一声 一开始我也不信 可这是皇帝陛下亲口所说 而且当时陈少保也在场 孔振荣呆若目击 伸手拍了下额头 难怪年哥当年说读书人的事 搞不懂拎不清啊 言耻极眼神深邃轻声道 总之陛下亲点刘怀为叹花 且没有给他状元榜眼 未尝不是一种两全其美 孔振荣叹了口气 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多想 走不通的路就绕过 这是年哥教我的 我觉得呀很有道理 言耻极一笑 年哥还说了 遇上打不过的爷爷 咱就先当孙子 以后总有爷爷教训孙子那一天 孔振荣咧嘴一笑 笑得呀久久都合不拢嘴 言耻极沉默许久 等到孔振荣终于不笑了 再次趴到栏杆上 他轻声说 你和李汉林都觉得我读书最多 只是年哥啊天生聪明 才会比我更讲道理 其实不对 我是很后面才想明白 当时我们家暗中离开北梁 其实年哥早就知道了 所以最后一次相聚 他才会独自跟我说着那番罪话 他说那书上说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别怕 书上还说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桌酒宴撤去 总有摆下一桌宴席的机会 孔振荣无言以对 想说什么说不出口 想喝酒也无酒可说 言耻极转过头来 满脸的泪水望向孔武痴 我知道 我们四个 再加上我姐和李富珍 我们六个人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聚在一起的机会了 孔振荣点了点头 言耻极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般抽气道 年哥 可骗我 孔振荣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缓缓的抬起手臂 按在这个年轻人的脑袋上 轻轻的揉了揉 就像当年 徐凤年对待言耻极一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很多很多年后 不仅降服年号成了过眼云烟 连新年号都换了两个 黎阳新帝刚刚登基 依旧是在这座临水小县 依旧是春天的黄昏小雨 刚刚婉聚新军挽留 卸任门下省左坡叶的迟暮老人 在寒衣弄孙后 独自来到这儿 在幻海生涯中是全唇 未来的青史上 更是明晨的年迈读书人 不知为何默默流泪 白发苍苍的老人 神色算不得如何悲怂 却偏偏止不住眼泪 被朝野上下誉为 坦坦翁第二的老人 也不去擦拭 就像是一个孩子 不小心丢了某样可爱物件 先是嚎啕大哭 然后过了几天呢 伤心没那么重了 可记起来的时候 还是会抽一抽鼻子 哭长三晚娇 清风生两夜 春风拂双病 老翁一少年 很多很多年前 在外江南的灵州 如今早已无人提及的 最后一位北梁王 还是荒诞不惊 无忧无虑的世子殿下 在那些年里啊 经常能够看到深更半夜 四位少年郎 一起醉醺醺的走出青楼 满身的纸粉去 还没有投军关外杀敌的 李汉林 更没有当上白马教卫的李汉林 也就是没有当上 征兮大将军的李汉林 那会儿啊 肯定是满脸的腌制唇印 只不过 这家伙最为狡猾 酒量不行 酒品更不行 次次啊 暗中让花魁清官帮着兑水 不说 貌似豪迈喝酒的同时 便偷偷摸摸的洒酒出杯 掩饰的天衣无缝 所以他每次打道回府 都还能跟花魁老宝们 嘻嘻哈哈 绝不耽误事后再开游一番 权当啊 收些利息了 而又当了一夜大善人的孔武痴呢 酒量好 扛不住酒品好 何况 那两三位很久没生意开张 并格外感激涕零的姑娘 哪里肯答应 这位身材魁梧的好心青年 不喝酒啊 所以他每次啊 还远远不如姓李的 王八蛋来的情形 不过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孔武痴醉了 李汉林醒着 当然就要后者背着 用世子殿下的话说 就是我背着小两百斤的孔武痴 到底你李汉林是世子殿下 还是我是啊 而当年仍是被取戳号为 盐吃鸡的年轻读书人呢 早已不怕什么回家后 被父亲责骂了 往往是每次走入青楼之前 暗暗给自己鼓起 今天晚上这次啊 一定要摸一摸某位小娘子的胸婆 要不然呢 壮着胆子亲个小嘴也好啊 总之啊 怎么都不能再让那兄弟三人 笑话自己有贼心没贼胆 只是啊 每一次离开那阴歌厌舞的温柔乡 年轻读书人都会醉得不省人事 告诉自己啊 没关系 下下次再尝试一下 真真正正的爷们儿一回 身材轻弱的少年李汉林 背着身材壮硕的少年孔武痴 步履蹒跚 而少年世子殿下 背着不重的少年盐池鸡 当然轻松些 最早啊 李汉林不是没有疑惑 那为啥不干脆让护聪 背着孔武痴 盐池鸡回马车呀 世子殿下说了 咱们才是兄弟啊 四位少年郎 当时都觉得天底下 好像没有比这更有道理的事了 那一刻呀 老人哽咽倒 年哥 你骗人 那个人 答应过黎阳王朝 或者说答应过天下人 此生都不会再入太安城 可就在此时啊 一只温暖手掌 轻轻地搁在老人的脑袋上 又无论过了多少年 还是那般熟悉的调侃笑声响起 呦 盐池鸡 哭鼻子了 是你爹不准你跟我玩啊 还是你姐又说我坏话了 多大的事啊 年哥 我带你喝花酒去 老规矩 离汉林出钱 恐无吃千玛 走着 老人没抬头 唯恐是梦 按住 按住 列黎阳新朝十二殿阁学士之首的五英殿大学士 这个被誉为 每逢大事 以严学士 进气最多的 很老的老人 泪水流过那张 干受脸颅上纵横交错的沟壳 他胡乱地抹了把脸 又哭又笑 他轻声道 年哥 我很想你啊 他对面的那个 仅是双鬓微微双白的家伙 露出一个 一如当年扔似少年的灿烂笑脸 抬起袖子 帮颜池吉擦拭泪花 嘴声说着 知道了 知道了 不远处 有两个人看似窃窃私语 嗓门却不小 瞧瞧 空池 我早就说了 颜池吉这家伙 忠义咱们年钩 当年呢 就是跨不出这一步而已 瞧着还真是 以前没觉着 这次啊 信了 空池 你说颜池吉都这把年纪了 是不是晚了点 哎 颜池吉这人呢 大毛病没有 就是脸皮薄 要换成我呀 早个六七十年 就跟年哥直说了 滚 那会儿你姓孔大 就已经从娘胎里爬出来了 如今有些耳背 却绝对没耳聋的 颜池吉顿时大怒 没有半点读书人的风范了 李汉林 孔振荣 滚一边凉鬼子 李汉林 坐抬头望月桩 孔振荣 坐左右探望模样 贤熟至极 炉火纯青 不管如何 颜池吉始终紧紧地攥住身前那人的手 不肯松开 徐凤年看着颜池吉 然后转头看了看 咧嘴笑的李汉林和孔振荣 他柔声道 都还在 都没变 真好 雪中汉刀行 作者 风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汉刀行 作者 风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二十二回 降伏四年 游州燕之郡很出名 名声之大 连整座中原都有所耳闻 尤其是早年 在世子风流的江南道 和富甲天下的广陵道 当然更少不得泰安城 最是对燕之郡感兴趣 因为那燕之郡的婆姨啊 尤为水粮 应了那句 女子真是水作的 燕而不俗 天然妩媚多情 哪怕是生长在穷乡僻壤的 燕之郡女子 依然是别有风韵 只不过 燕之郡也有众多不出名的小镇 就在其中一座小县城上啊 却住着一位曾经登榜 燕之平的家人 裴南伟本该已经殉情而死的 旧静安王王妃 她如今呢 就守着那座不大 却十多的很干净的小宅子 她很少出门 养了一龙鸡 然后啊 就经常坐在屋檐下 看着那只趾高气昂的老母鸡 带着一只只玲珑可爱的小鸡仔 满院子的瞎逛的 这里啄啄 那里点点 久而久之啊 她虽然有些乏味了 只不过 她反而觉得 这样的无趣日子 才是真的过日子 有名不起眼的年轻女子 和风吹几倒的老玉 住得一远一近 前者 偶尔会帮忙往水缸里边倒水 或是送来一些 小镇上注定有钱 也买不到的小物件 胭脂啊 水粉啊 钗子呀 零零碎碎 五花八门 裴南伟也都一一收下 世间女子 无论贫富贵贱 哪有不愿意自己更漂亮点的 那位满脸沧桑的老玉 倒不是送东西 只是隔三差五的呀 来家里边串门做客 有一句没一句的 闲聊鸡毛蒜皮的事情 说小镇哪家的绸缎铺子 有数断卖了 不过老夫人很快呀 就说成八成是骗人的 坑那些傻丫头的私房钱呢 说小镇最南边 铁匠铺子留腰的丑八怪媳妇 竟然勾搭上了破罗像某个姓张的年轻后生 真难说呀 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老玉还说他宅子那边啊 掉了支风筝在屋顶 那些孩子呀 也真是调皮捣蛋 上房你拿风筝也就罢了 还有个小兔崽子呀 站在房顶朝院子里撒尿 结果给他去孩子家门口啊 好一顿的嘛 裴南伟每次都耐心的听着 只不过他大多都记不住 听过也就忘了 终于有一天哪 有人打破了这份宁静安详 是那个叫做余地龙的孩子 他一人骑马不约而至 腰配战刀 翻身下马的姿势干净利索 屁大点的孩子呀 显得格外老气横秀 他在门口笑眯眯的看着 觉得有些好笑 当于低龙喊出师娘那个称呼啊 裴南伟笑得更开心了 没着急领着孩子 跨入小院的门槛 他问道 小虫子 你喊过多少人师娘啊 其实这孩子以前几次啊 都是喊裴姨 如今换了新鲜的叫法 倒也没让他觉得讨厌 自从那个扶墙而走的典故 好像在一夜之间 就传遍整个清凉山之后 余地龙啊 就对祸从口出这个说法 深刻的不能再深刻了 不过面对裴南伟 这孩子实在是不长记性 他伸出三根手指 咧嘴一笑 就撒 不过师娘你是大师娘 裴南伟瞪了他一眼 扬怒道 不会只说半句 于地龙一脸的惊讶 啊 就撒 裴南伟在这个光长个子 不长心眼的孩子脑袋上 狠狠敲了一几 都是跟你师父学的 脸蓬有黑 很快就要跟木炭差不多的 余地龙啊 黑黑一笑 脚步欢快的 跟他师娘一起走进院子 余地龙喜欢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 所以啊 他上次才会跟师娘商量 以后等他攒够钱 一定要再盖一栋屋子 屋檐下 一直摆放着有两条小板凳 他倒是 有买过张小竹椅的念头 后来想想还是作罢了 他有另外的打算 两人坐下后啊 裴南伟打去道 小虫子 你师父那个大徒弟 叫什么来着 师娘给忘了 原本懒洋洋的余地龙 立即挺直腰杆 有些心虚 他小声的说 他呀 叫王生 吕云长那家伙说 那是个吐了巴基的名字 不过我觉得吧 其实还好 裴南伟促下的追问 那么 如果王生喜欢上你师父 就是不喜欢你 咋办呢 余地龙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茫然 他刨根问底的问 嗯 余地龙挠了挠头 低头盯着斜肩 我也打不过师父 裴南伟捧腹大笑 余地龙很快抬起头 一本正经的说 师娘 如果王生他真喜欢师父的话 我就跟师父打一架 不过 我可不是为了把王生抢过来 这下子裴南伟还有些纳闷了 怎么说呀 那孩子满脸认真神色 伸出一只拳头 我只是想让王生知道 你可以喜欢咱们师父 可是小虫子 有可能打得过师父 裴南伟不置可否 抬头望向院门口 他柔声道 小虫子呀 说你笨 笨得可以 说你聪明 也没错 孩子似乎有些消沉 双手托起下巴 愣愣地出神 裴南伟揉了揉 揉他的脑袋 安慰道 可能很快 但也可能 是很久很久以后 你才会在某一天明白 当你喜欢一个人 只是那个人不喜欢你 虽然不如两个人相互喜欢 但比起 你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没有 要幸运得多 余地龙皱着脸 可怜兮兮地说 师娘 怎么听上去好惨呢 裴南伟笑着问 你觉得师娘 是开心 还是伤心呢 他加了一句 如果答对了 师娘就教你 怎么追求王胜 余地龙 小心翼翼地说 傻乐呵 裴南伟嘴角抽搐 余地龙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时抱着脑袋 师娘 师娘 这是师父无意间 说漏嘴的 裴南伟和颜悦色道 你答对了 余地龙满脸的欢喜 裴南伟呵呵一笑 不过小虫子呀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一辈子打光棍吧 余地龙竟然也没伤心 只是啊 歪着脑袋 两根手指捏着下巴 像是在很用心的 思考着什么 这孩子冷不丁的 坐直身体 然后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算了 还是等我活着 从葫芦口回来再说 裴南伟吓了一跳 咋回事啊 余地龙掏出了一只钱囊 郑重其事的交给裴南伟 师娘 这是我担任 幽州骑军武长之后的兵响 你还是继续帮我存着 师娘 要是有一天 听说我战死关外了 记得别为小虫子伤心呢 裴南伟一皱眉 你要去关外打仗 余地龙环顾四周 压低嗓音 师娘 这个可不能说 泄露军机 按北梁律 是要被咔嚓的 我可是赤猴五掌 又以身作则 这孩子顺便 还做了一个抹脖子 翻白眼的动作 裴南伟收起了钱囊 行吧 帮你收着 余地龙站起身来 师娘 如果我死了 你也别跟王生说 我喜欢他 裴南伟笑问 那你活着回来了 师娘就告诉他 余地龙赶紧摆手 别别别 都别说 裴南伟问道 反正都是要师娘不说 那你提这一茬 图个啥呀 余地龙顿时就懵了 越想越糊涂 裴南伟起身后啊 用手指狠狠的戳了一下 这男孩的脑袋 小虫子呀 就凭你这颗浆糊脑袋 以后会是那啥的 啥陆地蛟龙 余地龙兴兴然 大步走下台阶 转头摆手 师娘 别送了啊 裴南伟没好气地说 去去去 赶紧的 在余地龙走出大门后 裴南伟猛然听到 孩子惊喜的嗓音 师父 你怎么来了 仗打完了 裴南伟下意识地 快步走下台阶 刚走到院门口 猛然醒悟过来 他停下身形 大声笑骂 小王八蛋 宅子外头的孩子 哈哈大笑 策马离去 他嚷嚷道 走喽 师娘想师父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如今 时值春夏之交 出身春秋陪伐的女子 突然记起一首小诗 内容一字不差 偏偏忘了诗名 与作者姓名 翘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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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幽 煮翠林 刘盈 无一事 声远 碧 罗音 青碧 翠林 刘盈 碧 罗 想来他之所以记忆深刻 源于这些可人的江南景物 都是少女时分与他近在咫尺 越是唾手可得 便越不知珍惜 在成为黎阳王妃之后 囚禁于高墙之内 看腻了婉约诗词 才逐渐接触到一些以往不喜欢的边赛事 无非是那些词汇在诗篇之中辗转来回 争人 双月 枪笛 卢管 红雁 此时裴南伟环顾四周 黄泥院墙 绿意兮兮 五鸟鸣 亦有炎炎蜀气 高楼规格 幽怨人 那也得有高楼可欺才行啊 裴南伟想到这 便当真有些气愤 他独自在这座小县城柴米油盐酱醋茶 当然就只能是跟钱有关系 自从上次跟那名义上是一县主部的家伙 去碧山县县衙 成功讨要来积欠许久的二十两银子凤路 县令逢贯 不知为何很快就被调走了 顶替原主部徐奇位置的杨公寿 便顺势寄人县令 县位依旧是新县令大人同样出自青鹿洞书院的朱英 两人都是富良世子 当时啊 他和他去县衙那趟 碰到过两位世子 杨公寿还故人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拙劣戏 只可惜当时姓徐的一眼就看穿了 用他的话说呀 就是我可是顽固这个行当里的开山鼻祖 当年北梁不知道有多少高梁子弟都在我屁股后头 吃灰 有样学样 画虎泪犬 裴南伟气氛的地方在于杨公寿胜任县令后 碧山县的主部位置没有案例继续补圈 而是重新挂起了徐奇的名字 可是碧山县衙那边给了个徐奇 既然不去点卯当值 那么就俸禄减半的说法 据说这还是县位朱英 不惜与那新任县老爷据理力争来的结果 否则以杨县令的意思 主部徐奇连一颗铜钱都别想拿到手 大概是衙门的大小蓄力都揣摩到了县令的心思 尤其是那些男人在衙门里当差的妇人 对他这位主部夫人更是视若愁口 柴米言不等物啊 等到他这儿一律都更贵一些 那名来历不明的年轻女子原本想要代劳购置 却被这裴南伟给拒绝了 裴南伟偏偏就要自己去买 还故意带上几颗沉颠颠的银钉 当然银子用不上 铺子那边也找不开 可当那些妇人眼巴巴的瞧着几颗银钉的时候 裴南伟他心里舒坦呢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说 欺负我男人不在是吧 可我男人能留给自己女人这么多银子 他也敢放心 但是你们这些长嘴妇人的男人有这本事吗 裴南伟的气氛还在于你徒弟余地龙都能挣到这么多银子了 你做师父的也不知道往家里边稍稍寄一些 他只要一想到用掉某颗银钉换成铜钱就心疼的厉害 裴南伟眼角余光啊 瞥见院子里那只老母鸡 好像是带着几万精兵巡视侠境的大将军 他就顿时啊 那气就不打一出来 朝他们快步走去 使劲的踩在地面上 吓得母鸡和小鸡们四散而逃 裴南伟冷哼一声 双手插腰 有些得意 有个刚好站在院门口的年轻男人 恰巧看到这一幕后 眼神呆滞 神情恍惚 他望着那个背对着自己的婀娜背影 他握着一只布袋的手啊 手心里都是汗水 他如今呢 名叫朱英 英是赞英的英 是当年跟随着上英学公王继九 赶赴北梁的数千学子之一 若是当时世子 以豫家嫡长孙玉鸾刀最为名动天下 其实他如果用上本名 名气绝对不在玉鸾刀之下 天下礼学南朱北瑶 礼学宗师姚白峰已经卸任国子剑左济九 返回家乡继续讲学 而静安道朱氏子弟向来不愿出世 朱英的祖父啊 在春秋之中便被誉为神君 与学公大祭九齐阳龙关系深厚 朱英父辈这一代 齐人连妹名栋士林 被称为朱氏七龙 更是与当年的江南卢氏林郎满目并列 这朱英本名朱英英雄的英 正是朱家的嫡长孙 哪怕是隐姓埋名 化名为三英的英 假托朱氏旁之的树出子弟 朱英凭借着自身学识 浊然远见 依旧在青鹿洞书院鹤立鸡群 数次书院山主皇商 请去青鹿洞讲学的大儒 都被朱英逼得下不来台 狼狈不堪 甚至有年迈硕儒 还有当堂向这朱英问道解惑 只不过朱英在傅良世子中 名声不鲜 最多的是些个桀骜清高的口碑 可他那些不曾公开的文章 如年轻藩王当时和裴南伟所说 早已在浮水房案头摆着 连徐卫雄都被惊动 将其高看为 不输徐北至陈希亮太多的年轻俊艳 朱英在浮水房的代号别称为 除凤 已经与那玉鸾刀的大鸾并肩呢 而此时的朱英 发现自己啊 嘴唇干涩 竟然不知如何开口 与初见他便惊为天人的阳公寿不一样 朱英第一次见到他只觉得容颜不俗 但是并无任何以拟心思 只是有一次在那条雨后的咕噜街上 无意间看到他蹲在街旁 掰碎手中的一块干饼 轻轻的喂给一只满身泥泞的黄鹤小猫 他再难释怀 他知道自己哪怕不是朱氏嫡长孙 可惦念起一名孤苦伶仃的独居妇人 与礼不合 与礼更不合 可他忍不住啊 趁当他要开口的时候 那名女子已经转过身来 皱眉看着他问道 你谁啊 朱英瞬间心如死灰 一年来虽然不曾说过话 可毕竟或远或近相见数次 这十五次还是十六次来着 朱英脸色苍白 嘴唇颤抖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想要举起手中的钱袋子 想要说这是徐主部上个月的俸禄 我朱英身为碧山县衙同僚 只是来此为夫人送来银钱 那满头雾水的裴南伟 不客气的伸手指着这位呆头鸡 有毛病 赶紧滚 他跑去墙角啊 抄起了一根扫帚 怒目相向 气势汹汹 年轻读书人 默然转身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妙藏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汉刀行 第九百二十三回 朱氏敌长孙朱英 转身离去 裴南伟自然不知道 这位年轻人的心路历程 会只因为他在 古路街上的那个举动 便会情不知所起 不过以裴南伟的性子 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在意 恐怕还会重复 他之前的无心之语 有毛病啊 至于很多年后 分明是在北梁官场 崛起的朱英 为何最终却在 两档如日中天的时候 毅然决然的判处两档 以吏部侍郎的身份 以朝野上下 欲为铁骨铮铮的 名士风骨 硬是多次压下 两档后起之秀的 官场境界 无人知晓 铁侍郎朱英 为何如此行事 为何明知自己 这般忤逆大事 将会止步于侍郎职位 最终很快 就官至一部侍郎的朱英 放弃了家族联手 数个党派换来的机会 放弃了转入礼部 担任上述 辞官却没还乡 而是去往 可谓遍地政敌的北梁道 在幽州开宗立派 成为一代理学宗师 声望不输给前朝的姚白峰 而朱英一生当中 除了家族联姻的娶妻之外 只在幽州燕之郡的晚年 纳了一切 那位小妾年轻貌美 正值二八少华 朱英早已是白发苍苍 此举也让朱英颇受中原诟病 被有人作诗 一支梨花鸭海棠 大肆讥讽 朱英不以为意 老死在北梁岛 朝廷嗜好闻真 直到朱英辞官病死于北梁之后 朝堂上驻党 共同抗衡两党的格局 仍是没有扭转 曾经在碧山县 压过朱大家一头的那位县令 杨公寿 倒是借着两党身份 官路横通 最后当上了两怀道经略史 与朱英关系一直不错 在赶去北梁幽州祭奠好友的时候 杨公寿突然看到了那名 身披笑衣的年轻妇人 与他们两人早年在碧山县镇上 见到的那位女子 好像眉眼相似有四五分 原本在好友灵堂 仅是流露出些许哀色的 经略史大人 顿时悲从中来满脸泪水 然而此时此刻 用扫帚赶跑了不知名的 登徒子的女子啊 坐在屋檐下 那名老玉很快就登门拜访 又开始叙叙叨叨 只不过相比之前的家长里短 琐琐碎碎啊 老玉多说了些道听途说的 关外战事 说北马蛮子呀 差不多要撑不下去了 梁州距北城那边 从去年秋打到今年夏 死了不知多少万蛮子 一旦到了夏天 别说展开工程 光是堆积如山的尸体 就难以处理 更难熬啊 裴南伟听得有些心不在焉 有些犯困 打了个哈欠 突然看到那个年轻些的女子 走入院子 坐在他们脚边的泥土台阶上 老玉骤然间眼神凌厉起来 年轻女子心虚的低下头 裴南伟一直被某人说成笨蛋 可能够当上藩王王妃的豪华女子 当然不会是真本 只不过太多事情 懒得去计较而已 大概是实在太无聊了 裴南伟啊 就用手指戳了戳那名 秀气女子的后背 开口笑问 有心事啊 跟我说说看 说不定我能帮你 秀气女子的脑袋 低得更下了 老玉赶忙出声阻拦 裴娘子啊 小羊能有什么心事啊 她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儿家家的 裴南伟微笑着说 行了 她还小户人家啊 根脚属于那座清凉山的女子呢 指不定连那家伙都听说过姓名的 要不然没办法跟婆婆你坐在这儿 今天咱们就当是普普通通的街坊邻居 没有什么浮水房啊 养婴房 也没什么藩王啊 清凉山 如何呀 只说些女子间的悄悄话 无声大哑 反正咱们三个不说出去 谁也不知道 小羊啊 就先当你姓羊好了 说吧 喜欢上谁了 裴姐姐和赵婆婆 一起帮你谋划谋划 年轻女死侍抬起头 忐忑不安的望向老妇人 后者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只此一回 不许有下次了 前者怯生生的说 裴姐姐 我喜欢 我喜欢 说到这儿 她便说不下去了 老妇人板着脸冷横 县令大人杨公寿 绣花枕头一个 还自称什么尸剑线呢 去年花了二十六两银子 故人在王爷和裴姑娘面前演戏 也不嫌丢人现眼 你是瞎了眼 才会看得上这种世家子弟 年轻女子 抿起嘴唇 有些忧怨 却不敢反驳 裴南伟却感到有趣了 忍不住帮这小姑娘 打气鼓励道 这是书上说的才子佳人呢 挺好 小雅 别给赵婆婆吓着了 虽说你们都姓杨 要是在北梁道以外的地方 尤其是在类似于江南道 这种书香门第 比较多的地儿 就有些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秦之前 不嫌一姓之婚 可大秦之后 始觉同姓之娶 意思就是说呀 大秦之后 同姓之间不通婚 就成了一条 历代朝廷不管 但是读书人最爱管的 不成文规矩 不过春秋八国没了后啊 连十大豪法都没了 也就不太讲究这些 不过那个姓杨的县令 估计在中原那边 大小也算个士族 否则也没资格来咱们北梁 更没办法就这么快 当上一线父母官 所以小眼你啊 若是家里长辈不介意的话 最好临时更改个姓氏 从姓氏婚姻 一路说到中原氏族的门峰 再说到庭院深深里的女子争宠 最后说到高墙内的各方争斗 说到母凭子贵 以及对老百姓来说 遥不可及的那些告命夫人 裴南伟到底是当年高门 陪伐精心培养出来的女子 把学问道理讲述的深入浅出 不但年轻女子听得聚精会神 连原本抱着姑且听之态度的老夫人 都听得有些入神了 裴南伟说得意气风发 年轻女死士听得两眼放光 老夫人听得频频点头 尤其是裴南伟手把手传授小姑娘 怎么去假扮一位家道中落的士族女子 谈吐应该如何注意咬字 应当读哪些诗书 与新衣男子交谈时如何郁郁还休 年纪悬殊的两位蝶子死士都大开眼界 只觉得原来同样是女子 这位名叫裴南伟的女子 那才是一等一的大宗师啊 不愧是能让咱们王爷都扶墙而走的天下第一人 裴南伟说得神采飞扬 正想要说那女子归房最隐晦的生米煮成熟饭一事 结果后脑勺上轻轻挨了一记板栗 从她身后啊传来一记温纯的嗓音 没你这么没羞没嫂的妇人啊 你家男人也太不晓得立家规定家法了吧 一大一小两位浮水房碟子如遭雷击猛然起身 然后迅速的去往台阶下 单膝跪地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他们眼睛死死的盯住地面 眼神中除了措手不及的惊恐 还有发自肺腑的崇敬和油然而生的炙热 十年修得宋玉树 百年修得徐凤年 千年修得吕洞玄 何况人生恰好不过百年而已 裴南伟赌气的没有回头 那人呢在他身边蹲下身 对院子里的两位浮水房精锐 柔声一笑 起来吧 这些日子有劳两位了 以后啊到了这儿别拘谨 还像今天这样就挺好 这才不会死气沉沉 他们两人站起身点了点头 那人望向面红耳赤的年轻死士 阳公寿是吧 放心 我会帮你牵线搭桥 回头啊 先给你换个士族身份 不过暂时还需要你留在碧山县 他对老玉点了点头 后者心领神会 带着大服从天降的浮水房晚辈 离开了院子 裴南伟还是没有转头 仗打完了 他叹了口气 去北城守住了 北马蛮子还算不上商级根本 剩余不到二十万大军始终退的不乱 所以估计还得再打一场 不过盛事已经在我们北梁这边了 我要去趟冀州关外 见一见那位旧冬月驸马爷 顺便还有些人也要打声招呼 别人去啊 我不放心 他突然转过身来 一把抱住他 使劲的把他抱在怀中 他红着眼睛 孩子气的哭腔道 我不让你走 一个含混不清的嗓音 从他那雄伟的胸脯之间传出 哎 你 那你也 别把我闷死在这里 他刹那间满脸飞红 狠狠的一把 推开这个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王八蛋 徐凤年被推出去的同时 随手挥袖一指 弹向远处 院墙上 原本蹲在那看好戏的吕云长 被那弹纸弹中了额头 怦然落地 摔在院子外的小巷之中 少女王生 背负着剑侠 双手还胸 看到狼狈不堪的吕云长 站起身来 他冷笑不已 在小镇外偶然遇到师父三人的余地龙 值得一起返回 很是脸色纠结 都不敢多瞧一眼王生 王生犹豫了一下 沉声道 跟我一起去小镇酒楼 给师父买酒 余地龙嗷了一声 也没多想 吕云长一旁坏笑 你俩去买酒就是了 我在这儿帮师父盯着 以防刺客偷袭 卑侠且配剑的王生 伸手按住一把剑柄 吕云长举起双手 得得得 怕了你了 余地龙一脸的茫然 吕云长摇摇头叹息道 余蚯蚓哪 你说你咋就不开窍呢 余地龙气势浑然一变 单挑 吕云长有些头疼 他是真打不过这条蚯蚓 就在此时啊 只见师父师娘 已经一起走出院门 王生眼眸底处 隐藏着一些莫名欢喜 裴南伟为师徒四人 一路送到了小巷拐角处 然后他很快就转身离去 四人走在那条古路街上 只有原本需要马上赶往 幽州葫芦口的余地龙 牵马而行 徐凤年突然说 余地龙 如今武当有个叫狗友方的孩子 你以后多留心 余地龙惊讶的问 啊 为啥呀 徐凤年完未道 谢观应 邓太阿 张家初代圣人 都算他半个师父 以后可能 还要再加上 半个武当掌教礼御府 你说为啥 余地龙不嫌不淡的 呕了一声显然还是没怎么在意 徐凤年冷哼一声 吕云长 我提醒你 别使坏心眼 记住了没 吕云长做了个鬼脸 双手抱住后脑勺 知道了 徐凤年笑了笑 你的对手 也会有的 吕云长顿时雀跃起来 何方神圣 徐凤年莫名其妙的说 有可能成为天下第三的人物 而且年纪比你小 徐凤年 一语成衬 而天下第三高手的交椅 始终把持在一个用刀女子手中 他姓陶 徐凤年回望了一眼 大声笑道 最多再过三四年 一起去江南 小巷中一直躲在原地 没有离去的裴南尾 嘴角偷偷的翘起 他摊开双臂 指尖轻轻触及小巷墙壁 脚步轻快的向小院走去 因为他觉得三四年而已 那时候他还没老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却说那广陵江上 一艘灯火通明的黄龙楼船之上 一对男女并肩站在船头赏井 身穿黎阳藩王莽袍的 年轻男子轻声道 让你受委屈了 绝美女子轻轻握住她的手 摇了摇头 笑脸温柔 年轻藩王重重拍在栏杆上 这个宋历 胆大包天 等本王 他突然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年轻藩王握住他的手 神色悲哀 转身凝视着他那张 不管怎么看都不厌烦的容颜 他挤出一个笑脸 放心 我赵荀还不至于就此一指消沉 黎阳三大藩王 燕拉王赵炳 蜀王陈之豹 靖安王赵荀 三人联手叛乱 其中以赵炳获得骂名最多 陈之豹最受畏惧忌惮 而赵荀 最让人扼腕叹息 哪怕朝野皆知 赵荀未来将被其余两大藩王推上地位 但是仍然有许多黎阳文臣 坚信这年轻藩王是在春雪楼变故中被强行囚禁 是被赵臣二人用来蒙蔽世人的可怜傀儡 泰安城其实只猜对了一半 赵荀不愿起兵叛乱是真 但要说赵荀没有篡位登基之心 则是假 藩王辖境位于中原妖履之地的靖安王两代藩王 从赵衡到赵荀 从来都有逐鹿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一点两代北梁王都知道 黎阳前朝帝师原本熙知道 曾经在王府担任幕僚的瞎子陆许知道 如今的纳兰宥辞也知道 赵荀悔恨自己当初为何不愿相信那张纸 那张纸上的字迹 他并不陌生 是那个瞎子身边婢女的字迹 要他赵荀在吴仲宣平定广陵道战事之后 迅速动身返回靖安道下境 可是赵荀很想亲自带着身边这位女子 领略广陵道景色 也想多与那些必定要在朝堂崛起的武将文臣打好关系 所以才决定在参加过春雪楼那场庆功宴席后 再离开广陵道不迟 然后啊 便是如今的境地了 一开始赵荀还认为是因祸得福 因为有人亲口告诉他 会帮他赵荀称帝 赵荀可不管是什么阴谋 都选择相信 毕竟那个说这种话 比燕辣王赵炳亲口说出还能让人信服 原因很简单 这个人呢 叫纳兰佑茨 雪中汉刀行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九百二十四回 最近这段时日 赵荀过得很憋屈郁闷 那个曾是春雪楼出身的将军宋利 曾是所有在广陵道的官员中 品级仅次于节度史卢白杰 经略史王雄贵的副节度史 如今在北线战功不断 越发的骄纵跋扈 竟然在前不久登上楼船 笑眯眯的开口 厚颜无耻的 向自己讨要身边的女人 赵荀当时气得浑身发抖 但最后也没能说出半句狠话 宋利毕竟不敢在楼船上公然抢夺 这位被太安城骂作三姓家奴的降服名将啊 还不忘在下船之前好心的提醒年轻藩王 说以老王妃的岁数 再容颜常住又能有几年风采啊 还不如赠予我宋利金屋藏娇 我他日必有重宝 很早就世人皆知 广陵道有个姓宋的将军 不但是广陵王赵义的心腹 更被赵义誉为辅家 嗜好收集天下美色 在西楚复国后 黎阳朝廷大军终于攻破西楚京城 宋利自然更是收获颇风 发出只恨江氏女帝 以死西磊壁的感慨 然后换成赵炳大军 占据这座命运多舛的巡城 宋利更是以黎阳镇南将军的显赫高位 果断选择依附燕辣王 宋利岂能两手空空啊 传言连燕辣王赵炳在一次论功行赏的宴席上 当面玩笑询问了一句 说宋将军可需要天治宅院养美人呢 深受器重的宋利啊 只回答了一句话 便让在场所有男人叹服 说两者皆是多多益善 燕辣王更是拍手叫好 当场许诺 姑此生绝不让宋将军失望 以后中原历届燕志平出炉 当日必有一位登榜角色送入宋府 再说宋利不但受燕辣王赵炳的信赖 被大胆授予兵权 宋利和燕辣王世子殿下赵柱 更是关系默逆称兄道弟 面对宋利这样的红人 空有一个藩王头衔的赵荀 又如何应对呀 赵荀愁眉不展 眺望江面那些水师楼船 星星点点的灯火 他伸手帮他抚平额头 他笑了笑 走回船舱 两人回到形同牢笼的豪舌住处 船舱内有一架造工精美的雕花衣架 衣架上竟是一件富丽堂皇的正皇龙袍 纳兰宥辞当时登门做客之时啊 这位硕国仅存的春秋毛氏身边 便跟着一位手捧龙袍的婢女 这段十日以来 黎阳藩王赵荀 一次次扶摸龙袍 一次次眼神痴迷 默默数着那一条条金龙 今夜他再次来到衣架前 伸手摸着龙袍上的金龙 最后甚至蹲下身 摸着底部那些海水江牙 这个年轻男人突然抬起头望向他笑问 你可知道 这件龙袍似正龙似形龙 分明只看得见八条金龙 树木为何不是九五之尊里的那个九 他想了想 皇帝本就是真龙天子 穿上龙袍便是九了 他站起身哈哈一笑 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 你错了 最后一条金龙绣在内金上 不信 你去掀开衣镜看看 他犹豫了一下 始终不去触碰 那件世间所有男子都梦寐以求的衣服 赵荀突然取下那件龙袍 让女子站好 然后竟是帮他穿上了那件龙袍 他从头到尾都呆滞当场 不知所措 赵荀一丝不苟的帮女子 挣了挣龙袍衣襟之后 后退了几步 眼眶泛红 他柔声一笑 我知道 在静安道 就有很多人骂你是什么女藩吧 说你是红颜祸水 可我 不在乎 那女子欲言又止 赵荀任意游泪水流淌 我知道 你不是他 不是他 我也不在乎 你是谁安插在我身边的碟子死士 一开始很在乎 如今根本不在乎 为什么呀 我喜欢你呀 我只是喜欢你呀 哪怕你现在换了一张容颜 我还是喜欢你 苏叔咬着嘴唇 渗出丝丝缕缕的鲜血 赵荀突然露出笑脸 弯腰作衣 柔声道 夫君见过娘子 屋内烛火明亮 他身穿龙袍 如女子穿嫁衣 他缓缓的施了一个万福 嗓音婉约道 陛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样是在广陵江面上 一样是在黄龙楼船中 身穿便服的艳辣王赵炳 坐在袖凳上正举杯小酌 老人虽然没有身穿藩王蟒袍 也没有身披铁甲 却极为深重 其实在当年参与夺敌的黎阳诸多皇子之中 就以赵炳战功时最为显重 是当之无愧的赵姓宗室第一人 相传赵炳在离京赶赴藩王驻地的途中 南渡广陵江之际扬边北望 向身边的那位谋士笑问 广陵王赵邑 靖安王赵衡 淮南王赵英 焦东王赵遂 这些个家伙加在一起 军功有我的一半吗 一位俊美非凡的中年人斜靠窗口 侧望向滔滔江面 三指持杯轻轻碾动 在南江文武心中何等杀法果断的燕辣王赵炳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颇为无奈道 先生就不能放过那两个兔崽子 好歹留着他们性命 反正以后也折腾不起来浪花了 纳兰又茨没有转头 他淡然道 兔崽子 两位可都是你赵炳的亲儿子 你妈自己作甚呢 赵炳顿时无言以对 纳兰又茨继续说 堂堂燕辣王的两个儿子 故意泄露军机给泰安城 差点让世子殿下战死荆棘南部战场 别说是两个儿子 就是他们的老子敢这么做 我也得让人往死里打 赵炳翻了个白眼 瘟声瘟气的说 怕了你了 纳兰又茨终于转头正色 你是想要个稳坐龙椅的独子 还是想要自己穿龙袍 没几年功夫 就当个二世王国的破烂开国皇帝 赵炳很是头疼模样的挥了挥手 先生说了算 他娘的说道理 我这辈子就能赢过先生一次 纳兰又茨展颜笑问 那我可就传令下去 带两杯酒给那孩子喝了 赵炳又立即脸色尴尬起来 低头不语 纳兰又茨也不逼着这位藩王 立即决定 重新转头望向窗外 好似自言自语 终究是虎毒不食子 你要是连这种事情都能毫不犹豫的话 我哪来有词 也不会辅佐你到今天这一步 当然了 我也活不到现在 赵炳放下酒杯 双手握拳 重重的吐出一口浊气 就按照先生说的吧 我赵炳就当没生过这俩儿子 纳兰又茨点了点头 你呀 有赵柱这么一个好儿子 也该知足了 你看看老庆安王赵衡的儿子 哪个做梦都想着做皇帝的赵荀 到头来 连心爱女人都护不住 你再看看北梁王徐霄的儿子 徐凤年 前半节话挺暖人心的 这后半句话 赵炳忍不住笑骂 哎 打住打住 磕臣人不是 你们读书人呢 就是一肚子坏水 纳兰又茨一笑置之 赵炳心情好转几分 他轻声劝道 江峰大 先生的身子骨还 总之啊 还是别站在窗口吹风了 纳兰又茨坐回凳子 给赵炳啊 倒了一杯酒 他缓缓的说 古人最有意思 就是样样装装渐渐 大多都有个腾到心坎的故事 可惜啊 颜值里名气最大的红夹是贡品 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 又可惜啊 花雕里的女儿红 其实一点也不好喝 赵炳接过酒杯 喝着那杯据说是埋在地底下 十多年的女儿红 深以为然 这酒喝着 是不咋地 纳兰又此感慨 读书人的用处 就是把古人所有的有意思 喝下去 吃下去 读下去 写下去 传下去 赵炳问道 那像我和徐瘸子这样的人 纳兰又此笑道 你们哪 让读书人的日子过得不舒坦 唯一的用处 就是不让读书人 忘乎所以到忘本吧 赵炳伸手 捏起了下酒小菜的一片酱牛肉 细嚼慢咽 沉默许久才点头道 有些滋味 纳兰又此知己了道 别不懂庄斗 都快三十年了 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赵炳不以为意 哈哈一笑 又给先生戳穿了 遥想当年 两人初见于黎阳京城 当时黎阳还只是北方蛮夷的 一鱼之国 赵炳也只是声望不高的 众多皇子之一 那时在座四人 三人熟识 皇子赵炳 杂号将军徐霄 韩氏李义山 纳兰又此 四人当中 反而是豪乏出身的纳兰又此 名声最盛 赵炳徐霄都远远不如 至于李义山 更是无法相提并论 那一次相去啊 喝高了以后 赵炳便一嚼菜在长凳上 尽显豪气的大声笑道 说早吃喝酒要撒尿 不如当初就喝尿 然后风度翩翩如神仙的纳兰又此 便冷笑 说早吃吃饭要拉屎 不如当初就吃屎吗 赵炳一个坐不稳 轰然倒地 赵炳只记得当时徐霄 朝着纳兰又此伸出大拇指 李义山摇头不语 他年他日 今年此时 四人已经死了两个 所幸活着的两人 不但活着 还能相对而坐 一起喝酒 赵炳望向这位 风采依然夺人眼目的 谋士 柔声道 先生 赵炳这辈子最大的姓氏 便是由先生相随三十年 这位春秋谋士 一生不曾 娶妻生子 不管纳兰又此的初衷为何 燕拉王赵炳 心知肚明 若这位纳兰先生有了子嗣 以后的天下 就会有很多变数 就像徐霄有了嫡长子后 便马上有了那桩京城白衣案 赵炳兴兴许不会像老皇帝那样心狠手辣 但绝对会如梗在喉 赵炳给纳兰又此也倒上了一杯酒 卢生相手底下 有个叫郭东风的年轻武将 挺棘手啊 就连张定远和顾英都接连吃了亏 纳兰又此一笑 就许你赵炳有大将 不许黎阳有梁将 南疆部军大将张定远 顾英 元州将军叶秀峰 贺州将军梁月 还有吴仲宣麾下唐和李春玉等人 都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将领 加上宋立元亭山和其神策等 一大波朝廷详将 以及那位白衣兵圣手底下的 典雄处韦浦成等人 绝对足够打下黎阳那座太安城了 反观年轻小儿赵转手底下 无非是卢生相 唐铁霜 徐拱杨虎成等人 屈指可数 太安城内 其他懂得治军用兵之人 当然有 而且肯定不少 但未必有他们带兵的机会了 比如那常山郡王赵阳 燕国公高士之 淮阳侯宋道宁 逐鹿天下 大势最要紧 一股作气 北渡广陵江是大势 拉拢静安王赵寻 又是大势 成功策反吴仲宣 还是大势 其实这个过程里 燕拉王赵炳 并没有消耗多少兵力 可只要是明眼人就知道 天下大势 已经倒向他赵炳 当然了 真正的大仗苦仗死仗 还有的大 想要最终夺取天下 尤其是造反 从来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一锤子买卖 甚至在坐上龙以后 可能还会反反复复十数年 不过这一切 纳兰宥辞啊 都早已经给出应对之策 可能无法做到滴水不漏面面俱到 但赵炳 又不当真如外界所传那般 只是个牵纤木偶般的庸鹿藩 他的那个藩王头衔啊 只比一姓王徐霄的含金量差点而已 说却难听的呀 如果在纳兰先生一手造就的这番大好局面后 赵炳他还能输 他就真去吃屎钻了 赵炳突然压低嗓音问 果真任由呢 陈之鲍率领八万大军攻打济州 陈之鲍赶赴中原后 总计六万西蜀部族 这次赵炳又给了这位白衣兵胜两万经济 而且是当之无愧的两万精锐骑军 纳兰又此平淡道 天底下 天底下 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连那立锥之地都没有 赵炳皱眉问道 敢问先生 何以见得呀 纳兰又此答非所问 张巨鹿在此前 在黎阳庙堂之上 是何种光景啊 赵炳慢慢的喝着酒 仔细琢磨起来 最后抬头自嘲 想不太明白啊 不过先生既然如此说 我便如此认为了 纳兰又此叹了口气 神色复杂 赵炳啊 天下枭雄何其多 为何是你最后得天下 不是没理由 赵炳咧嘴一笑 先生 是在夸我吗 纳兰又此美好气的说 没酒了 赵炳便站起身来小声说 早些歇息 大局一定 先生就不要太过劳心废神 本王还要跟先生 一起重返泰安城 纳兰又此走出船舱后 对屋外内五位绝色婢女 沉生道 照顾好先生 冬月 冬月 西蜀 丰都 三师 成吕 五名婢女 轻声领命 赵炳走出去几步之后 转头对一名女子提醒 成吕 赶紧去给先生 加件囚子 那名婢女 奄然一笑赶紧离去 去取那件 这位藩王前不久 才命人送来的名贵雕球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 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